乔丽娜说道,叶不凡,我承认你,确实有些倒横,连死人都能治活,现在我给你个巴结我们高家的机会,去给我老公治病。 虽然见识了叶不凡的医术,但他始终有种高高在上的心理。 对方就算身手好,又怎么样?就算医术高,又能怎么样?在他们高家面前依旧只能跪舔,因为他们有钱,拥有可以让无数人心动的财富。 叶不凡嘴角泛起一抹冷笑,都这时候了,这女人竟然还放不下自己的架子,依旧高高在上。 谢谢你的好业,但这种机会我不需要,我从来不需要巴结任何人。 你,乔丽娜压着心中的怒火说道,叶不凡,别以为你会歇医术就了不起了。 我告诉你,想给我们高家看病的医生,有的是,千万不要不识抬举,那真是太好了,快去找他们,给你老公看病吧。 我真的没那个时间,也没那个兴趣。 叶不凡,就别在那儿跟我装心高了,你开一管,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我们高家可以给你数不清的钱。 你说吧,要多少,一千万够不够? 叶不凡说道,那么有钱啊,那就去跟阎王爷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把你老公的命买回来。 要是行不通的话,那只能用钱给你老公买个好目的了。 你,乔丽娜作为高家俊的太太,向来都是高高在上,无数人见了都要跪舔,都要巴结, 什么时候被人如此对过? 但想到,如果不把人请回去,跟高家俊不好交代,他只能压着心中的怒气说道, 你说吧,到底多少钱才肯给我老公治病? 叶不凡说道,曾经我上门主动给你们看病,可惜你们错过了机会。 嚣张跋扈,眼高于顶,以钱砸人,以示压人,跑到我医馆闹事抓人,现在都行不通了,又跑过来求我,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 我已经说过了,只有你跪在医馆面前向我道歉。 我才可以考虑给你老公治病,不然一切免谈。 乔丽娜怒道,叶不凡,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就是一个小医生,我可是高家的太太,让我给你下跪,你受得起吗? 叶不凡说道,受不受得起,那是我的事。 跪不跪是你的事,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想要我给高家俊看病,没有别的选择。 小子,看来,你根本没摆清自己的位置,我们高家是何等的存在,岂是你一个小医生能要挟的? 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乔丽娜说完,对着身边的干瘦中年人说道, 殷先生,这小子不识好歹,就得麻烦您动手了。 来之前,他已经猜测到了这个结果,也知道叶不凡身边有高手,所以重金聘请了港城赫赫有名的殷爪王殷峰。 殷峰向前两步,他的两只手由于常年练习殷爪弓,就犹如两只黑漆漆的铁爪一般。 殷森恐怖,让人看起来不寒而栗。 见对方准备用墙,贺鹏飞,唐葵等人立即冲了过来,上前就要动手。 叶不凡赶忙伸手将他们拦住,不要冲动,你们不是对手。 殷峰嘿嘿一笑,小子,你还有些眼力,在下岗城殷峰,有个绰号叫殷爪王。 我劝你还是乖乖地跟高太太走一趟,不要逼着我动手,不然后果,你承受不起。 叶不凡神情淡然地说道,我也奉劝你一句,不要在我这里胡乱动手,不然后果,你更承担不起。 敬酒不吃吃罚酒。 阴风神色一变,脚下一动便来到叶不凡的面前,右手一伸,尖利的手爪带着凌厉的破空声向着他的肩膀抓去。 叶不凡却是毫不在意,随手一拳轰出。 找死? 阴风脸上泛起一抹狠利之色,这家伙在阴爪宫方面确实有着极深的造诣,就算钢板都能抓破。 叶不凡的拳头对上自己的阴爪,必然古断惊蛇。 眨眼之间,拳头跟阴爪对碰在一起,只听咔嚓一声,紧接着阴风的手上传来一阵锥心的刺痛。 他的五根手指竟然被这一拳硬生生地轰断。 这家伙一声冷哼,但他也是个狠角色,并没有因为受伤而退后,相反左手瞬间挥出狠狠地抓向叶不凡的耿嗓咽喉。 冥顽不灵。 叶不凡一声怒吓,抬手便抓住了阴风的手腕,紧接着咔嚓一声再次传来,被折成两段。 啊!这次阴风再也扛不住了,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他号称阴爪王,半辈子的功夫都在手上,现在两只手尽数被废,甚至连普通人都不如。 叶不凡一脚,将他踹了出去。 我都说了,不要在我这里动手,不然后果你承担不起。 阴风此刻心中尽是悔意,这次他收了乔丽娜五百万,答应出手一次,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对方一个小医生的身手如此强横。 早知如此,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到江南来的。 叶不凡说道,高太太,还有事吗? 没事就请回吧,不要影响,我给病人治病。 乔丽娜神色一变,没想到自己重金请来的高手,竟然不堪一击。 但随后,他又恢复了淡定,依旧强势地说道,叶不凡,我知道你身手很好,但那又能怎么样? 我们高架不是你这种人能抗衡的。 我告诉你,今天你去给我老公治病,你的医馆可以开下去,如果不识抬举,马上我就封了你的医馆。 叶不凡扑斥一笑,真不知道我的医馆招谁惹谁了,今天你是第四个喊着要封我医馆的,只不过我这里还开得好好的。 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是吗? 那你就等,这我让你分分钟关门。 乔丽娜说着,便摸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周局长吗? 我是高家俊的太太乔丽娜。 电话那边,周永亮听说是乔丽娜立即客气地说道,你好高太太,请问有什么事吗? 高家俊不但是港城的珠宝大亨,同时也是江南市排名靠前的投资商,一般时候,高家的面子她,还是要给的。 乔丽娜瞥了一眼叶不凡,口气得意地说道,周局长,我发现江南市有家医馆很有问题,希望你能派人来将她封掉。 周永亮说道,既然高太太认为有问题,那肯定要查一查,您说是哪家旅馆? 乔丽娜说道,这家医馆叫姓灵院,主治医生叫叶不凡。 在她看来,只要自己一句话,医药局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肯定立即派人过来查封姓灵院。 都市古仙医,都市古仙医,可电话那边,听说乔丽娜要查封的是姓灵院,周永良的口气顿时变了,从客气变成了公事公办。 对不起高太太,您说的姓灵院,我非常清楚,这家医馆不但正规,而且叶医生医术很好。 像这种杰出的医馆,绝对是江南市老百姓的福气,我们不但不会查封,还准备将这里列为江南市医馆的典型,给予表彰。 像叶医生这种年轻有为的中医,更是极为难得,我们要把它当成年轻医生的楷模,推向整个江南市,让其他医生多多学习。 你,乔丽娜费,都要气炸了,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让医药局查封对方的医馆。 结果倒好,非但没有查封,反倒成了宣传典型,还要给予表彰,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他声音冰冷地说道,周菊,你确定要这么做? 周永良说道,那当然,我们已经做好了表彰计划。 好,很好。 乔丽娜怒急返校,我会把周菊长的所作所为,向诸事手说清楚的。 周永良声音淡漠地说道,我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高太太可以随便。 看到两个人结束了通话,叶不凡说道,怎么样高太太? 什么时候封我的医馆? 乔丽娜冷声说道,怪不得这么嚣张,原来有周永良坐后台,不要得意。 我们高家不是你能招惹的,现在我就送你去吃牢饭。 说完他再次拨通了警察署王建峰的手机。 王署长,我是高家俊的太太乔丽娜,刚刚我的人被打伤了, 请你,派人过来处置一下,一定要严惩凶手。 王建峰微微一愣,没想到乔丽娜会给自己打电话。 但随后说道,高太太您放心,我现在就派人过去,请告诉我,位置在哪里。 姓灵愿,打人的事业不凡。 姓灵愿? 王建峰心中一惊,说道,我马上带人过去。 原本他非常不喜欢看到乔丽娜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想派个人去处理一下就算了。 但听说,是事关叶不凡,马上决定亲自过去。 挂断了电话,乔丽娜得意地说道, 小子,听到了没有? 这就是我们高家的能量。 一个电话马上能让警察署署长到位,你就等着坐牢去吧。 叶不凡微微一笑, 我只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小医生,想不到要坐牢的理由。 死鸭子嘴硬,你就给我等着。 啊,很快,两辆警车停在姓灵院门前,王建峰带队走了下来。 王处长, 你看这是我的人,两只手都被打断了。 这至少是一级伤残,一定不能放过凶手。 乔丽娜指着旁边的鹰爪王英峰,趾高气扬地叫道。 不对,不能抓叶医生,叶医生是无辜的,是那个家伙先动的手。 叶医生是正当防卫,该把那个家伙抓起来。 还有这个老女人,主动上门挑衅,连她也应该一起抓起来。 周围的老百姓早已经看得一份填膺,他们看不惯乔丽娜的嘴脸,更气愤她,影响了叶不凡给大家诊病。 这位同志,你看一下,我这里可是录着像的,明明就是那小子先动的手。 一个中年人将自己录制好的视频送到王建峰面前,上面清清楚楚记录着应找王英峰动手的画面。 瞥了一眼,王建峰大体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立即对身后的治安警喝道,蓄意伤人,寻衅姿势,扰乱医馆的秩序,把他给我抓起来。 两名治安警答应一声,立即上前抓捕了英峰,只不过这家伙两只手臂受伤,没有办法戴手铐,直接拖上了警车。 乔丽娜神色大变,怒道,王建峰,你这是什么意思? 打人的你不抓,反倒把伤者抓起来了。 王建峰说道,高太太,刚刚你也听到了,大家说得清清楚楚,明明是你的人蓄意伤人,叶医生是正当防卫,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你,乔丽娜说道,你别忘了,那可是我们高家的人。 王建峰说道,在我眼里只有违法分子和合法公民,根本就没有什么高家。 李家之说,王建峰,好样的,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诸事手,到时候你的位子就要换人了。 乔丽娜说不出自己有多窝火,刚刚给医药局打个电话,结果叶不凡成了先进典型。 现在给警察叔叔打电话抓人,结果人倒是抓了,抓的是自己人,照这么下去,自己的脸面还往哪里放? 做什么无所谓,只要我一天在这个位置,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王建峰说道,高太太,你今天的行为已经影响了性灵院的正常秩序。 不过,看在情节轻微的份上,我不追究你的责任,请你马上带人离开。 你给我等着。 乔丽娜实在是脸上无光,原本以为自己亲自出面,拿下一个小医馆还不是手到擒来,没想到接二连三地被打脸。 他不明白,一个小医生怎么有这么大的能量,不过再待下去,也拿性灵院没有任何办法,只会更丢人。 他冷哼一声,带着几个保镖灰溜溜地出了性灵院,身后响起大家的一阵欢呼。 事情处理完毕,王建峰也没有多说。 直接带人回了警察署。 性灵院正常营业,临近傍晚,病人都看得差不多了,夜不烦也准备关门回家,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电话接通,是中医院院长谢东霖打来的。 夜院长,你在哪呢?有时间吗? 谢东霖的声音中透着急促和紧张。 夜不烦这才想起自己还挂着江南市中医院名誉院长的称号。 他说道,谢院长,我在性灵院,有什么事吗? 谢东霖急忙说道,夜医生,赶快到我们医院,来一下。 刚刚朱氏守出了车祸,情况非常不好。 你过来帮着看一下。 他现在急得火上防,刚刚是守朱玉成出了车祸。 由于身上有多处骨折,特别大腿更是粉碎性骨折,考虑到中医院接骨比西医更擅长,所以直接送到了这里。 可朱玉成的伤情实在太严重了。 他手下的医生拿不出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案。 情况紧急之下,他拨通了叶不烦的电话。 希望,这位名誉院长,关键时候,能够帮他渡过难关。 叶不凡也知道情况紧急。 毫不犹豫地说道,您放心,我马上就过去。 曹新华和陆庆之就在旁边,将情况听了得大概。 两个人跟他说,师兄,我们能跟您一起去吗? 通过几天的接触,他们越来越感受到叶不凡医术的博大精深,简直就是个中医的宝库。 他们跟着过去,倒不是想帮忙,而是想多学一些东西。 都市古先医,都市古先医,可以,那就一起过去吧。 叶不凡说完,带着两个人急匆匆地赶往江南市中医院。 中医院的特护病房内,此刻十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正簇拥在病床前,在床上躺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正是江南市的。 是守株玉成。 今天,他从省城开会回来,眼见着就要进入城区,却突然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交通事故,导致身受重伤。 此刻他左臂折断,右腿大腿骨粉碎性骨折,小腿骨多处断裂,左侧脸颊被硬物划出一条七八厘米长的伤口,伤口外翻,看起来非常猙獰恐怖。 虽然这些伤并不足以致命,但已经非常严重了,特别对于他来说,已经糟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 根据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他的右腿必须截肢,可一旦失去了一条腿,那他必然要从江南市市守的位置退下去。 而且,明天就是江南市重新选定市守的日子。 这个时候出事,实在是差到了极点,根本没有多少应对的时间。 他今年刚刚四十岁,正属于年轻有为,风华正茂,满心想大展宏图,干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所以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眼前的结果。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现在必须对右腿进行截肢手术,不然拖下去会危及病人的生命。 说话的是一个四十左右岁的中年医生,他是江南市人民医院的副院长白泽涛,在外科手术方面有着一把刀支撑。 这次朱玉成出事,虽然首选在江南市中医院治疗,但也把他这个外科一把刀请了过来。 谢东霖说道,这绝对不行,截肢对于朱氏手意义重大,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走这条路。 万不得已? 难道现在还没到万不得已吗? 再不截肢的话,很容易引发其他病变。 到时候连命都保不住。 白泽涛冷笑道,谢东霖,你是不是这个时候了,还想拍马屁? 我告诉你,不管这条腿是否截肢,以朱先生现在的伤势,绝不可能再继续担任施手了。 谢东霖是中医,而白泽涛是西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好。 而且来之前,已经有人跟他打了招呼,只要朱玉成从施手的位子上退下来,他就能再进一步成为人民医院的一把院长。 有原因,有背景,再结合当前朱玉成的伤情,所以他极力主张进行截肢手术。 一旦切掉了朱玉成的右腿,那这辈子注定平凡,而自己将会飞黄腾达。 谢东霖说道,白泽涛,你怎么说话呢? 我完全是站在医生的角度考虑问题,跟拍马屁有什么关系。 再说,朱士手年轻有为,由他继续担任施手对我们江南的老百姓来讲,绝对是一大福音。 白泽涛撇了撇嘴,说那么多都没用,有本事,你将朱先生的伤治好啊。 在心中,他已经认定了朱玉成必将退下施手的位置,所以连施施手都不叫了,直接称为朱先生。 朱玉成躺在床上,脸色铁青,听着两个人争辩,却一直没有说话。 谢东霖说道,我承认我们医院的医生无法抑制朱士手的伤势,不过,我已经请了高人,马上就到,一定能治好朱士手的伤。 马上? 我告诉你,这种伤情已经等不及了,必须尽快手术才行。 而且我告诉你,有这么严重的伤,就算你请来神仙也治不了。 白泽涛依旧极力主张进行手术,一旦朱玉成截肢,那他院长的位子就已经到手了。 是吗? 神仙治不了,但这病我能治。 房门一开,叶不凡带着曹兴华和陆庆之从外面走了进来。 在外面,他就已经用神识扫试过朱玉成的伤势,虽然非常严重,但自己能治。 白泽涛依回头瞥了一眼叶不凡,眼神中立即闪过一抹不屑,大言不惭。 谢东霖,这就是你请来的高人。 医院长,你来了。 见到叶不凡,谢东霖喜出望外,赶忙对床上的朱玉成介绍道, 这位是叶不凡叶医生,我们中医院的名医院长。 别看他年轻,但一身医术却是通神,一定能治好您的伤。 没等朱玉成说话,白泽涛再次撇嘴说道, 华众取宠,搞这么一个年轻人过来,到头来还不是要指望曹新华和陆庆之。 我告诉你,伤者的右腿是粉碎性骨折,这种伤势,就算曹新华亲自出手也无法医治。 陆庆之就不要说了,他在家里憋了三年。 还会不会治病都不好说? 曹新华认识白泽涛,对他也非常厌恶,说道, 你说的没错,这种粉碎性骨折老夫也没有办法,但今天治病的是我师兄,我跟老陆只是过来学习的。 白泽涛不屑的一笑,满脸嘲讽地说道, 你们这些人还真是脑子有病,我都说了,这种伤势就是神仙都治不了。 更不要说这么一个年轻人,我看你们不是想治病,完全是在拿朱先生的生命开玩笑。 谢东霖对叶不凡说道,叶院长,你怎么看? 叶不凡伸手把了把脉,再次确认了伤情之后说道,虽然有些麻烦,但算不得有多严重,能治。 朱玉成眼中闪过一抹光亮,问道,小伙子,真的不用截肢? 当然不用。叶不凡说道,我不但能将你的伤腿接好,还能让你快速恢复行动能力,不影响明天的任何活动。 这,这怎么可能啊? 朱玉成原本是抱有一线希望的,但听叶不凡这么一说,顿时感觉自己碰到了江湖骗子。 以自己的伤势,能够保住这条腿就不错了,怎么可能不影响明天的活动? 真是笑话。 白泽涛刚刚已经详细地研究过了检查结果,认定这种粉碎性骨折, 根本没有治好的希望。 他讥讽地说道,真不知道谁给你的勇气敢说这种话。 难道以为朱先生做不了释手,就可以随意调戏? 曹兴华一瞪眼,怒道, 你说什么呢? 我师兄说,能治就能治,没必要骗人。 白泽涛说道,曹老头,什么话都敢说,我告诉你,今天他能治好朱先生, 我这个副院长立即不做了,回家抱孩子去。 叶不凡瞥了他一眼说道,这话可是你说的。 道时可不要反悔。 我白某人向来说话算话,从不反悔。 白泽涛瞥了一眼朱玉成,朱先生,你可想好了,要信我的,赶快做截肢手术。 这样虽然做不成释手,但至少还能保住一条命,真要信这些骗子的,恐怕到时候,命都保不住。 都市古仙一,都市古仙一,叶不凡没再理会他,扭头看向朱玉成说道, 朱世手,只要你相信我,我能将你的一切都送回到之前的轨道,如果不相信就算了。 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意义却非常丰富,送回之前的轨道,那不但包括身体复原,同时也包括是手的位置。 朱玉成的脸上闪过一抹犹豫之色,如果换作曹新华说这句话,他还能接受。 但叶不凡实在是太年轻了,看起来很难让人信任。 谢东霖说道,朱世手,叶医生虽然年轻,但医术确实非常厉害。 不然,我也不会聘请他做我们中医院的名誉院长。 从内心当中,他是非常赞成朱玉成接受叶不凡治疗的,一来是对叶不凡的医术有信心,二来已经没了别的退路。 他这个院长的位置是得到朱玉成的支持才坐上的,一旦朱玉成退下世手,恐怕自己也就危险了。 曹新华跟着说道,是啊,朱世手,请相信我师兄,他的医术比我强上百倍,而且从不打狂语,既然他说能治,那就一定能治好你的伤。 朱玉成脸上闪过一抹果决之色,说道,那好,叶医生,朱某人就拜托你了。 他不相信叶不凡,但对曹新华和谢东霖还是有那么一些信任的。 最关键的是,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作为青年才俊,他是一个非常有报复的人,一直想干一番大事业。 到现在为止,一切也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年纪轻轻便坐上了江南势手的位置,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 可如果真的截掉了他的右腿,那一切就都完了,对于那种坐在轮椅上的人生,他宁可选择去死。 所以无论如何,他也不会选择手术,那等于直接切掉了自己的后半身,即便叶不凡这边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选择拼一下。 说话间牵动了脸上的伤口,他不由疼得一头冷汗。 放心吧,朱先生,既然你相信我,我就能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前程。 叶不凡擅长悬门竖法,一眼便看出朱玉成红光照头,虽然之前有一丝黑气,现在已经消散。 度过这一劫之后,以后将是一马平穿,前途无量。 与这种人交好,之后对自己也是一大助力。 见他准备出手治病,曹兴华说道,师兄,要不要把闲杂人等赶出去? 他所说的闲杂人等,自然是指旁边的白泽涛。 叶不凡说道,用不着,要看就让他们看吧。 刚好让西医见识一下,我们中医的神奇手段。 白泽涛撇了撇嘴,大言不惭。 看看你等下如何丢人,才是真的。 在他看来,虽然现在朱玉成已经注定跟弑手的魏祖无缘, 但毕竟人家还没退下来,真要将现任弑手治出什么毛病, 这些人都要吃不了兜着做。 其他的几个参加会诊的西医也是一脸的不屑。 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眼前这个小医生能医治如此重的伤势, 完全就是胡闹。 叶不凡没再理会这些人,摸出一颗黑色的药丸, 送到朱玉成面前。 这是他精心酿制的强筋状骨丹, 在提升筋气,强壮筋骨方面有奇效。 此刻的朱玉成已经虚弱到了一定程度, 提升一下身体的强壮度更有利于下面的治疗。 既然选择了相信,他也不再有任何犹豫。 直接张嘴将药丸吞了进去。 丹药入口即化,化作一道清流顺着喉咙流淌而下。 很快他感觉体内有一股力量升起, 仿佛身体的疼痛也缓和了许多。 见药丸如此奇效, 他立即对叶不凡的信心又增加了几分。 难怪曹新华和谢东霖对这个年轻人如此推崇, 人家是真的有本事。 在等待药效发挥作用这段时间, 叶不凡先是取出金疮药涂抹在他脸颊的伤口上。 这种金疮药是专门给修真者研制的, 医治这种表皮伤是再简单不过。 涂好药之后, 朱玉成便感觉脸颊的疼痛感立即消失, 还有一种凉丝丝的清凉感觉。 叶不凡又抓住他断掉的左臂, 只听咔嚓一声, 断臂瞬间便被揭好。 这一瞬间, 朱玉成便感觉手臂的疼痛消失, 仿佛又回到了受伤之前一般。 他轻轻地活动了一下, 伤口处再没有一丝疼痛感。 好了, 我竟然真的好了。 朱玉成大喜过望, 眼前这个小医生实在是带给他太大的惊喜了。 虽然, 相比于大腿这条断臂并不算严重, 换做其他外科医生也能接好, 但绝对不会像叶不凡这样轻而易举, 而且效果好的惊人。 如果说之前他对叶不凡还半信半疑, 此刻已经是信心十足, 相信这个年轻人一定能治好自己。 白泽涛也是吃了一惊, 作为外科一把刀, 他自然明白叶不凡这手接骨的功夫代表着什么。 不过他也没有在意, 断臂只是小伤, 难度最大的还是那条粉碎性骨折的大腿。 他之前看过拍摄的X光片, 这条腿骨至少碎成了二十几块, 这种高难度的手术就算自己都无法完成, 更不要说一个中医。 叶不凡将几处小伤处理完毕, 强筋撞骨丹的药效也开始发挥出来, 开始医治朱玉成的断腿。 像这种粉碎性骨折, 最大的难度就在于如何将大大小小十几块碎骨重新拼接在一起。 就算是有X光照射, 任何一个医生也无法完成, 最终只能选择截肢。 但叶不凡不同, 他拥有神石这个大杀器, 全方位扫尸之下要比X光管用一百倍, 将断骨看得清清楚楚。 白泽涛抱着肩膀, 冷笑着说道, 一个中医, 我看你如何将断骨接好。 叶不凡没有理会, 取出几根银针刺入大腿处的穴道。 朱玉成瞬间便感受不到断腿处的疼痛, 甚至丧失了一切感知, 仿佛这条腿已经不属于他的一般。 叶不凡用银针封闭了大腿的痛感神经, 随后又伸出两只手在大腿外面虚空轻轻一按, 断腿处立即传来咔嚓一声细响。 作为有经验的医生, 立即听出这是断骨重新复位的声音。 可是所有人都疑惑了, 叶不凡没有开刀,没有手术, 就这么虚空一按, 怎么会出现这种效果? 难道这是变魔术? 微微错愕后, 陆庆之兴奋地叫道, 这是菩提手。 叶医生竟然会菩提手, 看来朱世手的大腿彻底有救了。 之前虽然相信叶不凡不会胡说, 但他怎么也想不出, 中医如何治疗这种粉碎性骨折。 现在终于明白了, 他竟然会使用失传多年的菩提手。 菩提手是中医古籍中记载的一种神术, 传说中可以以气作手, 不需要突破人体表皮便能对体内受损的经脉、 骨骼、肌肉进行逆天性的修复。 曹兴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满脸的兴奋不愧是师兄, 竟然会这种失传多年的神术。 叶不凡心无旁骛, 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朱玉成的这条断腿上。 在神识的扫尸之下, 将一块又一块的断骨重新对接在一起, 然后用混沌真气进行粘合。 被撞之后, 朱玉成这条腿比之前肿胀了一倍还多, 而且形状看起来非常怪异。 随着断骨被一块又一块的接好, 肿胀开始慢慢消退。 半个小时后, 这条腿也将近乎于恢复到了正常。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朱玉成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他心中不断地庆幸, 幸好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眼前这个医生虽然年轻, 但确实有着神仙一般的医术。 终于, 叶不凡将最后一块断骨也对接完毕, 断腿治疗的第一步算是完成。 虽然他已经达到了玄阶修为, 但长时间的使用神识和混沌真气 也让他感觉到了疲劳, 额头上渗出了汗水。 白泽涛等人在旁边看得都张大了嘴巴, 一个个目瞪口呆。 他们也是医生, 而且是非常有资历的医生。 活了这么多年, 像这种神奇的手术方式, 还是第一次见到。 震惊过后, 白泽涛自我安慰道, 虽然断骨皆好, 但那又能怎么样? 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下床, 只能依靠轮椅活动。 明天就是试手重新选定的日子,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 根本不具备参加竞选的条件。 眼见着自己的伤腿 已经恢复到之前的形状, 朱玉成一脸兴奋的地说道叶医生, 我的腿已经复原了吗? 叶不凡说到还没有, 第一步还需要进一步的针灸治疗。 朱玉成这条腿粉碎得太严重了, 虽然将断骨对接在一起, 但现在还承受不了外力, 稍不注意就会再次锻炼。 如果换做普通的医生 只能打石膏固定, 等着骨骼自己慢慢地愈合。 但叶不凡不用, 它有回魂九针。 回魂九针分为氧气、 强筋、撞骨、通脉等九种针法。 而其中的第三种撞骨 刚好适合现在的情况。 它取出银针, 开始一针一针地刺入 朱玉成大腿上的穴道。 强筋撞骨丹结合回魂九针 发挥了奇效, 让断骨以极快的速度 重新生长, 快速愈合。 而且其他人根本感受不到, 但叶不凡的神识 却看得清清楚楚。 大约二十分钟后, 他将大腿上的银针尽数收回, 朱先生, 你的伤已经彻底好了, 自己感受一下吧。 就在叶不凡收回银针那一刻, 朱玉成那条腿 瞬间恢复了知觉, 不过没有了之前的疼痛, 一切都仿佛没受过伤一样。 他一脸不可置信地说道叶医生, 我真的可以动了吗? 叶不凡说道当然可以, 基本行走没问题, 不过注意不要剧烈运动, 三天之后就能完全复原。 白泽涛叫道,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还真当你是神仙了。 你一定是通过特殊手段, 让大腿消肿, 其实里面的伤势还在, 那就是一个大骗局。 这种治疗方式是非常危险的。 他刚刚大脑飞速旋转, 想了半天, 只想到这么一个能解释的理由。 叶不凡没有理会他, 说到你现在就可以下床试试了。 朱玉成满脸激动, 没有任何一刻像现在这般渴望健康, 他轻轻地抬了抬右腿, 发现真的可以活动, 而且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 紧接着翻身下床, 站立起身, 迈步向前走, 一切都是那样流畅自然, 没有疼痛, 没有声音。 好了, 我真的好了。 哈哈哈哈, 我朱玉成又站起来了。 他现在兴奋地都要发狂, 发生车祸那一刻, 以为自己这辈子都完了, 就算不死, 也将到此止步。 但眼前这个年轻人改变了一切, 不但让自己重新站立, 而且重新踏上了仕途。 曹兴华看了一眼呆若目鸡的白鸡, 白泽涛, 姓白的, 怎么样? 看到我们终于的神奇了吧? 谢东霖大笑着说道, 你不说这是骗局吗? 有本事, 你也骗一个给我看看。 这, 白泽涛背对的哑口无言, 随后说道, 谢东霖, 你也不要得意得太早。 虽然叶不凡治好了朱玉成的断腿, 但那又能怎么样? 他脸上有那么大一条疤, 明天依旧, 无法参加是首评选。 只要从那个宝座上退下来, 到时候, 不但他完了你也完了。 事到如今, 他再也顾不得许多, 反正他跟朱玉成, 根本就不是同一条战线上的人。 再通过今天的事情, 只要朱玉成重新坐在弑手的位置上, 绝对没有他的好果子吃, 现在干脆直接撕破脸皮。 他这话说完, 不许是朱玉成还是谢东霖, 兴奋的神色瞬间暗淡下来。 确实, 他们忘了这一点, 脸上带有这么大一个疤的人, 绝对不适合继续担任弑手, 毕竟华夏官方也要考虑形象。 看到两个人吃扁, 白泽涛力大笑起来, 明天就到了弑手平选的日子。 到时候, 江南市将改朝换代, 一切都变了。 哈哈, 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 叶不凡如同看白痴一般, 瞥了一眼白泽涛, 眼中竟是同情, 随后伸手在朱玉成的脸上一抓。 那张看起来争鸣无比的血痂, 便瞬间脱落, 露出一张恢复如初的面孔。 这, 这下白泽涛彻底傻眼了, 这么大一条疤痕, 刚刚几乎深可见骨, 半个多小时便彻底痊愈了。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只有神仙才能有这种手段。 不但是他, 其他人也都是目瞪口呆, 不同的是, 朱玉成、 谢东霖等人脸上竟是狂喜之色, 而白泽涛震惊之后, 瞬间崩溃。 叶不凡瞥了白泽涛一眼, 还记得我们之前的赌注吗? 只要我治好了朱先生, 你就辞去副院长的职务。 其实我真心觉得, 你这种公于心计的人, 真的不适合做医生。 我, 白泽涛刚刚直顺口一说, 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会一语成真, 要让他放弃副院长的职务, 哪里舍得。 叶不凡说到白院长, 你不是要反悔吧? 反不反悔都无所谓。 朱玉成说道, 我现在正式宣布, 撤销白泽涛副院长的职务, 等候进一步地调查处理。 白泽涛傻在那里, 眼中竟是绝望之色。 得到朱玉成重伤入院的消息那一刻, 他以为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 飞黄腾达, 平步青云指日可待, 再也不用夹着尾巴做人, 所以嚣张地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可眼前这个年轻人改变了一切, 治愈了朱玉成的断腿, 又恢复了朱玉成的相貌, 一手将他从天堂送进了地狱。 赶走了白泽涛, 朱玉成将叶不凡一个人留在房间里。 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叶老爹,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朱某人, 不但治好了我的伤, 还拯救了我的前途。 叶不凡将他扶起来说道, 朱先生客气了, 我是中医院的名誉院长。 您是这里的病人, 我出手给您治病是应该的。 这也是您自己的选择, 如果当时您要拒绝的话, 我是不会出手的。 朱玉成一阵后怕, 如果自己真的拒绝了叶不凡, 听从了白泽涛手术的建议, 那现在的后果简直不可想象。 叶老爹, 无论如何, 我也要感谢您。 我朱某人保证, 只要我在江南市一天, 就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 对叶不凡千恩万谢之后, 他急匆匆地离开了中医院, 毕竟明天就是重新选试手的日子, 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叶不凡离开了中医院, 开车返回了云顶山别墅。 回到家门口, 他远远地就看到一条窈窕的身影站在门前。 这次不是安以默, 是秦楚楚。 他下车后说道楚楚, 你怎么来了? 秦楚楚脸上闪过一抹气燃之色, 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 你会收留我吗? 当然会,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叶不凡一把抱起秦楚楚, 进了门, 将他放在客厅的沙发上, 又倒了一杯咖啡说道, 出什么事了? 是不是跟高家有关系? 秦楚楚点了点头, 今天乔丽娜那个女人找到了我, 让我逼迫你去给高家俊治病, 被我拒绝了。 然后他就找到了我爷爷, 只要秦家剥夺我继承人的资格, 同时再把我踢除秦氏集团, 高家就跟秦家合作, 帮助秦氏集团进入港城市场。 叶不凡眼中闪过一抹寒意然后呢? 你爷爷同意了? 嗯? 秦楚楚神情痛苦地说道, 为了能跟高家合作, 爷爷可以说是不计一切代价, 撤掉了我副总裁的职务, 并且禁止在秦氏集团工作。 原本秦家继承人的位置, 是由我跟秦国伟两个人竞争, 现在没有了我, 一切都属于秦国伟了。 这也是很多秦家人愿意看到的, 毕竟他才是秦家的男丁。 说到这里, 他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 叶不凡拿过一张纸巾, 帮他擦去眼角的泪水说道, 其实你完全没必要这样, 当时只要跟我打个招呼。 为了你我也会去给高家俊治病的。 秦楚楚哽咽着说道我不会那么做, 更不会因为我让你受委屈。 你这个傻女人, 叶不凡说着将她抱进自己的怀里, 别哭了, 就算你什么都不做, 将来我也能养你一辈子。 秦楚楚抬起头, 泪眼婆娑地说道, 您说的是真的吗? 不会嫌弃我吗? 当然不会。 我喜欢的是你的人, 跟秦家没有任何关系。 只要你愿意, 可以在我这里住一辈子。 秦楚楚没有说话, 抱住叶不凡的驳梗, 狠狠地吻了上去。 过了许久, 两个人慢慢分开, 叶不凡问道你很在乎 秦氏集团总裁的位置吗? 秦楚楚想了想说道, 应该是很在乎。 我也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心理。 可能是因为, 在这里付出了这么多年, 这是我的誓言。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我不甘心, 凭什么秦国伟是男人 就可以受到家族的重视? 我是女人又怎么了? 明明能力不如我, 为什么爷爷和奶奶 就那么重视他? 难道只是因为, 他是一个男人? 说到这里, 他又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一直想证明自己, 能把秦氏集团做得更好。 只可惜, 现在没有那个机会了。 叶不凡说道放心吧, 在我这里休息几天, 秦氏集团早晚是属于你的, 在跟秦国伟没有任何关系。 秦楚楚摇了摇头, 这不可能, 你不知道高家对秦氏集团的影响有多大。 只要高家俊站出来反对我, 爷爷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我进入秦氏集团工作的。 更不要说担任总裁, 而且他现在已经做了退休的准备, 相信过不了几天, 秦氏集团的当家人就将换成秦国伟。 叶不凡说道, 高家俊反对你是因为我。 这样实话跟你说, 他身上的病, 只有我能治。 而且他的时间也不多了, 相信过几天就会向我低头。 那时就是你返回秦氏集团当家做主的时候。 秦楚楚说道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要不高家也不会恼羞成怒, 去干涉你们秦氏集团的家事。 叶不凡说道, 估计乔丽娜那个女人正在等着我去求她, 求她帮你坐上秦氏集团总裁的位置。 不过她打错了算盘, 我现在手中握的可是高家俊的命, 他这点筹码怎么跟我比? 秦楚楚有些歉意地说道小凡, 不好意思, 是我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当初要不是我带着你去给高家俊看病, 就没有这些事了。 这算不了什么, 相信高家还要再折腾几次, 等他们彻底发现怎么折腾都没用, 就会向我低头。 叶不凡说道, 而且现在损失最大的是你, 丢掉了副总裁的位置, 要补偿的话, 也应该是我补偿你。 秦楚楚双手揽住她的脖梗, 媚眼如丝地说道那你说, 你该如何补偿我呢? 叶不凡说道你想要什么补偿? 秦楚楚趴在她的耳边, 口气如蓝地说道我让你肉肠。 嗯, 叶不凡没想到一向端庄大气的秦楚楚会如此主动。 秦楚楚又咬着她的耳朵说道跟我说实话, 你跟顾京城上过床没有? 没有, 跟贺双双呢? 叶不凡又摇了摇头, 秦楚楚兴奋地叫道太好了, 我终于抢在她们之前吃掉你, 到时候就算分大小, 她们也要排在我后面。 叶不凡一头的黑线, 竟然还有比这个的。 同时心中也暗暗庆幸, 还好这丫头没有问自己是不是第一次, 不然司马威的事就藏不住了。 秦楚楚在她的耳朵上轻轻地咬了一下, 想什么呢? 还不赶快抱本姑娘进房间? 叶不凡现在十岁之位, 体内早已经火焰熊熊, 她一把抱起秦楚楚向着卧室冲去。 一路走过去, 两个人身上的衣服越来越少, 到床上时已经坦诚相对。 眼见着就要到了最关键的一刻, 突然叶不凡扔在床头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原本不想理会, 秦楚楚却说到还是先接了吧。 不然她在那里想着我心里总感觉不舒服。 她这样说, 其实是想给自己找个理由, 虽然已经决定将自己交给这个男人, 但毕竟是第一次, 心里还是蛮紧张的。 叶不凡没办法, 只能恋恋不舍地爬起来, 按下了手机的接听键。 电话那边说道姓叶的, 安以默在我手上, 赶快给我打三千万华夏逼过来。 叶不凡神色一变, 说道, 你是安宝旭? 安宝旭嘿嘿一笑, 没想到你耳朵还挺尖的, 没错就是我。 叶不凡冷声说道, 连你姐姐都绑架, 还是不是人? 安宝旭叫道, 少跟我废话, 老子走到这步, 还不是被你们逼的, 明明你们有那么多钱, 却一分都不给老子, 你想干什么? 想白条我解释吗?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我告诉你, 给你两个小时时间, 必须将三千万打到我的账号上。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那是你姐, 我就是不给钱你, 又能怎么样? 难道还能撕票不成? 叶不凡之所以这么说, 完全是出于心中好奇, 他不知道对方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到底没有人性到什么程度? 信叶的, 以为耍无赖, 老子就没办法对付你吗? 告诉你, 你踢地铁公鸡, 但愿意花钱, 睡我姐的人有的是, 两个小时之内, 不把钱打到我的账户上, 我立即让你戴顶绿帽子, 老子说到做到。 说完他啪地挂断了电话, 随后一个短信传到了叶不凡的手机上, 是一个银行的账号。 秦楚楚此刻再也没有了继续的心情, 他拉过被子盖住自己的身体, 紧张地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刚刚听的一知半解, 知道安以默被人绑架了, 却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是安以默的弟弟绑架了他, 找我要三千万, 叶不凡简单扼要地, 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然后说道, 这两个人就是个蛀虫, 以为我跟安以默是一起的, 所以想狠狠地敲我一笔。 昨天抢车没有成功, 耍无赖又不好用, 现在干脆玩起绑架来了。 混蛋, 竟然还有这样的母亲和弟弟? 秦楚处义愤填膺, 不过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把安以默救出来, 说道, 小凡必须救出小默, 不然那两个没有人性的东西, 还不一定干出什么事情来。 这样, 我手里有一千万, 你再借我两千万, 这钱算我的, 以后我肯定还给你。 她跟安以默是最好的闺蜜, 也非常清楚安以默的性格, 真要是被母亲和弟弟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 以那刚烈的性格以后, 肯定会寻短见。 所以, 她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将自己的闺蜜救出来。 这件事你不用管, 我会处理好的。 叶不凡说完, 快速穿好衣服, 秦楚楚叫道, 我也跟你一起去。 在家等着就行了, 去了也帮不上忙, 还会拖后腿。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将安以默完好无损地带回来。 叶不凡拍了拍她的肩膀, 让她在家等着, 然后一个人离开了别墅。 江南是西郊的一个废弃小区, 这里一片安静, 四处都写着大大的差字, 一栋破旧的平房内, 灯光昏暗, 安以默被捆在一张椅子上, 嘴里还塞着一条毛巾。 她虽然气得面红耳赤, 但却是无可奈何。 几个小时前接到安保旭的电话, 说曾玉蓉突然晕倒, 让她赶快回来。 结果刚到家, 便被安保旭和曾玉蓉两个人捆上带到了这里。 此刻她都要气疯了, 没想到自己的母亲和弟弟 没人信到这种程度, 竟然绑架自己来要挟叶不凡。 安保旭打过电话之后就将手机关掉, 一脸的得意。 妈, 这次咱们要发财了。 自从知道叶不凡有十几亿的资产后, 他眼红得都要发疯了, 想尽办法, 想要大捞一笔。 可是折腾了好几天, 不但一分钱没拿到, 还把仅有的十万块都赔了进去。 这让两个人有种要发疯的冲动。 昨天被马昆扔出来后, 母子两个人商量了一下, 想到了这么一个捞钱的办法, 就是绑架安以墨, 然后狠狠地敲上一笔。 曾玉蓉站在旁边, 有些担心地说道, 好是好, 只是那小子就是支铁公鸡, 也不知道这次肯不肯出钱。 放心吧, 我姐长得这么漂亮, 她乃愿意戴绿帽子。 说着, 她伸手将安以墨嘴里的毛巾扯了出来。 安保旭, 你混蛋。 安以墨愤怒地叫道, 你们竟然绑架我, 我可是你的亲女儿, 是你的亲姐姐。 安保旭讥讽地说道, 现在想起来, 我是你亲弟弟了。 你发大财的时候, 怎么没想起我们? 明明找了个有十几亿的有钱人, 却一分钱都不给我们。 要不是你太小气, 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做? 这都是你逼的, 又能怪得了谁? 曾玉蓉跟着说道, 就是, 生了你这么个女儿, 真是到了八辈子血眉。 你要是给我们个几千万花花, 我们至于搞得这么麻烦吗? 安以墨愤怒地说道, 这么多年, 我赚的钱都给你们花了。 你们住着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 我去挤在一个地下室里面。 我在外面挨苦受累, 忍着委屈赚钱, 你们在家里吃喝享乐, 现在竟然还好意思说, 我对不起你们。 你们还有没有人性? 还有没有良心? 一直以来, 他对自己的弟弟和母亲都是无底线的忍让, 但今天控制不住心中的火气, 终于爆发了。 安宝旭说道, 受苦, 你又能怪得了谁? 明明长得那么漂亮, 偏偏自己非要装圣女。 那么多有钱人追你都不同意, 非要自己出去受罪赚钱, 要是随便找一个, 我早就住别墅开豪车了。 曾玉蓉说道, 养你这么大, 你给家里赚钱是应该的, 要不你以为老娘为什么要生你? 你们, 安以墨伤心和愤怒达到了极点, 闭上眼睛, 眼泪却如同失去了控制一般, 不停地涌出来。 一直以来, 他将自己的全部感情都献给了家人, 可没想到, 母亲和弟弟却是这么对待自己。 稳定了一下情绪, 他又说道, 赶快把我放开,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我跟叶不凡之间只是上下级关系, 你们绑架我是没用的。 当我们是傻子吗? 安宝旭说道, 每天晚上都住在他家里, 一天给你换一辆豪车, 你竟然还说跟他没关系, 你觉得这话谁能信? 曾玉蓉骂道, 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 我真是白仰你, 明明找了个有钱人, 非跟我们说没关系, 不就是怕我们跟你要钱吗? 安宜莫知道, 这种事情解释不清楚, 又说道, 你们绑架我这是犯法, 是要坐牢的。 犯法, 你是我姐, 我绑架你犯什么法? 安宝旭得意洋洋地说道, 我早就想好了, 刚刚发过去的, 是妈的账号, 只要钱打过来, 到时候就说是彩礼钱, 信业的, 就是报警都没用。 你们两个搞得满城风雨的, 谁都知道是男女关系, 警察会抓我吗? 安宜莫愤怒地叫道, 人家和我们根本就没有那种关系, 凭什么给你钱? 安宝旭摆了摆手说道, 我懒得跟你说这种废话, 反正我已经安排好, 两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信业地, 将三千万打到我的账号里面就算了, 如果他还做铁攻击的话, 就将你, 送到李老板那里, 到时候给他扣一顶绿帽子, 看他爽不爽。 安宜莫怒道, 什么李老板? 李春盛大老板啊, 之前你在他那里做总经理, 人家对你就千好万好的, 可惜你不识好歹, 最后还辞职了。 安宝旭笑着说道, 不过李老板对你确实是一片真心, 人家是真看上你了, 就偷偷找到我和妈, 人家愿意出五百万, 让你做他的小情人。 如果叶不凡真的不识好歹, 到时候我就把你给李老板送过去。 安宜莫简直都要气疯了, 怒道, 你们把我当成了什么? 可以随意出售的货物, 还是赚钱的工具。 曾玉蓉说道, 说那么难听干嘛? 女人早晚不都是那么回事, 给我们换一些钱花也是应该的。 要不是为了从叶不凡那里要个高价, 我们早就把你送到李春盛的床上去了。 你们敢, 这是犯法, 是要坐牢的。 到时候, 我把你们跟李春盛一起都告进去。 李春盛是他上一个公司的老板, 一个五十岁的老男人, 之前就对他心怀不轨, 动手动脚, 安宜莫也正是因为这个范儿辞职。 可没想到, 自己的母亲和弟弟竟然为了钱, 要主动把自己送到人家的床上去。 万般无奈之下, 他只能希望用法律将他们吓住。 可没想到, 安宝旭不屑地一笑, 不要以为上了几天学, 就用法律吓唬我们。 只要你跟李老板上了床, 我和妈作证, 你们都是自愿的。 你就算倒到天上去, 也没人信。 曾玉蓉说道, 人家李老板也是因为这个, 才肯出五百万。 到时候有了我跟小婿作证, 法官是不会相信你的。 你们, 安宜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母亲和弟弟竟然把自己算计到这种程度。 以前他以为这两个人只是贪钱罢了, 但到关键时刻, 怎么说也是自己的亲人, 会跟自己站在一起。 但他想错了, 正像叶不凡说的那样, 自己在他们眼中只是个能赚钱的工具, 能换钱的货物, 根本没有半点亲情可言。 他声音冰冷地说道, 你们赶快把我放了, 我还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不然, 我就跟你们断绝一切关系。 断绝关系? 你吓唬谁呢? 曾玉蓉不屑地说道, 你就是一个女人, 早晚都是嫁出去的货。 当年要不是为了给小婿换一份不错的彩礼。 你以为我愿意留着你吗? 早把你送出去了。 他是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人, 在他眼中女儿就是钱, 就是货物, 跟亲情谈不上半点联系, 更比不上儿子一根小手指重要。 安宝旭也跟着说道, 只要能拿你换一大笔钱, 认不认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们已经是有钱人了。 而且李老板也答应, 以后每个月都会给我们十万块的零花钱。 这是你们说的。 安逸莫此刻反倒平静下来, 不过眼神冰冷地, 犹如酒悠寒冰。 他不带任何感情地说道, 从现在开始, 我安逸莫就是个孤儿, 再没有母亲, 再没有弟弟, 再没有其他亲人。 安宝旭对这些全部在意, 嬉笑着说道, 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 你就寄希望叶不凡能够拿钱, 来把你换回去吧。 如果他不来, 我肯定会把你送给李老板的。 安逸莫不再说话, 房间内陷入了沉寂。 他闭上眼睛, 脑海中思绪万千。 母亲和弟弟没有人信到了这种程度, 只能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那个男人身上。 他真的会为自己拿出三千万, 真的会来就自己出去吗? 自己在他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位置? 他有没有真的喜欢自己? 有没有真的爱上自己?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两个小时的时间一闪而过。 安宝旭看了看手中的表, 愤怒地骂道, 叶不凡这个王八蛋, 还真是铁公鸡一个, 竟然一毛都不拔。 三千万不给, 给一千万也行啊, 竟然TD一分钱都不给。 曾玉蓉跟着骂道, 死丫头, 臭贱人, 看你选的是个什么玩意儿, 明明那么有钱了, 竟然连这么点小钱都舍不得为你花。 安逸莫没有说话, 眼中再次滑落两滴泪水, 此刻他对这个世界已经失望到了极点, 对人性失望到了极点。 他知道叶不凡有钱, 非常非常的有钱, 拿出三千万应该不难, 至少龙腾药业的流动资金就有这么多。 可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动静, 看来他是真的不想为自己出那么多钱。 最后他又释然了, 自己爱的是钢琴小王子, 跟人家又没有那种关系, 人家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可想到这里的时候, 不知为什么, 他的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莫大的失落感。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然如此在乎那个男人。 而且刚刚过去的两个小时里, 他没有想过钢琴小王子, 脑海中都是叶不凡的影子。 这时曾玉蓉说道, 儿子, 咱们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他不仁就不能怪我不义。 这个信业的王八蛋, 我非让他戴上绿帽子不可。 安宝旭神情猙獰地说道, 我们现在就带人去找李老板, 去拿五百万。 说完他便向安乙墨走去。 安乙墨叫道, 安宝旭, 你放开我。 你要敢把我送给李春盛, 我会杀了你的。 行了, 我还不知道你吗? 吓唬谁呢? 安宝旭满不在乎地说着, 伸手便向安乙墨抓去, 想带着他一起离开这里。 而就在这时, 窗子啪的一声被人从外面踹开, 紧接着一道身影出现在房间当中。 放开他, 不然我就废了你。 三个人都吓了一跳, 扭头看去站在房间正中的正是叶不凡。 安宝旭惊恐地说道, 你你是怎么找来的? 要知道这处房子是他临时找的洞签房, 马上就要拆掉, 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 正常来讲, 叶不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找到这里。 叶不凡大步上前, 一脚将他踹飞出去, 伸手扯断安乙墨身上的绳子。 小凡, 你终于来了。 安乙墨一下子扑进叶不凡的怀里, 哽咽着哭了起来。 不过, 此刻留下的是幸福的泪水, 这个男人终于还是就自己来了。 这个世界终究没有让他完全失望。 让你受委屈了。 叶不凡伸手拍了拍安乙墨的后背, 随后一直点在睡穴上, 让他晕了过去。 叶不凡将安乙墨放在旁边的椅子上, 然后转过身来, 目光冷立地向两个人看去。 似乎感受到了他身上的杀气, 安宝旭紧张地说道, 姓叶的, 你要干什么? 连自己的亲姐姐都绑架。 你这种人还真是猪狗不如。 叶不凡说着一个大嘴巴抽了过去。 这一下, 力道又足又狠, 硬生生地将一百多斤的安宝旭凌空抽飞, 狠狠地撞在身后的墙壁上。 王八蛋, 你敢打我? 安宝旭刚刚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 被叶不凡一把抓住衣领, 大嘴巴接二连三地抽了过去。 我让你六亲不认, 我让你没有人性, 我让你什么都不做。 整天想着靠麦姐姐赚钱, 他每骂一句便是一个大嘴巴甩过去, 很快安宝旭就已经被抽猛了, 如同猪头一般傻在那里。 姓叶的, 你敢打我儿子? 曾玉蓉冲过来想帮安宝旭, 却被叶不凡一脚踢飞。 打得差不多了, 他一脚将安宝旭踹翻在地, 杀气腾腾地说道, 看在你姐姐的面子上, 我已经给了你几次机会。 可是你这家伙还不知死活, 竟然干出这种天理难容的事情, 今天必须要让你付出代价。 安宝旭现在彻底怕了, 赶忙叫道, 叶大哥, 叶先生, 不, 姐夫, 求求你放过我这一次吧, 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你这种人, 永远都是狗改不了吃屎。 叶不凡说完抬起右脚, 砰的一声踩在安宝旭的小腿上。 咔嚓, 伴随着让人牙酸的鼓裂声, 安宝旭的小腿被硬生生地踩成两段, 然后挖的一声惨叫起来。 叶不凡刚刚就已经决心狠狠地教训这对母子, 之所以点晕了安宝旭, 就是不想让他看到眼前这一幕在心中留下阴影。 救命啊, 赶快救命, 杀人了, 曾玉蓉拼命地叫喊着。 只可惜, 他们选的这个地方实在太偏僻, 就算喊破嗓子也没人注意。 安宝旭撕心裂肺地叫道, 叶不凡, 我要杀了你, 我一定要杀了你。 咔嚓, 又是鼓裂声传来, 叶不凡将他的另一条腿也踩成两段。 像你这种人, 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不过看在安宝旭的面子, 我留你一条命。 新叶的小畜生, 你废了我儿子, 我跟你拼了。 曾玉蓉再次发疯似地扑了过来, 叶不凡一把抓住他的头发, 直接将他提了起来, 紧接着又是一顿大嘴巴抽了过去。 一般我是不打女人的, 可你连自己的女儿都喊。 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做母亲, 更不配是个女人。 他接连打了十几个大嘴巴, 然后一脚踹飞出去。 曾玉蓉从地上爬起来, 挖得吐出一口混着牙齿的血水。 叶不凡虽然没有废掉他的四肢, 但刚刚这顿大嘴巴将一嘴的牙齿打得一个不胜。 曾玉蓉口齿不轻地叫道, 王八蛋, 你这是犯法的, 我一定要报警, 一定要让你进监狱, 让你不得好死。 报警是吗? 我已经替你报了。 叶不凡说道, 你和你儿子就等着到监狱里面, 去过下半生吧。 绑架, 敲诈勒索三千万, 还企图配合别人对自己女儿用墙, 后果不用, 我跟你说了吧。 安宝旭叫道, 不可能, 你说的那些都没有证据, 没有人会给你作证的。 曾玉蓉叫道, 说得不错, 不管怎么说他, 也是我女儿, 他一定不会帮你的。 而你打伤了我们在这摆着, 坐牢的是你不是我们。 我就从没想过, 让小莫为难。 叶不凡说着摸出手机, 打开了一个视频说道, 这个东西, 不用任何人作证。 刚刚你们的所作所为, 我都录得清清楚楚。 这些足够, 把你们送进监狱了。 在宝石杰被抢走之后, 他为了以防万一, 偷偷在安以默的身上, 留下一道神石。 在得知安以默被绑架之后, 他立即顺着神石找到了这里, 在窗子外面, 将母子两个人的一言一行, 录得清清楚楚。 安宝旭眼中闪过一抹绝望, 颓然倒地, 曾玉蓉疯狂地叫道, 啊, 叶不凡, 你这个混蛋, 赶快把视频删了。 说着冲过来要抢叶不凡的手机, 可他又哪里能抢得到, 又被一脚踹飞出去。 这时, 门外响起一阵警笛声, 紧接着一对治安警冲了进来。 叶不凡在进门前, 便已经给王建峰打过电话, 一切都已经安排得妥妥当当。 安宝旭和曾玉蓉被治安警带走, 他抱着安以默离开了这里, 回到车里, 解开了安以默的穴道。 睁开眼睛, 安以默再次扑进他的怀里, 嚎啕大哭起来, 今天的事情对他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 叶不凡也没有说话, 只是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以示安慰, 任凭泪水, 将自己的胸口打湿。 过了许久, 安以默发泄得差不多了, 这才慢慢止住哭声。 叶不凡扶着他的肩膀说道, 好了, 都过去了, 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事发生。 安以默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问道, 你把他们怎么样了? 叶不凡说道, 放心吧, 我没有杀他们, 只是让他们去了该去的地方。 安以默点了点头, 挨大莫过于心思, 这次曾玉蓉和安宝旭是彻底伤透了他的心。 叶不凡说道, 我送你回去吧, 好好休息一下。 不, 我不回去, 我要去喝酒。 那好吧, 我带你去。 叶不凡犹豫了一下, 也理解安以默的心情, 先是给秦楚楚发信息报了个平安, 然后发动了陆胡懒胜向前驶去。 一路上, 安以默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 神情呆滞地就像一尊木虎。 叶不凡叹了口气, 任谁摊上这么一个老妈和弟弟, 恐怕也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实在是太扎心了。 他虽然医术通神, 但对这种情况却无计可施, 或许大醉一场对他来说是件好事。 很快他们来到一家名叫妖夜玫瑰的酒吧, 规模很大, 此刻是晚上十点多钟, 正是酒吧生意最好的时候。 两个人进了门, 在酒吧正中的舞池上, 一个衣着暴露的女郎正在抱着钢管, 肆意地扭动着身体。 酒吧的各个角落里, 无数的男男女女在酒精的麻醉和刺激下, 疯狂地吼叫着, 发泄着积压在内心的情绪。 看到两个人来到吧台前, 里面的服务生说道, 二位, 喝点什么? 安乙默说道, 我要醉裂的酒。 请稍等, 马上好。 服务生虽然惊讶于安乙默的漂亮, 但像这种来酒吧买醉的人每天都能遇到, 对他来说也再品尝不过。 很快他将两杯调好的威士忌送到叶不凡和安乙默面前。 安乙默二话不说, 直接抓过一杯威士忌, 仰头喝了个一干二净。 烈酒入喉, 直接呛得他剧烈地咳嗽起来。 但他没有任何要停下来的意思, 伸手又抓向叶不凡面前那杯酒, 似乎烈酒才能让受伤的心好受一些。 叶不凡说道, 这酒不是这么喝的。 安乙默看着他说道, 今天不要管我。 说话的时候, 语气中不带有一丝情感, 似乎对世间的一切都失去了信心。 叶不凡明白他的心情, 只能叹了口气, 将手放开。 安乙默将这杯酒也是一口气喝干, 然后拍了拍吧台, 对服务生叫道, 再给我来一杯。 两杯烈酒下肚, 他的喉咙仿佛被刀割一半, 不由自主地将衣领扯开一些。 安乙默原本就是难得一见的美女, 此刻他脸颊微红, 醉态中带着魅意, 在酒精的刺激下, 看起来更加的迷人。 到酒吧中来的, 绝大多数都是雄性生物, 这些人只有一少部分是来喝酒的, 一大部分都是来咽的。 不远处的一个卡座内, 一个三十左右岁的青年人正, 左拥右抱地坐在那里, 在他身边还站着七八个保镖。 原本他正对怀里的两个妖艳女人上下棋手, 可突然间看到了吧台处的安乙默。 他顿时神情呆滞地愣在那里, 口水差点没流下来, 这女人实在是太美了。 相比之下, 怀里的这两个简直上不了台面。 保镖头目站在旁边, 看到主子的神情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凑过来说道, 大少, 是看中那个女人了吗? 青年人摸出一大碟钞票, 塞给怀里的两个女人。 你们赶快滚蛋, 不要在这儿烦我。 两个女人虽然有些不太甘心, 但还是拿着钱离开了这里。 青年人对保镖头目说道, 想个办法把那女人搞过来, 今天晚上我必须上了她。 放心吧, 大少, 我会安排好的。 保镖头目说完, 便带着两个人离开了卡座。 吧台那边, 叶不凡正想着该如何劝说安乙默少喝一些。 这时, 一个保安跑了过来, 先生, 外面有辆路虎揽声是您的吗? 他点头说道, 没错, 是我的车。 保安说道, 先生您的车刚刚被撞了一下, 您去看一下吧。 这叶不凡有些犹豫, 他想去看看, 可又不放心安乙默一个人留在这里。 安乙默说道, 你去吧, 我一个人没事的。 那好, 你坐在这里别动, 我马上就回来。 叶不凡说完, 跟着保安一起走出了酒吧。 他们刚走, 保镖头目便来到了安乙默身边, 端着酒杯说道, 漂亮的小姐姐, 我们是不是认识, 在哪里见过吧。 安乙默回过头来, 醉眼朦胧地说道, 赶紧滚, 我不想看到你。 虽然已经有了几分醉意, 他也清楚, 这个男人就是来搭讪自己的。 保镖头目微微一笑, 那我能请你喝杯酒吗? 没兴趣, 我都说了, 你赶紧滚。 安乙默心情很不好, 自然说话也没什么好态度。 那好, 祝你喝得愉快。 保镖头目转身离开了。 而就在他们对话的时候, 旁边另一个人, 已经将一个小瓶子里面的液体, 倒进了安乙默的酒杯。 这一切吧台里的服务生, 都看得清清楚楚。 只不过这种事在酒吧发生的太多了, 最关键的是, 对方他惹不起。 所以他完全无视, 当作什么都没看到。 安乙默回过头来, 又抓起酒杯, 一饮而尽。 这杯酒下肚之后, 突然感觉头晕眼花, 四肢无力。 而且身上热得厉害, 心底生起一种 想把衣服全部扯光的冲动。 这时, 两个身穿黑西服的保镖走了过来, 一左一右架起他的胳膊, 将他带出了酒吧。 安乙默想要反抗, 但浑身上下使不出半点力气。 干什么? 你们赶快放开我! 他拼命地叫喊, 只可惜四肢无力之下 也发不出多大的声音, 很快便被酒吧内的嘈杂所淹没,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叶不凡跟着保安来到停车场, 发现自己的车后面 被撞了一个深坑。 他四周看了一下, 并没有看到肇事车辆, 问道, 人呢? 保安说道, 跑了, 是一辆黑色的轿车, 撞完您就跑了。 而且还没有牌子, 所以我才跑去告诉您一声, 要不您报保险吧, 我可以给您作证, 也可以帮您 调取停车场的监控录像。 叶不凡的车 是从五丰县带回来的, 由于太忙到现在 也没有上牌子, 更没有保险。 不过他没有在意, 自己拿钱修车就是了, 反正也没有几个钱。 算了, 跑就跑了吧, 我自己修车。 说完便向酒吧内走去, 相比之下, 他更在意安以默的安全。 见他那么着急往回走, 保安拉住他说道, 先生, 要不您稍等一会, 等我们经理来了 你跟他说一声, 不然会追究我责任的。 叶不凡说道, 可以, 让他来了去找我, 我没时间在这里等。 先生, 您稍等一下, 我们经理很快就来了, 用不了多久。 保安说着, 挡在他的面前, 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烟蒂了过去, 您先抽根烟。 叶不凡意识到了不对, 这保安分明是在拖延时间。 给我滚开。 一把将保安推了出去, 他急匆匆地返回了酒吧, 却发现吧, 台前已经空空如也, 只留下安以默刚刚用过的那只酒杯。 他对吧台内的服务生问道, 刚刚的人呢? 服务生说道, 不知道啊, 可能是去卫生间了吧? 意识到真的出事了, 叶不凡没再理会服务生, 而是闭眼感受了一下。 之前在安以默身上, 做的神识表姐还在, 很快便找到了他的方位, 此刻已经离开了酒吧, 并且以极快的速度离开。 叶不凡再次冲出了酒吧, 急匆匆地向着停车场赶去, 迎面刚好撞上那个爬起来的保安。 他抬腿一脚踹出, 那名保安立即如同离弦的炮弹一般飞了出去, 砰的一声, 撞在不远处的一辆宝马上。 叶不凡顾不得许多, 启动了路虎揽胜, 向着安以默离开的方向追去。 此刻已经是午夜时分, 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并不太多, 他将路虎揽胜的速度发挥到了极致, 在引擎的疯狂咆哮中, 犹如李鞋剑一般向前冲去。 叶不凡将车速发挥到了极致, 几分钟后便追上了目标。 这是三辆车, 第一台是辆越野车, 中间是辆奔驰房车, 后面是一台黑色轿车。 追上这三台车之后, 他将神石扫视过去。 越野车和黑色轿车里面坐的都是保镖, 而房车里面, 安以默正坐在一个沙发上面, 脸颊泛着妖艳的红色。 此刻他眼神迷离, 正不断地撕扯着身上的衣服。 作为一名医生, 他立即看出这是被人下药后的表现。 在安以默对面是一个三十左右岁的男人, 此刻正一脸吟笑地走了过来。 小丫头, 长得可真漂亮, 是不是感觉特别热? 本少爷帮你拖。 说完他便伸出咸猪手, 向着安以默的胸口抓去。 眼见着情况紧急, 叶不凡猛地一打方向盘, 直接插进了房车和越野车中间。 房车司机一边开车, 一边挠补着身后的景象, 没想到突然有车插进来, 挫不及防之下, 赶忙一脚, 将刹车踩死。 即便这样, 两台车还是砰的一声撞在一起, 不过并不算太严重。 房车里面, 那个青年男人没有任何准备, 在巨大的惯性下, 呼地飞了出去, 砰的一声撞在房车的酒柜上。 这一下撞碎了无数的酒瓶子, 酒水和破碎的玻璃渣瞬间洒了一身。 男人从地上爬起来, 抓起对讲机愤怒地咆哮道, 王八蛋, 怎么开车的? 老子飞断了你不可。 而这时后面的黑色轿车, 也没有任何准备, 砰的一下追尾了房车。 在猛烈的撞击下, 男人再次摔倒在地, 破碎的玻璃渣将他刺得熬的一声惨叫, 疼得一下从地上跳了起来。 与此同时, 越野车和黑色轿车上的保镖们都意识到出事了。 他们从车上跳下来, 向着叶不凡冲去。 当保镖头目看到叶不凡那一刻, 便意识到了这不是普通的交通事故, 而是人家打上门来了。 他气势汹汹地叫道, 小子, 你知道车上坐的是谁吗? 竟然赶过来找麻烦, 想死是不是? 叶不凡懒得跟这种人废话, 直接一脚踹飞。 保镖头目还想放几句狠话, 却猛地犹如被火车撞了一般, 呼地飞了出去, 狠狠地撞在奔驰房车上。 叶不凡不再理会其他人, 大步向着房车走去。 保镖头目从地上爬起来, 愤怒地咆哮道, 都他妈看着干什么, 赶快动手, 给我弄死他。 听到命令旁边的几名保镖一声大吼, 一起向着叶不凡冲了过来。 只可惜, 他们虽然受过专业训练, 但也只是普通人, 连舞者都不是, 又怎么可能是玄阶舞者的对手。 叶不凡紧紧走出去两三步, 便已经将这些人全部放翻在地。 保镖头目吃了一惊, 没想到他的身手如此之好, 叫道, 小子, 你知道车上是谁吗? 这可是田家的大少爷, 你得罪不起的, 还没等他说完, 再次一巴掌抽了过去。 这家伙直接飞出去十几米。 叶不凡来到房车门前, 伸手推了推, 车里面是锁着的。 车里面, 青年男人终于搞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他叫道, 小子, 竟然敢找我们田家的麻烦。 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田家的大少爷田圣, 你赶紧给我滚, 不然老子飞弄死你。 他以为自己的房车皆是无比, 只要不开门, 对方根本就奈何不了自己, 只需要打个电话叫人就好了。 可就在这时, 叶不凡一拳轰出, 原本金刚打造的房车车门, 就有如纸壶的一般, 砰的一声, 被砸得飞了出来, 连带着门后的田圣 一起砸在房车的另一边。 我这怎么可能? 旁边的几个保镖 刚要从地上爬起来, 看到这恐怖的一幕 干脆又趴在地上, 拥有这种伸手的人, 他们上去也只能是找死。 叶不凡上了车, 刚要去狠狠地教训田圣, 旁边的安以默 却呼地一下扑了上来。 此刻他体内的要力 已经发挥到了极致, 一边亲吻, 一边撕扯着自己的衣服。 情况紧急, 叶不凡顾不得教训田圣, 将安以默一把抱起, 回到自己的陆湖揽胜, 用安全带将他固定好, 然后一脚油门 向着云顶山别墅冲去。 他们刚走, 田圣便从地上爬起来, 对着旁边的几个保镖 愤怒地咆哮。 王八蛋, 你们都是废物吗? 老子养你们, 是干什么的? 几个保镖低头不语, 遇到这么一个狠角色, 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 作为田家的大少爷, 有名的顽固子弟, 田圣这些年祸害的女人不计其数, 今天还是第一次吃这么大的亏。 他再次叫道, 赶快给我查, 查清楚那小子是谁, 我一定要废了他, 一定要把那女人搞上床。 叶不凡回到家, 将安以默抱下车, 此刻他已经进入神志不清的状态, 两只手臂紧紧地抱着叶不凡的脖梗, 给我, 赶快给我。 秦楚楚刚要睡觉, 听到动静走了出来, 看到眼前的景象, 吓了一跳, 连忙问道, 小凡, 这是怎么回事? 中毒了, 等一下再跟你说, 赶快拿一只脸盆来。 叶不凡说着, 将安以默放在沙发上, 伸手点住了他身上的穴道, 这才算安稳了一些。 他尝出了一口气, 被这么一个美艳的女人撩拨了一路, 对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来讲, 都是一种折磨。 这时秦楚楚拿来的脸盆, 里面还放着一些清水。 叶不凡取出银针, 开始给安以默行针解毒。 大约十几分钟后, 安以默一张嘴, 接连吐出几口粉红色的液体, 房间内顿时洋溢着一股古怪的味道。 秦楚楚赶忙将脸盆端走, 将里面的液体处理掉。 好了, 毒已经解了。 叶不凡说完, 再次点中了安以默的睡觉, 将其抱进了秦楚楚的房间, 帮他盖好被子, 重新回到客厅。 秦楚楚跟了出来, 不解地问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默默怎么会被人下毒? 是这样的, 他非要喝酒, 我就带他去了酒吧。 叶不凡将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最后说道, 还好我回去得及时, 不然今天的麻烦就大了。 秦楚楚说道, 默默被人下的是什么药? 叶不凡说道, 是一种非常劣性的C药, 要是不及时解毒, 肯定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 看到自己的闺蜜平安无事, 秦楚楚也放松起来, 玩味地看着他说道, 今天如果我没在你家里, 是不是就要换另一种方式解毒了? 叶不凡尴尬地说道, 怎么可能? 你看我像是那种人吗? 秦楚楚认真地打量他一下, 然后神情郑重地说道, 像。 叶不凡说道, 怎么可能? 我可是一名纯洁的好医生。 好吧, 我就相信你一次。 秦楚楚说道, 好好给我讲一讲, 你是怎么把默默救出来的? 叶不凡又将救人的经过, 详细讲了一遍。 他听完之后, 愤愤地说道, 我真是服了, 怎么可以重男轻女到这种程度? 跟默默相比, 我还算是幸福多了。 我爷爷奶奶虽然偏袒亲国伟, 但终究没拿我出去换钱。 叶不凡说道, 重男轻女哪都有, 无论是大家族的小姐, 还是普通人家的女儿, 其实都差不太多。 大家族的小姐, 虽然看起来风光无限, 但到最后, 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婚姻, 好多都成为家族联姻的工具。 这点跟普通人家的姑娘差不太多, 最终都是为了给自己的家族换取利益。 秦楚楚有些黯然地说道, 算了, 不说这个了。 默默这死丫头也真是的。 我跟她认识这么久, 过得这么苦, 也不跟我说。 叶不凡说道, 她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女人, 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会让人看到自己柔弱的一面。 秦楚楚看着她说道, 那你是怎么看到的? 叶不凡说道, 这个你还问我, 不是你把我借出去的吗? 秦楚楚嘟着嘴, 细血地说道, 我感觉借出去, 好像要不回来了。 你是不是喜欢默默? 叶不凡说道, 没有。 真的没有? 默默那么漂亮, 你就一点都没动心。 我, 叶不凡想要再次否认, 可突然想起来, 在发现安以默失踪的那一刻, 自己心中仿佛什么重要的东西丢失了一般, 让她急得发疯。 应该是, 没没有吧? 她突然有些不太确定, 说话间很是心虚, 什么叫应该是, 一看就没有底气。 秦楚楚伸手在她腰间掐了一把, 喜欢就喜欢, 有什么不敢说的。 叶不凡将她搂进怀里说道, 你不吃醋? 秦楚楚想了想说道, 吃醋肯定是有那么一点, 不过你这家伙这么花心, 便宜了我闺蜜, 总比便宜外人好一些。 叶不凡笑道, 那你还有没有闺蜜, 再介绍几个给我认识。 没死你。 秦楚楚说到这里, 突然神色黯然起来, 我原本只有两个最好的闺蜜, 一个是默默, 另一个就是曹小婉。 不过那天的事情过后, 小婉就再也不理我们了, 听说前几天已经跟着那个卡努去了非洲, 去做她的王妃了。 叶不凡摇头说道, 王妃哪有那么容易做, 明摆着就是个骗子, 苦日子一定在后面。 秦楚楚说道, 我倒希望她能真的做上王妃, 希望她能幸福。 好了, 回去睡一觉吧。 叶不凡拉着她说道, 要不我们还回去继续。 秦楚楚说道, 机会过去就没了, 谁让你刚刚去英雄救美? 讲点道理好不好? 是你让我去的, 我让你去你就去呀。 秦楚楚站起来说道, 你去独守空房吧, 我要去搂着默默大美女睡。 说完她进了安以默的房间, 砰的一声将房门锁死。 第二天早上, 三个人一起坐在餐桌前, 安以默低声说道, 小凡, 昨天的是谢谢你。 没什么, 过去的就过去吧, 不要再想那么多。 安以默微微一笑, 放心吧, 过去的安以默已经死了, 从今天开始将是一个崭新的自我。 叶不凡点了点头, 那就好, 不管怎么说, 安以默能够走出昨天的阴影, 终归是件好事。 秦楚楚说道, 我这几天闲着没事, 就跟默默一起去龙腾药业给你打工。 叶不凡笑道, 打工可以, 但我可不付工钱。 秦楚楚瞪了她一眼, 小气鬼。 之后两个女人一起去了龙腾药业, 她照常来到性灵院出诊。 忙碌了一整天, 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平平稳稳地度过, 没有再起任何波澜。 晚上下班的时候, 叶不凡刚刚换好衣服, 她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是和双双打来的, 电话接通那边说道, 小凡, 晚上有个拍卖会, 能不能陪我去一次。 她最近一段时间忙于工作, 都没怎么跟叶不凡在一起。 今天好不容易有了时间, 想去拍卖会是假, 想让叶不凡陪自己是真。 叶不凡问道, 是什么拍卖会? 有没有好东西? 贺双双说道, 是天下卖场组织的拍卖会, 我不知道你说的好东西是什么。 总之, 天下卖场是江南市最大的, 经常会出现天价拍屏。 叶不凡想了想, 去碰碰运气也好, 上次的练腰瓶就是从拍卖会上拍到的。 她说道, 那好, 我现在就去接你。 她开车去接了贺双双, 然后两个人一起吃了顿晚餐, 晚上九点钟的时候, 来到了天下卖场。 这座卖场的位置在江南市北郊, 修建在一座会所里面, 整栋建筑看起来古朴而大气。 叶不凡说道, 这里看起来很不错, 跟天堂会所的拍卖场比怎么样? 她之前只是一个普通学生, 对于这些上流社会的情况并不太了解。 根本没有可比性。 贺双双说道, 天堂会所是罗家的产业, 而天下卖场属于省城董家。 董家也是省城的大家族, 论地位丝毫不在顾家之下。 所以在背景方面, 天堂会所就差着几条街。 另外, 天堂会所的拍卖会只是负担。 而天下卖场则是专业做拍卖的。 这里的拍卖会非常正规, 一切都按照规则进行, 没有人可以违规。 再加上背景是董家, 更没有人敢在这里闹事。 两个人进了会场, 贺双双是这里的会员, 登记之后, 领取了拍卖的号牌, 同时领取了一份拍品的海报。 按照号牌对应的位置入座, 叶不凡拿着海报看了起来, 结果让她失望了。 海报上刊登的拍品, 绝大多数是古玩字画, 偶尔也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虽然这些拍品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可惜没有一样是她想要的。 不过, 想想也就释然了, 像练腰瓶那种大神器, 一辈子碰上一次都是运气, 总不可能每次参加拍卖会都能遇到。 贺双双说道, 怎么样? 有没有你看中的物品? 叶不凡摇了摇头, 没有。 贺双双说道, 拍卖会本就是碰运气的事, 不过你也不要太失望, 有的时候参加拍卖的客人, 也会带来一些拍品参加拍卖, 或许里面就有你想要的东西。 叶不凡说道, 客人也可以带东西在这里拍卖吗? 贺双双说道, 可以, 不过要经过这里的拍卖事件定, 达到一定级别的拍品, 才有资格参加。 哦, 叶不凡点了点头, 而就在这时, 他看到另一个人走了过来, 正是天堂会所的老板罗文博。 在他看过去的同时, 罗文博也发现了他的存在, 神情微微一愣, 显然没想到, 两个人会在这里见面。 在微微错愕之后, 他竟然转身就走, 直接离开了天下卖场。 贺双双知道他们两人之间的恩怨, 说道, 他怎么走了? 难道说, 被你吓的? 不知道。 叶不凡摇了摇头, 也不明白罗文博为什么说走就走, 但应该不是被自己吓跑的。 毕竟两个人最近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冲突, 自己也不会跑过去找他的麻烦。 是因为霸王药业的事情, 做贼心虚, 还是说另有其他的阴谋。 想不明白, 干脆也不想了。 他如果敢挑衅自己, 也不介意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罗文博刚走没多大一会儿, 再次走进来七八个人, 为首的赫然是那天给安乙墨下药的甜圣。 相比罗文博田圣的气势更足, 一个人在前面昂首挺胸, 后面紧跟着一个中年人, 另外还有六名黑西服保镖。 同样穿着黑西装, 中年人的气势要比其他人足上许多, 赫然是个黄街后期舞者。 看来昨天被打后, 这家伙加强了对自己的保护。 卖场内的灯光明亮, 田圣走了几步, 突然发现了坐在旁边的叶不凡。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这家伙疼得一下跳了起来, 指着叶不凡骂道, 小王八蛋, 你竟然在这里? 昨天被打之后, 他立即安排手下人查找叶不凡的信息, 只可惜那辆路虎缆胜没有牌子, 查了许久也没搞明白打他的人是谁,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 他回头对中年人说道, 霍先生, 昨天就是这小子打的我, 赶快把他给我拿下, 我要带回去扒他的皮, 抽他的金。 见这家伙进门, 就挑衅叶不凡。 贺双双冷声说道, 田胜, 你要干什么? 江南市上流社会的圈子不大, 他们作为世家子弟, 彼此之间都熟悉。 田胜这才看到贺双双, 说道, 跟你没关系, 这个小子昨天打了我,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才行, 不然我以后在江南市还怎么换? 贺双双向来势文静静, 其实手段非常狠辣。 他说着, 将田家的详细情况, 向叶不凡仔细地介绍了一遍。 这时, 卖场内的人员到得差不多了, 舞台上灯光一亮, 一个拍卖师走上前台, 拍卖会正式开始。 拍卖师是个三十左右岁的女人, 长得虽然不算倾国倾城, 但也有几分姿色, 手上戴着一双白手套, 笑容很有亲和力, 是天下卖场的金牌拍卖师, 赵丽雅。 他先是对台下众人微微一笑, 然后说道, 欢迎各位来到天下卖场, 现在拍卖会正式开始, 有请我们的第一件拍品。 话音一落, 一个身穿红色长旗袍的服务生, 端着托盘走上前台。 赵丽雅撤掉托盘上的红绸子, 上面赫然是一只玉笛, 长约四十公分左右, 通体壁律, 一看就是材质不凡。 他说道, 各位,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件拍品, 它既是一件精致的玉器, 又是一只完美的笛子。 无论是作为鼓玩还是乐器, 都有着极高的收藏价值, 不愧是金牌拍卖师。 虽然用的言辞不多, 却将这只玉笛的价值, 全方位地做了介绍。 最后他叫到这只玉笛的, 起拍价格是五万块, 每次加价不少于两千块, 现在开始竞拍。 十万块, 十五万块, 二十万块, 竞拍开始, 很快玉笛的价格, 被抬高到二十万, 不过也就到此为止, 再也没有人加价了。 三十万? 叶不凡举起了手中的号牌, 这只笛子总体来说还不错, 没事拿过来玩玩也可以。 最主要的是, 今天的拍品, 他从头看了个遍, 并没有什么重力的东西, 总不能参加一次拍卖会, 空手而回不适, 现在自己怎么说, 也是有钱人了。 原本他以为自己这个价格, 足以震慑全场, 直接将笛子拿下来。 可没想到他一开口, 旁边的田圣, 立即叫到一百万。 这家伙原本是不懂乐器的, 对这只笛子也没有兴趣, 之所以交价目的, 就是为了跟叶不凡较劲。 喊完之后, 他还投过来一个挑衅的目光, 那寓意谁都看得出来, 就是老子比你有钱, 叶不凡皱了皱眉, 随后一脸愤愤地叫到我出二百万, 四百万, 田圣马上将价格翻了一倍, 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叶不凡被激怒了八百万, 价格再次被翻倍, 田圣多少有了那么一丝犹豫, 但也仅仅是一刹那的时间。 作为田家大少爷, 他总不能当众被一个穷小子吓住, 不然以后还怎么在江南市的上流社会混。 紧接着, 他再次叫到三千二百万, 虽然有些肉疼, 但他还是将价格提升了一倍。 眼见着两个人斗起了气, 贺双双赶忙说道不要跟那家伙斗气, 田家确实非常有钱。 一瞬间, 叶不凡脸上的怒气烟消云散, 神情淡然地说道没事, 我就是喊着玩一玩, 现在就算了。 说完他将号牌放在桌上, 对着田圣细血的一笑恭喜, 现在这只笛子是你的了。 他原本对这只玉笛就是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 不过对方既然跑出来装逼, 那就把价格抬高一点, 让对方付出点装逼的代价。 我的天啊, 五万块的笛子竟然卖了三千二百万, 我不会看错吧? 田家大少爷竟然用三千二百万买一只玉笛, 这也太有钱了, 这是有钱吗? 我觉得这是大脑袋, 有钱也不是这么个花法。 直到这时, 周围的众人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谁也没想到, 一只普普通通的玉笛, 竟然开场便拍出了天价, 原因就是, 两个人斗气。 赵丽雅也没想到, 会出现这种情况, 回过神来, 举起拍卖锤, 叫道田先生出价三千二百万, 还有没有哪位先生继续加价? 其实他也只是随口一问, 五万块炒到了三千二百万, 这本就已经高得非常离谱, 除了田胜这种败家杂, 谁还会加一分钱? 很快, 他便敲下了拍卖锤, 恭喜田先生成功拍下了这只玉笛。 很快, 卖场的服务生将那只玉笛送到田胜的面前, 然后又递上了OSG, 瞥了一眼叶不凡, 这家伙得意洋洋, 刷卡付钱, 完全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拍卖会继续进行, 第二件拍品被拿上前台, 是一只古香古色的古玩花瓶, 赵丽亚做了一个介绍之后, 开始竞拍各位先生, 这只花瓶的起拍价是十万块, 每次加价不少于一万块, 竞拍刚刚开始, 叶不凡便直接叫到一百万。 喊完价格之后, 他又挑衅地瞥了一眼田胜, 似乎说有种再比一把。 作为顽固大少, 田胜当然不会在乎这个, 紧跟着叫到二百万。 他甚至都没有听清这只花瓶是什么东西,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 一定要把眼前这小子踩下去。 四百万, 八百万, 一千六百万, 三千二百万。 几乎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两个人接连叫价, 再次将这只花瓶炒到了三千二百万。 旁边的人都看懵了, 没有一个人跟着叫价。 开玩笑, 这种情况, 只有傻子才会加入进去, 明摆着就是赔钱的买卖。 叶不凡根本没给对方反应时间, 直接便将价格抬到了三千二百万。 觉得差不多了, 直接放下自己的号牌, 退出了竞拍。 贺双双吓了一跳, 他已经看出叶不凡的用意, 完全就是把田圣当成铠子丸, 拍着自己高耸的胸口说道, 小凡, 不要这么玩了好不好。 万一对方直接退出, 你真的花一千六百万买这么一个东西。 叶不凡笑道没事, 反正钱大少有的是钱, 花点大头钱根本不在乎。 两个人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周围的人也是听得清清楚楚。 田圣这才回过我而来, 怒到小子, 你竟然耍我。 叶不凡笑道田大少果然聪明, 才花了六千多万就反应过来了。 我以为, 怎么也要交一亿的智商税呢? 你, 田圣气的简直要暴走。 虽然他不在乎这六千多万, 但这丢的可是面子。 但看了一眼旁边的沸通, 最终他还是忍了下来。 小子, 你给我等着。 这时, 第三件拍品拿上前台, 拍卖再次进行。 这是一把长约一米二的骨剑, 宽度足有七八公分, 只不过看起来秀极斑斑, 卖相并不怎么好。 不过当看到这把骨剑的时候, 叶不凡眼中立即闪过一抹 难以遏制的兴奋之色。 在宣传海报上, 他看过这把剑的介绍, 名为龙牙, 年代不详。 只从照片上, 他根本没看出这把剑有什么不同, 也没有放在心上。 但现在不一样了, 亲眼见到实体之后, 立即感应到这把骨剑散发出浓郁的灵气, 这绝对是个好东西, 甚至不在练妖瓶之下。 他眼中的兴奋一闪而逝, 随后拼命压下自己的激动之色。 生怕被别人看出破绽, 不然想拍下这把剑肯定要有莫大的麻烦。 赵丽雅介绍道, 这把剑名曰龙牙, 是一把刚刚出土不久的好剑。 喜欢刀剑的收藏爱好者一定要把握好机会, 起拍价二十万, 每次加价不少于一万, 现在开始竞拍。 这把骨剑虽然让叶不凡兴奋的都要跳起来, 但其他人却没有这种反应, 甚至表现得非常平淡。 对于一把骨剑来讲, 最重要的是, 它的历史。 月王勾剑剑, 之所以值钱, 并不是它本身有多锋利, 完全因为那是月王的剑。 而眼前这把骨剑, 以天下会长鉴定师的实力, 都无法鉴定出它的年份, 更不知道它的出处, 这种东西拿回去并没有太大的收藏价值。 连年代都没有的骨剑, 如何向其他人去炫耀。 这就好比是一件衣服, 无论做工和用料在考究, 但没有自己的品牌, 终究还是上不了大雅之堂。 况且这把剑的卖相也非常一般, 根本没有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拍卖开始之后, 只有料料两个人报价。 二十五万, 三十万。 眼见着之后, 就没有人继续出价了。 拍卖师拿出手中的拍卖锤, 准备落下。 这十页不凡举起了手中的号牌, 一百万。 我靠, 这小子又来, 难道玩上瘾了吗? 真当田大少爷是傻子, 已经吃了两次亏, 怎么还会上当? 在所有人看来, 叶不凡并不是真的想买这把剑, 而是想继续挑衅田圣。 第一时间场内的所有目光, 都落在田家大少爷的身上。 这下他有些尴尬了, 继续跟着叫价吧, 明摆着这小子是在耍自己。 可是, 如果自己当作没看见, 这等于被眼前这个穷小子吓住了, 以后还怎么在圈子里混? 正当左右为难的时候, 旁边的一个保镖低声在他耳边说了几句。 田圣顿时兴奋起来, 举起手中的号牌叫道, 我出二百万, 四百万。 叶不凡毫不犹豫, 无论多少钱, 今天这把剑都必须拿到手。 八百万? 一千六百万? 价格一路攀升, 很快便达到了一千六百万。 在旁人看来, 剧情跟之前的两次完全相同, 连两个人报价的数额都一致。 可就在这时, 田圣黑黑一笑, 小子还想耍我是不是? 老子不上当了, 一千六百万就把废铜烂铁归你。 刚刚保镖跟他说的就是这个, 按照保镖的意思, 叶不凡居然可以坑他, 他也同样可以反过来坑叶不凡一把。 至少在其他人的眼中, 这把古剑同样不值一千六百万。 这叶不凡摆出一脸失落的神情, 田大哨, 你不应该叫三千二百万吗? 田圣说道, 不叫了, 既然你喜欢, 就让给你好了。 他一脸的得意, 总算将刚刚丢掉的面子, 找回来一些。 一千六百万一次, 一千六百万两次, 成交。 这把古剑归属于叶先生。 赵丽雅剑没有人继续近拍, 问了三次之后, 敲下了拍卖锤。 此刻他也是非常开心, 刚刚开局就排出了这么多钱, 看来今天自己的回扣是少不了的。 而最开心的还是叶不凡, 当拍卖锤落下的那一刻, 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很快便有服务生, 将古剑送到他的面前刷卡付费, 然后将这把剑拿到手里。 这一刻, 他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哈哈地大笑起来。 所有人都猛啊。 难道说这个年轻人被田大少爷坑风了吗? 花了一千六百万的大头钱, 怎么还高兴成这个样子? 赫双双诧异地问道, 小凡, 你没事吧? 叶不凡笑道, 没事, 没事, 我好得很。 他拿着这把剑在手中爱不释手, 这次拍卖会没白来, 终于捡到了一样好东西。 田圣一直看着叶不凡, 原本是想等着看这小子后悔不已, 顿足垂胸, 可没想到, 人家高兴成这个样子, 这让他怎么担心? 小子, 你就别装了, 一千六百万买, 这么一块沸铜烂铁, 有什么好高兴呢? 叶不凡一边把玩着古剑一边说道, 沸铜烂铁, 你懂什么? 可是无价之宝, 狗屁无价之宝, 卖场的拍卖师都没鉴定出来, 起价才二十万, 怎么可能是什么宝贝? 也就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穷小子, 才会花一千六百万买这么的东西。 是我没见识吗? 那我今天就让你长长见识。 叶不凡说着举起古剑, 在剑柄上轻轻一按, 只听咔嚓一声, 这把剑袖继斑斑的外表, 啪的一声脱落下来, 紧接着露出一把骨香骨色的短刀, 这把短刀长约四十公分左右, 刀柄十公分, 刀刃三十公分, 金色的刀鞘, 古朴的刀柄上面写着两个华夏古文字龙牙, 周围的人都是吃了一惊, 原来这才是龙牙的真面目, 外面的只是一种伪装保护, 特别是费通和赵丽雅, 他们非常清楚天下卖场鉴定师的实力, 连鉴定师都没有发现这把刀内藏乾坤, 眼前的年轻人又是怎么看出来的? 田圣先是神色一致, 随后再次说道, 就算里面还有把短刀又怎么样? 什么样的刀才能价值一千六百万? 总之你这次花的就是大头钱, 叶不凡爱不释手地把玩着龙牙, 随后冷冷一笑, 刷的一声将刀从刀鞘里面抽了出来, 这一瞬间一片寒芒划过半空, 周围的空气仿佛瞬间都下降了几度, 凛冽的刀气刺激着在场每一个人的神经, 有些胆小的人甚至已经吓得瑟瑟发抖, 这把刀上的杀气实在是太强了, 此刻所有人的心中都只有一个念头, 宝刀, 这绝对是一把宝刀, 一直站在旁边的沸通, 神色大变, 眼中闪着炙热的光芒, 他大步走过来对叶不凡说道, 叶先生, 能不能把这把刀借我看一看? 可以, 叶不凡还刀入鞘, 然后递到沸通的面前, 他丝毫不担心沸通会私吞他的宝刀, 天下卖场是董家的产业, 讲信誉, 守规则向来是卖场的金字招牌, 作为大总管, 沸通绝对不会将自己的牌子砸了, 不然他都承受不起董家的怒火, 另外, 他也有着绝对的自信, 就算沸通想私吞宝刀, 也没有那种本事, 一个黄街舞者, 就算拿着龙牙, 也不是自己的对手, 此刻的沸通神情激动, 看着手中的短刀, 喃喃说道, 好刀, 绝对是好刀, 我的沸某人, 活了大半辈子, 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刀, 不愧名曰龙牙, 有着无坚不摧的气势, 龙牙无疑是龙身上最具攻击力的一部分, 而这把刀, 敢以龙牙命名, 可见它的犀利程度, 观察了许久, 沸通这才将龙牙恋恋不舍地, 还到叶不凡的面前, 随后他说道, 叶先生, 我个人愿意出资一亿华下币购买这把刀, 您能不能割爱让给我, 他这话出口, 全场皆惊, 刚刚一千六百万买到手, 转眼之间便翻六七倍之多, 一个亿华下币绝对不是小数字, 好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可让众人更为惊讶的是, 叶不凡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不卖, 这把刀是无价之宝, 既然到了我手里, 就是跟我有缘, 绝对不会再卖出去, 沸通咬了咬牙, 再次说道, 小兄弟, 我愿意出两亿华下币, 这已经是我今生的所有积蓄了, 听到这个报价, 全场顿时哗然, 两个亿华下币, 这可比之前的一千六百万翻了十倍还要多, 刚刚拍到手, 就涨到这种价格, 实在是赚翻了, 田圣站在旁边, 一张脸已经难看到了几点, 早知道这把刀这么值钱, 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轻易放弃, 他相信抵拼财力, 眼前这个小白脸绝对不会是自己的对手, 但现在一切都晚了, 本以为自己狠狠地坑了对方一把, 结果却让出了一个天大的宝贝, 叶不凡说道, 对不起费先生, 不是钱的事, 这把刀你就是出价二十亿我也不会卖, 沸通一脸的失望, 叹了口气说道, 那好吧, 看来费某人跟这把刀无缘, 确实, 龙牙是从他手里卖出去的, 只可惜, 他之前根本没有发现这是宝贝, 他倒不是贪心的人, 虽然喜爱龙牙, 却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一场风波过后, 拍卖会继续进行, 第四件拍品被送上拍卖台, 这是一卷古画, 赵丽娅将古画缓缓打开, 对着台下展示了一番, 上面是一条奔流的大河, 虽然只是一幅画, 却能让人感受到江河奔流的气势, 他说道, 各位, 这是我们华夏华胜吴道子的江海奔腾图, 起价五百万, 每次加价不少于五十万, 现在开始竞拍, 吴道子是华夏知名的华胜, 无数人都喜欢珍藏他的作品, 所以, 这次拍卖开始后, 在场的众人立即变得无比热切, 六百万, 七百万, 一千万, 很快, 这幅画被炒到了一千五百万, 这么高的价格, 能够继续加价的人已经少之又少, 大家只能望而心叹, 纷纷退出了竞拍, 两千万, 叫价的是田胜, 他似乎想发泄一下刚刚的郁闷, 他一叫价之后, 在场的众人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叶不凡, 不知道这个年轻人, 还会不会继续跟田家大少爷斗气, 叶不凡微微一笑, 举起了手中的后排叫道, 两千五百万, 这次没有翻倍, 毕竟底价太高了, 万一对方直接退走, 那自己四千万买这么一幅画, 根本就不值得, 他只是想坑一坑这个木空一切的纹图子弟, 并不是真的对这幅画感兴趣, 田胜瞪了他一眼, 举起号牌叫道, 三千万, 三千五百万, 见叶不凡继续加价, 贺双双低声说道, 小凡, 不要斗气了好不好, 这幅画根本不值那么多钱, 万一他不跟了怎么办, 叶不凡微微一笑, 放心吧, 我心中有数, 这个位置距离田胜不远, 刚好在神识的探查范围之内, 他并不是胡乱叫价的, 而是时刻用神识观察着田胜的情绪变化, 甚至他的血液流速和心跳, 通过身体的变化, 很容易便能推测出, 哪里是这家伙的底线, 现在还没到位, 果然田胜再一次举起了号牌, 三千五百万, 叶不凡叫道, 四千万, 在场的人一阵哗然, 一幅画拍卖到四千万, 已经是拍卖会进行到现在最高的价格了, 这次田胜没有立即叫价, 他有些犹豫了, 不知道这小子是真的想买这幅画, 还是又在坑自己, 他回头去看, 却发现叶不凡神色淡然, 完全一副云淡风轻的神情, 根本看不出任何端倪, 四千五百万, 他再次举起号牌, 加价五百万, 同时心中暗暗决定, 只要对方喊出五千万的价格, 自己立即退出, 可叶不凡毫不犹豫地将好牌放在桌上, 微笑着说道, 我退出, 啊, 田胜顿时感觉自己又被坑了,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没钱了就直说, 这是无道子的真迹, 绝对值这个价, 拍卖台上, 赵丽雅叫了三次, 然后敲下了手中的拍卖锤, 很快服务声便将古画送到田胜的手里, 等田胜付过账之后, 叶不凡微微一笑, 恭喜田大少爷花了五千万买了一幅假画, 假画, 这怎么可能, 田胜叫道, 小子,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是吧, 这可是天下卖场的拍片, 你竟然敢说是假的, 叶不凡说道, 天地卖场的鉴定师也是人, 是人就可能走眼, 所以, 拍出一两幅假画也不奇怪, 胡说八道, 田胜说着看向沸通, 大总管, 这小子竟然说你们卖出的话是假的, 原本他是想激怒沸通的, 可是沸通犹豫了一下说道, 这位小兄弟说得对, 我们卖场的鉴定师也是人, 是人就可能走眼, 比如刚刚的那把古剑, 我们的人就看走眼了, 所以我们天下卖场的拍片, 只能说, 我们的鉴定师鉴定结果是真品, 具体是真是假, 我们保证不了, 而且我们天下卖场的规矩, 一旦售出, 该不负责, 这话倒是诚实, 无论放在哪里, 哪个鉴定师也不敢保证自己鉴定的物品, 百分百没有失误, 只能说, 经过天地卖场鉴定过的拍片, 是真迹的, 可能更大, 这田圣神色一致, 但还是强硬地说道, 不管怎么说, 我手里这幅画, 绝对是真迹, 不可能是假的, 叶不凡说道, 田大少, 那能不能把你的画, 借我看一下, 看就看, 我就不信你能看出, 这是假画, 在众目睽睽之下, 田圣当然不能示弱, 抬手便将那幅画递了过去, 相比之下, 他更相信天下卖场, 毕竟这里的鉴定师, 都是古玩类的专家, 而眼前这小子, 连碰都没碰过这幅画,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叶不凡的身上, 不知道他怎么认定, 这幅江海奔腾图是假的, 费通眼目光浊浊地看着他, 想看看这个年轻人, 会不会再次创造奇迹, 叶不凡将画在手里, 认真看了许久, 并没有说话, 田圣得意洋洋地说道, 怎么样, 傻眼了吧, 我买的画, 怎么可能是假的, 如果你能鉴定出是假的, 我立即把它烧到, 还不用, 你赔一分钱, 可还没等他说完, 就见叶不凡伸手, 在画卷的布井上一捏, 手里多了一根线头, 紧接一拉一拽, 只听呲的一声, 号称五千万的古画, 瞬间给毁掉了, 田圣神色一变, 怒道, 姓叶的, 你干什么, 竟然毁了我的画, 叶不凡微笑道, 一幅假画罢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这是, 在帮田大少爷的忙, 省着你去烧了, 田圣叫道, 胡说, 我这幅画就是真迹, 叶不凡捏着手中的丝线, 真迹, 你看看这是什么, 尼龙线, 学名人工合成纤维, 诞生于一九三八年, 他痴笑着说道, 你告诉我, 这幅画无道子是怎么画的, 难道说从七百多年前穿越回来画的, 我, 田圣瞬间傻眼, 在场也是, 一片死寂, 一见封喉, 直指命门, 这是无法弥补的硬伤, 不管这幅画模仿的有多像, 但材质是尼龙线, 就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是无道子的真迹, 同时, 大家也极为诧异, 这个年轻人, 是怎么看出是尼龙线, 这份眼力, 绝对不是普通人能有的, 叶不凡对旁边的服务生说道, 麻烦将这副假画帮田大哨处理了吧, 服务生拿着破烂的画轴, 一脸的茫然, 不知该如何是好, 毕竟, 这可是刚刚五千万拍下来的话, 叶不凡敢抽丝拔线, 但他却不敢扔, 田圣愤怒地摆了摆手, 赶快拿走, 烧了烧了, 看见他我就来气, 说完气呼呼地坐回到自己的位子, 今天的脸算是丢大了, 同时也将叶不凡恨到了极点, 发誓等一下出去, 一定要让这小子好看, 要把他千刀万剐, 要把他剁碎了沉浆喂鱼, 拍卖会继续, 叶不凡时不时地站出来, 挑逗一下田圣, 不过每次都能恰到好处地把握时机, 在对方想要反抗他一把的时候, 立即退出, 几次下来, 田家大少爷, 郁闷地要吐血, 两个小时后, 海报上既定的拍品全部拍卖完毕, 赵丽娅说道, 各位不要着急, 下面还有一件客人临时送上来的拍品,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东西, 他并没有将这是什么东西说明, 拍了拍手, 一个服务生端着托盘走了上来, 托盘上盖着一段红绸子, 这一下立即调动了在场众人的好奇心,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托盘上, 大家看这是什么, 赵丽娅说完, 一把扯掉了红绸子, 一根紫红色的东西露了出来, 啊, 在场好几个女生发出了一声惊呼, 因为那东西看起来跟男人的宝贝一模一样, 大小也差不太多, 紧接着在场的男客人们一阵哄堂大笑, 不明白天下卖场这是在搞什么, 叶不凡却是双眼一亮, 作为古艺门的传承者, 他自然认识这是什么东西, 高丽扬身, 而且灵气浓郁无比, 看起来至少有上千年的年份, 无论是什么样的药材, 只要年份达到千年, 那都绝对是无价之宝, 更不要说这根人参, 如果拿到手里, 可以炼制帮助玄阶舞者突破的破玄丹, 也可以炼制帮助黄阶舞者提升修为的声援丹, 赵丽娅落落大方, 没有任何羞涩的神色, 说道, 在座的各位可能想多了, 给大家郑重介绍一下, 这是一根人参, 这是什么人参, 怎么长成这个样子, 难道是流氓餐吗, 听说是人参, 台下的众人开始焦头接耳, 议论纷纷, 他们可没有叶不凡的见识, 虽然能来到这里, 参加拍卖会的非富即贵, 大家也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参, 但像这种形状的, 还是第一次见到, 赵丽娅说道, 这叫阳参并不是我们华夏的产物, 而是产在高丽国, 刚刚经过我们天下卖场的鉴定式鉴定, 这跟人参至少有五百年的年份, 绝对是罕见的宝物, 前拍的一个光头客人问道, 这种人参有什么效果, 赵丽娅说道, 华夏中一有形补质说, 比如说, 核桃非常像人的大脑, 所以, 吃核桃能补脑, 吃猪妖子能补肾, 说到这里, 就算我不细说, 大家也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了吧, 据我们的鉴定师说, 就算是八寻老翁, 只要吃上那么一点点阳参, 也能重振当年的雄风, 况且, 我们这是有着数百年年份的极品阳参, 效果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听他这么一说, 所有的男性客人都兴奋起来, 双眼放光地叫道, 那还等什么, 赶快拍卖吧, 见情绪调动得差不多了, 赵丽娅说道, 下面拍卖开始, 五百年份的阳参, 起拍价五百万, 每次加价不少于五十万, 起拍价就达到五百万, 这是迄今为止, 底价最贵的一件拍品, 即便这样, 也无法阻挡在场诸多男性客人内心的渴望, 作为一个成功男人, 身边都是女人无数, 奈何身体不行, 哪个不想承认自己当年的雄风, 六百万, 八百万, 一千万,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场举牌的客人越来越少, 当价格被那位秃头大哥喊到三千万, 在场陷入了一片沉寂, 虽然人们都渴望得到扬身, 但毕竟只是一味药材, 这么高的价格, 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 五千万, 就当所有人以为, 这根杨生会被光头带走的时候, 叶不凡又举起了手中的号牌, 而且霸气侧漏, 一下子将价格提升了两千万之多, 天哪, 这小伙子要干什么, 他年纪轻轻的, 不需要这个东西吧, 谁知道了, 或许他又在挑衅田家大哨, 刚刚可是接连戏弄了好几把, 这一下震慑了在场的众人, 其他人没有了参与竞拍的能力, 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再次转向田圣, 只不过这次他低着头, 没有任何反应, 也没有去看在场的众人, 大家都是一阵奇怪, 这嚣张跋扈的田家大哨眼, 什么时候开始学着忍气吞声了? 大家不知道的是, 经过叶不凡刚刚一番戏耍, 田圣带来的钱已经花得七七八八, 就算还剩下几千万, 也不足以跟叶不凡继续争夺这根阳身, 毕竟田家就算是再有钱, 也不是没底线的, 况且, 他本就是田家三代当中, 不学无数的顽固子弟, 能支配的资金并不太多, 田圣低着头, 眼中竟是狠立之色, 虽然他, 无法跟叶不凡近拍这根阳身, 但心中已经暗暗发狠, 等一下一定要把这小子做掉, 把龙牙宝刀, 和这根人身一起抢过来, 见他这边毫无反应, 赵丽娅说道, 五千万一次, 五千万两次, 成交, 这根阳身属于叶先生了, 拍卖垂落下, 很快便有服务生将他跟阳身送了过来, 叶不凡刷卡付钱, 随后将人身收进了自己的口袋, 之后又接连拍卖了三件客人送上来的拍品, 不过这些东西都没能引起他的兴趣, 随后拍卖会结束, 散场后, 大家纷纷向着卖场外走去, 叶不凡刚要离开, 却听身后有人叫道, 叶先生, 请稍等一下, 他回头一看, 费通带着几名保镖走了过来, 叶不凡说道, 大总管, 还有什么事吗? 费通说道, 小兄弟, 田圣的性格我非常清楚, 这家伙嚣张跋扈, 从不吃亏, 在天下卖场, 有董家的背景照着, 他不会把你怎么样, 可一旦出去, 这家伙, 肯定会对你动手的, 我劝你要么报警, 要么在这里躲一躲, 没必要给自己惹麻烦, 叶不凡微微一笑, 放心吧大总管, 他要来找我那就是, 给自己找麻烦, 说完带着贺双双, 一起离开了卖场, 他刚离开, 赵丽雅便过来说道, 大总管, 这个年轻人, 是哪来的勇气, 竟然敢跟田圣直接硬杠, 费通说道, 具体还不清楚,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年轻人绝对不一般, 叶不凡上了车, 他并没有急着离开, 开着帕加尼, 慢慢地往回走着, 天下卖场处于城郊, 距离江南城区还有一段路程, 而且非常偏僻, 再加上此时已是深夜, 路上的车辆和行人稀少, 贺双双有些担心地说道, 小凡, 要不咱们快点吧, 最好不要跟那家伙, 直接发生冲突, 这里距离城区太远, 就算我叫人都来不及, 为什么要快点, 我就是在等他, 叶不凡笑道, 今天虽然花了很多冤枉钱, 但也确实买了一些好东西, 不来算他便宜, 如果来了那些东西, 就都是我的, 贺双双说道, 我觉得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毕竟他身边, 那个霍先生, 很不简单, 叶不凡说道, 放心吧, 那人, 也比你厉害不了太多, 只是一个黄金后妻罢了, 等我用这株人, 身炼成了生元丹, 到时候, 你丝毫不比他逊色, 想到那株阳身, 贺双双脸颊飞红地说道, 那个东西, 不是给你们男人用的吗, 你以为我买它来是壮阳的, 我身体这么好, 用得着用阳身壮阳吗, 叶不凡拍了拍胸口说道, 阳身属于阳属性极强的药材, 壮阳只是它的一个小功能, 在我手里, 能成为炼制各种药材的主要, 而且这株人参, 已经达到了千年的年份, 是极其难得的宝物, 关键时候, 可以医死人, 肉白骨, 贺双双说道, 卖场的鉴定师, 不是说五百年年份吗, 他虽然不懂药材, 但也知道, 人参这种东西, 年份越多, 价格越高, 五百年年份, 跟一千年年份, 可不是差一半那么简单, 差的是十倍, 甚至几十倍, 那是他们对阳身并不十分了解, 叶不凡说道, 阳身跟普通的人参不同, 这东西达到几百年年份之后, 大小便不生长了, 改变的是颜色, 颜色越深, 年份越久, 以这株阳身的颜色来看, 至少在千年以上, 贺双双说道, 这么说, 你花五千万买下它, 并不是跟甜生斗气, 叶不凡说道, 就他一个顽固大少, 哪配得上跟我斗气, 只不过戏耍他一下罢了, 之所以拿出五千万, 是因为这株阳身, 绝对物超所值, 真要放到行家面前, 价值至少在十亿华下币以上, 天哪, 这么值钱, 贺双双被吓了一跳, 那你要转手卖出去, 岂不是发财了? 叶不凡说道, 这种东西, 绝对是天才地宝, 平日里找都找不到, 怎么可能往外卖, 就是给我再高的价格, 也不会卖的, 两个人一边说, 一边慢慢地往前走, 突然一阵引擎轰鸣, 四台越野车快速追了上来, 将帕加尼围在正中, 叶不凡嘴角泛起一抹糊涂, 这家伙还真的来了, 车辆停下, 田胜带着十几个人, 气势汹汹地将他们围在正中, 叶不凡, 你他妈给我下来, 老子今天非弄死你, 田胜咬牙切齿, 他确实恨死了这个年轻人, 田大少, 这么快就见面了, 有什么事吗? 叶不凡两个人下了车, 乐呵呵地说道, 小子, 连我也敢得罪, 你也不打听打听, 本大少爷是什么人, 田胜一脸俱傲地说道, 赶快把你那把刀和人参交出来, 然后赔偿我一个一划下壁的精神损失费, 再把昨天那个小妞脱光了, 送到我的床上, 老子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 不然非扒了你的皮尘到江里去喂鱼, 叶不凡的微笑, 田大少爷, 你这样不合适吧? 这可是抢劫, 贺大小姐可就在我旁边站着呢, 田胜叫道, 老子就抢你了, 怎么着? 老子就有这个实力,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算贺家也帮不了你, 少废话, 赶快把东西交出来, 不然我可要动手了, 贺双双怒道, 你不要太过分了, 田胜说道, 贺双双, 看在贺家的份上我不动你, 但这小子不行, 你也就不了他, 叶不凡说道, 你的意思是, 只要有实力, 就可以随便抢吗? 那当然, 田胜挥手指着霍先生说道, 不要以为你会点三脚猫的功夫, 就了不起了, 这位霍先生, 可是我花一千万重金请来的高手, 捏死你比才死马也还简单, 叶不凡看了霍先生一眼说道, 你还真是大脑袋钱花惯了, 一千万, 就请这么一个废物, 霍先生原本站在田胜身边, 不断展露着自己高手的气势, 可没想到, 却被对方说成是废物, 顿时神色一变, 小子, 你这是找死, 田胜直接叫道, 直接废了他, 只要流口气就行, 知道了, 霍先生答应一声, 脚下一动, 便来到叶不凡的面前, 抬手一拳猛然击出, 视若奔雷, 气势十足, 可还没等他碰触到叶不凡, 突然一只巨大的手掌出现在眼前, 啪的一巴掌抽在他的脸上, 这一下就如同被铁锤砸中一般, 霍先生凌空飞起, 砰的一声撞在路边的一株小树上, 竟然硬生生地将小树撞成两截, 他从地上爬起来, 吐出一口合着牙齿的血水, 一脸惊恐地看着叶不凡, 妮妮你是玄阶高手, 不过他现在被打掉了满嘴牙齿, 说起话来里里巴拉, 根本就听不清是什么东西, 田胜看得目瞪口呆, 自己重金请来的高手, 竟然连人家一巴掌都挡不住, 简直不堪一击, 叶不凡细写地看着他说道, 田大哨,我没说错吧, 你花那么多钱请来的就是个废物, 根本不顶用, 我小子,你给我等着, 咱们的事情不算完, 田胜说完,愿毒地瞪了叶不凡一眼, 扭头就要带人离开, 等一下,我说,让你走了吗? 叶不凡脚下一动, 犹如鬼魅一般挡在了他的面前, 田胜怒道, 你还要怎么样? 叶不凡细写地说道, 田大哨刚刚不是说了, 只要有实力, 就可以随便抢, 我现在有实力, 所以要打个结。 作为田家的顽固子弟, 田胜一直在外面嚣张跋扈, 欺男罢女, 向来只有他欺负别人, 什么时候被人欺负过? 在他看来, 自己放过叶不凡, 已经是天大的恩赐, 对方竟然还不依不饶, 简直就是不知好歹。 什么? 你要打劫我? 姓叶的,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可是田家的大少爷, 可还没等他说完, 叶不凡便一脚踹在他的小腹上, 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飞了出去。 昨天打安以莫逐意的仗还没算, 今天心仇旧恨加在一起, 这一脚不但踹得又重又狠, 还直接废掉了他的男性功能。 从今天开始, 他那里只是一个摆设, 除了撒尿之外, 再没有任何作用, 再也不可能去祸害别人了。 反了? 你竟然还敢打我? 田胜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指着叶不凡叫道, 打死他, 给我打死他。 此刻他已经愤怒地失去了理智, 忘记了连重金请来的霍先生都不是对手, 他手下这几个普通保镖又能好到哪去? 得到主子的命令, 那几个保镖虽然明知不敌, 但也没有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冲上去。 结果可想而知, 很快这些人全部被放倒在地。 叶不凡直接自己动手, 上前打开了田胜的车门, 将里面的玉笛等东西全部拿出来扔到自己车上。 滚吧, 下次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说完他带着鹤双双上了车, 怕家你很快便消失在夜色当中。 混蛋, 废物! 田胜从地上爬起来, 他气得要发疯, 指着霍先生骂道, 我他妈花了一千万把你请过来, 你做了什么? 竟然连人家一巴掌都挡不住。 还好意思说, 你竟然让我出手对付一个玄阶舞者, 这不是坑人吗? 霍先生一阵后怕, 还好叶不凡没有跟自己计较, 不然这条小命都保不住。 想到这里, 他也一脚踹在田胜的小腹上, 把田胜踹得再一次凌空飞了出去, 落在地上, 差点没摔背过气去。 这一脚踢完, 霍先生扬长而去。 他只是田家请来的舞者, 可不是他们的奴才, 大不了不再到江南市来。 混蛋, 我不会放过你的。 夜空中只留下田胜愤怒和不甘的咆哮。 叶不凡将贺双双送回家, 然后开着车回到云顶山别墅。 今天的拍卖会收获颇丰, 这让他心情非常不错, 一路哼着小调进了门。 什么是这么高兴? 秦楚楚和安以默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 他这几天就打算住在叶不凡这里, 当然不会放过自己的闺蜜, 把安以默也拉了过来。 今天去参加了一个拍卖会, 捡便宜, 买到两样好东西, 当然高兴。 叶不凡说着, 坐在他们两人的对面。 什么好东西啊? 是这把刀吗? 快拿来让我看看。 秦楚楚兴奋地向他手里的龙牙抓去。 叶不凡将刀交给他, 叮嘱道, 小心点, 这可是宝刀, 锋利得很, 不要伤到自己。 不就是一把刀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秦楚楚撇了撇嘴, 将龙牙抽了出来。 虽然他不是舞者, 但也能感觉到刀的锋锐。 看起来还不错, 这个长度切西瓜刚好合适。 呃, 叶不凡刚刚喝了一口水, 差点没被他的花呛死。 我一千六百万买来的宝刀, 你竟然要用他切西瓜? 什么? 一千六百万? 安以墨刚刚把龙牙拿到手里, 听到这个价格, 差点没将刀扔在地上。 秦楚楚也跟着叫道, 一千六百万买把刀, 你这还叫捡便宜了? 叶不凡说道, 那当然, 拍卖会上, 就有人要给我两一划下臂, 我都没卖。 秦楚楚长大了嘴巴说道, 要用两翼滑下臂买一把刀, 你们这些人都是疯子吗? 还有你, 竟然不卖? 叶不凡伸手将龙牙收了回来, 你们知道什么? 这可是宝刀。 秦楚楚撇了撇嘴, 不就是一把破刀吗? 再好, 还能好到哪儿去? 真是不识货, 现在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宝刀? 叶不凡说着, 将茶几上的一把水果刀拿过来, 这把水果刀也是从国外进口的金刚打造, 既坚韧又锋利。 他一手握着水果刀, 一手挥动龙牙, 对着水果刀的刀刃砍去。 叮, 两把刀对碰在一起, 只发出一声轻微的细响, 龙牙就如同切豆腐一般, 将那把水果刀切成两半。 这这也太夸张了吧? 秦楚楚, 要不是刚刚用那把水果刀削过水果, 真以为这是骗人的假货。 安逸莫说道, 原来传说中的削铁如泥是真的, 真的有这种宝刀。 不只是削铁如泥, 我的龙牙, 简直就是无坚不摧。 对于两个不懂武道的人, 叶不凡也不想跟他们多说, 直接将龙牙收了起来。 秦楚楚撇了撇嘴, 又说道, 还有什么宝贝? 还有这个? 整整花了, 我五千万。 叶不凡说着, 将盛着千年阳身的木盒递了过去, 秦楚楚接过来打开一看, 顿时发出压的一声, 紧接着又将盒子扣了起来。 怎么了楚楚? 安逸莫拿过盒子打开一看, 顿时也是脸颊飞红。 娇称地说道, 你你花五千万, 就买这种东西。 叶不凡赶忙解释道, 这可是好东西,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秦楚楚说道, 你这个坏家伙, 怎么连这玩意儿都买? 是不是那里有问题? 叶不凡说道, 我哪里有问题? 我有没有问题, 你还不知道吗? 你, 秦楚楚脸颊红的, 仿佛要滴出血来, 昨天晚上要不是安保序的电话, 两人已经迈入了最后一步, 所以, 叶不凡有没有问题, 他再清楚不过。 叶不凡又对安逸莫调侃道, 楚楚不认识这东西, 也就算了。 你作为龙腾药业的总经理也不认识, 还怎么能干好工作? 我为什么要认识这东西? 安逸莫显然没理解他话中的含义, 脸颊红得越发厉害。 叶不凡打开盒子, 将杨参拿到手里说道, 你们看好了, 这是人参, 已经达到上千年份的杨参。 这是真的是人参? 秦楚楚仔细地看了一下, 好像真不是他想象的那种东西。 即便这样, 他将杨参拿到手里, 心中还是一阵火热, 感觉这东西怪怪的。 安逸莫羞涩地问道, 这人参怎么长成这个样子? 叶不凡说道, 这是高丽最著名的杨参, 只有达到百年年份以上, 才会成为这种形状。 不行, 我要上网查一下, 我看就是你在骗我们, 肯定是用萝卜做的恶作剧。 秦楚楚说着摸出手机, 开始在网上搜寻关于杨参的信息。 咦? 还真有这种怪异的人参? 很快, 秦楚楚便找到了关于杨参的资料。 随后他又叫道, 小凡, 你在拍卖会上买到杨参的事情, 现在已经上了新闻, 而且很多网站都有了转载。 这么快吗? 叶不凡微微皱了皱眉, 虽然他跟贺双双参与近拍的事情没有保密, 但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吵得满天飞吧。 安逸莫凑了过来, 跟秦楚楚一起浏览着手机上的新闻 和各种各样的花式帖子。 小凡, 帖子上面说, 你这是千年杨参, 而且还能治疗各种内伤, 是不是真的? 小凡, 还有人把你的个人信息说得清清楚楚。 性灵院的当家人, 杰出的年轻中医, 我看一下。 不知为什么, 叶不凡感觉有些不对, 拿过手机看了一眼, 只见上面将自己近拍的过程和个人信息记载得清清楚楚。 同时对于杨参的各种形态和性能也有极其详细的介绍。 说什么能让男人烦老还童, 能治疗各种内伤, 就差没说能把死人救活了。 看着他的神情, 秦楚楚问道, 小凡, 有什么不对吗? 叶不凡皱着眉头, 想了想说道, 总感觉这是有人刻意而为, 故意想把我和性灵院炒热。 安乙默点头说道, 拍卖会刚刚结束, 这么快网上便有了如此多的转载, 看样子用不多久就要上热搜了, 肯定是有人刻意推动。 秦楚楚有些不解地说道, 这人到底是谁呢? 他这么做又有什么目的? 难道是免费帮性灵院和你做广告? 叶不凡说道, 目前还不太清楚。 安乙默说道, 会不会是拍卖行想借着你这件事增加名气, 给自己做广告呢? 叶不凡摇了摇头, 天下卖场走的是上流社会路线, 根本不需要做广告。 而且很多时候, 他们拍卖的东西是见不得光的, 并不想被太多人关注。 不知为什么, 这件事总让他有一种阴谋的味道。 秦楚楚说道, 想不明白就先不要想了, 反正目前来看没有什么坏处。 叶不凡想了想, 拿出手机拨通了贺双双的电话, 你帮我查一下, 这朱阳身是谁拿出来拍卖的? 虽然想不出所以然, 这件事还是应该查一查得好。 第二天一切照常, 秦楚楚和安以默去龙腾药业上班, 他到性灵院出诊。 自从开业以来, 性灵院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火, 虽然已经过了一诊的免费期, 但前来看病的病人比之前多了几位, 将门前排得满满的。 看着这么多病人, 他觉得自己应该采取些措施, 不能无限量地看下去, 不然就是神仙也看不完这么多的病人。 自己还好一点, 毕竟是个舞者, 但曹兴华和陆庆之就不同了, 一天看太多的病人, 身体也扛不住。 早晚要累倒的。 进门后, 他将这个想法跟几个人说了一下, 大家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最终几个人研究决定, 从今天开始发放旧诊号牌, 曹兴华、曹睿和陆庆之每天看50个病人, 他每天看100个病人。 消息发布之后, 好些人虽然有些遗憾, 但也非常理解。 毕竟医生也是人, 也需要吃饭, 也需要休息。 叶鹏飞, 唐魁几个人帮忙将今天的号牌发放下去, 没有领到号牌的人, 也就回去了, 医馆门前一下子清净了许多。 就诊开始, 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 叶步凡正在专心致志地给病人看病, 突然人群后面一阵骚乱, 四五个身穿静装的人闯了进来。 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 然后扎着一条马尾辫, 配上一身白色的静装, 看起来英姿飒爽。 相貌也算漂亮, 只不过一脸的巨傲之气。 你们几个想要干什么? 看病排队啊? 被冲乱了队伍, 等候看病的病人们纷纷出言谴责, 但几个人理都不理, 静止冲到前面。 曹瑞年轻气盛, 站起来说道, 你们干什么? 还有没有点规矩? 看病排队去。 马尾辫女人看了他一眼说道, 你是叶不凡。 曹瑞不满地说道, 放肆, 我大师爷的名字也是你随便能叫的。 既然你不是叶不凡, 就没资格跟我说话。 女人不再理会她, 声音洪亮地对众人教导, 谁是叶不凡, 赶快把千年人参拿出来。 曹瑞怒道, 你这女人, 还有没有点规矩? 有没有点素质? 这里是性灵院, 是给人看病的地方。 你跑这里大喊大闹, 像什么话? 说着就要上前将几个人赶出去, 马尾辫女人冷哼一声, 抬手在他胸口推了一把。 这一下看起来平淡无奇, 但曹瑞却接连被推出去七八步, 要不是赶过来的贺鹏飞, 及时将他扶住, 恐怕这一下飞摔倒不可。 他顿时怒不可遏。 你这女人, 怎么退人啊? 推你怎么了? 马尾辫女人狂傲地说道, 再叽叽歪歪的, 信不信本姑娘直接揍你? 松傲说, 你不要太过分了。 贺鹏飞几个人听到动静赶了过来, 他认识这个女人, 江南市武道协会成员, 真武拳馆宋铁的女儿宋奥双。 这些人虽然纨固, 但以往, 见了他都是绕路走的, 毕竟这女人身手强悍, 而且很有背景。 他爸爸宋铁, 是真武拳馆的馆主, 还是将来武道协会会长的首席大弟子。 叫宋奥双的女人, 瞥了他们几个眼, 不屑地说道, 你们几个不学无数的家伙, 竟然跑到这里来了, 看来这儿果然不是什么正经医馆。 唐奎说道, 宋奥双不得无礼, 这里是夜夜的地盘。 刘帽脾气火爆, 叫道, 再在这里大喊大叫, 就要把你赶出去了。 就你们几个废物, 也敢说将本姑娘赶出去。 宋奥双蛮横地叫道, 赶紧给我滚, 惹怒了本姑娘连你们一起打。 刘帽跟宋奥双接触的不多, 也不知道这女人有多厉害, 直接上前说道, 赶紧给我出去。 找死? 宋奥双一拳向着刘帽的胸口打去。 在她的印象当中, 眼前这几人都是没什么本事的顽固子弟, 所以并没有拿出权力。 刘帽这几天在夜不凡的教导之下, 修为一日千里, 微微向旁边一侧身让过了这一拳, 同时也不再客气, 反手一脚踢了过来。 咦? 怪不得敢跟我一五喝六的, 原来学了几手。 宋奥双冷笑道, 可你还差得远呢? 今天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舞蹈。 说完她砰的一下, 伸手抓住了刘帽的脚踝, 紧接着一脚飞出, 狠狠地踹在她的小腹上, 身材高大的刘帽, 直接飞了出去。 宋奥双, 你也太过分了。 赫鹏飞一声大喝, 连带着唐魁几人一起冲了过来。 宋奥双嘴角泛起一抹不屑, 凭你没想干我? 就算学了几手三脚猫的功夫, 终究还是废物。 说完她直接跟眼前这几个人动起手来, 只是一个人, 甚至都没让身后的同伴帮忙。 唐魁等人虽然气势汹汹, 人多势众, 但从修为上跟着女人差着几个层次。 赫鹏飞冲在最前面, 被宋奥双一脚踹在小腹上, 直接飞了出去。 唐魁紧追其后, 被她抓住肩膀, 一拉一松, 只听咔的一声, 胳膊脱臼了。 其他人也是如此, 没有一个能使一招之地, 很快便全部被放翻在地。 周围的人没想到这女人如此凶悍, 纷纷向两侧避让, 生怕被殃及驰鱼。 废物! 宋奥双一脸傲然地瞥了几人一眼, 然后再次叫道, 叶不凡, 你赶快出来, 不然我就拆了你的医管。 此刻叶不凡刚刚给一个病人诊治完毕, 放下手中的笔, 脉步走了过来。 走到唐魁身边, 伸手在他肩膀上轻轻一扶, 只听咔的一声, 脱臼的胳膊立即复位。 唐魁正疼地呲牙咧嘴, 赶忙说道, 谢谢叶言, 这女人实在是太可恶了。 宋奥双神色微微一变, 刚刚他用的可以说是独门手法, 普通人是无法将脱臼的胳膊复位的。 就算自己亲自出手, 也不会做得如此轻松。 就算这样他也没太过在意, 一个小医生罢了, 还不值得他宋大小家放在眼里, 你就是叶不凡。 他一脸傲然地问道, 没错, 就是我。 你手里有千年阳餐? 说得对, 我刚好有这么一桌。 经这个女人一闹, 叶不凡有些明白了, 昨天晚上之所以有人大肆宣传 他得到千年阳身的事, 并不是想帮性灵院做广告, 而是为了给自己找麻烦。 宋奥双满脸欣喜地说道, 太好了, 赶快把阳身交出来, 我刚好有用。 叶不凡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你是从哪里打听到我手里, 有千年阳身的? 宋奥双说道, 这还用说吗? 现在网上都是你已经拍到千年阳身的新闻, 已经占据了多家网站的头条热搜。 既然你看了新闻, 也应该知道, 这颗千年阳身, 是我花五千万拍来的。 张嘴就想白要, 我凭什么给你? 我? 宋奥双神色一致, 随后傲然地说道, 凭什么? 就凭你这颗人生我刚好有用, 赶快给我交出来。 叶不凡说道, 我要是不给呢? 宋奥双指着旁边的几个人说道, 不要激怒我, 不然他们几个就是你的下场, 我需要这颗人生, 而你又刚好有, 说明我跟这人生之间有缘分。 既然跟我有缘, 那就是我的人生, 你凭什么不给我? 是这样啊, 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 叶不凡冷冷一笑, 举起自己的右手说道, 我的手有些痒。 而你的脸刚好在我面前, 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 说完他啪的一巴掌抽了过去, 这一掌实在是太快了, 宋奥双没有任何反应, 便被一巴掌抽飞。 叶不凡打过人之后, 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细血地说道, 果然是有缘分的脸, 打起来就是想, 就是爽。 王八蛋, 你敢打我? 宋奥双简直都要气疯了, 这么多年, 还从没有人敢打过自己的脸, 可还没等他说完, 就觉得眼前一花, 紧接着脸上又是啪的一声剧痛, 再一次被狠狠地抽了一巴掌。 叶不凡冷笑道, 这种事情还用我再证明一遍吗? 一个小小的黄街后期舞者, 也敢跑到自己这来闹事, 不给对方点颜色看看, 还真当自己好欺负了。 宋奥双又从地上爬起来, 怒视着叶不凡说道, 敢对我宋奥双动手, 你这是不知天高地厚。 说话间, 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凌厉的气势, 仿佛惊涛骇浪一般, 从身上汹涌而出, 压得旁边的几个人纷纷退后。 叶不凡, 今天你惹上大麻烦了, 赶快将千年阳身交出来, 然后再自残一只手臂, 我可以考虑放过你们, 不然我直接将你打残, 再拆了你的性灵院。 他身后的几个人也回过神来, 一同站在宋奥双的身边, 撸胳膊挽袖子, 大有一言不合, 就要动手之事。 叶不凡双手付后, 冷声说道, 作为一名舞者, 势强凌弱, 强夺他人钱财, 这是无德。 修为不高, 却目空一切, 是不自量力。 还到性灵院随便闹事, 挑衅我的威严, 这是找死。 他大步向前, 目光凛冽地看着宋奥双说道, 性灵院虽然不是什么武学圣地, 但也绝对不是你这种阿猫阿狗, 能够撒野的地方。 现在赶紧滚还来得紧, 不然等一下, 你会后悔一辈子。 让我后悔, 就凭你吗? 赶快交出千年阳身, 不然你就废了。 宋奥双依旧一脸的狂傲, 虽然刚刚接连被抽了两巴掌, 脸颊都被打得肿了起来, 但在他看来, 那是自己没小心, 那是对方偷袭, 如果真刀真枪地打一场, 眼前这个小白脸, 绝对不会是自己的对手。 不自量力, 叶不凡懒的废话, 紧接着又是一个大嘴巴抽了过去。 对于这种不自量力的女人, 直接抽就是了。 这次宋奥双已经加了120分的小心, 全力以赴, 全神贯注, 结果这一巴掌依旧没能防住, 再次被啪的一声抽飞出去。 不, 他先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随后暴怒, 一脚狠狠踢出, 静止踢向叶不凡的面门。 这一脚是大力尘, 带着凌厉的风声, 就算钢管也能踢断。 叶不凡站在那里纹丝未动, 就有如一感挺拔的镖枪。 眼见着宋奥双的脚掌踢到面前, 他猛然一拳击出, 狠狠地打在宋奥双的脚心。 一般来说, 手臂的力量根本不足以与腿抗衡, 除非修为差距巨大。 看到叶不凡竟然用拳头应接自己的一腿, 脸上闪过一抹很力, 在他看来, 眼前这个小白脸死定了。 拳头与脚掌对碰在一起,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叶不凡依旧如同镖枪一般站在那里, 仿佛脚下生了根一般。 而宋奥双却仿佛射出去的炮弹, 呼地一下飞出去十几米, 碰地撞在门口的一棵大树上。 这一下力道十足, 足有一人粗的大树被撞得左摇右撞, 树叶哗啦啦地落了一地。 而此时的宋奥双感觉自己的右脚 仿佛被千斤锯锤砸过一般, 此刻已经麻木地失去了知觉, 想站起来都变得极为困难。 现在他终于明白, 对方的修为要比自己高得太多, 根本就不是自己能抗衡的。 叶不凡漫步走到他的面前, 就这么两下子, 也敢上门抢夺我的阳身, 废掉你两条腿, 没有意见吧? 都市古仙一, 都市古仙一, 虽然叶不凡表现得和风细雨, 脸上甚至没有表现出一丝怒火, 但宋奥双偏偏感受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恐惧。 你敢动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爸是真武拳馆的宋田, 我师爷是江南武道协会会长武天兮, 你敢动我一根手指, 他们会杀了你的。 他嘴里这样喊着, 完全是色力内人, 眼神中充满了恐惧。 现在甚至有些后悔了, 不该得到消息就赶到这里, 眼前这个人不是他能招惹的。 你猜我敢还是不敢? 叶不凡轻轻抬起右脚, 悬在宋奥双的小腿前。 他真的敢? 虽然叶不凡一脸平静, 甚至还挂着淡淡的微笑, 但宋奥双还是敏锐地感觉到了眼底中的杀气, 心中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 叶爷! 唐奎从旁边赶了过来, 在叶不凡耳边低声说道, 这个女人真的动不得, 他老爹宋铁是黄街大圆满级别的高手, 之前跟我爷爷不相上下。 而且, 他还有一个师爷五天息, 号称江南市第一高手, 多年之前便已经迈入了玄街境界。 真要动了这个女人, 那就是跟整个江南市武道协会为敌, 后果咱们承担不起。 这样啊, 那我就不费他的双腿了。 叶不凡仿佛听从了唐奎的劝告, 将抬起的右腿收了下来。 看到眼前的情景, 宋奥双立即又恢复了信心, 叫道小子, 江南武道协会你是招惹不起的, 赶快将千年阳身交出来, 不然你今天死定了, 可还没等他说完, 叶不凡脚尖一弹, 直接点在他的小腹上。 宋奥双原本还在弃止一时, 可突然感觉自己的丹田, 仿佛漏了一般, 精纯的真气, 瞬间消失得一干二净。 这一下他顿时慌了, 一个舞者如果没有了丹田, 没有了真气, 那还是舞者吗? 王八蛋,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把我怎么样了? 宋奥双疯狂地吼叫道, 如果你只是普通人, 我就废掉你的双腿, 可你是舞蹈协会的人, 既没有德又没有才。 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做个舞者, 所以我废了你的丹田。 这辈子不要再妄想修炼, 也不要再妄想着欺压别人。 啊, 叶不凡, 我要杀了你, 我跟你拼了。 宋奥双挣扎着爬起来就要拼命, 但陡然失去了真气, 身体极不适应, 刚刚冲出几步便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几个同伴赶忙过去, 将他扶起来, 看向叶不凡的眼神都充满了恐惧。 没想到小医馆当中竟然藏着这等高手, 而且出手便废掉对方的修为, 这种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宋奥双神色疯狂地叫道你给我等着, 我爹不会放过你的, 我师爷也不会放过你的。 他冷冷一笑想找我报仇。 你们也要有那个资格才行。 作为传承者, 他现在已经是玄阶中期的修为, 而且同阶无敌。 况且, 他还是一位术法大师, 真要惹怒了他, 区区江南武道协会都不够看。 你等着, 你给我等着, 宋奥双叫喊着就要离开。 可就在这时, 一阵引擎轰鸣, 接连七八台轿车开到了姓林院门前。 车门打开, 下来一男一女, 女人正是高家俊的老婆乔丽娜。 而那个男人五十岁左右, 一身静装, 虽然看起来不算强壮, 但浑身上下, 却透着一股强大的气势, 正是真武拳馆的馆主宋铁。 原来乔丽娜将秦楚楚赶出了秦氏集团, 都已经过去两天了, 但叶不凡这边非但没有屈服, 相反连半点动静都没有。 眼见着时间, 一点一点过去, 再过一天就是第十天, 情急之下, 他去了真武拳馆, 重金聘请宋铁, 希望通过宋铁的身手, 能够压制住叶不凡。 高家的面子, 宋铁还是给的, 听说对方只是个小医生, 他也没有放在眼里, 跟着乔丽娜便来到了性灵院, 没想到刚到这里, 便看到了自己的女儿。 双儿, 你这是怎么了? 宋铁立即感受到了宋奥双的不对劲。 我听说性灵院有千年扬身, 跑乖给师爷智商, 可这个混蛋非但不给, 还废掉了我的修为。 宋奥双回头指着叶不凡, 恶狠狠地说道, 什么? 宋铁顿时杀鸡大胜, 最为一个舞者最重要的就是丹田, 一旦丹田被废一辈子都完了。 他杀气腾腾地看着, 叶不凡说道, 小子, 敢动我宋铁的女儿, 你今天必须死。 叶不凡说道, 你就不问问, 我为什么废他的修为? 宋铁恶狠狠地说道不管什么原因, 舞者向来强者为尊, 只要你动了我宋铁的女儿, 就只有死路一条。 唐奎说道宋馆长你不能这样, 明明就是宋奥双跑到姓灵院来闹事, 打伤了人, 还要抢夺千年阳身。 宋铁冷声说道滚开, 我们舞蹈协会的事, 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 他又看向叶不凡, 怪不得敢如此猖狂, 原来有唐家在背后给你撑腰。 不过, 我宋某人今天把话放在这儿, 就是唐天忆那个老东西, 来了也没用, 谁也就不了你。 叶不凡淡然一笑, 我不需要任何人撑腰。 小子, 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 宋铁一声怒吼就要动手, 这时旁边的乔琳娜赶忙说道宋馆长息怒。 他虽然也恨透了叶不凡, 但如果叶不凡真的被宋铁杀了, 那谁还去给高家俊治病? 叶不凡, 事到如今也只有高家才能帮你, 只要你同意去给我老公治病, 我可以跟宋馆长求情, 饶你一面。 回过头来, 他又对宋铁说道宋馆长, 能不能看在高家的面子上 宋铁犹豫一下说道, 那好吧, 既然高夫人说话了, 这个面子我们舞蹈协会终究还是要给的。 只要这小子交出千年人参, 再到我们真舞拳馆门前跪上三天, 然后自废双腿, 我就饶他一面。 作为一名黄街大圆满的舞者, 他自然知道千年人参的珍贵, 如果能够拿到手, 不但能够治好师父的内伤, 同时还可能帮助宋奥双恢复废掉的丹田。 那谢谢宋馆长了。 乔丽娜回头对叶不凡说道, 姓叶的, 听到没有? 赶快拿出千年人参, 然后再去给我老公治病, 这样才能保住你这条性命。 叶不凡扑斥一笑, 你们两个在我这里搞双簧吗? 一唱一喝的, 玩得还挺热闹。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求饶了? 我什么时候又说过要去给你老公治病了? 乔丽娜神色一变, 怒到叶不凡, 你不要不知好歹, 惹怒了宋馆长, 你今天必死无疑。 叶不凡冷笑道,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 是怎么死的。 都市古仙衣, 都市古仙衣, 小子,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就怪不得, 我宋某人心狠手辣了。 宋铁一声大喝, 画掌围找, 狠狠地向着叶不凡的耿嗓咽喉抓来。 作为真武拳馆的馆长, 这一招又快又狠, 只可惜遇到了叶不凡, 在神石扫尸之下, 他的动作跟蜗牛没有任何区别。 叶不凡伸手砰的一下抓住他的小臂, 紧接着传来令人牙酸的鼓裂声。 咔嚓! 宋铁这一招, 非但没有任何效果, 相反小臂竟然硬生生地, 被掰成了两段。 啊! 但这家伙, 终究是黄街巅峰舞者, 并没有因为受伤而影响自己的招式。 冷哼一声之后, 左手再次击出, 狠狠地砸向叶不凡的面门。 狠是够狠, 只可惜两人的修为差距太大了, 他的左手再次被叶不凡握在手中, 紧接着又是咔嚓的鼓裂声传来。 这次宋铁再也坚持不住, 发声啊的一声惨叫, 被叶不凡一脚踢出去七八米, 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这下全场接惊, 虽然唐魁, 叶鹏飞等人都知道叶爷厉害, 却不清楚厉害到什么程度。 宋铁是江南市知名的高手, 真武拳馆的馆主, 没想到连他的一招都挡不住。 乔丽娜更是震惊的目瞪口呆, 他不明白, 想将眼前这个年轻人踩在脚下, 怎么就这么难? 自己的保镖不是对手也就算了, 可是请来的高手也接连败呗, 因找王英峰不是对手, 现在宋铁也败了。 最关键的是, 两个人都挡不住叶不凡的一招, 丝毫看不出对方的底线在哪里。 宋铁挣扎着从地上坐起来, 惊骇地看着叶不凡叫道迷。 竟然是玄街舞者! 他怎么也想不到, 仅仅二十左右岁的年轻人会有如此高超的修为, 要知道, 他在黄街大圆满状态停滞了十年之久, 始终无法突破。 相比之下, 对方的修为和潜力实在是太可怕了。 叶不凡看着他说道, 你不是说舞者向来强者为尊吗? 现在还有何话说? 宋铁一脸的挥败, 两人之间修为差距之大, 让他根本就无话可说。 叶不凡又扭头看向了乔丽娜是谁给你的勇气, 接二连三来挑衅我性灵院。 真当我是尼菩萨吗? 乔丽娜感受到了恐惧, 向后退了两步说到叶不凡, 我告诉你, 我可是高家人, 你要敢动我。 还没等他说完, 叶不凡身影一晃, 便来到面前, 伸手抓住他的脖梗, 只听咔嚓一声, 乔丽娜的脖子立即呈四十五度角, 歪到了一边。 贺鹏飞等人吓了一跳, 他们以为叶不凡真的杀了乔丽娜。 那样麻烦可就大了, 毕竟高家在华夏的影响力巨大, 恐怕从此以后叶不凡要亡命天涯。 可随后他们发现, 乔丽娜站在那里还是好好的, 只可惜彻底变成了一个歪脖子。 感受到自己的变化, 乔丽娜疯狂地叫道姓叶的, 你对我做了什么? 叶不凡说到这次对你略施惩戒, 再有下次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见自己彻底成了一个歪脖子, 丑得不能再丑, 乔丽娜疯狂地叫道姓叶的, 你赶快给我弄回来, 不然我就杀了你。 他原本就是靠容貌上位, 现在变成了一个歪脖子的丑八怪, 以后还如何在岗城立足, 如何在高家立足? 滚! 对于这种接连上门挑衅的人, 叶不凡不会有任何客气, 一脚将其踹飞出去。 他又扭头, 看向了宋家妇女, 冷声说道还有你们, 都给我滚。 宋奥双叫道, 姓叶的, 你不要得意, 打伤了我们妇女, 你彻底得罪了江南武道协会。 要知道我师爷可是江南第一高手, 他绝不会放过你的。 此时其他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接连打伤宋奥双和宋铁, 这等于跟武道协会彻底结下了梁子。 而就在这时, 又有几辆黑色轿车开了过来, 车辆停好后下来两名六七十岁的老者。 一个是唐家家主唐天忆, 突破玄阶瓶颈之后, 老头看起来神采奕奕, 精神焕发。 而在他旁边还有一个老者, 高瘦的身材, 穿着一件长袍, 看起来气势十足。 师爷, 您终于来了。 宋奥双看到老头, 顿时犹如看到了亲人一般, 扑到他怀里, 一阵嚎啕大哭。 老者正是江南武道协会的会长, 号称江南市第一高手的武天熙。 他早年受过伤, 这些年来一直没能彻底根治, 导致修为始终停滞不前, 在玄阶初期已经停留了整整十年之久。 同时他跟唐天忆又是老朋友。 今天上门拜访, 唐天忆跟他讲出了叶不凡医术的神奇。 武天熙立即意识到, 这个年轻人可能是治愈自己内伤的唯一希望, 立即请唐天忆当中间人, 到性灵院上门求医。 可没想到刚进门便遇到哭得梨花带雨的宋奥霜, 这让他大感意外,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宋奥霜哭诉道师爷, 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信业的王八蛋不但废了我的修为, 还打伤了我爹。 武天熙看向旁边的宋铁, 冷声问道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 师父, 我给您丢人了。 他忍着断臂的剧痛过来说道, 我跟高太太一起来到性灵院求医, 没想到遇见双被他打伤。 我气不过出手, 结果既不如人, 被废掉了双臂。 唐天忆显然也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赶忙说到叶小兄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误会? 乔丽娜歪着脖子上前说道信业的, 就是仗着自己的身手欺负人。 如果讲道理, 就不会把人打成这个样子。 唐天忆没有理会他, 上前对叶不凡说道叶小兄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不凡淡然说道无者无得, 势强凌弱, 我就给了他们一点教训。 眼见着事情越闹越僵, 唐葵上前说道爷爷, 是这样的, 他从宋奥双上门抢夺千年人生开始讲起, 一直讲道宋铁已施压人, 最终被废掉了双臂。 唐天忆听完神色一变, 他原本是带五天熙上门求医的, 没想到宋家妇女竟然闹出这种事来, 这还让他如何开口? 这是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五天熙的身上, 想看看这位武道会长将会如何处理。 乔丽娜更是一脸的期盼, 恨不得五天熙立即跟叶不凡开战, 最好能将叶不凡的修为废掉。 那样他们高加便可以随便拿捏, 尽快将自己的脖子震回来。 都市古仙一, 都市古仙一, 但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五天熙并没有对叶不凡发火, 反而噼里啪啦几个大嘴巴, 抽在了宋家妇女的脸上。 混账东西, 是谁让你们跑到这里来闹事的? 自从入门第一天, 我就教你们要以无仰德。 练武之人最重的是德行。 你们这么做, 对得起我对你们的教诲吗? 老头子越说火气越大, 紧接着又是几个大嘴巴抽了上去。 之所以发这么大火气, 除了认为徒子徒孙做得不对之外, 最主要的是对方是叶不凡。 他从唐天义那里了解到, 这个年轻人年前二十岁便已经达到了玄阶修为, 可见背后之门的实力强大。 另外, 西医对他的内伤毫无办法, 而现今社会好的中医越来越少。 能够治疗内伤的中医更是凤毛麟角。 他找了这么多年, 也才勉强找到这么一个, 怎么可能错过医治内伤的机会? 师父息怒, 是我错了, 师爷息怒, 这次罪责在我, 以后再也不敢了。 宋铁和宋奥双对五天熙, 还是极为恭敬的, 被责罚了一顿, 丝毫没有怨言, 纷纷认错。 五天熙怒到, 混账东西。 跟我认错, 有什么用? 赶快向叶先生认错。 宋铁说道对不起叶医生, 是我冒犯了你。 要打药罚我妇女二人, 绝没有半个不字。 宋奥双低头跟在旁边, 没有了之前的嚣张和傲气。 五天熙怒道, 你这丫头, 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大的胆子, 竟然胆敢上门抢人家的千年人生? 我平日里, 是怎么教导你的? 难道学武就是用来势强凌弱的? 宋奥双低着头说道, 是这样的师爷。 我从网上看到, 性灵院有千年扬身, 是叶医生花五千万从拍卖会上拍来的。 我想, 这东西, 一定能治好您的内伤。 可是我又没有那么多钱买, 情急之下, 才冒犯了叶医生。 唉。 五天熙叹了口气, 回头对叶不凡说道, 叶医生, 是我吴某人平日里管教不严。 两个孽徒冒犯了叶医生。 不过他们平日里品行还算端正, 这次完全是为老妇的病情着急, 还请叶医生网开一面, 宽恕他们这一次。 说完他摸出一张银行卡说道叶医生, 老夫一生也没有太多的积蓄, 这是两千万, 还请叶医生收下, 算是略表歉意。 此刻唐天忆跟着说道叶小兄弟, 五会长一直是我好友, 为人品行端正, 这次也是个误会, 还请小兄弟多多见谅。 叶不凡也没想到, 五天熙会把姿态放得如此之低, 既然对方已经真诚道歉, 他也不想再过多计较。 另外还有一点, 拍卖的那个人, 目的就是想挑拨自己跟武道协会的关系。 既然五天熙主动低头, 自己也没必要让对方的阴谋得逞。 他摆了摆手说道那好吧, 事情就这样算了, 钱我也不要了, 我这里根本不缺钱。 谢叶医生, 五天熙回头对宋家妇女说道, 叶医生宽宏大量, 你们两个还不赶快道谢。 谢叶医生, 两个人一同向叶不凡鞠躬行礼, 叶不凡扭头看向旁边的乔丽娜, 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赶快滚吧。 乔丽娜确实极为失望, 没想到五天熙并没有动手, 而是选择低头。 他歪着脖子, 狠狠地说道叶不凡, 别以为你这样就能对抗我们高家。 你等着, 这件事没完。 说完他带着人灰溜溜地离开了心灵院。 高家的人走后, 唐天忆说道叶医生,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叶不凡也猜出, 唐天忆找自己肯定有事, 直接将几个人带到了后堂。 宋铁也确实硬气, 并没有急着离开智商, 而是忍着伤痛, 一直跟在五天熙身后。 进门后几个人坐下, 宋铁和宋奥双站在旁边。 唐天忆说道, 叶小兄弟, 这次宋铁确实多有冒犯, 不过这孩子, 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脾气虽然有些火爆, 但本性并不坏。 这次他们妇女, 也是为了老五的内伤着急, 完全出自一片孝心, 情有可原。 他怎么说, 也是咱们的晚辈? 你看他疼得厉害, 要不就帮忙治疗一下。 活了这么多年, 他完全是人老成精, 一番话直接将叶不凡抬成了长辈, 相反将五十几岁的宋铁, 说成了晚辈。 不过这样一来, 即化解了当前的尴尬, 又帮着宋铁求了情, 确实手段老辣。 叶不凡也能理解, 这老头是好心, 不想自己跟江南武道协会关系闹得太僵, 也就点头说道那好吧。 你过来我给你治一下。 宋铁有些犹豫, 虽然这个年轻人身手确实厉害, 但想象不出医术能好到哪去。 五天熙沉着脸说道, 你愣着干什么? 叶医生能出手智商, 那是你的荣幸, 还不赶快过去。 是师父。 宋铁答应一声, 迈不来到叶不凡面前, 看着叶不凡伸出两只手搭在自己的手臂上, 甚至已经做好了受折磨的准备。 可没想到的是, 只见叶不凡一拉一送, 咔嚓一声, 原本断成两截的左小臂对接在一起, 之前的痛入骨髓的痛感, 瞬间消失不见。 啊, 他瞬间瞪大了眼睛, 这医术也太神奇了。 而就在愣神这么一会儿, 将他的右臂也成功接在一起。 叶不凡说到好了, 三天之内不要与人动手, 三天之后就可以复原了。 宋铁抬起两只手臂, 试着活动一下, 真的已经好了。 怪不得以高家的实力, 非要上门找叶不凡治病, 这等医术实在太神了。 五天熙也看得连连称奇, 难怪唐天忆对这个年轻人推崇备至, 人家的医术确实堪称神迹。 叶医生,我宋铁谢谢您, 之前是我的不对。 宋铁恭恭敬敬地对叶不凡鞠了一躬, 他刚刚道歉, 完全是迫于五天熙的压力, 而此刻则是诚心诚意。 叶不凡摆了摆手, 让他退到一旁, 然后对唐天忆说道唐老, 今天上门是有什么事吧? 确实, 老头子我今天上门是有事相求。 唐天忆说到这里话锋一转, 又问道叶小兄弟, 你对江南武道的过去知道多少? 叶不凡微微一愣, 知道这老头不会无敌放逝, 这么说一定有他的用意。 唐老, 我是一名医生, 对武道的事情支支不多。 唐天忆说道那小兄弟有没有兴趣, 听老头子啰嗦几句, 讲一讲江南武道的过去。 叶不凡说道既然唐老有兴致, 那我洗耳恭听。 都市古仙一, 都市古仙一, 那要从十年前开始说起, 唐天忆讲了起来。 十年前, 华夏的武道刚刚兴起, 出现前所之位有大变局。 各大门派纷纷派自己的弟子走进世俗, 开武馆的, 经商的, 开门立派的。 虽然看起来欣欣向荣, 但也有一些邪门歪道, 混杂在当中。 武道中人论实力, 远超世俗的普通人, 一旦为非作歹, 就很难控制, 给当时的官方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 不让那些亥军之马, 抹黑华夏武道, 当时的剑圣司徒长空挺身而出, 成立了华夏武道会。 同时在各省, 各市建立分布, 整合武者, 出手剿灭邪门歪道, 这才稳定了华夏的武道局势。 叶不凡听得饶有兴致, 这些武道秘星他, 还是第一次听到。 唐老, 那剑圣司徒长空很厉害吗? 修为达到了什么级别? 唐天义说道司徒前辈是武道协会会长, 一代宗师修为已经迈入了天阶, 深不可测。 哦, 叶不凡点了点头, 有机会, 一定要拜见一下。 唐天义继续说道, 当时的江南武道也非常混乱, 甚至比其他地方还要严重。 当时最著名的凶徒叫做利天行, 一身修为已经达到了玄阶初期, 不但仰仗着自己的势力, 为非作歹, 还成立了一个大江会, 将三教九流都收罗其中。 大江会成立之后, 更加变本加厉, 杀人放火, 逼粮为仓, 贩卖人口, 贩卖毒。 尚已经说了, 千年人参能治疗各种内伤, 活死人, 肉白骨, 就没有治不好的病。 叶不凡摇了摇头, 你还真是什么都不懂, 就武会长这种状况。 如果真的服用了千年阳身, 只能伤上加伤, 这辈子都废了。 都市古仙医, 都市古仙医, 宋奥双教道, 这不可能, 千年人参不是宝物吗? 唐天忆, 武天熙两个人, 虽然没有说话, 但脸上也都露出诧异的神情。 叶不凡说道, 千年人参是宝物不错, 但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 最关键的是, 人参分很多种, 药性和药效也自然不同。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当年利天行修炼的, 应该是赤焰掌等阳气很盛的功法。 武会长体内的经脉, 被阳属性功法所灼伤, 所以至今未雨。 武天熙说道, 叶医生说的没错, 利天行使用的正是赤焰掌。 此刻他心中又多了一份敬佩, 仅凭自己十年前留下的内伤, 就能推断出对方的功法。 这份医术, 绝对让人叹服。 叶不凡继续说道, 那就对了, 这种情况下, 如果再给他服用千年阳身, 就仿佛在一团火焰上, 浇上一桶汽油。 非但不能起到灭火的作用, 相反会伤上加伤, 能保住一条小命就不错了。 这, 宋奥双被这番话惊得目瞪口呆, 他以为抢到千年阳身, 就能治好武天熙的病, 没想到会是这种情况。 还好自己没有得手, 一旦真的, 拿到了千年阳身, 相反会害了师爷。 他说道, 可是, 网上不是这么说的, 他们说, 千年阳身能治疗一切内伤, 那本就是一场阴谋, 针对我的阴谋, 同时也把武道协会荡枪用。 叶不凡将自己近拍千年阳身的经过讲了一遍, 最后说道, 我猜想那人看到, 我去参加拍卖会, 马上便将这株千年阳身, 拿去紧急拍卖。 等我将阳身拿到手, 马上又将消息散布出去, 目的就是, 吸引武道协会到我这里来抢夺, 最终达到让我们两败俱伤的目的。 现在想来, 这人的心机非常可怕, 算定了, 我见到千年阳身, 肯定会拿到手里。 另外也对武道协会的情况非常清楚, 知道武会长身上有内伤, 同时了解宋奥双的脾气, 知道你们得到消息之后, 一定会上门来抢。 宋铁骂道, 王八蛋, 让老子知道这人是谁, 我非捏碎他的骨头不可。 武天熙怒道, 还不是因为你们妇女太蠢, 人家说什么都信, 差点被人家荡枪用。 叶医生, 实在是对不起, 是我错了。 宋家妇女再次对叶不凡鞠躬道歉。 算了, 我们现在话敌为友, 这也是破了对方的阴谋, 我现在给武会长治病。 叶不凡说完, 开始给武天熙治病, 先是将他体内的混沌真气化为质醇的阴气, 驱除体内残存的阳气。 做完这一切, 武天熙立即感到胸口痛快了许多, 困扰他多年的灼烧感, 消失不见。 叶不凡又开始施展回魂酒针, 帮助他修复胸口受伤的经脉。 二十分钟后, 他将银针收回。 好了, 你的内伤已经彻底痊愈。 武天熙感受了一下体内的变化, 神情激动地说道, 叶医生真是神仙手段, 都不能称你为神医, 应该是仙医呀。 小手段罢了, 算不了什么。 叶不凡说着, 又磨出一颗最新炼制的助肌丹, 现在你的经脉已经畅通无阻, 把这颗丹药吃下去, 我帮你提升修为。 多谢叶医生。 武天熙此刻, 对叶不凡已经佩服到了极点, 立即盘膝在地上做好, 然后吞下了助肌丹。 他在玄阶初期积淀了十年之久, 之前, 由于内伤的困扰, 始终无法突破, 但真气已经雄厚到了极点。 现在有了助肌丹和叶不凡的帮助, 突破玄阶初期的瓶颈, 只是一瞬间的事, 仅仅用了半个小时, 便达到了玄阶中期。 太好了, 实在是太好了。 感受到体内真气的强大, 武天熙激动地泪流满面, 他再次对着叶不凡, 深深地鞠了一躬。 叶医生, 你就是我吴某人的大恩人, 同时也是江南舞蹈协会的大恩人, 以后只要你有所号令, 吴某人莫敢不从。 宋铁和宋奥双两个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其声叫道, 谢叶医生为恩师治病, 谢叶医生为师爷治病。 叶不凡摆了摆手, 一股无形的劲气将两人拖了起来。 算了, 武会长是江南的功臣, 我为他治病是应该的。 宋奥双说道, 之前是我不对, 冒犯了叶医生, 您宽宏大量治好了师爷的内伤。 奥双愿意终身为奴, 报答叶医生的大恩大德。 叶不凡说道, 算了, 都说了之前的事, 只是个误会, 过去就过去吧。 武天熙说道, 叶医生, 确实是这丫头不对, 让她留下来赎罪, 也是应该的。 宋铁跟着说道, 是啊, 叶医生, 你就把她收下吧。 这师徒二人, 一来是真的感激叶不凡, 二来也非常清楚, 宋奥双跟在这等高人身, 边绝对不会吃亏。 唐天忆明白老友的心情, 乐呵呵地说道, 叶小兄弟, 奥双这丫头, 虽然性子值了一点, 但品质还是不错的, 不如你就把她留下吧。 那好吧, 从今天开始, 你就留在性灵院。 叶不凡说道, 不过我这里不留废物, 先把你的丹田治好再说。 宋奥双一脸惊喜地说道, 叶医生, 您的意思是, 我的丹田还能修复, 还能重新修炼。 我废掉的修为, 别人恢复不了。 但对我来说, 只是分分钟的事。 叶不凡说道, 你之前修炼的是家传功法吧? 这种功法跟你的体质并不是完全契合, 修炼起来事倍功半, 而且还容易造成经脉损伤。 你现在功力全废, 刚好扑而后利, 我帮你重铸丹田, 然后再传你一套适合的功法。 真的吗? 谢谢主人。 听到这个消息, 宋奥双再没有半点犹豫,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不停地向着叶不凡磕头道谢。 作为一名武者丹田被废, 简直比死了还要难受。 他之前已经彻底绝望, 没想到, 现在坏事变好事, 能够重新修炼。 而且正如叶不凡说的那样, 他之前修炼的, 是宋家家传的真武神拳, 这种功法偏重于阳性, 男人修炼还不错, 女人就有些不太合适了。 现在不但能重新修炼, 还有了一套更好的功法, 要知道一套好的内功心法, 绝对价值千金, 这让他欣喜若狂。 五天熙和宋铁, 更是满脸的喜气, 早知道跟在叶不凡这种高人身边, 绝对会有机缘, 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 叶不凡让宋奥双平躺在病床上, 然后将几根银针, 刺入他的丹田处, 重铸丹田。 以他的医术造诣, 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很快宋奥双破损的丹田重新复原。 而且破而后利, 比之前更加凝实。 叶不凡又给他吃了一颗助鸡丹, 大约一个小时后, 宋奥双不但修为静负, 而且再有突破, 一举达到了黄街大圆满的境界。 五天熙这次性灵院之行, 可以说是收获颇丰, 不但治好了自己的内伤, 同时让修为又大进一步。 千恩万谢之后, 离开了性灵院, 同时将那张两千万的银行卡留了下来。 叶不凡这次没有推辞, 对于他的医术来讲, 两千万都是太便宜了。 宋奥双没有走, 留在他身边做一些零碎的杂活。 吃过午饭, 下午还没等出诊, 叶不凡便接到了 适守朱玉成打来的电话。 电话接通那边, 便传来朱玉成爽朗的笑声, 叶老弟, 有没有时间? 能不能到我这里来一下? 叶不凡说道, 我在诊所, 朱先生, 有什么事吗? 叶老弟, 以后你我就兄弟相称, 我是你大哥。 朱玉成对叶不凡极为热情, 又说道, 两件事, 一是对老弟表示当面感谢, 另外, 我的一位朋友病了, 还想请叶老弟帮忙看一下。 叶不凡说道, 那好, 我这就过去。 他将信灵院 交给了曹新华和陆庆之 来到朱玉成的办公室。 叶老弟, 你来了, 赶快坐。 朱玉成的心情大好, 先是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后让他在沙发上落座。 叶不凡打量了他一眼, 不但精神好得不得了, 而且印堂上的那抹红色, 越发的浓郁, 这是官运亨通的征兆。 朱大哥, 看来身体恢复得不错, 那还不是要感谢老弟的医术通神, 要没有你的话, 朱某人就彻底完了。 朱玉成兴奋地说道, 叶老弟, 你是不知道, 当我昨天完好无损地走进 是首评定大会的会场时, 好多人都是大跌眼镜, 很明显让他们失望了。 他确实非常高兴, 这次不但大难不死, 还很顺利地赢得了弑手的连任, 再次成为江南市的第一人。 而且以他这个年纪, 之后的前途, 简直不可限量。 客套了几句, 他从办公桌里面, 摸出一张银行卡说道, 叶老弟, 这是大哥的一点小意思, 还请您收下。 叶不凡将银行卡推回去说道, 都说了, 你是我大哥, 还要这么客套干什么? 而且实话跟大哥说, 我根本不缺钱, 如果大哥需要的话, 小弟还可以顶利相助。 他从面向上就看出, 朱玉成新地纯粮, 而且红韵照头, 这种人绝对值得深交。 虽然自己是传承者, 但跟江南市的第一人打好关系, 绝对没有坏处。 见他的眼神真挚, 朱玉成又将银行卡收了回去。 那好吧, 是大哥我太俗套了。 又闲聊了几句, 叶不凡问道, 朱大哥, 你不是说, 有位朋友想要治病吗? 他在哪儿? 刚刚打过电话, 马上就到了。 朱玉成说道, 这位不单是我的朋友, 而且是咱们江南市最大的外资投资商, 马上要在咱们这儿, 投资百亿建厂。 咱们江南市, 一旦得到这笔巨大的资金投入, 经济还能再上一个台阶, 无论于工于私, 老弟都要给大哥帮这个忙。 叶不凡心中一动, 能够一次性投资百亿, 这种大手笔本就不多。 他问道, 朱大哥, 您说的不会是高家俊吧? 没错, 就是我。 话音一落, 乔丽娜推着轮椅上的高家俊, 跟着朱玉成的秘书, 从外面走了进来。 叶医生, 想请您为高某人看看病, 还真是难啊。 高家俊最近一直被病痛所折磨着, 只知道几次派人去请叶不凡给自己看病, 都被拒绝, 最终还把乔丽娜搞成个歪脖子。 他不知道这个女人都做了什么? 当然, 乔丽娜也不会实话实说, 所以满肚子的火气, 眼见着十天的期限就要到了, 被逼无奈之下, 他才打出这张牌, 将通过百亿投资, 施压朱玉成, 再让朱玉成这个江南市首施压叶不凡。 在他看来, 叶不凡就算再牛X, 最终也要给江南市市首的面子, 不然根本无法在江南市生存。 看到两个人的神情, 朱玉成诧异地说道, 高先生, 叶老弟, 你们之前认识? 乔丽娜歪着脖子, 怨气十足地说道, 当然认识, 我几次上门请叶医生, 可是人家都是置之不理呢。 他现在恨死了叶不凡, 上次离开性灵院, 先后他看了多名专家, 想把自己的歪脖子治好。 可医院给出的鉴定结果, 这是先天的, 根本无法治疗, 否则容易伤到颈部神经, 导致终身瘫痪。 后来他又找到了回春阁, 林平涛虽然看出些端倪, 但也说这种手法太过高明, 他根本无能为力。 一怒之下他想报警, 可是法医给出的鉴定结果也是一样, 说他的脖子根本就不是伤害, 而是先天的发育畸形。 朱玉成当然不知道这些, 诧异地说道, 高夫人, 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睡觉落枕了? 乔丽娜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这不是落枕, 而是叶医生一手所为。 朱玉成感觉出了不对, 疑惑地说道, 高先生, 高太太, 你们跟我这个老弟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朱世手, 误会谈不上, 咱们就直说了吧。 高家俊说道, 只要你能让叶不凡治好我和丽娜的病, 江南市的一百亿投资一分都不会少, 马上就可以签订合同。 另外, 我还可以向江南的慈善和教育事业捐款十亿华夏币, 另外拿出十亿华夏币作为诊费。 为了能治好自己的病, 他这次确实下了血本, 一下子拿出一百二十亿, 却从没有想过自己始终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 完全是在用手中的金钱变相施压。 叶不凡冷笑道, 如果我不同意呢? 你敢! 在朱玉成面前, 乔琳娜再次变得蛮横无比, 如果你敢拒绝, 我们高家不但收回这次的百亿投资, 还会将之前在江南市的投资全部撤回。 到时候, 你就是整个江南的罪人, 看你怎么向江南市的老百姓交代, 怎么向朱尸首交代, 逼我救范是吗? 你想多了。 叶不凡一声冷笑, 我给人治病靠的是自己的双手, 自己的医术从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 高家俊沉着脸说道, 叶不凡, 我可是出十一华下币作为诊废的。 难道你还不知满足吗? 做人可不要太贪心了。 在他看来, 叶不凡之所以接连拒绝为自己看病, 就是为了贪图诊废, 想狠狠地敲上一笔。 朱玉成感受到两人之间的火药味, 赶忙劝道, 高先生, 叶老弟, 咱们有话好好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间是不是有误会? 这两边一个是江南市的大金主, 一个是救命恩人, 如果可以的话他自然想要一个圆满的结果。 是我贪心不足吗? 叶不凡冷笑道, 第一次我跟楚楚主动上门, 那可是免费给你治病, 可是你高高在上, 不把我的医术放在眼里, 将我从你家里赶了出来。 第二次, 你们派出管家乔飞, 砸烂了我的医馆, 还要将我强行绑走。 第三次, 你们依旧不知悔改, 乔丽娜带着英爪王英峰上门抓我, 随后又挟迫秦家, 解除了我女朋友秦楚楚集团副总裁的职务, 并且将她踢出秦氏集团。 第四次, 乔丽娜找来江南武道协会的顶门大弟子宋帖, 目的还是一样, 在一在二, 没有在三在四, 可偏偏, 你们高家就是这么做的, 求一从来没有一个求一的态度, 始终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 虽然医者人心, 但是医者, 也有医者的尊严, 不是什么人的病都看的。 所以, 就算说破天, 你的病我也不治。 高家有钱, 就等着到英曹地府去花吧。 高家俊先是一愣, 随后面红耳赤地对乔丽娜说道, 你是这么做的。 乔丽娜说道, 那又怎么样? 她就是一个小医生, 我们高家有的是钱, 凭什么要向她低头? 随后, 她对朱玉成叫道, 你是江南市的当家人, 只要你发话, 我不信一个小医生, 敢不给我老公治病。 叶不凡要是再不识抬举, 你就封她的医馆, 吊销她的行医资格证, 关掉她的中药厂, 看她就不就范。 一个小县城爬出来的穷小子, 有什么资格跟我们高家叫板? 屌丝逆袭, 只有影视剧中才存在, 在高家面前绝不可能。 高家俊张了张嘴巴, 但最终还是没有说话。 她虽然内心当中, 觉得妻子做得有些过分, 但是到如今, 已经无可挽回, 只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 朱玉成已经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 她似笑非笑地看着朱丽娜说道, 高夫人, 在您看来, 我应该逼迫叶小兄弟给你们治病。 那当然, 这可是一百亿的投资, 和十亿华夏币的捐款。 如果你不满意, 我们高家可以再加一倍。 乔丽娜信心十足地说道, 这么多钱, 可以顶得上江南市一年招商引资的总额了, 甚至比那还要多。 这对你来说, 绝对是一大政绩, 将来平步青云的保障。 无论为了你的个人还是江南市老百姓, 都应该让他治好我老公。 你想多了。 朱玉成的神色瞬间一变, 冷笑道, 就你们这种求医的态度, 就算我是医生, 也不会给你们治病。 高家有钱不错, 但别人也有自己的尊严, 也有自己的底线。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朱玉成宁可不要这一百亿的投资, 也不会逼迫叶老弟。 就算丢掉江南市首的帽子, 也在所不惜, 所以你们另请高明吧。 说完他对门口的秘书一百首。 小张, 宋克, 你你可想好了, 这可是一百亿的投资, 不, 我现在在追加一百亿, 可以为江南市投资二百亿。 朱玉成的表现, 显然出乎了乔丽娜的预料之外, 在他看来, 作为江南市首, 政绩第一。 而叶不凡, 又只是一个小医生, 无论如何, 是首也会选择站在他们这一边。 就算你投资一千亿, 我朱某人也不会干违背原则的事。 朱玉成神情冷峻, 再次对秘书摆了摆手。 二位, 请回吧。 小张上前二话不说, 直接将两个人赶出了办公室, 重新关好房门之后, 朱玉成说道, 叶老弟对不起, 我根本不知道, 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内情, 让你受委屈了。 没什么。 叶不凡摆摆手说道, 一些人总认为, 有钱就可以主宰一切, 习惯了高高在上, 习惯了用金钱压人, 习惯了逼迫别人屈服, 而自己明明错了, 也不低头。 朱玉成点头说道, 老弟, 这件事, 你做得没错, 我支持你。 两个人又闲聊了几句, 叶不凡离开了办公室, 回到姓名院继续出诊。 下班后, 他跟秦楚楚和安乙墨一起吃过晚饭, 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贺双双打来的。 双双, 那件事情有结果了吗? 有结果了? 贺双双说道, 事情查清楚了, 那是千年扬身属于罗家, 是罗伯在拍卖会临近结束之前, 送去参加拍卖的。 叶不凡的神色, 迅速阴沉了下来, 果然是他, 看来跟他之间的账该, 好好清算一下了。 上次悬音道姑, 虽然错绑了欧阳慧, 但目的是冲着欧阳兰来的。 那件事背后, 就隐隐约约有罗家的影子, 只可惜, 那几个死士, 全部自爆身亡, 没有查到确切的证据。 王大花上门找性灵院的麻烦, 霸王要业, 又凑巧有罗家的股份。 性灵院开业, 人妖上门求怀孕, 装吐血, 装死, 虽然没能抓到背后的主使者, 但很可能也是罗家干的。 再加上这次的千年扬身, 叶不凡觉得, 应该跟罗家, 把账好好清算一下了, 不然还真当自己是尼菩萨。 跟秦楚楚两个女人打了个招呼, 只是说自己有事要出去一下, 叶不凡就离开了别墅, 向着罗家的天堂会所赶去。 没有动用贺家和唐家的实力, 对付罗家, 有他一个人足够。 来到天堂会所门前, 发现这里一片冷冷清清, 没有了以往车水马龙的景象。 来到门前, 那里贴着一张亭业三天的告示, 怪不得会如此肃静, 原来没有对外营业。 他直接跨过大门来, 到了会所里面。 一路走过去, 发现以往灯火辉煌的各个建筑都是一片漆黑, 只有后面的广场透着光亮。 迈不来到这里, 广场正中摆着一张大理石做成的茶桌, 茶桌上放着一套精致的紫砂茶具。 罗伯正坐在桌旁边, 品着茶水, 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见叶不凡出现, 他没有任何吃惊的样子, 而是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说道, 既然来了, 请坐吧。 你是在等我? 叶不凡说着, 坐在了茶桌对面。 没错, 你比我预想当中来得晚了那么一些。 罗伯微微一笑, 仿佛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般。 他拿起茶壶, 倒了一杯茶, 送到叶不凡的面前, 到我这里便是客, 喝茶。 这茶不错, 闻起来挺香的。 叶不凡看了看面前的紫砂茶杯, 却没有动手的意思。 罗伯笑道, 你是怕我在茶水里面下毒? 叶不凡说道, 还真是这样。 你这种人,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罗伯笑道, 让到室里, 不喝就算了。 叶不凡目光灼灼地看着他说道, 最近针对性灵院的事, 都是你派人倒的鬼。 罗伯拿起茶杯, 悠然地喝了一口, 说道, 你说的是哪一件呢? 霸王要叶封你的医馆, 一闹上门闹事, 还是指那诸人参? 看来, 我猜得没错, 果然都是你在背后搞的鬼。 叶不凡说道, 你这次血本下得有点大, 别的不说, 就那诸千年阳身就花了不少钱吧。 罗伯说道, 没错, 那是三年之前, 我用三千万买回来的, 没想到升值还挺快, 到你这里, 就升到了五千万。 虽然贵了一些, 但用在你身上, 还是值得的。 可是我不明白, 你明知道这些事情奈何不了我, 为什么还要去做, 还花了这么大的代价, 目的是什么? 罗伯微微一笑, 目的, 现在不是, 已经达到了吗? 叶不凡说道, 难道说你, 做了这么多目的, 就是为了, 把我吸引到这里。 罗伯说道, 是人不下的陷阱, 不放一些诱饵怎么行, 乌诱怎么能上钩呢? 虽然知道了, 这里是个陷阱, 但叶不凡并没有太多的慌张, 神色淡然地说道, 我有些不太明白, 虽然咱们之前有些冲突, 但不至于, 让你这么处心几虑吧? 怎么不至于, 如果不杀了你, 我这辈子都寝室难安? 说到这里, 罗伯脸上的笑意, 瞬间消失不见, 换做一脸猙獰地说道, 秦楚楚是我看中的女人, 绝不允许任何人触碰, 所有碰过她的人, 都只有死路一条, 你也不会例外, 还有你接二连三地打我的脸, 扫我的面子, 转走我几个亿的滑下壁。 在江南市, 只有我罗伯踩人, 却从来没有被人踩过。 你以为我会就这么算了? 哦, 叶不凡点了点头, 我现在很好奇, 你花这么大的血本, 把我骗到这里, 杀手锏是什么? 哈哈哈哈, 罗伯一阵嚣张地大笑, 然后得意地说道, 其实你自从坐在这里, 就已经掉进了我的陷阱, 现在你有没有感觉有些头晕眼花, 四肢无力? 叶不凡说道, 没有啊, 我感觉一切都挺好的, 罗伯神色一变,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这杯茶里面放了神仙醉, 这种烈性迷药, 通过香气也能传播, 你刚刚明明闻到了茶很香, 现在应该中毒了才对, 我知道了, 你一定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 明明四肢无力, 却在这里跟我装镇定的对不对? 叶不凡看着他微微一笑, 抓起面前的茶杯, 狠狠地摔在他的脸上, 这一下力道十足, 紫砂茶杯啪的一下四分五裂, 滚烫的茶水洒了一脸, 同时直接将萝博砸翻在地, 怎么样罗大少爷, 觉得我这下算不算四肢无力, 要不要再给你来一下尝尝, 萝博从地上爬起来, 一脸不可置信地说道,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你明明已经中了神仙罪, 为什么一点事都没有? 叶不凡说道, 要说, 你这种人心机够深, 只可惜没有脑子, 难道你忘了, 我是一个出色的中医, 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 怎么可能会有效果? 他刚刚坐在这里, 就感觉到了不对, 立即分辨出, 茶水当中有烈性迷药神仙罪, 只不过这个东西对他的作用, 实在是小得可怜, 混沌真气运转, 便已经将毒素全部排出体外, 小子, 果然有些手段, 难怪接连杀了我青云宗三名弟子, 话音一落, 从黑暗处走出两名身穿道袍的老道, 相比于之前的悬婴道姑, 这两个老道的年龄更大, 看起来须发皆白, 不过精气神十足, 浑身上下散发着强者的气息, 叶不凡瞥了两人一眼, 你们是青云宗的人, 左侧的老道说道, 平道青云宗左护法张道全, 右侧的老道说道, 平道青云宗右护法李道安, 叶不凡冷笑道, 连左右护法都派出来了, 还真是阴魂不散, 张道全说道, 不然你以为呢, 难道你杀了我们青云宗三名弟子, 就这样算了, 李道安说道, 感动我们青云宗的人, 那结果只有一个, 就是死, 说得不错, 叶不凡说道, 只可惜死的人是你不是我, 玄音他们之前也这样说过, 但现在都已经死了, 这两个老道虽然修为很高, 但也仅仅是玄阶中期罢了, 还完全不放在自己的眼中, 作为童阶无敌, 甚至不需要动用悬门术法, 就可以将这两人击杀, 狂妄, 小子, 受死, 张道全一声力喝, 背后的长剑瞬间跳入手中, 紧接着化作一道银龙, 向着叶不凡刺了过来, 与此同时, 李道安脚步一滑, 来到叶不凡的身后, 手中的长剑也刺了出去, 两个人一前一后, 配合默契, 很明显擅长合击之术, 两个人虽然说得很狂妄, 其实心中, 加着一百二十分的小心, 毕竟眼前, 这人接连杀了三名青云宗的弟子, 修为肯定超乎想象, 可就算这样, 他们还是低估了叶不凡, 杀, 叶不凡一声大喝, 龙牙瞬间出现在掌心, 他丝毫没有理会背后的李道安, 而是全力一刀向着张道全砍了过去, 张道全毫不退缩, 在他看来, 凭借着自己玄阶中期的修为, 一定会将这个年轻人震退, 而后死在李道安的剑下, 可没想到的是, 他的宝剑跟龙牙对碰在一起, 紧紧发出钉的一声脆响, 非但没能将叶不凡震退, 甚至没有起到丝毫阻拦的作用, 龙牙泛起漫天刀光, 对着张道全的顶梁, 便砍了下来, 啊, 张道全没想到, 叶不凡的兵器如此锋利, 根本来不及反应, 还没等躲闪龙牙, 便带起一道血光, 瞬间将它一分为二, 与此同时, 叶不凡凭着前冲之力, 躲开了身后李道全的一剑, 在两人全力出手合击之下, 一招便斩杀了张道全, 李道安眼中闪过一抹惊恐的神色, 作为同门师兄弟, 他非常清楚师弟的修为, 跟自己不相上下, 罗伯更是震惊的无以复加, 他原本以为, 清云宗两大护法同时出手, 叶不凡必然没有生还的可能, 但结果跟想象的完全不同, 张道全竟然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叶不凡回过头来, 冷笑着看着李道安, 我早就说过, 死的人是你, 李道安神情复杂, 他的修为并不比张道全高, 刚刚两人合击都不是对手, 现在只剩下了自己一个, 结果可想而知, 突然他脚下一动, 扭头就跑, 竟然打不过, 先保住自己的小命要紧,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对于来要自己命的人, 叶不凡自然不会有任何怜悯之意, 手腕一抬, 龙牙便电闪而出, 瞬间没入了李道安的后心, 在龙牙的风锐之下, 李道安的护体真气, 根本起不到半点的阻隔作用, 扑的一下, 便被刺了得对穿, 狠狠地定在地上, 他的身体抽动, 又蹬了两下腿, 最终失去了生命气息, 叶不凡迈步走过去, 伸手将龙牙拔了出来, 闪亮的刀芒, 竟然不带有一丝血迹, 果然是把宝刀, 他回过头, 目光冷峻地向罗伯看去, 感受到他充满杀意的眼神, 和泛着寒芒的龙牙, 罗伯不由浑身一抖, 啪啪啪啪, 可就在这时, 一阵突兀的掌声在旁边响起, 没想到, 你小子的身手还不错, 难怪罗家要请我梁大少出手, 叶不凡也没有急着动手, 他回头看去, 只见一个二十左右岁的年轻人走了过来, 在他身后, 还齐刷刷地跟着十名黑衣保镖, 这十个人, 是他以往在富豪当中, 见过最具气势的保镖, 每一个都是黄街舞者, 最关键的是, 其中还有四个手中握着枪, 黑乎乎的枪口, 正对着自己, 四把枪带给自己最大的危机感, 叶不凡虽然表面上依旧淡然, 但整个人已经紧绷起来, 大脑飞速旋转, 目前他的修为, 并没有达到不具子弹的境界, 必须尽快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 同时也判断出了, 年轻人的身份绝不一般, 华夏对于枪支的管控, 是极其严格的, 就算是富家大少, 也很少敢给自己的保镖配枪, 他看向年轻人说道, 你是谁, 看到年轻人出现, 罗伯似乎又重新找回了自信, 得意洋洋地说道, 叶不凡, 这是梁海威梁大少爷, 省城梁家的人, 你以为我给你布下的陷阱, 会那么简单吗? 之所以称, 今天是必杀之局, 完全是因为有梁少, 梁海威头发打理的一丝, 布狗, 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色披风, 脸上戴着一副墨镜, 看起来完全是社会大哥的派头, 他向前走了两步, 打量了一下叶不凡说道, 小子, 原本以为用不着本少爷出手呢, 没想到你还有些本事, 叶不凡说道, 我们好像是第一次见面, 不知哪里冒犯了梁大少, 四名持枪的保镖经验丰富, 跟他始终保持着二十步的距离, 并不靠近, 这让他非常头疼, 只能虚与尾夷, 尽可能地寻找机会, 想冒犯我你还没有那个资格, 我们梁家是什么地位, 那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冒犯的吗? 梁海威一脸嚣张地说道, 实话跟你说, 这次罗家请我来也是有条件的, 首先是为了钱, 光是罗伯就给了我武艺华夏币的好处, 另外, 从明天开始, 杏林院和龙腾药业也都是我的产业, 他说话的语气极其肯定, 仿佛这件事已经彻底落实了一半, 当然了, 光靠钱还不足以惊动我梁大少, 最关键的是他, 让我看了你那两个女人的相片, 长得实在是漂亮, 本少爷很满意, 正因为他们我才答应出手, 以后他们就是我的女人了, 梁大少, 你不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吗? 而且, 这里是江南市, 你在这里随便用枪, 就没有想过后果吗? 叶不凡的眼中闪过一抹寒意, 两只手在身后快速捏动法掘, 如果仅仅是这十名黄街修为的保镖, 还不放在他的眼里, 关键是那四把枪带给他极大的压力, 要想一次性把这些人解决掉, 也只能动用术法大师的能力, 此刻他正在准备五雷绝, 稍有不对, 便用雷霆之力将眼前这些人全部击杀, 梁海薇显然不知道这些, 他一脸得意地说道, 后果, 能有什么后果? 我可是梁家的大少爷, 杀你一个小医生, 就跟碾死蚂蚁, 没有任何区别, 而且, 你知道我们梁家是什么背景吗? 可不仅仅局限于江南省, 不要以为你跟顾清城有些关系, 就能跟本少爷叫板了, 还差得远呢, 别人怕他顾家, 我梁海薇不怕, 他之所以说话如此有底气, 完全是因为梁家跟帝都司马家有些亲戚关系, 是靠着这棵大树成长起来的, 同时也是司马家的附属世家之一, 正因为这样, 他们在省城的实力跟顾家旗鼓相当, 属于江南省的顶级世家之一, 罗伯说道, 怎么样叶不凡, 彻底傻眼了吧, 就你这样一个穷屌, 非要玩屌私逆血, 非要跟我们这些上游社会抗衡, 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 今天你必须死, 你死之后, 我会把你的所有产业, 全部接收整合, 然后双手送给梁大少, 自然包括你那几个如花似玉的女人, 梁海薇哈哈一笑, 得意地说道, 在这个世界上, 不论是金钱还是美女, 谁有能力就该属于谁, 而我梁少显然比你更有能力, 比你更有实力, 所以, 你的金钱和女人必然该属于我, 是吗? 那我也是她的女人, 你要不要一起拿走? 一个清脆而又透着霸道的声音, 在旁边响起, 紧接着一个身穿红色长裙的女人, 从黑暗处走了过来, 正是虎妞司马威, 司马威长发竖成一条马尾扎在脑后, 精致的面孔在灯光的照射下, 一览无余, 性感美丽漂亮, 让每一个男人无限遐想, 再配上不堪一握的腰身, 挺拔高耸的胸口, 修长笔直的大腿, 这简直是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绝世有物, 只可惜, 脸上的冷峻和霸气, 让人有些望而生畏, 看到这个女人, 罗伯不由眼前一亮, 她知道梁海薇这人好色如命, 这也正是她能够请动这个大少爷的根本所在, 梁大少, 这女人长得真是漂亮, 我马上便让人把她抓起来, 送给大少爷暖床, 她也是个男人, 对这种女人也有着无限的欲望, 说话的眼神始终在司马威的身上游离着, 根本没有发现梁海薇的脸色已经变得惨白, 身上甚至开始瑟瑟发抖, 瞒你妹啊, 刚刚说完, 梁海薇便抡起巴掌, 狠狠地抽在她的脸上, 罗伯被打得莫名其妙, 捂着肿胀的脸颊问道, 梁大少, 您这是什么意思? 此时的梁海薇看都不看她一眼, 而是一路小跑, 来到司马威面前, 满脸谄媚地说道, 大小剑, 您怎么来了? 他们两家只是司马家的附属世家之一, 而司马威则是司马家的嫡系三代, 还是三代中的核心人物。 两人的地位天差地别, 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司马威一句话, 便能决定她在梁家的命运。 她在别人面前可以极尽嚣张, 极尽狂傲, 但此时只能跪, 天, 司马威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你是笼子吗? 刚刚我已经说了, 叶不凡是我男人。 啊? 梁海薇一脸的猛逼, 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要踩的人, 竟然跟大小姐司马威有关系, 还是她的男人。 啊你妹啊! 司马威脸上闪过一抹寒意, 抬手便是一个大嘴巴, 抽在她的脸上。 啪! 还真是反天了, 竟然连我的男人都敢动。 大小姐, 我真的, 梁海薇原本还想解释一下, 可是又一个大嘴巴接踵而至, 将她打得一个猎牵。 啪! 王八蛋, 竟然还敢带枪出来胡作非为, 你们家主知道吗? 啪! 还敢要抢人家女人, 要抢人家财产, 还真是无法无天了。 司马威每说一句, 便抽一个大嘴巴。 眨眼的功夫, 原本嚣张无比的梁家大少, 脸颊高高肿起, 再也没有了刚刚的气势。 大小姐, 求求你, 就饶过我这一次吧。 梁海薇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他知道这次的祸事惹得有多大, 只要司马威现在给他爷爷打个电话, 恐怕他马上就会被梁家除名。 抛开私自动用枪支不说, 仅仅是司马家大小姐的位置, 就足以让梁家上下奉若圣旨。 一旦失去了梁家的庇护, 不但锦衣玉食的日子没有了, 以往他得罪的那些人, 也会疯狂地报复, 到时候, 必然死得凄惨无比。 他痛哭流涕地说道, 大小姐, 我真的不知道, 叶先生是你男朋友啊? 要是知道, 胆子也不敢。 司马威一脚, 将他踹翻在地, 叫道, 你该道歉的不是我。 知道了大小姐, 梁海威赶忙转过头来, 对叶不凡说道, 叶先生, 叶大少, 叶爷, 真的对不起, 是我瞎了狗眼, 求求你就放过我这次吧。 司马威说道, 小凡, 这个不开眼的东西, 你想怎么处理都可以, 一切由我担着。 旁边的罗伯彻底看傻眼了, 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才请来的梁家大少爷, 转眼之间跪在人家面前, 跟狗一样。 他就不明白了, 想才死这么一个小医生, 为什么这么难? 自己费尽心机, 弄来的神仙最不管用, 高高在上的青云宗两大护法全死了, 现在梁家大少又成了这个样子。 到底凭什么? 凭什么走到哪里, 都有那么多女人帮他? 凭什么自己高高在上的罗家大少爷, 就弄不死他? 梁家带来的那些保镖, 站在旁边一动也不敢动, 甚至那四名保镖将枪都收了起来, 他们非常清楚, 眼前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他们能招惹得起的。 叶不凡看了看梁海威, 摆了摆手说道, 算了, 事情就过去吧, 反正他也没把我怎么样。 梁海威小鸡吃米一般的, 不停低头道谢, 谢谢叶先生, 谢谢叶先生。 他知道这个男人的一句话, 自己这条小命算是保住了。 如果叶不凡不依不饶, 以司马威的性格, 自己至少要被赶出梁家, 搞不好小命都保不住。 作为梁家的大少爷, 他并不只是一个顽固子弟, 相反头脑灵活得很, 知道现在该如何讨好眼前的男人。 从地上爬起来, 他恶狠狠地一脚将萝卜踹翻在地, 王八蛋, 你竟然让我对叶先生动手, 你他妈是不是活腻了? 他现在恨死了眼前这个家伙, 竟然让自己对付叶不凡, 这不是坑人吗? 还好没来得及动手, 真要将叶不凡杀了, 恐怕他们梁家都无法承受司马威的怒火, 可见自己的后果将会有多凄惨。 接连踹了几脚, 他还是觉得不够发泄心中的怒火, 又对旁边的保镖说道, 你们还看着干什么? 赶快给我废了这小子, 然后沉到江里喂鱼? 他非常清楚, 只有干掉罗伯, 或许才能赢得叶不凡的好感。 只要这个男人对自己满意, 随带着司马威对自己也就满意。 如果能够借机搭上司马家大小姐的关系, 那自己在梁家的地位就会轻云直上, 或许还能将坏事变成好事。 几个保镖答应一声, 一起向着罗伯扑了过去, 都他妈给我助手, 不想死就给我助手。 罗伯从地上爬起来, 一手拿着一只黑色的遥控器, 大拇指放在红色按钮上, 另一只手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他面目猙獰地叫道, 谁他妈再敢动我, 大家就同归于尽。 几个保镖有些不明所以, 立即停了下来, 一起看向主子。 梁海薇叫道, 你他妈拿个破遥控器, 吓唬谁呢? 罗伯叫道, 姓梁的。 你以为我把所有宝都压在你身上了吗? 做梦吧, 我罗某人没那么傻。 他伸手拍着旁边的那张大理石茶桌, 神色疯狂地叫道, 我告诉你们, 在这张茶桌里面, 我放了二十公斤的高爆滋药, 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 大家立即都得死, 谁也活不了。 叶不凡眉头一皱, 怪不得自己来到这里后, 随时都有一股巨大的危机感, 开始还以为来自于青云宗的两大护法。 现在看根本不是, 危机来自于这张大理石茶桌。 梁海薇神色一致, 随后叫道, 你他妈虎谁呢? 当老子是吓大的, 你说有炸药, 就有炸药啊。 罗伯叫道, 不信是吧? 要不要我按下去试试? 告诉你们, 这么多的高爆, 炸, 要, 我敢保证, 在场有一个算一个, 都得被炸成粉末。 算了, 我来处理吧。 梁海薇还要说什么, 却被叶不凡招手叫了回来。 他意识到了当前的严重性, 一旦罗伯发疯似的按下遥控器, 到时候, 大家真的就都晚了。 说吧, 你想怎么收场, 同归于尽, 不是你的目的吧? 我当然不想死, 更不想跟你这种穷屌一起死。 罗伯叫道, 想让我放过, 你们也可以, 现在你就向我跪下磕头, 再自己废掉两条腿, 然后滚出江南市, 这辈子都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司马威叫道, 姓罗的, 你不要太过分了, 拿个破遥控器吓唬谁呢? 不信是吧? 那就先给你来个开胃菜。 罗伯说完, 啪地按下了遥控器上的另一个黑色按钮,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旁边的一块井观石炸开, 站在那里的两个保镖, 立即被炸得凌空飞起, 等落到地上时已经面目全非, 再没有了半点气息。 司马威和梁海威的神色都是一变, 看来这家伙没有撒谎。 罗伯一阵嚣张地大笑, 随后神色猙獰地叫道, 怎么样? 现在信了吗? 我告诉你, 那只是个开胃小菜, 连茶桌里面炸, 要的百分之一, 威力都没有。 只要我按下这个红色按钮, 保证你们全都得上天。 全场一片寂静, 谁都不敢再碰触眼前这个疯子。 罗伯再次疯狂地叫道, 叶不凡, 听到了没有? 赶快给我跪下, 不然我们就一起死。 大家都一起看向叶不凡, 司马威虽然脾气暴躁, 虽然愤怒异常, 但在这种情况下, 却也是不敢轻举妄动。 而梁海威和他的那些保镖, 额头上都冒出了冷汗, 此刻, 他后悔得要死, 后悔听信罗恩博这个浑蛋的花言巧语, 后悔烫到这趟浑水里来。 但没有办法, 面对眼前的情况, 谁都无法解决。 叶不凡脸上闪过一抹无奈, 似乎也放弃了最后的抵抗。 你确定, 只要我跪下, 就会放过我们? 罗文博叫道, 叶不凡, 你现在根本没有和我谈条件的资格, 先给我跪下说话。 叶不凡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双膝微躯, 慢慢向地上跪去。 就在这时, 他突然看向罗文博的身后, 一脸惊喜地叫道, 双双, 你来了, 赶快开枪打他的头。 贺双双是谁, 罗文博自然再清楚不过, 更知道他跟叶不凡的关系。 他虽然处于半疯狂的状态, 但基本理智还是有一些, 猛地回头向后看去, 可刚刚转到一半, 就已经意识到上当了。 TMD, 你唬我。 他赶忙将脑袋转了回来, 可为时已晚。 就在刚刚那么一瞬间, 叶不凡屈指一弹, 一根闪亮的银针瞬间没入了他的手腕。 王八蛋, 大家一起死。 罗文博此刻已经处于一种绝望的状态, 今天没能拿下叶不凡, 还得罪了省城梁家, 就算自己活下去, 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想到这里, 他猛地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 想拉着叶不凡和司马威等人一起死。 但紧接着, 他却神情呆滞地愣在那里, 发现自己即便在用力, 大拇指依旧是一动不动, 整个右手都失去了行动能力。 一瞬间, 他意识到了手腕上的那根银针, 赶忙伸出左手去拿右手的遥控器。 而就在这时, 一道璀璨的刀光闪过。 紧接着双手一倾, 两只手臂连带着那只遥控器, 全部掉在地上。 是龙牙, 斩断了双臂, 依旧不带一滴鲜血。 叶不凡自然不会再给他任何出手的机会, 射出银针, 立即便冲了过来。 啊! 罗文博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嘶吼, 有痛苦, 有不甘, 有愤怒。 自从上次元石展会之后, 他一直精心布局, 以为凭借自己的智谋, 足够玩死叶不凡。 请来了青云中的两大护法, 请来了梁家的大少爷梁海威, 甚至不惜将自己的千年人参拿出来做诱饵。 但结果还是失败了, 一切都被叶不凡踩得死死的。 就这样, 他又怎么能够甘心? 虽然失去了双手, 但他还是愤怒地咆哮道, 只要你不杀了我, 我一定会弄死你, 那我就如你所愿。 叶不凡手腕一翻, 龙牙瞬间便切开了他的喉咙。 这种人无论如何都要除掉, 不然后患无穷。 罗文博大瞪着双眼, 带着满心的布干摔倒在地。 王八蛋, 让你他妈敢对老子用炸药? 梁海威此刻才将提着的心放到肚子里, 冲上来对着罗文博的尸体, 狠狠地又踹了几脚。 叶不凡说道, 好了, 人死如灯灭, 过去的就都过去了, 你们走吧。 谢谢叶先生救命之恩, 以后不管你有什么事, 只要一句话, 我梁海威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梁海威深深微居了一躬, 然后带着保镖离开了。 他们走后, 叶不凡弹出几道丹火, 将罗文博和另外两个保镖的尸体 一同化为灰烬, 确定在场没有留下任何破绽。 他带着司马威一起离开了天堂会所。 出门上了车, 他对司马威说道, 我们去哪? 司马威抱住他的手臂笑道, 还能去哪? 我已经开好了房间, 刚好借你提升一下修为。 作为一个男人, 叶不凡自然不会拒绝这种美艳的任务, 两个人一起开车来到司马威订好的宾馆。 两个人都是刚刚食髓之位, 干柴烈火, 进门后便立即陷入了疯狂的大战当中。 不知过了多久云亭雨些, 司马威趴在叶不凡的胸口, 一边画着圈圈一边说道, 还是这种修炼方式好, 既舒服又能快速提升修为。 几个小时时间顶, 我修炼半个月, 要是能天天跟你在一起就好了, 将来我就会成为宣源阁第一高手。 还真当我是机器啊。 叶不凡亲了他一下说道, 说正事, 你这次干嘛来了? 回来找你双修啊? 本来我的职责范围就在江南省, 当然要回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司马威嬉笑着说道, 这次回到帝都, 我将基因人的情况如实向上面做了汇报, 并将那阶段指交了上去。 上面对这件事很重视, 接连开了几次相关会议, 想要找到有效的应对方式。 哦, 叶不凡对这个并不太感兴趣。 他问道, 对了, 我托你办的那两件事情怎么样了? 有没有消息? 司马威说道, 对不起, 让你失望了。 我查阅了整个宣源阁的情报系统, 关于你和你家人的信息都没有查到。 叶不凡皱了皱眉, 脸上闪过一抹失望之色, 虽然他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但还是想着能查清自己当年的身世来源。 司马威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说来也奇怪, 按说凭借宣源阁的情报系统, 想查一个失踪儿童还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可偏偏就查不到你的身世来源。 叶不凡说道, 查不到就算了, 以后有机会, 你帮我留意一下就好。 我会的。 司马威说道, 不过你朋友的事倒是查了个一清二楚。 叶不凡的脸上闪过一抹喜色, 虽然自己的身世没查到, 但能帮助自己的好兄弟找到亲生父亲, 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是吗? 快告诉我, 大强的父亲是谁? 司马威起身拿过一个文件袋扔给他说道。 自己看, 所有资料都在这儿了。 第二天, 云顶山高家别墅, 高家俊起床后吃了药, 感觉身体舒服了许多, 乔丽娜抱着高小宝来到他的身边, 说道, 老公, 看起来你今天的气色很不错。 高家俊一边逗弄着儿子, 一边说道, 是啊, 我也感觉好多了, 好像身上也不那么疼了。 乔丽娜说道, 什么七天全身疼, 什么十天吐血, 我看那小子就是危言耸听吓唬人的, 就是想从我们高家赚钱。 我觉得也是, 高家俊刚刚说了一半, 突然感觉胸膛一阵发热, 紧接着一股热血不受控制地冲了上来, 哇的一声喷了出去, 乔丽娜一脸惊慌地叫道, 老公, 你怎么了? 你感觉怎么样? 十天吐血, 果然是十天吐血。 高家俊擦去了嘴角的鲜血, 连忙叫道, 赶快去请叶不凡, 无论花费多少代价, 都要把他请过来。 第二天一早, 叶不凡跟司马威分手之后, 并没有急着赶往姓灵院, 而是来到了最江南大酒楼。 进门后, 他找来高大强说道, 大强, 今天去给我帮个忙。 太好了, 这两天给我闲得蛋都疼, 这么大个酒楼, 也没有来闹事的。 高大强自从成为玄阶大圆满的舞者之后, 始终渴望找个高手过过招, 只可惜, 这个愿望一直都没能实现。 我这里是酒楼, 也不是武馆, 谁会总来这闹事? 叶不凡说着, 带他一起上了车, 两个人赶往姓灵院。 刚到门口, 就见一溜的豪车停在门前, 乔丽娜神色阴沉地站在大门口。 高大强说道, 小凡, 你不会是让我去对付一个女人吧? 叶不凡说道, 没有, 现在还不到你动手的时候。 说完他走到大门前, 一点细血地说道, 这不是高夫人吗? 一大早上怎么来给我们姓灵院守门了? 你的身价太高, 我们可雇佣不起啊。 乔丽娜摸出支票本说道, 姓叶的, 你说吧, 要多少钱才肯给我老公治病? 还真是财大气粗啊。 叶不凡冷笑道, 只可惜我这个人不喜欢钱, 早就跟你说了, 想让我给你老公治病, 就在姓灵院门前跪一天, 再也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乔丽娜怒道, 叶不凡, 你不要太过分了。 过分吗? 这只是我的条件, 听不听随你。 叶不凡说着, 来到他的耳边低声说道, 如果你不跪的话, 高家俊真的死了, 你可能不太好继承他的家产, 所以我劝你还是跪了吧。 你, 乔丽娜神色大变, 不过很快, 又恢复了平静。 姓叶的, 为了我老公, 今天我也是认了, 不过希望你能够信守承诺。 说完他让手下人拿过一个垫子铺在门前, 竟然就真的跪了下去。 看来你还是真的拼了呀。 叶不凡也瑜地说道, 不过你这个姿势可不行, 屁股向前挺一挺, 把头抬起来, 姿势标准一点, 为老公求一跪着, 没什么丢人的。 或许高家俊一个感动, 就把所有家产都留给你了呢。 叶不凡, 乔丽娜双眼喷火地叫道, 我现在已经跪了。 你赶快去, 给我老公治病, 不然我, 绝对饶不了你。 放心吧, 我这个人向来言出必行, 你就在这老老实实地跪着, 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会有惊喜的。 叶不凡回头对高大强说道, 我们走, 两个人又重新上了车, 向着云顶山别墅开去。 与此同时, 叶不凡又给江南医院的院长马海东打了个电话, 马院长, 我这里有件事, 想请您帮忙。 挂断电话后, 他们来到高家俊的别墅前, 此时马海东已经开着一辆医务车停在这里。 下车后, 叶不凡客气地说道, 马院长, 辛苦您了。 马海东满面笑意地说道, 没什么, 给叶医生帮点忙是应该的。 作为江南医院的院长, 他有着自己的信息系统, 刚刚听说, 眼前这个年轻人救了江南市守朱玉成。 人民医院的副院长, 就因为跟叶不凡的一个冲突, 而丢掉了自己的位子。 这还不算, 马上还要面临上面下来的突击检查, 恐怕这辈子, 要在监狱里面度过了。 正因为这样, 他对叶不凡极为恭敬, 本着能交好绝不得罪的态度, 接到电话之后, 马上按照要求, 带人赶了过来。 叶不凡说道, 那我们就进去吧。 说完, 他带着高大墙向别墅里面走去, 马海东跟另外两个医生, 提着各种各样的仪器跟在后面。 站住, 你们是干什么的? 刚到门口, 两个保镖便将他们拦在门外。 我是叶不凡, 来给高家俊治病的, 给你们十秒钟时间, 不把门, 让开我掉头就走。 作为高家的保镖, 门口的两个人, 自然听说过老板上门求医的事情, 听说是叶不凡来了, 赶忙将门让开, 把他放了进去。 刚进门, 大管家乔飞便迎面走了过来。 看到叶不凡, 他冷笑些说道, 姓叶的, 你到底还是来了? 我还以为你有种, 能永远不来呢。 叶不凡看着他笑了笑, 大管家, 你说, 我现在要因为你的一句话掉头就走, 你会不会追出来跪着求我? 你, 乔飞顿时神色一变, 但如果因为他的一句话气走了叶不凡, 恐怕他真的无法承受高家俊的怒火。 叶不凡冷冷一笑, 没再理会他, 迈步走到了高家俊居住的别墅门前, 乔飞带着几个保镖紧跟着也走了过来。 大管家, 我现在要给高先生看病, 有一点需要你配合。 我治病的时候不能有任何打扰, 马上将整个别墅里面的人员全部清空。 乔飞只能配合摆了摆手, 几个保镖立即进到楼里面, 将里面的管家保姆全部带了出来。 叶不凡看到保姆怀里的高小宝说道, 这个小朋友是高先生的儿子吗? 乔飞说道, 没错, 这是我们高家的大公子。 叶不凡说道, 我的治疗手法比较特殊, 需要在这孩子身上抽些血, 等下治病的时候用。 乔飞神色一变, 治病就治病, 干嘛要抽大公子的血? 叶不凡说道, 你治病, 还是我治病? 我说抽就是要抽。 乔飞说道, 姓叶的, 你要干什么? 来了这么多医生给高先生看病, 还从没有听说要从大公子身上抽血的。 他们是他们, 我是我, 他们治好了你们先生的病了吗? 叶不凡说道, 我也懒得跟你废话。 你要同意这个病我就治, 你要不同意我掉头就走。 无论如何, 乔飞是不敢让他离开的, 只能点头说道, 那好吧, 必须要专业的医护人员抽血才行, 而且不能抽得太多。 叶不凡没人理会他, 摆了摆手, 马海东立即让一个医生过来给高小宝抽血。 抽完血后, 他对乔飞等人说道, 你们都出去, 在我治疗完毕之前, 不允许踏入别墅一步。 乔飞说道, 那不行, 我是高家的管家, 必须在旁边看着, 不然你害了高先生怎么办? 我是医生, 不是杀手, 怎么可能害人? 叶不凡对高大强说道, 大强把门守住, 只要有人进来就给我狠狠地打。 说完他带着马海东和另外两个医生走进了别墅。 不行, 你们给我站住。 乔飞马上带人往别墅里面冲, 可刚刚走出几步, 就见一只硕大的拳头出现在眼前, 紧接着砰的一声砸在他的鼻梁上。 他的修为跟玄阶大圆满的高大强差的实在是太多了, 这一拳被打得一下子飞出去七八米, 鼻孔瞬间标出一道鲜血。 大强, 干什么? 出手这么重呢? 早就跟你说过, 打人别打脸, 就是打断胳膊打断腿, 也比打脸好啊。 叶不凡说着回过头, 迈不来到乔飞的面前, 伸出手帮他擦了擦鼻血, 不好意思乔管家, 忘记告诉你了, 千万不要招惹大强, 他发起狠来, 连我都害怕。 说完他又伸手拍了拍乔飞的脸颊, 回头走到高大强面前, 再次说道, 记住了马大强, 打断胳膊打断腿都可以, 但别打人家脸了。 知道了小凡, 谁再过来, 我就帮你咬断他的胳膊。 叶不凡带着马海东进了别墅, 看着守在门前的高大强, 高家的保镖们全都退缩了。 有这么一尊门神在这守着, 他们真的惹不起啊, 毕竟谁的胳膊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乔飞擦了擦鼻血, 眼中尽是怨毒之色, 可是没有任何办法。 刚刚那一下, 他已经感受到了两人之间的差距, 就算十个他也打不过一个高大强。 叶不凡进门后, 看到躺在病床上的高家俊, 微微一笑。 高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此刻的高家俊脸色灰白, 他似乎已经触摸到了死亡的气息, 再没有了港城大亨的高高在上。 艰难地笑了一下说道, 叶医生, 麻烦你了。 只要你能治好我的病, 什么条件都可以提。 条件的是以后再说, 我先给你治病, 本来在十天之前, 你这病很好治的, 现在就多少, 有了那么一点麻烦。 叶不凡先是给他抽了一管血, 交给门外的马海东, 回来后, 取出一颗黑色的药丸, 赛送了过去。 这是他昨天晚上, 根据高家俊的病情, 特殊炼制的药丸。 高家俊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张嘴, 吞进了嘴巴。 他现在没有任何怀疑, 如果叶不凡想要害自己, 根本用不着下毒, 只需要静静地等着就好了。 药丸下毒之后, 叶不凡又取出迎针, 让高家俊趴在病床上, 开始施针治病。 他这次行针的手法比较特殊, 从侥幸的涌泉穴开始施针, 一直刺到头顶的百慧, 一共刺出了108根银针。 当最后一根银针刺出之后, 高家俊挖的一口黑血, 吐进了面前准备的垃圾桶里面。 这黑血虽然没有什么味道, 但却漆黑如墨, 甚至说比墨汁还要黑, 看起来无比的阴森恐怖。 虽然吐了血, 但高家俊却感觉仿佛浑身上下都去掉枷锁一般, 轻松的不得了, 胸口也无比的舒畅, 再没有了之前濒临垂死的感觉。 叶不凡又出手将108根银针全部收回, 然后递给他一杯清水说道, 起来, 数数口吧。 以往连行动都需要人搀扶的高家俊, 疼得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感觉从小腹到全身再也没有了以前的疼痛。 他拿起水杯竖了竖口, 然后满脸感激地说道, 叶医生, 您真的是神医啊,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以前我看了那么多医生, 搞得麻烦无比, 却没有一点效果, 还是叶医生的医术神奇。 叶不凡说道, 你现在已经好了九成, 等一下我再给你写个方子, 按着方子吃一周的药, 就彻底痊愈。 谢谢叶医生。 高教俊又问道, 我这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 叶不凡看了他一眼说道, 你这不是生病, 而是中毒。 高家俊一脸惊诧地说道, 中毒? 这怎么可能啊? 我之前做了多次的血液化验, 没有发现中毒啊。 因为这种毒素非常特殊, 一般的手段应该看不出来, 甚至普通的中医后脉 都看不出中毒的迹象。 叶不凡说道, 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慢性毒药, 优点是极难被人察觉。 不过也有缺点, 就是说, 下毒比较困难, 要坚持长时间下毒, 才能见效。 作为港城的珠宝大亨, 高家俊的头脑自然不简单。 他立即意识到了什么? 叶先生的意思, 是我身边有内奸。 作为超级富豪, 他身边的防守严密, 想下一次毒, 就已经是非常困难了。 如果想长时间下毒, 那只能是身边的人做的。 这是必然的。 叶不凡用神石扫尸了一圈, 伸手抓起了床头的一个瓶子, 打开之后, 里面是黑色的小药丸, 倒出一粒, 碾碎了闻了闻, 问道, 这是什么东西? 高家俊说道, 这是丽娜给我特殊定制的营养丸, 里面含有多种营养元素, 长期服用能够提升人的体质。 提升体质吗? 送你去鬼门关还差不多。 叶不凡冷笑道, 问题就出在这药丸上。 你所中的毒素就在这瓶药里面。 这不可能。 高家俊疼的一下从床上跳了下来, 丽娜是我老婆, 谁害我他都不能害我。 看来高先生还挺自信的。 叶不凡微微一笑, 其实谁是那间很好找。 高先生想一想, 如果你死了, 谁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换句话说, 谁能得到你的万贯家财? 高家俊迟疑了一下说道, 如果我死了, 家产当然是传对我儿子高小宝, 只不过, 他今年刚刚三岁, 绝不可能是什么内奸。 叶不凡微笑着说道, 高先生有没有想过, 如果他不是你的儿子呢? 什么? 高家俊神色大变, 这一生当中, 最在乎的就是自己儿子高小宝。 如果不是叶不凡, 刚刚将他从鬼门关拉回来, 恐怕他现在立即就要翻脸了。 叶医生, 这点没有任何质疑, 小宝出生之后, 我亲自带他做过DNA鉴定, 这绝对是我的儿子。 叶不凡说道, 高先生, 你有没有想过, 你拿到的结果是别人希望你看到的呢? 高家俊说道, 叶医生什么意思? 叶不凡没有回答他, 而是扭头对着门外叫道, 马院长, 您进来吧。 话音一落, 手在门前的马海东推门走了进来, 手中拿着几张A4纸。 马院长, 您怎么在这儿? 高家俊两个人之前也非常熟悉。 马海东笑了笑, 高先生, 我过来给叶医生帮个忙。 叶不凡说道, 马院长, 把第一份化验结果给高先生看一看。 马海东点了点头, 将手里的一张A4纸交给了高家俊。 高家俊满心疑惑地接过来, 刚看到上面的几个大字之后, 顿时神色一变。 这是一份亲子鉴定结果, 鉴定人是他高家俊和儿子高小宝, 最后的结果更是让他大吃一惊, 高小宝跟他之间竟然没有任何亲子关系。 这,高家俊犹如被雷劈众一般, 站在那里愣了足足两分钟才回过神来。 叶医生, 马院长, 这是什么时候做的鉴定? 会不会搞错了? 叶不凡说道, 我进门后, 给你抽的那管血, 就是用于做亲子鉴定。 这是刚刚做出来的结果, 不可能出错。 马海东拿出第二张A4纸说道, 高先生, 您看一下, 这是你和高小宝的血型, 你是O型血, 而高小宝是A8型。 高家俊问道,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马海东说道, 站在医学的角度, 如果父亲是O型血, 不论母亲是什么血型, 孩子只可能是A型或者B型, 但绝不可能出现是L型。 这种结果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 您不是他的亲生父亲。 这份亲子鉴定结果, 再配上这个血型, 我可以百分百地保证, 他不是您的儿子。 高家俊说道, 可是, 小宝刚出生的时候, 我在港城已经做过DNA鉴定。 叶不凡说道, 很简单, 那份DNA鉴定是假的, 被人做过手脚, 目的就是让你相信高小宝是你的儿子。 这这不可能。 高家俊立即反应过来, 如果叶不凡说的是真的, 策划这一切的只有一个人, 就是乔丽娜。 叶不凡摆了摆手, 马海东又将第三张A4纸递了过去。 高家俊接过来之后扫了一眼, 神情再次出现了变化, 满脸的木火。 这还是一份DNA鉴定, 只不过鉴定人是高小宝和他的管家乔飞, 结果是, 两人鉴定结果是99的DNA相似度, 是亲子关系。 通俗地说, 高小宝是乔飞的儿子。 叶不凡说道, 乔飞的血也是, 我刚刚采集过来的, 顺手就给他们也做了个DNA鉴定, 结果就是现在这样。 他当然不是无敌放食, 早就通过忘记之术, 看出高小宝和乔飞两人的气息相近。 所以, 在高大强打伤乔飞之后, 用手绢采集了一些血液, 又做了一份DNA鉴定。 这怎么会这样? 高家俊随后叫道, 这不可能啊, 乔丽娜和乔飞两个人是堂兄妹,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关系? DNA鉴定都能造假, 这种关系, 又有什么惊讶的? 叶不凡说着, 拿出自己带过来的文件袋, 从里面抽出几张纸递了过去, 这是轩辕阁的调查结果。 原来司马威在调查高大强绅士的时候, 查到了高家俊, 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他顺手便又查了一下乔丽娜的绅士, 发现了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 昨天晚上, 一同交给了叶不凡。 看着手中的资料, 高家俊气得浑身颤抖起来。 原来乔飞的本名叫做马飞, 跟乔丽娜两人, 也不是什么兄妹关系, 而是多年前混在一起的情人。 由于一直在港城穷困潦倒, 后来得到了高家俊没有儿子的消息, 便一同策划了这场戏。 先是化妆成堂兄妹靠近高家俊, 而后乔丽娜骗取了大量的钱财, 在怀孕之后, 买通了医院的鉴定医生, 给出了高小榜那份假的DNA鉴定。 所以说, 这一切都是一个大骗局, 针对高家俊亿万家产的骗局。 叶不凡说道, 高先生, 现在是不是一切都清楚了? 乔丽娜想要杀死你的理由非常充分。 你死了, 他的儿子就能继承高家的亿万家产, 同时还能跟马飞两个人光明正大地凑到一起, 一家三口凭着你打下的江山过得有滋有味。 高家俊问道, 叶医生, 你这些资料是哪里来的? 此刻他已经对叶不凡的话信了九成九, 只是不明白叶不凡怎么有这些秘密的资料。 叶不凡说道, 这些东西是我凑巧得来的, 不过我可以给你保证百分百是真的。 如果您还觉得有怀疑, 可以将管家叫进来问一下。 高家俊说道, 可是, 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 我生病之后, 乔丽娜可是一直带着我四处求医, 包括这次请你上门, 也是她亲自去的。 甚至说, 就算下跪, 也要把你请过来。 她这么做目的又是什么? 跟之前下毒不是相互矛盾吗? 还真是当事者迷, 其实这一点都不矛盾。 叶不凡说道, 乔丽娜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想让你死, 而是在你死之后, 合理合法地继承财产。 这种情况下, 自然表现得要真挚一点。 越能获得您的信任, 就越好继承家产, 越不引起公司内其他人都怀疑。 这也是, 她还在我门前跪着的原因。 说白了, 这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至于为什么四处求医, 请我上门, 是因为她对这种毒素, 有着足够的自信, 认为, 即便我看出了一些端倪, 也无法将你医治。 治不好你的病, 到时候, 她既能继承高家的家产, 又能光明正大的报复我。 这是一件双雕的好算计。 高家俊闭上双眼, 从头到尾地想了一遍, 确实如叶不凡所说, 也只有这个结果, 才能解释得通。 叶不凡知道, 他还有那么一丝疑虑, 打开房门对着门口叫道, 大强, 让乔管家进来。 高大强一闪身, 将乔飞放了进来。 乔飞满心疑惑地进门一眼, 看到站在房间正中的高家俊, 震惊地叫道, 高先生, 您的病好了。 高家俊神色阴沉地说道, 怎么? 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乔飞的神色很快恢复过来, 摆出一副惊喜的神情说道, 高先生说笑了, 您能康复我高兴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会失望? 高家俊说道, 骗了我这么久。 你还想骗到什么时候, 马飞? 啊! 听到最后两个字, 乔飞压的一声叫了出来, 怎么也没想到高家俊竟然能识破他的身份。 看到他这个反应, 高家俊已经认定了一切都如叶不凡所说。 他立声喝道, 说, 你跟乔丽那两个人是怎么串通一起, 骗我的? 高小宝到底是不是你的儿子? 我,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乔飞紧张, 惊吓, 四肢都开始颤抖起来。 乔先生, 你听我解释, 我跟夫人真的没有什么, 小宝也是您的儿子, 是不是这个星夜的陷害我? 您千万不要听他一派胡言, 我真的对高家忠心耿耿, 叶不凡摇了摇头, 都这个时候了, 还想狡辩, 很不明智啊。 说完他迈步走了过去, 一手抓住乔飞的肩膀, 让他动弹不得, 一手将七根银针闪电般刺入他头顶的大雪气针定魂大法。 做好了这一切, 他回头又对高家俊说道, 高先生, 这回你问吧。 十分钟后, 高家俊将事情的真相问得清清楚楚。 一切正如叶不凡所说, 马飞和乔丽娜之前就是情人关系, 接近高家俊是他们一起做下的局。 高小宝也是他们两个人生出的孩子, 港城的DNA鉴定是花一百万买通的医生, 最近一段时间不甘心做地下情人, 所以想害死高家俊让高小宝继承家产。 至于那种慢性毒药, 是花一千万从海外的一家私人实验室买回来的最新产品, 市面上根本没有, 自然也不担心医院会化验出来。 高家俊顿时怒不可遏, 作为港城的珠宝大亨, 竟然被这对狗男女算计了这么多年, 还差点丢掉自己的小命和家产, 这让他又如何能平静的了? 高宾, 你进来。 他对着门外大声喝倒。 此时高大强已经解除了对别墅的封锁, 房门一开, 一个三十左右岁的青年男人走了进来。 这人身材高大, 气息沉稳, 一看就有着军旅历练的经历。 他叫高宾, 是高家的保安队长, 更是高家俊的心腹。 原本之前高家俊更倾向于让他做高家的管家, 只不过, 为了迁就乔丽娜, 这才任用了乔飞。 高宾进门后, 看到跪在地上的乔飞, 眼中闪过一抹诧异, 但他没有说话, 恭敬地问道, 高先生, 有什么吩咐? 高先生冰冷地说道, 把他给我捆起来, 然后处理掉, 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手脚做得干净点。 他能够在港城那种地方白手起家, 自然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做起事来雷厉风行, 而且手段很辣。 是, 先生。 高宾的眼中虽然非常震惊, 但他没有多说, 只是执行高家俊的命令。 此刻叶不凡已经收回了他的几根银针, 回过神来, 立即惊恐地哀求道, 高先生, 求求你, 求求你放过我这一次, 高家俊充满杀意地说道, 你们这对狗男女, 布局陷害我, 给我戴绿帽子, 给我下毒, 涂抹我高某人的家产, 还要害我高某人的性命, 你给我一个放过你的理由。 高宾是他的嫡系心腹, 所以没有任何避讳。 我, 乔飞面若死灰, 知道自己今天必死无疑, 只不过他心中不甘。 眼见着就要成功了, 眼见着就要获得高家的千亿资产, 眼见着就可以带着女人和儿子 拥有一辈子花不完的钱, 但这一切现在全完了。 虽然不知道叶不凡具体做了什么, 但他知道, 毁掉自己的就是这个年轻人, 不由愤怒地咆哮道, 叶不凡你给我等着, 就是做鬼,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还没等他说完, 已经被人用一条毛巾 塞住了他的嘴巴, 然后拖出了别墅。 两人出去后, 高家俊没有任何复仇后的喜悦, 相反颓然地坐在沙发上。 现在对他最大的打击 并不是乔丽娜的背叛, 也不是两个人的谋害。 而是自己真的没有儿子了。 他今年已经年尽天命之年, 就算没有毛病, 再想要孩子也不太可能。 也就是说, 他这辈子绝后了, 高家偌大的家产将后继无人。 叶不凡没有打扰他, 而是拿着一根注射器来到了房间外, 对高大强说道, 大强, 过来抽点血。 抽血干嘛? 高大强虽然有些疑惑, 但出于对好兄弟的信任, 毫不犹豫地伸出了自己粗壮的手臂。 没事, 看你火气太大了, 给你拜拜火。 叶不凡抽完血后说道, 行了, 这里没你的事了, 回酒楼吧。 哦, 高大强什么都没有说, 直接离开了高家别墅。 叶不凡跟马海东, 再一次走进了旁边的房间, 过了一会儿, 又回到高家俊这里。 高家俊依旧神情呆滞地坐在沙发上, 跟他刚刚离开的时候, 没有任何变化。 高先生, 你没事吧? 叶不凡问道。 没事。 高家俊似乎如梦初醒, 回过神来说道, 不好意思叶医生, 家门不幸, 让您见笑了。 他虽然强颜欢笑, 却丝毫看不出开心的样子, 而且, 整个人仿佛都老了十岁一般。 高小宝的事情, 对他的打击, 实在是太大了。 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杀了乔飞, 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孩子。 虽然已经确定了,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但毕竟倾注心血地养了三年, 最关键的是, 自己没有儿子。 他刚刚甚至想到, 杀了乔丽娜和乔飞, 而后将不知情的高小宝养大成人, 当作自己的继承人。 叶不凡对他的心思再清楚不过, 微微一笑说道, 高先生, 我这里有个好消息要送给你。 哦, 高家俊只是点了点头, 虽然今天保住了性命, 但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实在想不出, 还能有什么好消息。 叶不凡又递过一张A4纸说道, 您先看看这个。 高家俊疑惑地接过来说道, 这又是什么? 您看过就知道了。 高家俊接过A4纸, 只是扫了一眼, 整个人便开始激动起来, 猛地从沙发上站起, 两只手颤抖不已。 这又是一张亲子鉴定结果, 上面写着, 高大强跟他的亲子鉴定, 结果为99相似, 是他的儿子。 可很快, 他又平静下来, 目光怪异地看着叶不凡说道, 叶一声, 这个高大强是谁? 他又怎么可能是我的儿子? 高先生, 您先坐下, 听我慢慢说。 叶不凡说道, 高先生, 你有没有想过, 今天我, 为什么要上门给你诊病? 高家俊诧异地说道, 难道不是乔丽娜 请你过来的吗? 叶不凡摇了摇头, 我之前确实说过, 想要我出手给你治病, 必须要乔丽娜 在我门前跪上一天。 只不过那是之前, 之后你们高家 接二连三地 又做了这么多龌龊事。 按照我的原则, 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出手给你治病的。 高家俊问道, 那又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的好友高大强。 叶不凡说道, 大强是我的好兄弟, 从小我是孤儿, 他没有父亲,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比亲兄弟还要好。 前段时间, 我拜托了华夏特殊部门的朋友, 让他帮忙查一下 我们兄弟两个的绅士。 结果查到了, 你就是高大强的父亲, 包括乔飞的那些资料, 都是顺带着查出来的。 这, 高家俊还是犹豫地说道, 叶医生, 可是我还想不明白, 我的身体早就出了问题,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一个儿子? 叶不凡说道, 据我所知, 高先生的身体受伤 是在赶往港城之后, 之前可是好好的。 高家俊说道, 这没错, 可我还是想不出 儿子从哪来。 叶不凡看着他说道, 高先生, 难道你忘了夏子涵吗? 子涵? 高家俊猛地瞪大双眼, 一把握住了叶不凡的手, 神情激动地叫道, 你是说, 这是子涵的儿子? 叶不凡说道, 确切地说是, 你们两个人的儿子。 你当年离开武丰县后, 子涵一发现了, 自己怀有身孕, 于是将这个孩子生了下来, 并且一个人将他抚养到今天, 就是高大强。 这个结果是他结合自己 对高大强的认知, 和司马威的调查结果之后, 推出来的。 原来当年高家俊和夏子涵两个人, 是相恋多年的恋人, 只不过, 由于双方家庭的反对, 最终没有走到一起。 他一怒之下, 凤尔离开了江南市, 到岗城去打拼, 父母去世的时候, 虽然回过江南市, 却没有见过夏子涵, 更不知道, 自己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儿子。 在他的印象当中, 已经过了这么多年, 夏子涵早就应该结婚生子了。 没想到他自己一个人独处这么多年, 还养着自己的儿子。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高家俊高兴地在地上来回直转悠。 太好了, 我没有绝后, 我有儿子了。 叶不凡看着他说道, 高先生, 据我所知, 这么多年来, 子涵阿姨对你怨恨颇深。 你现在是不是该考虑, 如何去给人家道歉? 如何补偿对他们的亏欠? 对对, 你说得对。 当年抛弃他们母子, 是我不对。 我这就去向他道歉, 我一定要好好补偿他们。 突然得到这么一个消息, 高家俊感觉自己轻飘飘的, 大脑都有些不太够用了。 说着就要往外走, 叶不凡一把拉住他说道, 高先生, 您先冷静一下, 我觉得, 您还是应该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 再去上门认清。 你说得对, 是该, 先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完, 再把子涵接到家里。 高家俊用力搓了搓脸, 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说道, 叶医生, 我们先去把乔丽娜那个贱人解决掉。 性灵院门前, 乔丽娜还直挺挺地跪在这里, 虽然周围围了许多围观的人, 甚至有人用手机不停地拍摄, 但他却没有在意。 虽然下跪看起来有些丢人, 但自己这么做, 绝对会让高家俊无限感激, 等他死了之后, 所有家产必然是自己和孩子的。 想想高家俊那数以千亿计的家产, 怎么做都是值得。 至于叶不凡, 他心中并没有太多的担忧, 毕竟只是个中医。 而那种毒药是欧美西医研究所最新研制出来的, 曾经保证过绝对没有解药。 所以在他看来, 叶不凡去了也是白搭, 绝不可能治得好高家俊, 毕竟帝都那些中医国手都束手无策。 他甚至已经开始幻想将来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 可就在这时, 一个长长的车队开了过来, 为首的正是高家俊那辆劳斯莱斯。 车门打开, 看到高家俊生龙火虎地从车上走了下来, 乔丽娜大吃一惊,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叶不凡真的治好了他的病? 这怎么可能? 下车后, 高家俊大步走到乔丽娜的面前, 目光冷静地看着他说道, 怎么了? 你好像很不希望看到我。 而此刻, 高宾带着数十名高家的保镖, 将周围围观的群众全部驱散, 不允许任何人围观。 没有没有, 老公, 你的病已经好了吧? 我就是看你康复得太高兴,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乔丽娜从地上爬起来, 脸上已经恢复了以往的热情。 毕竟高家的家产都在高家俊手里, 他必须讨好才行。 至于这次没有害死, 还可以有下一次, 以后还多的是机会。 只可惜高家俊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不可能再被欺骗。 冷声说道, 失望就是失望, 没必要装得这么高兴。 老公, 你说什么呢? 乔丽娜摆出一脸极度委屈的神情说道, 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可以, 为了给你治病, 我可是什么都付出了, 甚至完全不要自己的脸面, 在这里跪了这么久。 你这么说, 会让我很伤心的。 好啊, 既然你什么都可以为我做, 那就把这瓶药吃了。 高家俊说完, 将手里那瓶药, 一下子摔在乔丽娜的脸上, 赶快吃。 乔丽娜神色大变, 这意味着高家俊已经知道, 这药里面有毒。 不过无论如何, 自己是不会吃的。 因为这种药, 除了叶不凡之外, 谁都没有办法。 而且他无论如何, 都不会给自己解毒的。 老公, 是我错了。 事到如今, 他知道无论如何, 也是瞒不下去了。 大脑飞速旋转之后, 扑通一声, 跪在高家俊的面前。 老公, 是我一时糊涂, 看在儿子的面子上,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在他看来, 只要能够暂时度过这一劫, 就可以再跟乔飞商量其他的办法。 而且, 以高家俊对高小宝的溺爱, 肯定不会把自己怎么样的。 可结果再次让他失望了, 高家俊立声喝倒。 你这个贱女人, 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 你生的那个到底是谁的? 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 什么? 乔丽娜再次神色大变, 怎么也没想到, 高家俊竟然连高小宝的秘密都知道了。 老公, 你说什么呢? 小宝可是你的儿子, 咱们做过DNA鉴定的, 你要不相信的话, 再回港城, 我可以跟你去重新进行鉴定。 重新鉴定? 还找你买通的那个医生吗? 刚刚我给港城打过电话, 那名医生已经被送进了监狱。 高家俊说着, 将最新的DNA鉴定结果, 甩在乔丽娜的脸上, 我们两个连血型都不对, 你还有何话说? 这, 乔丽娜也是个心机很深的人, 在强烈的震惊过后, 马上又恢复了理智, 扑过来抱住高家俊的大腿说道, 老公, 求求你原谅我吧, 都是乔丽那个王八蛋逼着我做的, 真的不是我愿意的。 你个贱人, 给我滚! 高家俊一脚将他踹开, 眼中满满的近视厌恶, 马飞已经将你们之间的龌龊勾当, 说得清清楚楚, 竟然还想狡辩。 啊? 听到马飞两个字, 乔丽娜彻底陷入了绝望, 他想不明白, 自己只是离开了短短的几个小时, 高家俊是如何将事情查得如此清楚的。 高家俊立声说道, 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 我不杀你, 不过你这些年, 拿了我们高家那么多钱财, 又对我涂财害命, 这辈子, 就等着在监狱里面过吧。 这一刻, 一阵警笛声响起, 十几名治安警, 直接将乔丽娜带上警车。 叶不凡看着杀猪般哭嚎的乔丽娜, 摇了摇头, 这种人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不值得半点可怜。 处理完家里的事情之后, 高家俊对他说道, 叶医生,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 不然我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我这没什么, 你还是想想, 如何补偿大强和子涵阿姨吧。 叶不凡说道, 子涵阿姨这么多年没有结婚, 想必心中还是没有忘了你, 想要得到他们的原谅可不容易。 高家俊说道, 是啊, 我欠他的太多了, 不过你放心, 我会好好补偿他的。 无论如何, 我也要取得他们的原谅, 一家人团聚。 他此刻心中确实非常感慨, 一直以来, 他都以为会跟乔丽娜白头到老, 可没想到这女人蛇蟹心肠, 不但想要谋夺家产, 还要想把自己害死。 而夏子涵却截然相反, 这些年, 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存在, 但只是一个人默默地自己抚养儿子, 从来没有找自己索取过什么。 高家俊从叶不凡这里, 拿到了最江南大酒楼的地址, 然后带着人离开了。 他没有邀请叶不凡一同过去, 总觉得像老婆儿子道歉这种事, 由外人再有些不太舒服。 叶不凡回到驿馆, 开始给病人诊病, 可是刚刚过了一个多小时, 高家俊灰头土脸地走了进来。 此时的港城大亨, 跟一开始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去的时候西装革履, 意气风发。 现在是头发如同鸡窝一般, 脸上还带着几道被抓破的血痕, 身上的西装更是变成了乞丐装。 叶不凡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将他拉到旁边的房间说道, 高先生, 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子涵阿姨把你打出来了? 大强也不认你这个点。 是啊, 叶医生, 你真是什么都知道。 高家俊一脸尴尬地说道, 大强的态度还好一些, 可是子涵根本就不接受我, 直接把我赶了出来。 叶不凡说道, 高先生, 二十几年了, 你欠了人家这么多, 子涵阿姨就是有点火气, 也是应该的。 是啊, 这点我是知道的, 所以他打我的时候我都没有反抗, 以为发泄完之后能好一些, 可没想到还把我赶了出来。 高家俊一脸急切地说道, 叶医生, 我真是没有办法了。 你跟大强和子涵他们关系好, 要不帮我说说情? 只要你能帮我这一次, 我高某人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 他这几天实在是大喜大悲经历的太多了, 先是病重, 眼见着就要死去, 随后自己的病被治好了, 却发现, 儿子不是自己的, 老婆也不是自己的。 正当陷入绝望的时候, 又发现自己的初恋始终未婚, 这还有一个大儿子, 这又让他欣喜若狂。 结果成仙去败幸而归, 又陷入了低谷, 不论是夏子涵, 还是高大强都不认他。 而眼前这个年轻人, 再一次成了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叶不凡说道, 高先生, 我虽然跟大强是兄弟, 子涵阿姨对我也很好, 但这种事, 我真的帮不上, 只能靠你自己。 高家俊极切地说道, 道理我懂, 可是你总要帮我想想办法, 现在他们连门都不让我进。 那好吧。 叶不凡说道, 你跟我讲一下, 刚刚是什么情况。 你是怎么上门赔礼道歉的? 他之所以答应帮忙, 最主要还是, 看在高大强的面子上。 好兄弟能一家人团聚, 终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高家俊说道,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我直接让人将整个酒楼都包了下来, 然后准备了一百亿的现金支票, 高市集团所有股权的转让合同。 按照我之前的打算, 将所有的股份都转到大强名下, 毕竟他是我的儿子。 那一百亿支票, 算是给子涵的零用钱, 叶不凡听得眉头皱起, 说道, 高先生, 你亏欠了他们母子那么多年, 你觉得这是能用钱抹平的? 高家俊急道, 我没有那个意思, 可是我现在能表达的只有这些, 我除了钱之外, 什么都没有。 叶不凡说道, 可是你给人的感觉, 就是在拿钱砸人。 你有没有想过, 以你的名气, 和在媒体上曝光的程度, 子涵阿姨能不知道你的存在吗? 能不知道你现在很有钱吗? 如果他在乎钱的话, 早就去找你了, 怎么可能默默无闻得过这么多年? 高家俊一脸茫然地说道, 那是我做错了, 那当然, 你带了这么多保镖去, 还将整个酒楼清场, 在别人眼中, 就是在显示自己的势力, 显示自己的派头, 显示自己的高高在上。 而你展现出来这些东西, 都不是子涵阿姨和大强想要的。 高家俊拉着他的手, 热切地说道, 叶医生, 你一定要帮我, 只要你能让他们母子认我, 让我做什么都行。 叶不凡说道, 其实最好的办法, 就是你用后脸皮软磨硬泡, 慢慢去感化他们, 日子长了就好了, 毕竟血浓于水, 你们终究是一家三口。 高家俊说道, 不行啊, 我这人是极脾气, 孩子都已经二十几岁, 我真的等不了了。 叶不凡说道, 那好吧, 我就帮你, 不过, 你什么都要按照我说的做。 高家俊不停地点头说道, 可以可以, 只要能让他们娘两个原谅我, 我做什么都行。 那好, 我陪你去一趟, 不过在这之前, 你要做几件事, 首先将你的保镖都散了, 收起, 你赶成大亨的派头。 高家俊说道, 没问题, 这点我能做到, 还有什么? 叶不凡又说道, 把你这套衣服换了, 换成普通人的装束, 越普通越好。 高家俊回头对高斌说道, 听到了没有, 赶快给我去买, 买那种便宜的地摊货。 高斌答应一声, 转身跑了出去。 叶不凡说道, 这是最基本的, 能让子寒阿姨不讨厌你, 但要想让他原谅你, 还要再做一些准备。 你想一想, 该带些什么礼物, 你那个股权转让书和支票就算了。 高家俊说道, 不送支票那送什么? 别墅和车吗? 高先生, 能不能不要满脑子都是钱, 钱是好东西, 但子寒阿姨明显不在乎这个。 叶医生, 那你帮我想一想, 该送什么礼物好? 我真的不知道。 叶不凡说道, 你想一想, 当年你跟子寒阿姨在一起的时候, 他最喜欢什么, 你就送他什么。 他喜欢什么? 高家俊努力地想了想, 突然眼前一亮说道, 子寒那时候会吹笛子, 最喜欢的就是笛子。 过生日的时候, 我曾经送过他一只竹笛。 当时我还跟他说, 等我将来有钱了, 一定送一只玉笛给你。 只可惜这么多年了, 物是人非, 我确实是有钱了, 却没有实现当年的诺言。 叶不凡说道, 那这礼物不就有了? 高家俊说道, 可是我现在到哪儿去找玉笛啊? 那东西, 不是有钱马上就能买到的? 我这里刚好有一只, 你拿去用吧。 叶不凡说着, 将他从田圣那里, 抢来的玉笛拿了出来。 太好了, 叶医生谢谢你, 你支持我的贵人。 高家俊喜笑颜开地, 将玉笛拿到手里。 这时, 高斌也把衣服买了回来。 换好衣服, 虽然看起来, 没有了之前的富贵逼人, 却多了一分朴实和平易近人。 他遣散了保镖, 拿着玉笛跟叶不凡, 一起向着最江南大酒楼赶去。 高家俊上了叶不凡的车, 两个人刚刚开出去不远, 他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电话接通后那边说道, 你好高先生, 我是朱世首的秘书, 想跟您确定一下100亿投资的事情, 您到底是投资还是撤资? 原来按照之前的约定, 明天江南市将举办一个大型的投资仪式, 可到现在, 高家俊的态度还没有明确, 所以, 朱玉成让秘书打个电话确定一下。 朱玉成说道, 你把电话给朱世首, 我跟他说, 那好, 您稍等, 秘书将电话给了朱玉成, 高家俊说道, 老朋友, 告诉你个好消息, 刚当叶医生已经彻底治愈了我的病情, 我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这次, 我在江南市的投资不但可以敲定, 同时再翻一倍, 我决定投资200亿。 听到这个消息, 朱玉成真是震惊, 随后便是兴奋, 喜笑颜开地说道, 那真是恭喜你了。 对于他来讲, 100亿的投资真的非常重要, 几乎相当于江南市年投资额的总和, 之前之所以拒绝, 完全是看在叶不凡的面子上。 现在形势突变, 不但100亿的投资保住了, 而且还翻了一倍, 这绝对是个莫大的政绩。 虽然不明白叶不凡怎么突然改变了主意, 但无论如何, 都是天大的喜事。 两个人又简单地说到两句, 便挂断了电话。 江南市, 田家别墅, 田圣此刻正神情恭敬地站在一个年轻人的面前。 田家的三代子弟当中, 最出名的有三个, 一个是大小姐田如意, 一个是大公子田破君, 另外就是田圣。 他是靠自己的顽固出名, 而另外两个人则是靠自己的能力和才华, 是江南市年轻一代当中的杰出人物。 此刻在田圣面前的, 正是他大哥田破君。 大哥, 我已经查清楚了, 那小子叫叶不凡, 是江南医科大学的学生, 现在有一家酒楼, 一家药厂, 和一个医馆。 田破君撇了撇嘴, 不屑地说道, 我咋有你这么一个没用的弟弟, 竟然被一个小医生, 踩成这个样子。 田圣说道, 大哥, 这不怪我, 是那小子身手太好了, 所以, 你一定要帮我, 不然我咽不下这口气。 为了我们田家的脸面, 也要狠狠地教训这小子一下, 不然以后, 田家还如何在江南省立足。 田破君气势十足地说道, 这样吧, 你现在, 带人去把他的酒楼砸了, 再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顺带着把被抢走的东西拿回来。 田圣说道, 大哥为什么是砸酒楼, 不是砸医馆呢? 听说信业的小子, 每天都在医馆泡着。 一个破医馆, 能值多少钱? 还是准备装修的破烂货, 不管他在哪, 酒楼被砸, 马上就得回来。 我知道了大哥。 田圣说道, 可我手下的人不是他的对手。 作为田家出名的顽固子弟, 他手里可支配的资源少得可怜。 而田破军不同, 作为田家的嫡系第三代, 未来的接班人手中掌控着田家大半的实力。 这好办, 我给你派十个贴身保镖, 再让突就跟你一起过去。 田破军说道, 好好教训那小子一下, 但记住不要闹出人命, 不然不太好收场。 谢谢大哥。 田圣满心的欢喜, 突就是他们田家请来的有数高手之一, 修为已经达到了玄阶初期。 在他看来, 只要突就出手, 自己一定能把叶不凡踩得死死的。 叶不凡, 你等着老子来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他狠狠地握了握拳头, 然后带着秃鹰和一重保镖, 向着最江南大酒楼赶去。 他离开后, 田破军想了想, 似乎觉得有些不太放心, 摸出手机, 又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张署长, 我弟弟带人去江南大酒楼了。 你找些人帮我去照看一下, 在车上, 叶不凡正不停地, 教着高家俊等一下如何去做。 高先生, 按照我的办法, 等一会儿, 你要受点委屈。 高家俊拍着胸口说道, 没事没事, 只要能追回他们娘俩, 让我做什么都行。 是这样, 等一下你先按照正常的节奏走, 送上礼物低头道歉。 如果最终还不能赢得子涵阿姨的原谅, 那就用苦肉计。 叶不凡说着, 将两个血包递了过去。 这是从那个碰瓷儿的一闹身上拿来的。 等到时候, 我就跟子涵阿姨和大强说, 您的病根本没有治好, 只剩下了三天好活, 现在完全就是回光返照。 这么多年了, 子涵阿姨肯定没有忘了你, 不然也不会一直单身不嫁人。 如果听说只剩下了三天的寿命, 肯定会原谅你的。 高家俊迟疑地说道, 这个办法好是好, 可是三天以后怎么办? 叶不凡白了他一眼说道, 都进了门。 如果三天你还搞不定阿姨, 那你就买块豆腐撞死的了。 懂了, 我懂了。 高家俊连连点头, 然后将两个血包藏在胸口的口袋里。 两个人来到最江南大酒楼, 静止来到顶屋。 高大强母子来到这里之后, 收拾出一个房间, 一直就住在这里。 来到门前, 高家俊敲了敲门, 就听房间里面有人怒道, 姓高的, 你还有完没完啊? 赶快丢滚。 叶不凡说道, 子涵阿姨, 是我, 小凡。 哦, 小凡啊, 我还以为那个死鬼又来了。 夏子涵说着打开房门, 却一眼看到叶不凡旁边的高家俊, 脸色顿时又冷了下来。 姓高的我告诉你, 别说把小凡找来, 就是把天王老子找来, 也不行, 你赶快丢滚。 高大强也跟着走了出来, 不过一直站在母亲身边没有说话, 虽然他对高家俊也没什么好印象, 但终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高家俊满脸对笑地说道, 子涵, 我是来真心向你们母子道歉的, 这些年确实是我不对, 我对不起你们娘俩, 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好不好。 夏子涵此时才看清他的装扮, 没了油光, 闪亮的老板发型, 也没了昂贵的西装, 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休闲装, 腰上也没了那条奢侈品图标的皮带。 这让他立即感觉普通了许多, 也跟着谦和了许多。 刚刚高家俊上门, 最让他看不惯的, 就是一副拿钱砸人的嘴脸。 见他的神色缓和了一点, 高家俊连忙说道, 子涵, 你看, 这是我带给你的礼物。 说着, 他将那只玉笛递了过来。 当年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曾经答应过, 送你一只玉笛, 现在我兑现诺言了。 看到这只翠绿色的笛子, 夏子涵脸上闪过一抹复杂的神色, 但并没有伸手接过来。 而是说道, 用不着, 我已经很多年不吹笛子了。 嘴里虽然这样说, 但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 当年两个人在一起的情景。 当时他特别喜欢吹笛子给高家俊听。 高家俊正要在说什么, 突然楼梯口传来一阵错乱的脚步声, 紧接着十几个人冲了进来, 为首的正是田圣。 九楼的顶层, 原本是不招待客人的, 所以, 这里很安静, 田圣的突然到来, 打断了高家俊的表白计划, 这让他非常不满。 他扭头看着这些人说道, 你们是谁? 来干什么的? 作为港城珠宝大亨, 走到哪里都是做上贵宾, 自然不会将这些人放在眼里。 田圣一眼, 看到了他手中拿的笛子, 叫道, 姓叶的, 你竟然敢用老子的笛子送人? 他对身后的保镖一摆手, 上, 把老子的笛子抢回来。 他原本就跟高家俊不熟, 况且现在的高家俊换上了普通人的衣服, 看起来跟一个半大老头没什么区别, 没有半点港城大亨的气势。 看到这些人的突然到来, 叶不凡心中一动, 又有了新的主意。 田圣, 你不要乱来, 我告诉你, 有些人你得罪不起。 我得罪不起? 简直是笑话。 在江南市, 还有我田某人得罪不起的吗? 田圣又对手下的保镖叫道, 把笛子抢回来, 再给我狠狠教训这个老家伙。 他觉得自己今天已经彻底掌控了局势, 所以没急着对叶不凡下手, 决定先教训一下眼前这个半大老头子再说。 眼见着这些人向自己冲过来, 高家俊顿时大怒, 我看谁敢? 他当年做过保镖, 也有些伸手, 就要跟这些人动手。 而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计划有变, 这个苦肉计更真实, 让他们打标反抗, 把笛子护住了就行。 听到叶不凡的指示, 高家俊立即放弃了抵抗, 一只手抱头, 一只手将那只玉笛死死地护在胸前。 刚刚做出反应, 那些保镖便冲了过来, 对着高家俊拳打脚踢。 有两个保镖冲过来, 想要抢那只玉笛, 可是他无论如何都不放手, 最终被打倒在地。 眼见着这个老头子如此倔强, 田圣再次叫道, 打, 被我狠狠地打, 打到他放手为止。 说完得意地向叶不凡看去, 在他看来, 叶不凡一定会出手阻止的。 但让他意外的是, 叶不凡只是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 嘴角似乎还带着一丝笑意, 没有任何阻止的意思。 眼见着高家俊被这些人围殴, 夏子涵和高大强的神色都有了变化。 特别是高大强, 怎么说, 这也是他的亲生父亲, 总不能眼看着被别人殴打, 但母亲没有发话, 他也不好上前动手。 夏子涵叫道, 你们是什么人? 凭什么打人? 赶快住手! 田圣嘴角挂着一抹冷笑, 嚣张地叫道, 老子想打谁就打谁, 还要为什么? 他又对手下的保镖, 叫道, 赶快把笛子抢过来, 别给我打坏了。 高家俊趴在地上死命地护着笛子, 嘴里叫道, 这是我, 送给我老婆的礼物, 就是打死, 我也不会给你们的。 田圣一听暴跳如雷, 骂道, 糟老头子还跟我嘴硬, 打, 给我狠狠地打。 那些保镖一听, 顿时加大了手脚上的力道, 拳拳到肉, 打得越发的起劲。 叶不凡看火后差不多了, 再次偷偷地传音道, 高先生, 该吐血了。 听到指示后, 高家俊偷偷将一个血包塞进嘴里, 在一个保镖一脚踹在后背之时, 哇的一声, 吐出一大口鲜血, 喷在手中的笛子上。 吐血地叫道, 这是我, 送给我老婆的礼物, 就是打死我, 也不会给你们的。 叶不凡微微笑了笑, 这老头, 还挺会给自己加戏的。 眼见着高家俊被打得吐血, 夏子涵再也忍不住了, 冲上来叫道, 你们赶快给我助手。 见母亲动手, 高大强再没有任何迟疑, 上前一拳将为首的保镖打飞, 随后三拳两脚, 将这些人全部放倒在地。 夏子涵上前将高家俊扶了起来, 紧张地说道, 家俊,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只可惜弄脏了你的笛子。 高家俊说着, 微微笑了笑, 露出满嘴沾满鲜血的牙齿, 随后又伸手在笛子上擦了擦, 看起来是要将笛子上的血迹擦干净, 可是越擦越多, 将大半只笛子都染成了红色。 夏子涵哪里知道这是血包里的血, 哽咽着说道, 高家俊, 你怎么那么傻? 就一只破笛子给他们, 不就得了? 不行,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 我再也不能失信, 就算是死, 也不会给他们。 高家俊说着身子一软, 靠在夏子涵的怀里, 叶不凡心中暗道, 这老头的演技, 不去拿奥斯卡真的可惜了。 眼见着手下人被放倒在地, 天圣神色一变, 怪不得说我惹不起, 原来这大个子是个高手, 不过, 你以为这样就能吓住我吗? 还差得远呢。 他对身后叫道, 突救, 该到你动手了。 叫突救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 身材又高又瘦, 头顶是光秃秃的, 只有耳朵两侧, 还有一些头发, 两只眼睛放着胸光, 看起来凶狠无比。 这家伙动手向来阴狠无比, 吃人都不吐骨头, 所以才被江湖上起了个突救的外号。 小少爷, 你放心, 马上我就把这大个子的骨头全部捏碎。 突救说完, 迈步向着高大强走了过来, 他丝毫没将眼前的大个子放在眼里, 以为刚刚靠的只是伸强体壮罢了。 大个子, 去死吧。 说完他伸出干瘦的手爪, 向着高大强尖头的锁骨抓了过来。 这一下又快又狠, 眨眼之间, 便抓住了高大强的尖头。 突救嘴角泛起一抹得意, 终究是个空有一身力气的废物罢了, 在自己面前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 手上一用力, 想掐断高大强的锁骨, 直接将他废掉。 可没想到的是, 他的右手仿佛掐中了铜墙铁壁一般, 不论如何用力都无法突破半分。 他当当是玄阶初七, 而高大强是实打实的玄阶大圆满, 修炼的还是炼体功法, 身体强悍的比钢铁还硬, 哪里是他能撼动的? 老东西, 你还差得远呢? 高大强说着一抬手, 将突救的手抓抓在掌心, 紧接着咔嚓咔嚓的鼓劣声传来, 一只手竟然被硬生生地捏断。 啊! 突救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另一只手闪电般攻出, 掐向高大强的哽嗓咽喉。 结果还是一样, 高大强没有任何躲闪, 但他的那点修为根本无法造成半点伤害。 相反又被抓住了左手, 紧接着又是咔嚓咔嚓的鼓劣声传来。 啊! 俗话说食指连心, 整个手骨都被捏碎, 突救痛彻骨髓, 再也顾不得高手的颜面, 杀猪般地惨叫起来。 仅仅一个照面, 高大强便废掉了突救的两只手, 随后一脚踹在他的小腹上, 将他踢飞出去。 这, 田圣看得目瞪口呆, 一脸的猛逼, 满心地以为自己请来大哥身边的高手, 可以把叶不凡收拾得服服贴贴, 可没想到, 这么快便败在这个大哥子手里。 高大强收拾了突救, 又迈不向着田圣走了过来。 你干什么? 你不要过来! 田圣吓得脸色惨白, 不停地向后退去, 直到撞在身后的柱子。 而就在这时, 又是一阵脚步声在楼梯口处响起, 紧接着有人叫道, 不许动, 都给我老实点。 大家一起向楼梯口看去, 只见七八个治安警冲了上来, 为首的是一个三十左右岁的青年警察。 田圣立即认出了来人, 东城区警察分署的副署长张海斌, 他大哥田破军的老朋友。 张署长, 你可来了, 这几个家伙打伤了我的手下, 赶快把他们抓起来。 说完他指向旁边的突救, 你看, 把人都打成这样了, 一定要严惩他们。 夏子寒叫道, 还讲不讲道理了, 明明就是你们冲到酒楼来闹事, 我儿子是正当防卫。 张海斌本就是来给田家帮忙的, 哪里会听他的解释, 立即叫道, 打了人还敢狡辩, 都给我抓起来。 他扭头对田圣说道, 都是谁动的手。 这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田圣说, 抓谁他就抓谁。 田圣自然会议, 抬手指向叶不凡, 高大强, 甚至连高家俊也算在了其中。 他们几个都动手了, 一起都抓起来。 张海斌对手下人一摆手, 听到没有, 把这些蓄意伤害的狂徒都抓起来。 高家俊正靠在夏子涵的怀里享受着, 眼见着这些人又来捣乱, 立即挺起胸膛叫道, 我看你们谁敢, 知道我是谁吗? 可还没等他说完, 叶不凡的声音又在他耳边响起, 让他们抓, 不然今天的事情还没算完。 张海斌冷笑道, 糟老头子, 那你说说, 你是谁? 得到叶不凡的提示, 高家俊没有爆出自己的身份, 而是指着夏子涵说道, 我是他男人, 是我儿子的爸爸。 好牛逼的身份, 都要吓死我了。 张海斌不懈地一笑, 赶快动手, 都给我靠起来。 七八个治安警一拥而上, 给叶不凡三个人都戴上了手铐。 高大强虽然身手强悍, 但在叶不凡眼神的制止下, 也忍了下来, 任由他们靠上了自己。 张海斌大手一挥, 都给我带走。 眼见这几个人都被抓了, 夏子涵慌忙叫道, 你们你们凭什么抓人啊? 赶快放我儿子。 不过他只是一个普通妇女, 面对凶神恶煞的治安警, 可不敢做什么。 张海斌叫道, 喊什么喊? 要不是看在你是个女人, 把你也抓走。 说完他带着众人向楼下走去, 夏子涵刚要追上去。 这是耳边响起叶不凡的声音。 子涵阿姨, 你不要过来, 过来也没用。 去找猪尸手帮忙, 不然我们真的就要完了, 现在就去, 越快越好。 哦。 夏子涵知道自己, 确实做不了什么。 等张海斌等人离开后, 立即急匆匆地赶往猪尸手的驻地。 来到大门前, 两个门卫拦住了他, 问道, 干什么的? 你找谁? 我找猪尸手。 有预约吗? 没有, 可是我儿子被抓起来了。 夏子涵急切地说道, 所以我要见猪尸手, 请他帮忙。 门卫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你这人没毛病吧? 儿子抓了就找尸手, 要都是, 你这个样子, 尸手还干不干工作了? 我, 夏子涵也知道自己这个理由, 有些站不住脚。 犹豫了一下之后说道, 一起被抓的, 还有孩子他爸。 那又能怎么样? 门卫不屑地说道, 赶快走吧, 不要在这里捣乱。 这样子还咬了咬嘴唇, 事到如今也只能搬出高家俊的名号。 他说道, 我男人是高家俊, 港城的珠宝大亨高家俊。 什么? 你说什么? 门卫打量了他一下说道, 你是不是精神有问题? 高家俊怎么可能是你男人? 夏子涵急切地说道,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麻烦你通报一下, 我想见猪尸手。 门卫说道, 不行, 尸手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夏子涵叫道, 求求你了, 我真的很着急, 着急也不行, 两个人正在争执, 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 正是猪尸手的秘书小张。 看到夏子涵之后他问道, 怎么回事? 在这里吵什么? 门卫赶忙说道, 张秘书, 这个人非要见猪尸手, 还说, 他是高家俊的老婆。 小张打量了一下夏子涵说道, 你到底是谁? 高家俊的太太, 我是见过的, 不是你。 是这样的, 高家俊是我儿子的爸爸。 夏子涵一时间也没表达得太清楚。 张秘书说道, 什么乱七八糟的, 赶快走吧, 这里不是你闹事的地方。 夏子涵急切地说道, 高家俊真的是我男人, 是叶不凡让我来的。 叶不凡? 张秘书原本是要离开的, 听到这三个字之后, 又回头问道, 说的是叶医生。 是啊, 就是他, 他也被警察署的人抓走了, 临走之前, 让我来找朱尸首的。 张秘书可是非常清楚, 叶不凡在朱玉成那里的地位, 听说他也被抓了, 赶忙带着夏子涵来见朱玉成。 进了办公室, 张秘书说道, 尸首, 这个女人说叶医生被抓走了, 要过来找您。 朱玉成正在看一份见, 听到这话, 立即放下问道, 大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清楚, 夏子涵将事情的经过和他与高家俊的关系, 快速地讲了一遍。 最后说道, 我不知道那些都是什么人, 反正后来治安景把小凡, 我男人和我儿子全部抓走了, 小凡临走之前让我来找你。 什么? 你说治安景不但抓走了叶不凡, 还抓走了高家俊? 朱玉成腾的一下从办公桌后面站了起来, 原本高家俊答应给江南市投资200亿, 他高兴得不得了, 正在筹备明天投资的启动仪式。 可这时候人被抓起来了, 真要惹怒了这位港城大亨撤回这200亿的投资, 那可是整个江南市的损失。 另外, 叶不凡可是他的救命恩人, 刚刚承诺过在江南市不会受任何委屈, 转眼之间便被抓进了警察分数, 这不是打他的脸吗? 他问道, 知道是哪里抓的吗? 夏子涵说道, 听说是东城区警察分数的人。 朱玉成神色阴沉地对张秘书说道, 马上被车, 跟我一起去东城区警察分数, 同时给王建峰打电话, 让他也一起过去。 城东区警察分数, 叶不凡三个人被直接带进了一间讯问室, 并没有分头关押, 而是直接关在了一起。 讯问室的后墙上写着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八个大字, 旁边挂着几根电棍和橡胶棍, 正中放着一张铁凳子。 由于凳子只有一张, 进门后一个青年治安警对三人喝道, 老师店都给我蹲下, 特别是你, 那个大个子赶快蹲下。 高大强不满地说道, 我又没犯法, 为什么要蹲下? 小子, 还敢嘴硬了是不是? 青年治安警大怒, 我让你蹲你就蹲, 哪那么多废话? 高大强脾气倔强地说道, 我就不蹲。 小子, 我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 青年治安警说着过来, 一脚狠狠地踹在高大强的膝盖处。 正常来讲, 这里是人体的关节脆弱处, 一脚踹上去, 不要说蹲下就是跪下, 都是有可能的。 但高大强注定不正常, 他这一脚踹上去, 如同击中了铜墙铁壁一般, 一下子扭伤了脚踝, 熬得一声惨叫起来。 王八蛋, 你这是铁柱的不成? 青年治安警捂着脚踝, 疼得呲牙咧嘴。 高家俊说道, 你们随便抓人, 明明就是那些人上门闹事, 你们去抓我们, 还有没有点道理? 不服是不是? 现在老子就让你们服? 青年治安警火气上涌, 一瘸一拐地来到墙边, 伸手摘下一根电锥棍。 打开按钮, 一条一尺多长的蓝色电弧, 噼里啪啦地闪烁出来。 小子, 我看你扛不扛电。 说着他就要去电高大墙, 这时房门一开, 田圣和张海斌从外面走了进来。 算了, 等一下再收拾他们。 张海斌制止住了青年治安警, 然后将几份材料趴地摔在桌上, 对三个人说道, 你们三个, 赶快过来把字签了。 真没看出来, 这里的办公效率真是高啊, 一句话都没问我们, 口供就已经做完了。 叶不凡说着, 拿过一份材料看了看, 刚好是自己的, 上面基本的意思是, 自己和高大墙三个人阴谋串通, 故意伤害田圣。 他放下材料, 一脸细血地说道,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 明明是他带着人打上我的酒楼, 却成了我们三个人阴谋伤害。 难道我们是诸葛亮? 知道他, 要去我家闹事。 张海斌也不生气, 冷笑着说道, 小子, 你说的太多了, 直接签字就是, 说那么多废话有什么用, 只能让你们皮肉受苦。 此刻高家俊也看完了自己的那一份, 他伸手便扯了个粉碎, 啪的一下摔在地上说道, 你们这些人, 就是这么对待老百姓的。 张海斌顿时神色一变, 连口供都敢撕, 找死是不是? 看来我还是对你们太温柔了。 田圣跟着教导, 就是, 这种人就是剑骨头, 必须给他们点利害尝尝。 张海斌对几个手下一摆手, 给我好好招待一下。 话音一落, 那几个人, 有的拿下来电锥棍, 有的拿下来橡胶棍, 一起凶神恶煞地扑了过来。 高家俊怒道, 我看你们谁敢, 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高家俊。 张海斌细血地说道, 高家俊又怎么了? 真以为跟港城大亨一个名字, 就了不起了。 虽然高家俊爆出了自己的名号, 但他并没有多想, 毕竟眼前这老头穿着实在是太普通了, 怎么也跟港城十大首富挂不上边。 高大强叫道, 我爸就是港城的高家俊, 昆鹏集团的董事长, 经历了刚刚的这么多事。 他在心里上, 已经认同了高家俊是自己父亲的事实。 张海斌几个人, 先是神色一变, 随后哈哈大笑起来。 田圣讥讽地说道, 真TM太能吹牛逼了, 就这骚老头子, 要是昆鹏集团的董事长, 那我爸就是世界首富。 听到儿子叫自己爸爸, 高家俊神色一喜, 心中满满的都是幸福, 看来叶不凡的苦肉计已经成功。 他对几个人叫道, 我就是港城高家俊, 把我抓来, 你们会后悔的。 张海斌叫道, 行了, 别在这儿跟老子虚张声势, 赶快签字, 不然有你们苦头吃。 高大强说道, 这些事根本就不是我们做的, 凭什么要签字? 凭什么? 就凭这个。 刚刚受伤的青年治安警, 已经失去了耐心, 拿着手中的电锥棍, 狠狠地朝着高大强戳了过去。 但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 高大强依然无惧, 一伸手便抓住了电锥棍, 似乎对数十万伏的高压电, 没有任何感觉。 紧接着啪的一下, 便将电锥棍折成了两截狠狠地摔在地上。 青年治安警先是吓了一跳, 随后立生叫道, 你你要造反吗? 王八蛋, 老子已经忍你很久了。 高大强一脚将他踹飞, 狠狠地撞在身后的墙壁上, 看着自己的儿子强悍如丝, 高家俊满意地点了点头。 原本他还有些担心, 高大强能不能继承自己的家业, 现在看来没有任何问题。 张海斌怒道, 你们几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这是X警。 叶不凡冷笑道, 你想多了, 用不了多久, 你这身体就得扒掉。 小子, 你这是找死。 张海斌对身后的手下叫道, 都看着干什么, 跟我一起上。 这些人得到命令, 一起冲了上来。 可这些人, 又哪是高大强的对手, 他双手轻轻一抖, 手铐便如同纸壶的一般, 扯成两段。 随后三下两下, 便全部折断电锥棍, 把这些人放翻了一地。 真是反了你们, 信不信老子崩了你。 张海斌大怒伸手, 便去腰间摸枪, 可还没等他把枪拔出来, 便被叶不凡一个大嘴巴抽在脸上, 紧接着高大强上来, 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田圣看势头不好, 扭头就要跑, 却被高家俊一脚踹翻。 一时间三个人都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将房间内的几个人打得哭爹喊娘。 就在这时, 讯问是原本警所的房门, 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 紧接着, 朱玉成带人从外面冲了进来。 在他身后, 还跟着警察署署长王建峰, 东城区警察分署的署长李泰。 看到眼前的情景, 几个人都是一愣, 原本以为叶不凡和高家俊被抓来, 一定会吃苦头, 没想到会是这个情况。 见到了王建峰和李泰, 张海斌顿时如同见到了救星一般, 扑过来叫道, 王署长, 李署长, 这些人真是无法无天了, 他们袭警, 赶快把他们抓起来。 王建峰基本已经了解到发生了什么, 吏声喝道, 你给我闭嘴。 我? 张海斌一脸的猛逼, 不知道署长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大的火气。 作为东城区警察分署的署长, 李泰是个非常精明的人物, 此刻, 他看到朱玉成的反应, 心中大吃一惊。 刚刚接到王建峰的电话, 说自己的手下胡作非为, 党成大亨高家俊抓了进来。 这让他差点下破了胆子, 赶忙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在他的心目当中, 身家千亿的高家, 绝对是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 别的不说, 就从招商引资的角度, 对于江南市, 就无比重要。 可此刻是守朱玉成, 竟然率先向一个年轻人问候, 其次才是高家俊, 这个顺序看起来很随意, 其实里面蕴含的东西很多。 这说明在朱玉成心中, 这个年轻人的地位, 还要高于高家俊, 他到底是谁? 叶不凡摇了摇头, 微笑着说道, 朱大哥, 没事, 我很好。 高家俊却愤愤地说道, 朱是守你来得正好, 这些王八蛋, 得好好地整顿一下了。 你看他们, 都做了些什么? 听到这句话, 无论是田圣还是张海兵辟都下凉了, 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一身地摊货的半大老头, 竟然真的是港城大亨高家俊。 张海兵两腿一软, 直接瘫倒在地, 抓了江南市最大的投资商, 还招来了是首大人, 这说明他的仕途彻底完了。 田圣同样也是双腿发抖, 田家虽然在江南省牛逼, 但跟人家港城大亨还是没法相比的, 从资产上讲就差得太多了。 如果被他爷爷知道惹了这么大的祸事, 恐怕立即会打断他的腿。 同时他心中也充满了疑惑, 叶不凡就是个小医生, 怎么跟高家俊混到一起的? 港城大亨, 没事又跑到人家去干什么? 但显然没人会去回答他的疑问。 朱玉成说道, 高先生, 您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个说法。 他回过头来, 看向张海兵说道, 告诉我, 你是谁? 作为江南市市首, 一个去的分局副署长, 根本没有让他记住名字的资格。 我我是东城区副局长张海兵。 那你告诉我, 把叶医生和高先生抓到这里的理由, 他们犯了什么罪? 说话间, 朱玉成作为上位者的气势陡然爆发, 张海兵额头上的冷汗, 瞬间便躺了下来。 这这, 在没有人的时候, 他完全可以顺嘴胡说, 可以随意往高家俊和叶不凡身上扣帽子。 可此刻已经知道了两个人的身份, 而且, 是首和警察署长都在这里, 他哪里还敢胡说八道。 朱玉成再次指向旁边的田圣, 我再问你, 他是谁? 一个社会上的闲散人员, 什么时候也可以参与办案了? 我我, 张海兵刚刚爬起来不久, 此刻再次双腿颤抖, 仿佛已经无法支撑他的体重。 你倒是说话啊。 朱玉成的声音瞬间变得凌厉起来, 高先生是我们江南市最大的投资商, 马上要在我们这里投资200亿, 造福百姓。 你既然随随便便就抓来了, 今天你必须给我个理由。 面对巨大的压力, 张海兵瞬间崩溃。 朱尸首是我错了, 求求你就放过我这一次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都是田家人, 是他们让我这样做的, 朱玉成却没再看他一眼。 扭头对王建峰说道, 王书长, 这件事交给你来处理, 必须一查到底, 害群之马清除出队伍, 所有违法犯罪人员一律问责, 绝不姑息。 是。 王建峰答应一声, 然后对张海兵说道, 胡作非为, 滥用职权, 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 其他的违法行为听后处理。 张海兵脸色惨白, 知道自己这次算是彻底完了, 他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堂堂的警察署副署长, 竟然栽在了一个小医生手里。 王建峰又扭头看向田胜, 此人剧重闹事, 蓄意伤害, 也给我抓起来。 说完之后他一摆手, 身后立即冲上来七八名治安警, 给两个人靠上手铐带了出去。 事情处理完毕, 朱玉成再次歉意地对高家俊说道, 对不起高先生, 让您受委屈了, 希望不要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合作。 这是他最担心的事, 生怕这位港城大亨一怒之下, 撤回二百亿的投资。 但让他意外的是, 高家俊没有任何生气的神情。 相反非常高兴地说道, 没事没事, 这些人虽然混蛋了一些, 但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他确实没有在意, 要不是田胜和张海斌两个人闹事, 他跟夏子涵和高大强的关系, 肯定没有现在这样融洽。 朱玉成一脸的茫然, 他不知道事情的具体经过, 自然也不知道高家俊的意思。 但不管怎么样, 没有影响到投资, 终归是一件好事。 高家俊为人精明, 立即看出了他的心思, 笑道, 朱试手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上午的投资仪式照常进行。 那就好, 那就好。 朱玉成提着的心, 终于放回了肚子, 事情处理完, 他带着人离开了东城区警察分署, 叶不凡三个人, 也回到了最江南大酒楼。 刚到楼门口, 就见夏子涵焦急地等在那里, 见三个人下了车, 他赶忙过来问道, 小凡, 大强, 你们都还好吧。 随后又有些神情复杂地看着高家俊说道, 那个你也没事吧。 叶不凡和高大强摇了摇头, 示意自己没事。 高家俊见夏子涵能够主动关心自己, 立即精神一震, 就要说自己也没事。 而就在这时, 耳边响起叶不凡的声音, 苦肉计还没结束。 你现在身受重伤, 需要人照顾。 啊, 得到的只是, 高家俊神情顿时变得无比痛苦, 我这胸口说道, 原本我就被那些混蛋打得吐血, 到了那里, 又被毒打了一顿, 现在真的是要死了。 说完便慢慢向后道去, 夏子涵看到, 赶忙过来将他扶住。 高家俊取出那只带血的笛子, 气息虚弱地说道, 子涵, 这是我答应你的御笛, 没有被那些混蛋抢走, 只是沾了我的血有些脏了, 等下好好洗一洗。 夏子涵鼻子一酸, 两颗大堤的眼泪流了下来, 只不过这一颗多年, 积压在心底的不甘和委屈, 已经烟消云散。 他回头叫道, 大强, 赶快扶你爸上楼休息。 哦, 高大强在旁边, 看得一脸猛逼, 在询问室, 都是自己和老爹打别人, 什么时候老爹被打了, 自己怎么没看到? 叶不凡捅了他一下, 他赶忙上前, 一把背起高家俊, 向楼上走去。 夏子涵对叶不凡说道, 小凡, 这次真的谢谢你。 没什么, 咱们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谢不谢的。 叶不凡说道, 子汉阿姨, 我医管那边还有事, 先回去了。 说完他向高家俊看去, 只见这老头, 此刻正满脸的得意, 还偷偷对自己打了一个OK的手势。 他心中一阵欣慰, 不管怎么说, 大强一家总算团聚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 江南市国际会展中心, 高家俊在江南市的投资仪式, 在这里正式举行。 叶不凡原本是不想来的, 可是接连受到了朱玉成和高家俊两个人的邀请, 无奈之下, 带着秦楚楚, 一同来到这里。 这次的投资仪式, 可以说是江南市金融界盛况空前的一次, 各行各业的金融名人都受到了邀请。 唐家的唐天意, 贺家的贺长青, 餐饮大佬董天达, 纷纷来到了这里, 正所谓大佬云集。 在诸多当家人当中, 有一个女人看起来格外的耀眼, 身材高挑, 容貌俊美, 一举一动都透着无限的风情。 她就是田家的田如意, 这次的投资仪式她代表田家来到这里。 这女人显然极善交际, 在人群当中大气沉稳, 丝毫没因为年轻和是个女人而被人轻视。 在叶不凡他们不远处, 还看到了秦家的秦栋梁和秦国伟。 自从高家出手干预之后, 秦楚楚被卸掉了副总裁的位置, 而秦国伟由之前的副总裁一跃成为总裁。 虽然是临时的, 董事会还没通过, 但已经开始负责秦家的所有事宜。 各方的金融大佬之所以对这次投资仪式极为重视, 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 这次投资的金额巨大, 200亿的投资额绝对是一块前所未有的大肥肉。 另外他们非常清楚, 高家只是投资, 在具体操作方面必然还会在江南市寻找合作伙伴。 不论是谁能获得跟高家合作的资格, 那绝对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将会给整个家族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此时秦国伟也看到了他们两个人, 投过来一个挑衅的眼神, 脸上竟是得意之色。 秦楚楚神色黯然, 无论如何自己在秦氏集团付出那么多, 最终却被这家伙占了便宜, 心中总不是滋味。 叶不凡看出了他的心思, 说道, 放心吧, 我答应过你, 一定会帮你拿回秦氏集团。 很快, 投资仪式正式开始, 朱玉成先上台慷慨陈词一番, 然后请投资人高家俊上台讲话。 今天的高家俊, 不同的以往的唯米不振, 看起来精神绝朔, 意气风发。 昨天晚上已经跟夏子涵重归于好, 有了多年的结发妻子, 又找回了自己的儿子, 自然高兴得不得了。 各位, 我是港城坤鹏集团的高家俊, 我也曾经是江南市的一员。 今天为了回报家乡, 我决定在江南市投资200亿华夏币, 成立兄弟投资公司, 由我儿子高大强担任公司的总裁。 会议现场, 掌声雷动, 很多熟悉的人也勾起了好奇心。 他的儿子不是才只有三岁吗? 什么时候能担任总裁了? 这时, 一身西装笔挺的高大强走上了前台, 这家伙原本就体格壮, 穿上西装后给人一种高大威猛的感觉。 叶不凡笑道, 怪不得刚刚没看到他, 原来这家伙已经是总裁了。 秦楚楚已经听叶不凡介绍过高大强的家事, 感叹道, 还真是造化弄人, 没想到大强竟然是高家俊的儿子。 介绍过后, 高家俊直接将主席台让给了儿子, 由高大强来主持接下来的仪式。 各位, 我宣布兄弟投资公司的主要投资方向, 我们的200亿投资将主要花在三个方向。 第一, 江南市的风光秀丽。 我们将投资当地一家旅游公司, 重点投资旅游业。 第二, 将成立一家娱乐公司, 重点发展影视业。 第三, 将在江南市建立一个珠宝加工基地。 除了自己做强做大之外, 还将为港城的昆鹏集团珠宝公司提供原材料和产品。 投资方向公布, 在场又一次掌声雷动。 所有跟这些行业设计的老板一个个喜笑颜开, 都期望着能够获得跟高家合作的机会。 秦氏集团更是如此, 秦栋梁和秦国伟乐得合不拢嘴巴。 现在秦家是江南市珠宝玉石行业的龙头老大。 既然高家要在这里建立玉石产业基地, 那么林氏集团必然是首选。 高大强继续说道, 想必大家也猜到了, 我们兄弟集团投资200亿, 必然会在江南市寻求合作伙伴。 具体与谁合作? 我们将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确定。 有两点要求, 我先向大家宣布一下。 听到还有要求, 在场立即沉寂下来, 都想听一听跟自己有没有关系。 高大强说道, 第一个要求, 兄弟集团拒绝与田氏集团合作。 同时, 我代表高家正式宣布, 所有与田氏集团有合作关系的集团和产业, 都将会被兄弟集团排除在外, 被高家排除在外。 哄, 会议现场一下子乱了起来, 谁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怎么回事? 为什么将田氏集团排除在外? 那我跟田家的产业还能不能做了? 这还用问吗? 田家只有几十亿的产业, 连兄弟集团都比不了, 更不要说对抗整个高家了。 谁知道, 肯定是田家得罪了高家郡, 不然也不会受到高家的打压, 在众人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当中, 田如意原本始终挂着淡淡微笑的翘脸, 一下子变得冷峻起来。 他一直负责田家的重要事务, 特别是这几天一直在准备跟高家合作事宜, 所以并不知道田胜惹下的祸事。 原本以为凭借自己的能力, 凭借田家的实力, 在今天的投资仪式上必然会有所掌获, 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田家在江南市也算是顶级家族, 但资产最多不过是三四十亿的样子, 跟金融大鳄, 高家郡还是无法相比。 震惊过后他心中又充满了疑惑, 田家到底是如何得罪高家郡了? 为什么做得如此决绝? 不但兄弟集团的二百亿投资拒绝跟田家合作, 同时高家还变相下了封杀令。 事凡与田家有合作关系的企业都不能与高家合作, 这简直就是要置田家于死地。 不过他并没有过度反应, 也没有轻举妄动, 这件事必须查清根源才行。 在众人震惊过后, 高大强说道, 第二点要求, 在珠宝产业方面, 我们兄弟投资公司首选的合作对象是情势集团, 听到这话, 情动两脸上立即露出满意的笑容, 旁边的秦国伟也是越发的得意。 之前情势集团只是在江南市强大, 相对于整个华夏讲还是小得可怜。 但如果搭上高家这条线就不一样了, 很快便能走出江南省, 甚至走出华夏, 到港城开展情势集团的业务。 而就在这时, 听高大强继续说道, 不过我宣布一点, 情势集团要跟兄弟投资公司合作, 其他条件都可以商量, 但是要由秦楚楚担任集团总裁。 这是必须的条件,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否则拒绝合作。 第二个条件说完之后, 在场又是一阵哗然。 秦栋梁和秦国伟的笑容瞬间呆滞在脸上, 两个人谁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特别是秦国伟, 如果没有之前乔丽娜的支持, 他也做不到总裁的位置。 而现在, 高家又突然变了, 爪支持秦楚楚。 这种感觉就像刚刚还在天上飘着, 却突然啪哒一下摔在地上。 他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叫道, 凭什么? 你们高家凭什么提出这么过分的条件? 高大强看了他一眼, 这是我们兄弟公司的合作条件, 有什么不可以吗? 同意就跟秦家合作, 不同意就一拍两散, 以我们的财力, 完全可以扶持秦楚楚, 重新建立一个珠宝公司。 到时候, 秦家可不要后悔。 我, 秦国伟虽然愤怒, 却被对得哑口无言, 毕竟主动权在人家手里拿着, 人家可是有着200亿的投资资金, 远不是资产仅仅二三十亿的秦家可以比拟的。 他还要说什么, 却被秦栋梁给制止住了。 算了, 你也别着急, 等一下我去找高先生, 这还可以再谈谈。 秦国伟没再说话, 可是一颗心却提了起来。 高家既然已经当众宣布这个条件, 那可以挽回的余地就小得可怜。 如果高家真的支持秦楚楚, 恐怕他总裁的位置就坐不住了。 就像高大强说的那样, 高家完全有实力扶持秦楚楚在建一个珠宝公司。 到那时候, 秦家就将多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为了秦家的发展, 秦栋梁最终必然会向高家妥协。 秦楚楚看着叶不凡说道, 小凡, 这是你让大强做的。 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 知道打压田家, 是因为田胜得罪了高家俊。 那第二个条件, 就完全是因为叶不凡了, 不然找不到任何理由。 叶不凡说道, 我还没来得及跟大强说, 应该是他自己想帮你出口气, 不管怎么样, 秦氏集团总裁这个位置, 一定会帮你夺回来的。 之后又接连进行了几个程序, 投资仪式结束, 高家俊并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派人将他叫到会展中心的一间办公室。 进门后, 高家俊和高大强两个人已经等在这里。 高叔说, 有什么事吗? 既然高大强一家团聚出于辈分的关系, 叶不凡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对高家俊的称呼。 当然有事, 你看看这个。 高家俊满脸笑容, 将一叠剑送到他的面前。 叶不凡疑惑地接过来打开一看, 竟然是一份股权合同。 具体内容是, 他拥有兄弟投资公司51的股权。 按照200亿投资金额来计算, 这51的股权可是100多亿华下币。 高家俊笑道, 知道我为什么说大强是总裁吗? 因为董事长是你, 他拥有49的股权, 而你拥有兄弟投资公司51的股权。 叶不凡微微吃了一惊, 然后说道, 高先生, 这绝对不行, 我不能要这股份, 您还是留给大强吧。 高大强说道, 小樊, 你知道我为什么给公司启名兄弟投资公司吗? 就因为咱们是好兄弟, 你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高家俊说道, 这是我们父子两个的意思, 你这次不但救了我的命, 而且帮助我们一家破镜重圆, 这些就当是我的诊费好了。 这, 叶不凡还想拒绝, 高大强说道, 小樊, 你到底还当不到我是兄弟? 这叶不凡犹豫一下说道, 那好吧, 这股权我先拿着, 不过可说好了, 公司管理我可不参与, 我只是个医生, 对这些东西不在行。 可以, 高家俊说道, 这个公司本来就是我给大强拿来练手的, 如果他真的赔了, 那你这个董事长也就赔了。 叶不凡暗暗摇头, 有个好爹果然不一样, 竟然拿二百亿价值的公司来练手。 他说道, 我跟大强两个人都不懂经营, 公司必须要找个好的经理才行。 高大强对秦楚楚说道, 楚楚, 要不你来做我们公司的总经理好了。 大强, 谢谢你的好意。 秦楚楚说道, 不过秦氏集团是我的心血, 我还不想放弃。 高大强摇了摇头, 那真是太遗憾了。 现在想找个既有能力, 又信得过的好经理, 确实很不容易。 秦楚楚说道, 高叔叔的昆鹏集团人才济济, 想找个经理应该不难吧。 高家俊微笑着说道, 都说了, 这个公司是给大强拿来练手的, 除了200亿的投资之外, 其他我该不参与。 叶不凡看出来了, 这就是要考教高大强, 锻炼高大强的能力, 将来好继承高家的全部家业。 他说道, 我手里倒是有个好的人选。 高大强说道, 那真是太好了, 你觉得谁合适? 他原本就不是学金融的, 一下子执掌这么大的公司, 确实有些手足无措, 急需有个强力的精力来分担。 叶不凡说道, 陆伴下, 高大强诧异地说道, 就是性灵院抓药的那个。 对, 就是他。 叶不凡说道, 陆伴下不但医术方面了得, 而且还是个金融天才。 17岁的那年, 到M国哈佛大学留学, 学习工商管理, 在哈佛大学连续学了三年, 每年都是专业课的第一名, 多家大型跨国企业, 上门高薪聘请。 他能力方面绝对没有问题, 虽然缺少了一些经验, 但可以让楚楚和安乙墨帮忙带一带, 相信很快就能独立起来的。 他非常看中陆伴下在金融方面的才能, 之前曾经有过让他去龙腾药业的想法, 只不过, 后来有了安乙墨, 也就搁置了。 高大强说道, 那真是太好了, 你跟他说一下, 尽快让他到我这里来上班。 几个人正说着, 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 请进。 高家俊说完之后, 房门一开, 秦栋梁带着秦国伟走了进来。 秦栋梁两个人进门后, 看到叶不凡和秦楚楚, 先是微微一愣, 随后十分恭敬地对高家俊说道, 高先生, 您好。 虽然他是秦家的当家人, 但一个资产几十亿, 一个资产过千亿, 双方的地位根本没有可比性。 高家俊立即明白了他的来意, 但还是问道, 秦老, 有什么事吗? 由于叶不凡的关系, 他甚至都没有让这对爷孙坐下。 秦栋梁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 依旧满脸对笑地说道, 高先生, 我想谈一下两家合作的事情。 还没等他说完, 高家俊便打断说道, 这件事不要跟我说, 兄弟投资公司, 完全是我儿子负责, 你找他就可以了。 秦栋梁转向高大强说道, 高总裁, 我想问一下, 咱们合作的条件能不能换一换? 其实我这个孙子很不错, 一定能把两家的合作做好。 从内心当中, 他还是偏向自己的孙子执掌秦家。 高大强脸色一冷, 说道, 秦老, 我已经在台上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这个条件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必须要让秦楚楚做总裁, 否则没有合作的可能。 这, 秦栋梁没想到高大强的态度依旧如此坚决。 秦国伟看了一眼旁边的叶不凡, 忍不住说道, 高总, 是不是姓叶的跟您说我坏话了? 实话跟你说, 我的能力一点不比秦楚楚差, 只要两家合作我,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秦栋梁跟着说道, 是啊, 高总, 虽然楚楚优秀, 但是我这个孙子也不错, 您应该给他的机会。 高大强看了两人一眼, 随后指着叶不凡说道, 虽然之前大家都认识, 但我还是要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好兄弟, 同时也是兄弟投资公司的董事长, 公司拥有五十一股权的大老板。 嗯, 秦栋梁和秦国伟顿时傻在那里, 如遭雷击, 五雷轰顶,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叶不凡既然是投资公司的董事长, 五十一的股份, 那是要多少钱啊? 他一个小医生, 是怎么拿到兄弟投资公司这么多股份的? 但不管怎么样, 话到这里, 什么都不用说了, 这件事, 就已经没有了任何缓解的余地。 在这一瞬间, 秦栋梁心里, 已经有了决定。 对高家俊几个人笑了笑说道, 打扰了, 我们回去商量一下。 说完, 他带着秦国伟向门口走去。 可刚走了几步, 秦国伟突然脚下一半, 扑通摔了个狗吃屎。 叶不凡就距离他不远, 上前扶起来笑道, 秦大少, 你这是干嘛? 碰瓷吗? 秦国伟又羞又怒,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然后快步走出门外, 田家别墅庄园, 此刻的田如意正神情冷峻地站在田破君面前。 这是怎么回事? 给我一个解释。 田破君在外面极为嚣张, 在田家的三代当中也算是杰出子弟, 却唯独就怕自己这个姐姐。 姐, 您别生气, 听我慢慢说, 不生气。 你告诉我, 怎么不生气?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我们田家被高家排斥在外, 人都丢尽了。 虽然, 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 田如意依旧怒不可遏, 这不光是面子的问题, 事关我们全家的核心利益。 现在高家不单单是不跟我们合作, 而是完全打压我们, 照这样下去, 恐怕以后我们在江南市都不好混下去。 田破君低着头, 一脸的尴尬, 却什么都不敢说。 昨天得到田胜被抓起来的消息之后, 他一直在偷偷地运作, 原本想等把田胜捞出来再告诉田如意, 可没想到高家的报复来得如此之快。 田如意骂了一通之后问道, 赶快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 高家为什么对我们田家有如此大的意见? 姐, 我说了你别生气, 是这样的, 田破君一点没敢保留, 将田胜如何在酒吧用药迷倒了安乙墨, 跟叶不凡发生直接冲突讲起, 一直讲到昨天带人去酒楼闹事, 动用关系, 抓起了高家俊父子。 胡闹? 他刚说完, 一遍一个大嘴巴甩在他的脸上。 田胜不学无术, 整日里吃喝嫖赌泡女人就算了。 你怎么也跟着胡闹? 田如意气地浑身发抖, 指着田破君骂道, 看看你们都做了什么, 就因为一个女人, 把我们全家搞成什么样子? 高家俊是什么人? 你们竟然也敢动手抓? 想把我们田家害死是不是? 田破君低声说道, 姐, 你别生气, 刚开始, 我们以为叶不凡只是个小医生, 谁知道他会跟高家俊在一起。 而且昨天高家俊只是一个人去的, 连个保镖都没带。 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 没想到, 没想到, 那你告诉我,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高家已经开始封杀我们田家, 禁止任何人跟我们做生意, 照这么下去, 你们都得去喝西北风。 田如意确实要气疯了, 没想到招惹到这么大祸时, 仅仅因为田圣给一个女人下药。 田破君没想到, 事情闹得这么严重, 说道, 姐, 是到如今生气也没用, 咱们只能想想办法, 尽可能地挽回田家的损失。 而且, 田圣现在被送进了拘留所, 怎么也要想办法把他捞出来。 不管, 这次一定要让他在里面待一段时间, 省着整天在外面胡作非为, 给我们招惹是非。 田如意气地咬牙切齿, 要不是自己的亲弟弟恨不得直接杀了田圣, 这个惹祸惊。 田破君说道, 高家那边怎么办? 要不我们找人从中调和一下, 或者是上门赔礼道歉。 这时, 一个身穿职业装的助理, 从外面走了进来, 将一叠资料递给田如意。 小姐, 您让调查的资料已经查清楚了。 田如意接过资料, 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 然后说道, 你平日里自诩聪明, 现在还没看到关键点在哪吗? 田破君说道, 难道不是高家吗? 高家俊堂堂的港城大亨, 被我们搞尽了警察分属, 一定是因为这个, 才迁怒我们田家。 这根本就不是关键, 关键在叶补凡身上。 怎么可能? 他就是个小医生? 难道还能影响到高家的决定不成?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田如意的能力还是超强, 这么短的时间内便已经将近期高家发生的变故 都调查得一清二楚, 给田破君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最后说道, 从这件事上来看, 叶不凡不但救了高家俊的命, 同时还帮他找回了失散多年的老婆和儿子。 你搞出那个乌龙虽然把他弄尽了警察分属, 但同时也帮他们附和了夫妻关系。 我想, 高家俊没有那么生气。 田破君说道, 那他为什么要封杀我们田家? 田如意说道, 这还没看出来吗? 因为你们找了叶不凡的麻烦, 他这是在帮叶不凡出气。 这, 田破君虽然不想承认, 但细想之下,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姐,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田如意说道, 要想改变高家的封杀令, 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 跟叶不凡搞好关系。 只要他跟高家父子说句话, 我们的禁令也就解除了。 田破君一脸为难地说道, 可是, 事情弄成这个样子, 我们再想跟他搞好关系, 好像不容易。 田如意说道, 这件事交给我去做, 你不用管。 你要做的, 就是约束好田家的人, 绝对不能再去招惹叶不凡, 不然休怪我翻脸无情。 田破君说道, 知道了解。 秦家别墅, 秦栋梁回到家之后, 直接带着秦国伟来到秦家的密室。 这里是平日里商量要事的地方, 只有秦家的核心子弟才能进入。 坐在椅子上沉默了一会儿, 他对秦国伟说道, 国伟, 事到如今, 你也只能让出总裁的位子了。 不行, 爷爷, 你不能这样啊。 秦国伟神情激动地说道, 我刚当了几天临时总裁, 说好了, 明天要召开董事会转正的, 如果现在被撤掉了总裁的位置, 以后哪里还有机会。 秦栋梁耐着性子地说道, 高家提出这个条件, 我们也没有办法, 只能让楚楚先做这个总裁了。 不过你放心, 你是我唯一的孙子, 将来的秦家早晚是你的。 等稳固了跟高家的合作之后, 我再想办法将你重新扶上总裁的位置。 爷爷, 高家的条件实在是没有道理, 我们直接拒绝不就行了, 没必要答应他们。 他确实是非常的着急, 也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 以秦楚楚的能力和手腕。 只要自己让出了总裁的位置, 恐怕再想拿回来就难了, 况且, 旁边还有一个看不透的叶不凡。 这家伙连高家的股份都能拿到手, 有他在背后支持, 怎么想自己都不是对手。 秦栋梁脸色一沉说道, 国伟, 你太让我失望了, 说的这是什么话? 跟高家合作, 这是我们秦家百年一遇的机会, 既然遇到了, 就绝不能错过。 作为秦家的继承人, 你要学会忍辱负重, 委屈上几年, 将来的秦家做强做大了, 还不都是你的产业, 有必要跟一个女人那么计较吗? 有必要, 当然有必要。 秦国伟的声音一下子高亢起来, 你以为以秦楚楚的手段, 我把总裁的位置交出去, 还能拿得回来吗? 等你死了, 整个秦氏集团就都是他和叶不凡的, 哪里还轮得到我? 蜀木寸光? 你手里拿着秦家的股份, 怕什么? 产业越大, 你占的便宜越大。 秦国伟显然也被孙子的态度激怒了, 他不满地说道, 行了,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明天的董事会, 我会提名让秦楚楚总裁的, 你就先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吧。 爷爷, 你这么做不公平, 我可是刚做上总裁, 还没来得及转正, 你不能给我拿下来。 秦国伟越发的激动, 声音也越来越高, 好在这间密室是特殊打造的, 隔音效果最好, 外面没有任何人听到。 放肆! 越来越不像话了, 怎么跟我说话呢? 我老头子还没死呢, 秦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 秦栋梁手腕强硬了一辈子, 此刻对孙子的态度非常不满, 那你就去死好了。 秦国伟的神情, 一下子变得疯狂起来, 他伸手从口袋里, 摸出一个小盒子, 然后从盒子里面取出一根锈针的注射器, 针管里装满了粉红色的注射液。 老不死的, 这可是你逼我的, 死了可不要怪我。 秦栋梁神情大变, 意识到有些不对, 看着他说道, 当然是要送你上西天, 不然我怎么能坐上总裁的位子? 秦国伟说完, 拿着注射器便向秦栋梁走了过来, 伸手将他死死地按在椅子上。 秦栋梁想挣扎, 只可惜他已经年近八旬, 而秦国伟年轻力壮, 他哪里是对手, 被卡住脖子压在椅子上, 一动都不能动。 他想拼命地叫喊, 却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秦国伟眼中闪过一抹狠力的凶猛, 将注射器狠狠地扎在秦栋梁的脖子上, 手指推动, 粉红色的药液很快都注射进了他的体内。 做完这一切之后, 秦国伟拔出了注射器, 向后退了两步。 秦栋梁终于恢复了自由, 愤怒地叫道, 畜生, 你这个小畜生, 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秦国伟摆弄着手中的注射器说道, 爷爷, 这是我从国买来的特殊药水, 注射之后五分钟, 你便会死于突发性心肌梗塞, 任何人都查不出病因。 所以, 你不要生气, 那样会加速血液循环, 很可能连五分钟都活不到。 秦栋梁短暂地待至后, 再次愤怒地咆哮起来。 你这个小畜生, 我对你这么好, 你竟然要杀我? 好吗? 你对我好吗? 连个总裁的位置, 你都要交给那个贱女, 竟然还敢说对我好? 秦家是我的, 总裁的位置是我的, 谁都别想从我手里夺走。 喊到最后, 秦国伟的神色近乎疯狂。 疯了, 丧心病狂的小畜生。 想到自己仅剩下几分钟好活, 秦栋梁叫道, 连你自己的亲爷爷都杀, 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这没有办法, 只能怪你自己, 谁让你一直培养秦楚楚, 谁让你把副总裁的位置交给他? 本来我也不想杀你的, 相比之下杀了秦楚楚更合适。 你对我还有点用处, 只可惜前段时间我请来的杀手失败了。 你们两个人之间必须有一个死, 既然他没有死, 那就你去死吧。 什么? 前段时间的杀手是你找来的? 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 竟然连自己的妹妹也要杀。 秦栋梁说着, 拼命地咳嗽起来, 这件事对他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 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最疼爱的孙子会是这么一个白眼狼。 极度失望再加上年事已高, 他已经失去了战力的力气, 扑通一声摔倒在椅子上。 是你们自己找死, 为什么要抢我的东西? 为什么要阻挡我担任总裁? 你们不这么做, 就不会死。 你, 秦栋梁满脸的怒火, 还想再骂上几句, 可是双眼向上一番, 呼吸变得急促, 身体也开始抽搐。 看来这样的效果还不错。 秦国伟没有任何谋杀自己爷爷的愧疚, 他将注射器放在地上, 三下两下踩得粉碎, 然后将碎渣扔进卫生间的马桶, 冲了下去。 做好这一切, 他打开房门来到外面, 神情立即变得无比焦急, 拼命地大喊道, 赵医生, 赶快来啊赵医生, 我爷爷犯病了。 怎么了? 老爷在哪儿? 听到他的叫喊声, 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医生跑了过来, 手中提着医药箱, 他是秦家的家庭医生赵凯。 在他后面, 其他的秦家人也听到了动静, 秦楚楚的父亲秦大江, 秦国伟的父亲秦大海一起跑了过来。 这些人一起冲进了密室, 此刻的秦栋梁躺在椅子上, 已经奄奄一息。 赵凯拿过医药箱开始急救, 可惜一切都已经晚了。 秦栋梁大瞪着双眼, 抬手哆哆嗦嗦地指向秦国伟, 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 最终双眼一翻, 一命呜呼。 他当然知道老头子想要说什么, 在那一刻, 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生怕爷爷会说出凶手是自己。 见老头子彻底死了, 秦国伟这才长出一口气, 随后一脸悲切地说道, 爷爷, 您放心地走吧, 我一定会做好秦家的总裁, 不会让你失望的。 听他这么一说, 秦家的其他人也认为, 老爷子刚刚是想表达自己 最后的一员, 让秦国伟担任秦家的总裁。 赵凯在秦栋梁身上拼命地忙活着, 不停地做着各种各样的急救措施, 只可惜没有任何反应。 想, 年费晚正晚, 秦百度搜, 又过了一会儿, 他回头对秦家的众人说道, 老爷子彻底不行了, 准备后事吧。 正在这时, 门口再次响起一阵脚步声,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在保姆的搀扶下走了过来。 她是秦栋梁的老婆, 秦大江和秦大海的母亲, 海玉兰。 以往在秦家地位和权力最高的是秦栋梁, 但大家最怕的, 却是眼前这个老太太。 虽然已经年过七十, 但海玉兰依然脾气暴躁, 跋扈, 蛮横, 不讲道理, 平日里最为喜爱的, 就是孙子秦国伟。 听到老头子出事, 海玉兰也赶了过来, 看着一动不动的秦栋梁。 她对赵凯说道, 赵医生, 我老头子怎么样了? 赵凯再次说道, 老太太, 老爷子突发性心肌梗塞, 已经死亡。 海玉兰脸上闪过一抹悲戏, 随后说道, 老头子虽然年纪大了一点, 但向来身体不错, 也从没有过心脏病, 怎么会突然心肌梗塞? 赵凯对这个老太太也非常害怕, 神情拘谨地说道, 老爷子虽然平时身体好, 但不代表就不会得心肌梗塞, 受到外界刺激或者饮食等因素, 都会引发这种疾病。 海玉兰扭头看向秦家的众人, 历声喝道, 刚刚你们随时跟老头子在一起的, 是不是你们惹到了他? 大家都神色异紧, 没有说话, 一同看向了秦国伟。 奶奶, 您一定要节哀顺便, 注意身体。 秦国伟上前拉着海玉兰的手, 摆出一副悲伤的神情说道, 刚刚爷爷跟我在一起, 我们两个在密室里商量事情来着。 面对自己最疼爱的孙子, 老太太的神情缓和了一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爷爷怎么会突然犯病? 秦国伟叹了口气, 一脸愤愤地说道, 其实爷爷是被楚楚气死的。 听到他这话在场的人都是神色一变, 秦大将紧张地说道, 小伟,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 最近楚楚都没有在家, 怎么气到你爷爷了? 小伟还没说完, 你急着插什么话, 都是你平时对那丫头管教不严, 都灌成什么样子了? 海玉兰不分青红皂白, 劈头盖脸地将儿子训斥了一顿。 而秦大将是个老实人, 性格甚至有些懦弱, 平日里少言寡语, 此刻面对暴怒的母亲更是静若寒蝉, 一句话都不敢说。 海玉兰又对秦国伟说道, 你把事情说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奶奶, 秦国伟将今天投资启动仪式上的事情讲了一遍, 最后说道, 秦楚楚通过高家向我们秦氏集团施压, 要求爷爷必须撤掉我总裁的位置, 让他担任总裁, 才能跟秦家合作。 爷爷气不过这种无理要求, 觉得我才适合担任秦家的总裁, 所以又急又怒之下, 引发了心肌梗塞。 混账! 海玉兰顿时大怒无比, 将手中的拐杖狠狠地砸在地上。 反了, 还真是要反了。 一个迟早要嫁出的女人, 竟然还要剥夺我们秦氏集团的家产, 连这种龌龊手段都想得出来, 还要不要规矩? 要不要脸面? 这老太太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 在她眼中, 孙女连孙子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 秦楚楚之所以能够坐在秦氏集团副总裁的位置, 完全是秦栋梁看重她的才能, 力排众议做出的决定。 如果按照老太太的想法, 一个女人只需要老实待在家里, 等着将来嫁出去就好了, 根本没有工作的资格。 更不要说担任秦家的总裁, 执掌整个家族。 秦国伟趁机说道, 奶奶, 您不要生气, 我当不当总裁不要紧, 可你千万别气坏了身体。 我已经没了爷爷, 可不能再失去您了。 这家伙就是个十足的马屁精, 说话间还挤出了几滴泪水。 海玉兰对着秦大江叫道, 老大, 你这个废物, 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好女儿, 竟然逼死了你爸爸。 秦大江虽然觉得有些不对, 却低着头, 什么都不敢说。 与秦大江不同, 秦大海是个十足的富二代, 纹固子弟, 此刻自然知道帮助自己的儿子说话。 他说道, 大哥, 妈说的一点不错。 你对楚楚就是太纵容了, 连这么过分的事都做得出来。 我就不明白了, 他一个女人有什么好抢的, 这个总裁的位置就应该是我们家小伟做。 海玉兰满脸怒火地叫道, 还在那傻站着干什么。 赶快给秦楚楚打个电话, 让他赶快滚回来, 我要跟他好好算算这笔账。 秦国伟站在旁边, 眼球不停地转动, 思考着下一步该如何做才对自己最有利。 秦大江只能摸出手机, 开始给女儿打电话。 叶不凡两个人离开了一室现场, 秦楚楚有些兴奋地说道, 小凡, 真的谢谢你。 我以为你说帮我拿回秦家总裁的位置, 只是一个安慰。 没想到, 真的是做到了。 他看了这个兴奋的女人一眼, 微笑道, 现在才刚刚开始。 你高兴得早了那么一点, 其实一点也不早。 秦楚楚说道, 我对爷爷最了解, 他跟奶奶不一样。 在爷爷的眼中, 虽然秦国伟重要, 但最重要的还是秦家的前途, 不然他也不会让我担任副总裁。 现在高架给他那么大的压力, 必然会换掉秦国伟, 让我出任总裁的。 叶不凡说道, 一切在没有结果之前都只是猜测。 而且我看得出来, 你堂哥是个野心极大的人, 他是不会将总裁的位置让出来的。 秦楚楚说道, 这个你不用担心, 爷爷在我们秦家有着绝对的权威, 只要他老人家一句话, 堂哥就是不想让, 也得让, 他信心满满, 正兴奋地说着, 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看到是父亲打来的电话, 他按下了接听键。 电话那边, 秦大江声音低沉地说道, 楚楚, 你赶快回来一趟, 你爷爷去了, 爷爷去哪儿了? 正处于兴奋当中的秦楚楚, 一时间没有完全明白秦大江的意思。 最关键的是, 刚刚跟秦栋梁分手, 那时候老爷子还正常得很, 所以他根本没有往其他地方去想。 秦大江再次说道, 刚刚你爷爷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秦楚楚大惊失色, 他内心当中虽然对老爷子的重男轻女有些许不满, 但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听到这个消息既震惊又悲伤。 挂断了手机, 他急切地说道, 小凡, 赶快去我家, 我爷爷刚刚去世了。 叶不凡也没多说, 立即调转了车头, 急速向着秦氏集团的方向开去。 叶不凡两个人一起来到秦家别墅, 进门后, 秦楚楚哽咽地叫道, 爷爷, 爷爷在哪儿? 他一边说, 一边四处寻找着, 想见秦栋梁最后一面。 你个小贱人, 害死了你爷爷, 还找什么找? 海玉兰一边怒斥着秦楚楚, 一边用手杖敲击着地面, 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秦楚楚一愣, 奶奶, 你说什么呢? 我什么时候害爷爷了? 海玉兰叫道, 还想狡辩吗? 就因为你想抢夺秦家总裁的位置, 你爷爷才会被气死的。 这不可能。 秦楚楚说道, 我跟爷爷分手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问题, 也没有生气, 怎么能说是我气死的? 秦国伟说道, 秦楚楚, 你就不要狡辩了,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就在身边, 明明就是因为你的是生气, 才引发的心肌梗塞, 要不是你今天搞事情, 爷爷肯定不会死。 秦楚楚怒道, 秦国伟, 你这是胡乱扣帽子, 你在爷爷身边, 怎么不说是你气死的? 我还说是你把爷爷害死的呢? 他原本只是随意一说, 完全就是一句气话, 可没想到一下子戳中了秦国伟的肺管子。 他顿时怒道, 秦楚楚, 有胆你再说一遍。 小贱人, 我让你狡辩。 孙子跟孙女两个人吵架, 海玉兰自然偏向秦国伟, 轮起手中的拐杖, 便向秦楚楚头上打去。 事发突然谁也没想到, 老太太说动手就动手, 眼见着拐杖就要落在秦楚楚的头上, 却突然被横空伸出的一只大手抓住。 出手的是叶不凡, 他自然不会看着秦楚楚在自己面前挨打, 纵然对方是海玉兰也不行。 老太太, 事情都没弄清楚, 你就动手。 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是谁? 我们秦家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人插手了? 海玉兰对着旁边的保镖叫道, 来人把他丢赶出去。 几个保镖听到命令, 立即冲了过来, 秦楚楚叫道, 小凡是我男朋友, 我看谁敢? 几个保镖看了看老太太, 又看了看秦楚楚,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海玉兰怒道, 还反了你, 我老婆子一天不死, 秦家就是我说的算。 秦楚楚也来了脾气, 怒道, 奶奶, 你到底想要偏心到什么时候? 从小到大, 你就一直都护着堂哥, 只要我跟他有冲突, 就都是我的不对, 这是凭什么? 爷爷的死命摆着就跟我没关系, 凭什么要扣在我的头上? 他是我孙子, 你是一个外人, 我护着孙子有什么不对吗? 海玉兰大声叫道, 还要告诉你, 秦家的总裁必须是秦国伟, 什么时候也轮不到你秦楚楚来做, 这件事我就定了。 秦楚楚说道, 奶奶, 虽然秦家, 你说的算, 但谁做总裁, 要经过董事会决定, 你做不了这个主。 胡说八道, 奶奶虽然不是董事会成员, 但她老人家在秦氏集团得高望重, 只要奶奶说什么, 怎么可能会有人反对? 秦国伟说道, 明天上午就是董事会了, 到时候, 我就会当选秦氏集团总裁, 看你还有什么说的。 她又对海玉兰说道, 奶奶, 爷爷临终前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我做秦氏集团的总裁, 所以我觉得, 应该先把董事会开了, 然后再给爷爷下葬, 这样, 他老人家去了, 也能安心。 俗话说做贼心虚, 秦国伟心中总是担心夜长梦多, 所以并不想更改明天的董事会日期, 想尽快把自己的位置坐实了。 秦楚楚怒道, 秦国伟, 你还有没有点良心? 爷爷都去世了, 你不抓紧操办后事, 竟然还想做总裁, 我们秦家的事用不着你管。 海玉兰再次叫道, 小伟说得对, 明天的董事会照常进行, 只有他做了总裁你爷爷才能走得安心。 要是被你抢了总裁的位置, 老头子死都不会瞑目的。 你们, 秦楚楚被这两个人气的浑身发抖, 夜不凡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示意不要生气。 海玉兰又叫道, 来人, 把这个小贱人给我赶出秦家, 明天的董事会也不允许他参加。 秦楚楚倔强地说道, 我也是董事会的议员, 凭什么不让我参加? 我不但要参会, 同时还要竞选总裁。 海玉兰敲着拐杖说道, 就你还盯着总裁的位子, 这件事我做主了, 你就不允许参加。 他虽然年纪大了, 但并不糊涂, 如果秦楚楚真的参加, 必然会对他的孙子形成威胁。 这个你说的不算, 想不让我参加也不行。 秦楚楚说道, 按照秦氏集团董事会的规定, 参会的股东所掌控的股权, 必须超过80。 现在爷爷去世, 如果不让我参加董事会, 你们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数字。 到时候董事会无效, 他的总裁也做不成。 他说的是实情, 秦氏集团确实有着这样的规定。 秦家虽然没有上市, 但也是个股份制公司, 有着多家股东。 其中秦栋梁掌握着秦氏集团20的股份, 秦大江掌控时, 秦大海掌控时, 秦国伟掌控时, 秦楚楚掌控5。 也就是说, 秦家的嫡系掌控着55的股份, 刚好可以绝对控制秦氏集团, 而另外的45在其他股东手里。 现在秦栋梁死了, 扣出他的20股份刚好剩下80。 如果不让秦楚楚参会, 这董事会确实无法召开。 海玉兰说道, 不就是80的股份吗? 你爷爷不在, 他的股份完全由小伟来继承, 这样不就超过80了? 秦楚楚说道, 你把整个全家的财产都给秦国伟都行, 但唯独股份不行。 按照董事会的规定, 股东的股份继承必须由全员建政才行, 没有我参加董事会, 秦国伟根本无法继承爷爷的股份。 你, 这都是什么狗屁规定? 老太太气得要死, 但董事会的规定, 她是无法改变的。 秦国伟不但要担任集团的总裁, 自然也想将秦东梁的20股份拿到手里。 他在海玉兰耳边说道, 奶奶还是让她参加吧, 不过有您坐镇, 她怎么也争不过我, 最终总裁的位置, 还是属于我的。 老太太敲了敲拐杖说道, 那好, 就让你参加, 不过有我老太太在, 我看谁敢投你的票。 事情闹到这种程度, 虽然获得了参加董事会的资格, 但秦楚楚依旧没能见到秦东梁的最后一面, 神情落寞地离开了秦家别墅。 上车后, 沉默了一会儿, 她问道, 小凡, 你干嘛非要让我参加总裁竞选? 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原来后期那些话, 都是叶不凡传音让他说的, 按照秦楚楚的本意, 并不想参加这次董事会。 叶不凡看了他一眼说道, 你不是一直都想当秦氏集团的总裁吗? 现在刚好召开董事会, 为什么不参加? 那岂不是将总裁的位置拱手让人了? 秦楚楚说道, 这完全不同, 如果有爷爷在的话, 只要他老人家点头, 我肯定能通过董事会的投票。 但现在不同, 爷爷已经去世了, 那些董事会的董事们, 要么跟秦国伟一家交好, 要么就都是奶奶的人。 这些人一定不会把票投给我, 相反秦国伟一定会高票通过。 叶不凡说道, 有些事情不是一事, 哪里会知道结果? 相信我, 一定会让你, 做到秦氏集团总裁的位置上。 你有办法。 秦楚楚说完之后, 又摇了摇头, 那是不可能的。 你连一个秦氏集团的董事都不认识, 又怎么能左右他们的投票? 叶不凡说道, 把这些董事的资料给我一份, 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 等着明天直接参加董事会就好。 好吧, 我马上就将董事会成员的资料, 发到你的邮箱里。 他之前是集团的副总裁, 对各个董事的资料非常清楚, 而且都有备案, 很快便给叶不凡发了过去。 叶不凡将秦楚楚送回云顶山别墅, 然后摸出手机, 认真查看了一下资料。 秦氏集团之前, 算成秦栋梁, 一共有十一个董事, 除去秦家的几个嫡系之外, 一共还剩下六个人。 他先是给司马威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将这六个人的名单发了过去, 很快又得到了一份更加详尽的资料。 轩元阁不愧是最顶级的特殊部门, 仅仅半个小时的时间, 便将这些人的隐私查得清清楚楚。 江南大酒店的总统套房内, 一个胖子穿着浴袍坐在沙发上, 在沙发前跪坐着一个长发女人, 正在努力地工作着。 只可惜, 无论女人如何努力, 胖子那里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女人的脸上闪过一抹轻视和厌恶, 只不过, 她是收钱办事的, 什么都不敢说, 只能继续努力地工作。 胖子脸上闪过一抹复杂的神情, 虽然自己有钱, 虽然看过很多医生, 却依旧无法改变那里的状况。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她再也无法体会正常做个男人的感觉。 正在这时,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房间内, 抬手切在女人的肩膀上, 直接将她打晕。 胖子猛地抬起头来, 看着眼前的人说道, 你是谁? 你要干什么? 叶不凡看着她微微一笑, 不要紧张, 我是一名医生, 是来给你治病的。 这是她按照资料找到的第一个男人, 海大春, 拥有全市集团十五的股份, 同时也是海玉兰的远方亲戚。 在秦市集团, 除了秦栋梁之外, 唯一能指挥她的, 就是海玉兰。 如果不出意外, 明天她的那一票, 必然会投给秦国伟。 海大春用玉袍将自己盖住, 然后立声叫道, 赶紧给我滚, 我没有病, 也不需要你的治疗。 开玩笑, 黑灯半夜突然跳进一个人来说, 要给自己治病, 傻子才敢, 让对方治。 那真是太遗憾了。 叶不凡瞥了她那里一眼, 玩味地说道, 你有那么多钱, 却什么都享受不到, 偏偏要进宫当太监, 真是让人可惜。 海大春怒道, 你走还是不走, 再不走我叫保安了。 叶不凡说道, 你这个情况, 是从三年以前开始的, 之前你还是个猛男, 之后就突然尾了。 不过最开始用尾哥之类的小药丸, 还能维持一下, 直到三个月以前, 就彻底不行了, 就算吃再多的药也没用。 而且还经常有腰酸腿疼的症状, 我说的对不对? 这, 你是怎么知道的? 原本海大春以为, 这就是个骗子或者劫匪, 此刻却是惊得目瞪口呆。 这些东西是自己的绝对隐私, 甚至连老婆都不太清楚, 不明白对方是怎么知道的。 都说了, 我是医生。 叶不凡说道, 你的病我能治? 而且能保证, 你在八十岁之间没有任何问题。 你确定说的是真的? 海大春眼中生起一抹渴望, 作为一个四十岁的男人, 他可不想自己的后半生就这样一直伪下去, 那样有再多的钱, 还能有什么乐趣? 当然, 我没必要骗你。 海大春说道, 那你说, 你要多少钱? 我不要钱,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明天, 秦氏集团的董事会上, 将票投给秦楚楚。 海大春脱口而出, 这不可能。 刚刚他已经接到了海玉兰的电话, 要求明天务必将票投给秦国伟, 他也满口答应, 又怎么可能更改? 叶不凡一脸玩味地看着他说道, 那就看你怎么选择了, 是选择支持秦国伟, 还是选择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海大春犹豫了一下说道, 条件先不说, 我怎么相信你能治好我? 叶不凡上前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然后将一颗黑色的小药丸塞进嘴里。 还没等海大春反应过来, 那颗药丸便已经化作一股热流流了下去。 叶不凡放开他说道, 我的这颗药丸是一次性的, 五分钟之后见效, 可以保证你做一晚上的真男人, 明天早上六点正式失效。 如果答应我的条件, 董事会结束之后, 我给你一颗永久性的保证八十岁之前都管用。 如果不答应的话, 我也能保证你这辈子做太监, 不会有一次例外。 另外今天的事情, 在投票之前要保密。 说完他没再理会海大春, 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混蛋, 什么东西? 海大春看着他的背影, 狠狠地骂了一句。 与此同时, 他心里也生起一丝好奇, 盯着自己的小兄弟, 想看看叶不凡的话到底准不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 可是五分钟一到, 猛然一股热流从小复处升起, 瞬间便找回了久违的感觉。 娘的, 先不管那么多, 干了再说。 导顾了一句, 他将地上的女人弄醒, 然后扑了上去, 很快房间内传出一阵阵怪异的声音。 秦仲, 秦氏集团的另一个大股东, 董事会成员, 手中握有十的股份。 他并不是秦家的嫡系成员, 这是一个远方亲戚, 但靠着自己出色的经商能力, 最终拥有了秦氏集团时的股份。 在秦家, 他跟秦大海一向交好, 明天的董事会选举, 不出意外的话, 他必然会将手中的一票投给秦国伟。 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 秦仲算是非常成功的, 豪车别墅, 一辈子花不完的钱财, 妻子温柔体贴, 漂亮可人。 但天不遂人愿, 七年之前有了自己的儿子秦飞宇, 后来却发现是一个聋眼。 如今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 别人家的孩子都背着书包走进了学校, 但他儿子却不行, 连一句爸爸都喊不出来。 此时一家三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妻子周平说道, 老公, 今天来的专家怎么说? 儿子有没有治好的希望? 秦飞宇坐在沙发上摆弄着手中的魔方, 他不但无法说话, 而且耳朵也听不见任何声音, 所以夫妻两人谈话, 也不担心被儿子听到。 秦仲叹了口气说道, 专家说了, 飞宇这是先天性的疾病, 根本没有任何治愈的希望, 建议我们把他送到聋哑学校去。 不行, 我不要让我的儿子去聋哑学校, 那样, 他这辈子就真的完了。 听到这个消息, 周平哽咽地哭了起来。 秦仲说道, 我也不想那样, 谁要能治好我的儿子, 我可以答应他任何条件。 只可惜, 我们走访了这么多名医专家, 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办法。 我可以治好你的儿子, 只要一个条件, 一个清朗的声音在房间内响起。 秦仲吓了一跳, 疼得一下站起来, 将妻儿护在身后, 看着房间内的叶不凡紧张地说道, 你是谁? 你要做什么? 要钱我们可以给你, 但千万不要伤人。 叶不凡看着他微微一笑, 不要紧张, 我不是劫匪, 是来给你儿子治病的。 秦仲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 不像是恶人, 也就放松了几分, 但还是疑惑地说道, 你能治我儿子的病? 叶不凡说道, 小意思, 分分钟的是。 周平说道, 老公, 不要相信他, 他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治病? 再说, 也没有这么给人治病的医生。 秦仲显然也不信任叶不凡, 说道, 对不起, 我们不需要你治病, 还是请回吧。 叶不凡看了他一眼说道, 你就告诉我, 是不是治好了你儿子, 什么条件都能答应? 那是当然, 我说话算话, 但是, 还没等秦仲把话说完, 叶不凡身影一闪, 便已经来到秦飞宇面前, 一把将他抱到旁边的沙发上。 把儿子还我, 周平疯了似的, 扑过来要抢孩子, 却被叶不凡一指戳中肩膀的穴道, 如同蜡象一般站在那里。 秦仲抓起电话想要报警, 也被叶不凡一指点中。 他惊慌失措地叫道, 你要干什么? 赶快放了我们, 不干什么? 只要记住信守你的诺言就好了。 叶不凡说完取出银针, 开始用回魂九针, 给秦飞宇治病。 秦仲和周平站在那里一动也动不了, 眼神中先是焦急和恐惧, 后来又变成了疑惑。 他们不知道, 眼前这个年轻人到底是做什么的。 说他是医生, 哪有这么给人治病的医生。 可如果说他是劫匪, 又没有这么抢劫的劫匪, 不劫财, 不劫色, 偏偏硬要给人家治病。 最关键的是, 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就不能动了。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点穴? 叶不凡也是为了节省时间, 防止他们干扰。 这才封住了两个人的穴道。 大约十几分钟后, 他将秦飞宇身上的银针尽数收回, 然后拍了拍他的脑袋说道, 好了, 叫个爸爸, 妈妈。 秦飞宇眨着闪亮的大眼睛, 看了看秦仲, 又看了看周平, 犹豫了几下之后, 张开了嘴巴。 爸, 爸爸, 妈妈。 由于是第一次说话,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有些干涩, 但听在夫妻两个人的耳中, 却犹如天籁之音。 无数次, 他们在梦中幻想着, 儿子能够叫自己爸爸妈妈。 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两个人的眼泪, 犹如泉水一般涌了出来。 此刻他们发现自己的身体能动了, 周平扑过来, 一把将秦飞宇抱在怀里, 兴奋地无以复加。 秦仲先是看了看儿子, 随后感激涕零地对叶不凡说道, 这位小兄弟, 谢谢你治好了我儿子, 你说要多少钱? 我现在就给你。 我不要钱,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明天的秦氏集团董事会把票投给秦楚楚。 叶不凡说完头也不回地, 从窗子跳了出去, 丝毫不担心秦仲会违反自己的诺言。 一来根据资料显示, 秦仲这个人非常注重承诺, 向来都是言出必行。 二来以自己今晚表现出来的手段, 相信他们夫妻也不敢反悔。 午夜, 在一栋别墅前面, 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 正跟一个小鸟艺人的女人, 恋恋不舍地一一惜别。 他叫谢广, 秦氏集团董事会的股东之一, 拥有十的股份。 在跟女人一番热吻后, 他回头上了车, 虽然在外面风流, 但必须在晚上十二点之前回到家里。 不然家中的母老虎发起风来, 他是真心害怕。 谢广非常清楚自己的情况, 虽然现在拥有数益的资产, 拥有秦氏集团的股权, 但这些都是靠老婆得来的。 如果没有老婆一家坐后台, 他什么都不是。 所以他怕老婆, 非常非常的怕。 跟情人告别后, 他开车往回走, 突然身后响起一个声音。 真没想到, 你这么一个怕老婆的人, 竟然在外面有三个情人, 四个孩子。 谢广吓了一跳, 深更半夜的他, 真的以为自己见了鬼, 双手一抖, 差点没撞上旁边的路灯, 赶忙一脚刹车, 将车停了下来。 回头一看, 一个二十左右岁的年轻人, 正笑呵呵地看着自己。 谢广惊恐地问道, 你是谁? 是人还是鬼? 当然是人。 哪有我这么帅的鬼? 叶不凡说着, 还伸手, 在他的脸上拍了拍。 确定是人不是鬼。 谢广这才安稳了许多, 问道, 你要干什么? 没什么, 明天秦氏集团的股东大会, 你要把票投给秦楚楚。 是秦楚楚派你来的? 叶不凡说道, 你不要问那么多, 只要按照我说的, 去做就好了。 谢广说道, 不行, 我已经答应了秦国伟, 要把票投给他。 看看这是什么? 叶不凡甩手将一个文件夹扔了过去。 谢广拿过来一看, 这是一叠资料, 上面清晰记载着他三个情人的住址和四个孩子的详细情况。 包括在哪里上学, 还附带着照片, 简直比相关部门的档案还要清晰。 他神色瞬间就变了, 声音颤抖地问道, 这些东西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都说了你不要问太多, 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就好了, 不然明天这叠资料会出现在你老婆的床前。 你应该知道你老婆的很辣, 真要让她知道你有这么多情人和孩子, 恐怕他们一个都活不了。 而我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你把票投给清楚楚, 这一切就当没有发生过。 叶不凡说完下了车, 留下一脸呆滞的谢光。 他不明白自己做得如此隐秘, 眼前这个年轻人又是怎么查出来的?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在秦国伟和秦人孩子之间, 他自然知道该选择谁。 第二天上午十点, 秦氏集团的董事会在集团大厦小会议室准时举行。 提前一个小时, 秦国伟便已经来到了这里, 跟各个到来的同事亲热地打招呼。 昨天晚上, 他得到了除情除楚之外所有股东的承诺, 此刻志得意满, 在他看来, 自己已经有半边屁股坐在了总裁的宝座上。 会议室里面, 海玉兰拄着拐杖坐在旁边的一张沙发上, 来给自己的孙子站脚助威。 虽然他不是董事会成员, 但作为秦家的老祖奶, 地位崇高, 出现在这里, 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 眼见着就到了会议开始的时间, 秦楚楚和叶不凡两个人携手走了过来。 秦国伟看到叶不凡神色一寒, 冷声说道, 他不是董事会成员, 所以今天的会议不能参加。 秦楚楚说道, 堂哥, 按照董事会的规定, 是可以带秘书参加会议的。 秦国伟说道, 可他不是你的秘书。 昨天晚上就已经是了。 叶不凡说道, 我现在就是楚楚的秘书, 还是24小时贴身的那种。 秦国伟冷哼一声, 就算你能参加董事会, 又能怎么样? 难道你还能改变结局不成? 叶不凡微微一笑, 秦大少爷, 凡事都有可能, 这还真说不定。 秦国伟没再理会他, 人已经到权, 转身进了会议室。 叶不凡跟着秦楚楚进了门, 看到他之后, 房间内的很多人都是神色一变。 海玉兰看到叶不凡, 抬了抬眼皮说道, 你让他来干什么? 秦楚楚说道, 他是我的秘书。 无足轻重的小虾面, 你就算带他来也没用, 就不要抱什么妄想了。 老太太的内心是非常高傲的, 秦栋凉死了, 她现在是秦家地位最高的人, 只要自己在这里坐镇, 相信没有任何一个股东敢不给面子。 正因为这一点, 他对叶不凡是不是参加董事会, 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海玉兰回头对海大春说道, 好了, 既然人到权了, 那就开始吧。 在诸多的股东当中, 海大春的资历是比较高的, 同时担当着副董事长的职务, 秦栋梁这个董事长不在, 董事会由他来主持。 他今天红光满面, 看起来意气风发, 昨天晚上又重新找回了当年的威风, 将那个女人杀得丢盔卸甲, 溃不成军。 最让他吃惊的是, 早上六点钟那里准时收工, 跟叶不凡所说的一分钟都不差。 这也让他彻底被叶不凡的医术所折服, 为了下半辈子, 还能做一个正常的男人, 再也顾不得海玉兰的面子了。 他吹了吹话筒, 神色庄重地说道, 各位董事, 今天召开咱们的董事会。 主要议题是选举情势集团的总裁。 按照我们情势集团以往董事会规定, 所有集团的董事对被选人投票, 每人拥有一票, 票数超过半数, 即为获得通过, 成为集团新一任总裁。 如果两个被选人票数相同, 则按照投票人的股份叠加计算获胜一方, 介绍完规则之后, 他又说道, 今天的第一被选人是秦国伟, 在座的各位董事, 还有准备参加总裁竞选的吗? 话音一落, 秦楚楚说道, 还有我。 海大春例行公事地说道, 那好, 候选人有两个, 下面大家开始投票表决。 等一下, 坐在旁边的海玉兰说话了, 在表决之前, 我老太婆先说两句, 在我们秦家, 向来都是由男人来执掌, 所以我, 支持我孙子秦国伟, 也请大家务必投他一票。 听到他说话在场的董事们, 都是微微皱了皱眉, 如果这老太太只是在旁边旁听, 也勉强说得过去, 但这拉票, 就有些过分了。 只不过海玉兰的地位太高, 大家, 谁也不会说什么。 秦楚楚一阵紧张, 握了握叶不凡的手说道, 小凡, 这是真的行吗? 叶不凡微微一笑, 放心吧, 再过一会儿你就是秦氏集团的总裁了。 海玉兰说完之后, 海大春对着台下说道, 现在开始投票, 请各位同事按照在座的顺序表决。 由于人数不多, 秦氏集团的董事会向来都是直接表决, 而不是采用唱票的形式。 按照座位的顺序, 第一个举手表决的是秦家长子秦大江。 此刻的他紧张无比, 额头上甚至已经低下的冷汗。 从内心来讲, 当然想把票投给自己的女儿秦楚楚, 只可惜老太太就在旁边坐着, 这让他根本没有那个胆量。 见他久久不说话, 海玉兰老脸一沉, 说话呀, 你哑巴了, 大家都等着你呢。 秦大江身体微微一抖, 随后紧张地说道, 我把票投给秦国伟。 眼见着在老太太压力之下, 连秦大江都把票投给了自己, 秦国伟嘴角泛起一抹笑意, 看来今天已经势在必得了。 海大春叫道, 秦国伟一票, 请继续。 第二个是秦大海, 他自然把自己的票投给自己的儿子。 第三个就是秦国伟本人, 他也毫不犹豫地将票投给了自己。 很快秦国伟便已经获得了三票, 看到这个结果, 老太太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秦国伟越发地得意。 投票依次进行, 到了秦仲这里。 在所有人的眼中, 秦仲是秦家人, 而且跟秦大海和秦国伟交好, 这一票也是跑不了的。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 秦仲口气坚定地说道, 我这一票投给秦楚楚。 这一下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变, 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包括秦楚楚, 自己都没有想到, 秦仲会把票投给他。 海玉兰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冷声说道, 秦仲, 你在干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该把票投给谁吗? 老太太, 你在干什么? 拉票也就算了, 现在还要强迫董事投票, 你还把不把董事会放在眼里? 不如你直接代替董事投票得了。 说话的自然是叶不凡, 也只有他敢当众直对海玉兰。 老太太顿时大怒, 小子, 你给我闭嘴, 这里是董事会, 哪有你说话的范儿? 叶不凡神色淡然地说道, 你还知道是董事会啊? 我怎么说, 也是楚楚的秘书, 有参会的资格, 而你呢? 连参会的资格都没有, 不会告诉我, 你是秦国伟的秘书吧? 你你! 老太太今天坐在这里, 完全靠的就是自己的老脸和威士, 根本就没有任何道理。 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 此刻她被对得浑身发抖, 却又无话可说。 既然自己得了一票, 秦楚楚精神一震, 对台上的海大春说道, 副董事长, 是不是投票该继续了? 海大春也没有理会海玉兰, 继续说道, 秦楚楚一票, 投票继续进行。 坐在秦众旁边的是谢广, 面对着诸多注视自己的目光, 她微微叹了口气, 然后说道, 我的票投给秦楚楚。 虽然老太太有些威士, 虽然她跟秦大海和秦国伟的关系不错, 但相比于自己的老婆和孩子这些都差得太远了, 她当然知道该如何选择。 海大春叫道, 秦楚楚, 两票。 这下海玉兰和秦国伟几个人都有些猛逼了, 如果说秦众一个人投给秦楚楚是个别, 两个人就有些不寻常了, 包括秦大江, 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连自己这个亲爹都逼着投给了秦国伟, 可这两大股东却突然转向。 无论如何, 投票是不能停的, 接下来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一个接着一个的股东将票全部投给了秦楚楚。 仅仅一两分钟过后, 除了秦家的四个人合作在台上的海大春之外, 秦楚楚已经拿到了五票, 从票数来讲已经占了一半。 海玉兰的脸色变得无比的难看, 秦国伟的额头上, 都已经渗出了冷汗, 他们不明白情况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些大股东们昨晚已经信誓旦旦地保证将票投给秦国伟, 怎么突然彻底变了主意? 不过投票权是人家的, 他们就算再着急也没用。 在场一共十名股东, 手中拥有十票, 如果再得一票, 秦楚楚就必然胜出。 面对这一切, 他都有些不敢相信, 知道这一定跟叶不凡有关, 但他想不明白这个男人是如何做到的。 如何一夜之间便让这些大股东全部倒向了自己? 这在他眼中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看到局势失控, 海玉兰立声叫道, 秦楚楚, 我命令你, 把票投给你堂哥。 在他看来, 还有海大春是自己的亲戚, 在绝对掌控之下, 如果秦楚楚把票投给秦国伟, 再加上海大春的一票也是五票。 到时候票数相同, 就要看双方所掌控的股份。 而就股份数量, 他们这边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秦楚楚愤愤地说道, 凭什么? 老太太蛮横地叫道, 就凭我是你奶奶, 如果你不把票投给你堂哥, 就算你拿到了总裁的位置, 我也会把你赶出秦家。 秦楚楚神情激动地叫道, 奶奶, 你还能再偏心一点吗? 明明她就什么都不如我, 凭什么我要把票投给她? 海玉兰说道, 我不管你私下里做了什么手脚, 蛊惑了在场的股东, 但只要有我在, 你就做不上秦家的总裁。 秦楚楚叫道, 股东都是自由的, 投票是他们的权利, 想投谁就投给谁, 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算是我说服他们, 那也是我能力的体现, 跟结果无关。 老太太神色阴沉, 还要再说什么? 这是叶不凡说道, 行了, 不要吵了, 就算逼楚楚也没用。 他看向台上的海大春说道, 海先生, 该到你投票了。 海大春看了看目光灼灼的叶不凡, 知道自己逃避也没用, 为了自己的小兄弟以后能够正常使用, 还不如痛痛快快地做出决定。 他说道, 我的票投给秦楚楚, 支持他做秦氏集团的总裁。 这一下, 海玉兰彻底傻眼了, 就算他能凭借自己的威势逼迫秦楚楚, 那也只是四票, 事到如今彻底输掉了今天的董事会投票。 秦楚楚紧跟着说道, 我把票投给自己。 既然做出了决定, 海大春就没有任何犹豫, 公事公办地说道, 董事会选举投票结束, 秦楚楚获得七票。 超过所有董事会成员的半数, 当选秦氏集团总裁, 及时生效。 其他的董事会成员也不再理会海玉兰等人, 纷纷对秦楚楚表示祝贺。 这些人能够走到今天的位置, 都是极为聪明的角色。 从今天的投票, 他们就已经看出了叶不凡的厉害。 开始都以为自己只是个例, 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 如果说左右一个人的意志不算什么, 能够掌控所有飞秦家董事会成员手中的那一票。 这种掌控全局的能力, 想想就让人感到恐惧。 叶不凡看向海玉兰, 微笑着说道, 老太太, 结果让你们失望了。 你, 海玉兰气得脸色铁青, 原本以为自己有着足够的威望, 可没想到现在却彻底失控了, 没有秦栋梁, 他根本无法掌控秦家这些股东。 而就当他准备抱走的时候, 秦国伟突然在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海玉兰立即说道, 既然董事会的选举已经结束, 那我们就进行下一项。 各位董事都在, 请大家见证一下, 我孙子秦国伟将继承老头子的二十股份。 从现在开始他, 就是整个秦氏集团拥有股份最多的一个, 担任集团董事长。 秦国伟一脸得意地说道, 秦楚楚, 当总裁有什么好得意的? 现在我是董事长, 马上就能罢免你的总裁位置, 由我自己担任。 各个集团有各个集团的规定, 而在秦氏集团, 董事长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 随时可以任免总裁的职务。 秦楚楚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 没想到自己努力了这么久, 最后是这样一个结果。 海玉兰神色嚣张地说道, 救你们两个小娃娃, 还想跟我老太太斗, 差得远呢? 在场唯一淡定的就是叶不凡, 他微微一笑, 看着老太太说道, 这么做, 你会后悔的。 海玉兰说道, 我后悔。 开玩笑! 小伟是我的孙子, 秦家就应该属于他, 绝对不是一个外人可以抢走的。 叶不凡看着他说道, 如果他就是杀死秦栋梁的人呢? 这话一出口, 犹如一颗炸雷响彻在会议室里面, 所有人的神色瞬间大变, 包括那些事不关己的股东, 都是大吃一惊。 反应最大的还是秦国伟, 毕竟这个事情就是他做的, 此刻被道出了真相, 他哪能不着急。 叶不凡, 你胡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会杀爷爷? 因为你不杀了你爷爷, 你就坐不上总裁的位置, 更不要说董事长。 胡说, 满嘴胡言。 秦国伟赶忙对海玉兰说道, 奶奶, 你千万不要相信这家伙胡说八道, 他就是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随后他对着门外大声叫道, 保安哪, 赶快把这个家伙给我赶出去。 话音一落, 房门打开, 不过走进来的却不是保安, 而是七八个全副武装的治安警, 为首的正式贺双双。 他举起手中的拘捕令说道, 秦国伟, 你涉嫌谋杀秦栋梁, 现在被拘捕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秦国伟眼中闪过一抹惊慌, 但自己事情做得极其隐秘, 绝不可能被人知道的, 一定是叶不凡再搞自己。 他抓住海玉兰的手臂, 叫道, 奶奶, 他们一起冤枉我, 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秦大海跟着说道, 你们就是, 看我儿子当了董事长极度, 所以才栽赃陷害。 海玉兰将手中的拐杖狠狠地砸在地上, 愤怒地看着眼前的众人说道, 你们要干什么? 我孙子是什么人, 我再清楚不过。 孝顺董事, 是绝不可能害死我老头子的。 而且, 事情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 他爷爷是死于心肌梗塞, 就是情楚楚这丫头给气死的。 老太太, 有些事情, 如果只看表面的话, 那你就跟瞎子没有任何区别。 叶不凡说着摸出手机, 点下了播放器的按钮, 很快一段录音传了出来。 爷爷, 这是我从M国买来的特殊药水, 注射之后五分钟, 你便会死于突发性心肌梗塞, 任何人都查不出病因。 所以, 你不要生气, 那样会加速血液循环, 很可能连五分钟都活不到。 虽然仅仅播放了一个开头, 但大家都能听得出来, 这是秦国伟跟秦栋梁之间的对话。 秦国伟先是神色一致, 随后疯狂地冲过来, 抢夺叶不凡的手机, 却被一脚踹翻在地。 秦大少爷别着急, 咱们也要让大家听完, 特别你的好奶奶, 听听自己的孙子, 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不是真的乖巧孝顺。 叶不凡说完, 手机继续播放, 这没有办法, 只能怪你自己, 谁让你一直培养秦楚楚, 谁让你把副总裁的位置交给他。 本来我也不想杀你的, 相比之下杀了秦楚楚更合适, 你对我还有点用处, 只可惜前段时间我请来的杀手失败了。 你们两个人之间必须有一个死, 既然他没有死, 那就你去死吧。 一段几分钟的录音播放完毕, 整个房间内一片沉寂, 所有人都明白了, 秦栋梁并不是被秦楚楚气死的, 而是死在自己的亲孙子手里, 包括之前刺杀秦楚楚的杀手, 也都是秦国伟请来的。 秦兽? 没有人性? 这是在场众人不约而同的心声。 海玉兰更是气得浑身颤抖, 他抬手指着秦国伟的鼻子, 拧拧, 愤怒到极致, 他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突然猛的一张嘴, 哇的吐出一大口鲜血。 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他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从小到大一直疼爱的亲孙子, 竟然动手杀死了秦栋梁。 叶不凡没有理会海玉兰, 甚至没有任何出手给他智商的意思, 像这种偏心溺爱到极点的老太太, 完全是自作自受, 怪不得别人。 他看向秦国伟细写地说道, 秦大董事长, 现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想, 以后, 你就要在监狱里面办公了。 我不要进监狱, 我不要当囚犯。 秦国伟的神情瞬间疯狂起来, 突然摸出一把匕首, 顶在海玉兰的脖子上。 你们赶快放我走, 我不要进监狱, 不然我就杀了他。 虽然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但秦大海还是愤怒无比, 对秦国伟吼叫道, 你这个畜生, 赶快放开, 那是你奶奶。 我不管, 爷爷我都杀了, 还管什么奶奶不奶奶, 今天你们必须放我走, 不然我就直接杀了他。 此刻的海玉兰心若死灰, 被自己的亲孙子当成人质, 这是对他内心最大的伤害, 两颗浑浊的老泪顺着眼角流淌下来。 一直以来他都认为秦国伟是最好的, 要比秦楚楚强百倍, 所以百般的溺爱, 千般的袒护, 结果却落到今天这么一个下场。 贺双双贺道, 秦国伟, 你赶快把人质放了, 坦白从宽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你们如果不让我走, 我立即就杀了这个老东西。 秦国伟说着手一动, 直接在海玉兰的脖梗上, 划出一道血口, 虽然不致命, 但是鲜血滑的一下流了出来, 赶快给我退后, 不然我就真的杀了他。 畜生, 我怎么生了, 你这么一个畜生。 秦大海暴跳如雷, 贺双双将他一把拉到后面, 对周围的众人说道, 大家都退后, 先保障人质的安全。 众人也知道没有办法, 只能纷纷向后退去, 给秦国伟让出一条路。 秦国伟劫持着海玉兰, 神情紧张地盯着眼前的众人, 一步一步地向门口退去。 可能是神经太紧张了, 也可能是他没有看路, 突然脚尖踢到了一条凳子腿, 脚下一半, 整个人一个劣居。 如果放在平时, 这并没有什么大事, 但现在, 他的刀刚好抵在海玉兰的脖梗上。 突如其来之下, 锋利的匕首瞬间便划破了喉咙, 一股鲜血呼呼地飙射出来。 一切都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海玉兰就这样死在了最宠爱的孙子的手里。 秦国伟回过神, 根本没有理会倒在地上的老太太, 扭头就要向门外逃窜, 却被叶不凡一脚踹翻在地, 贺双双马上带人上去, 将他靠了起来。 随着他被带走, 海玉兰的尸体也被收敛, 董事会的一场闹剧彻底恢复平静。 秦栋梁被杀, 海玉兰被杀, 秦国伟被抓走, 整个秦家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秦楚楚的手里。 经过所有人的表决之后, 他继承了秦栋梁留下来的二十股份, 成为秦氏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 负责集团的所有事务。 会议散去, 房间内只剩下了叶不凡两个人。 秦楚楚沉默了一会儿, 问道, 小凡, 你是怎么拿到那段录音的? 叶不凡一伸手, 掌心多出一个小米粒大小的芯片, 这是最新出产的高科技切, 听切, 那天你爷爷跟秦国伟一起离开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小子眼神不对, 借着把他扶起来的机会, 在他口袋里放了这么一个。 原本, 我只是以防万一, 没想到他真没有人性地杀了你爷爷。 秦国伟这个王八蛋, 亏了爷爷奶奶从小到大都偏袒他。 秦楚楚恨恨地骂了一句, 随后又疑惑地问道, 既然你手中有他犯罪的证据, 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 还开什么董事会? 叶不凡说道, 不管怎么说, 他之前拥有秦氏集团时的股份, 也是大股东之一。 你爷爷已经死了, 再把他抓走的话, 无论如何也凑不齐八十的股份。 到时候, 秦家的董事会将陷入瘫痪状态, 不利于你重新当选总裁, 执掌秦家。 所以现在的结果是最好的。 秦楚楚知道他说的有道理, 叹了口气说道, 没想到秦国伟如此丧心病狂, 竟然最后连奶奶也杀了。 叶不凡说道, 你奶奶的死, 完全是意外。 不过换个角度来说也是自作自受。 要不是他从小溺爱秦国伟, 让秦国伟一直觉得, 秦家就应该属于自己的, 也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发生。 三天后, 秦楚楚已经完全掌控了秦氏集团, 并且跟兄弟投资公司展开合作, 准备在江南市打造一个大型的珠宝玉石产业基地。 陆伴夏在叶不凡的邀请下, 正式加盟兄弟投资公司担任总经理的职务。 上午夜不凡, 秦楚楚, 高大强, 陆伴夏四个人凑在小会议室里面开会, 商讨如何将珠宝玉石产业基地做强做大。 他们当中, 相对来讲, 秦楚楚的工作经验比较丰富, 毕竟在秦市珠宝工作了这么多年。 他说道, 我们将来的产业基地面向的并不仅仅是江南市和港城, 要覆盖整个华夏, 甚至全世界的珠宝行业。 所以我们的原材料不能单一, 要涵盖缅国的翡翠, 南疆的玉石和非洲的钻石。 陆伴夏说道, 楚楚姐说得没错, 要建立产业基地, 原材料是重中之重, 必须要先把这个做好。 高大强无论是对于公司经营, 还是玉石产业都是一窍不通, 坐在那里没有说话, 高家俊给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 尽快让自己成长。 叶不凡说道, 我和大强都是外行, 你们做决定吧, 需要我们做什么, 尽管说话。 陆伴夏笑道, 我只是打工仔, 你们是董事长, 哪敢随便命令你们。 秦楚楚说道, 现在玉石我们还有些存货, 最主要的是钻石, 以前秦氏珠宝都没有涉及这个领域, 完全是两眼一抹黑, 必须重新开辟渠道才行。 几个人正在商讨着,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吵闹声, 一个女人声音尖锐地叫道, 赶快让我进去, 我要见秦楚楚。 秦楚楚皱了皱眉, 心中暗道, 这些保安是怎么办事的, 怎么把闲杂人等都放了进来。 而就在这时, 那女人再次叫道, 楚楚, 我是曹小婉的妈妈, 你在哪儿? 我有重要的事情, 找你。 听说是曹小婉的妈妈, 秦楚楚总不能不理, 她推门走了出去, 夜不凡几个人也跟在后面走了出来, 房间外, 几个保安正在拉扯着一个中年女人, 准备把她拖出去。 秦楚楚说道, 放开吧, 这是我周阿姨。 中年女人叫周美凤, 是曹小婉的母亲, 她们之前也是见过面帝。 楚楚, 阿姨求你了, 求求你救救小婉吧,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啊。 周美凤见到秦楚楚, 立即扑了过来, 跪在地上抱着她的大腿, 嚎啕大哭。 秦楚楚有些梦了, 赶忙将她扶起来说道, 阿姨, 你这是怎么了? 有事咱们里面说。 说着将周美凤扶进了小会议室, 拉了一张椅子, 让她坐了下来。 周阿姨, 到底怎么回事? 小婉她怎么了? 都是那个坑人的卡努, 她害死我们家小婉了。 周美凤说着, 又是一阵嚎啕大哭, 看得周围的几个人, 都是一脸的莫名其妙。 秦楚楚安慰道, 周阿姨,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光哭不解决问题, 必须说清楚, 大家才能帮你想办法。 是这样的, 那个卡努根本就不是什么王子。 而且在家里, 还有四个老婆, 周美凤擦去脸上的泪水, 开始讲述起来。 原来那个卡努, 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不但不是什么王子, 还穷得要命, 住在非洲的一个小部落, 家里还有四个老婆, 十二个孩子。 她以结婚的名义, 把曹小婉骗上飞机, 到了非洲之后, 便立即撕毁了护照, 抢走了电话, 露出了真面目。 当时的曹小婉, 就算知道真相, 也已经晚了。 叫天天不英, 叫弟弟不灵, 没有身份证明。 她哪里都去不了, 更无法寻求官方的帮助。 在被卡努带到他们的部落后, 更发现, 这里是个无比荒凉的地方, 甚至比华夏的一些偏远山区, 还要落后。 最关键的是, 卡努把她拐带回来, 目的就是让她出去卖, 身赚钱, 供养着一家十几口人的生活。 开始的时候, 她还想反抗, 却被卡努和那些女人一顿毒打, 后来不得不屈服。 从那天开始, 曹小婉非但没有成为梦想中的王妃, 相反开始了地狱般的生活, 每天都要接十几个客人, 多的时候, 甚至要几十个。 卡努和那几个黑女人, 每天都是, 闲了稍有不顺, 就对她拳打脚踢。 曹小婉几次都想自杀, 但都没能死成。 而且每次被救后, 都会再次遭受惨无人道的待遇。 旁边的几个人听得目瞪口呆, 虽然之前也觉得卡努那家伙不靠谱, 但是没想到会是这种情况。 这对于生活在华夏的人来讲, 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刷新了他们的认知。 秦楚楚问道, 周阿姨,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周美凤说道, 就在前些日子, 小婉遇到一个华夏去的客人, 得知真相后非常同情, 把手机借给她, 偷偷打了个电话。 我们这才知道女儿在受苦。 陆半夏说道, 那赶快想办法, 把人救回来啊。 周美凤说道, 他爸爸马上就飞了过去。 只可惜到了那里, 依旧是叫天天不应。 非洲那么大, 又不像华夏这么发达, 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人口信息登记, 更没有连理去找人。 在那边折腾了四五天, 人没有找到, 后来还被洗劫一空。 万般绝望之下他, 给我打了最后一个电话, 然后吊死在非洲的歪薄树上。 说到这里, 他再次嚎啕大哭起来, 原本好好的一家三口, 现在只剩下了他一个。 这, 听到这个结果, 所有人都哑口无言,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周美凤又拉着秦楚楚的手说道, 楚楚, 阿姨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我知道你是总裁, 跟小婉关系又好, 也只有你才能帮他, 求求你了, 一定要把他救回来。 非洲那边, 我们秦家, 也没有任何业务往来, 更没有熟人。 这样吧, 阿姨, 小婉的事, 我一定会管的, 不过, 你丢点时间, 让我想想办法。 秦楚楚好不容易安抚了一番, 这才送走了周美凤。 回来后, 几个人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沉默。 高大强有些不明所以地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曹小婉不是华夏人吗? 怎么好好的跑到非洲去了? 陆半下也问道, 是啊,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这完全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叶不凡将曹小婉的事情, 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听他说完, 高大强啪的一拍桌子。 怒道, 看不起华夏男人, 非要自己找黑鬼, 梦想着当王妃。 这种人落到今天的田地, 完全就是活该, 根本不值得同情。 陆半下没有发表评论, 但也是摇了摇头, 显然对曹小婉的做法, 极不认同。 秦楚楚急切地说道, 小婉虽然做得不对, 但落到今天的地步也太惨了, 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应该把他救回来。 高大强依旧愤愤地说道, 那又能怪得了谁, 陆是他自己走的, 不是喜欢找国外的男人吗? 不是说, 华夏男人配不上他吗? 那就应该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 陆半下说道, 确实是这样,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自己选择的路就要自己走, 不管对与错, 都应该自己承担。 可是, 他犯的错误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 不管怎么说, 曹小婉也曾经是秦楚楚最好的闺蜜。 他可怜兮兮地看着叶不凡说道, 小凡, 我知道你本事大, 求求你了, 就把小婉救回来吧。 叶不凡想了想说道, 那好吧, 我就走一趟非洲。 高大强说道, 小凡, 这种自以为是的女权主义者, 你就多余管她, 让她自生自灭好了。 陆半下说道, 而且非洲那种地方非常麻烦, 好多部落都是吴政府的原始生态, 他们那些人根本不讲道理的。 再有那里的生态环境也不好, 各种疾病丛生, 还都是怪病。 叶不凡说道, 曹小婉虽然思想偏激, 为人也不怎么样, 但终究是楚楚的闺蜜, 而且已经受到应有的处罚, 帮一把也没什么。 再有, 刚刚我们不是说了, 要打造一个超强的珠宝玉石产业基地, 必须要有钻石来源吗? 哪里有钻石? 当然是非洲啊, 所以我去一趟还是很必要的, 再就回曹小婉之后, 看看能不能打造一个属于我们的专有供货通道。 听她这么一说, 两个人自然也不再反对。 秦楚楚拉着她的手, 满心感动地说道, 小凡, 真是太谢谢你了。 陆半下说道, 既然这样, 你到了那边一定要多加小心。 高大强站起来说道, 小凡, 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 多个人多分力量。 叶不凡说道, 用不着, 我走了家里这边还要靠你, 不然我到了那边也不放心。 最近一段时间, 她在江南市确实树立了不少敌人, 这边的亲人必须要有人保护才行。 秦楚楚说道, 小凡,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叶不凡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道, 你去做什么? 是不是觉着我就一个人出来太容易了, 再给我增加点负担吗? 而且秦氏集团刚刚稳定, 根本就离不开你。 开玩笑, 高大强去了, 还能帮帮忙, 他去了只能帮到忙。 这, 秦楚楚无奈地说道, 那好吧, 你一定要早去早回, 注意安全。 事情确定之后, 秦楚楚马上安排人为叶不凡预定了飞往非洲的机票。 晚上八点钟, 他拒绝了其他人的送机请求, 打了一台车来到机场。 下车后, 叶不凡一个人向机场路口走去, 由于有储物戒指, 他并没有带任何随身物品。 刚向前走出几步, 突然身后有人叫道, 前面那位帅哥, 可以帮我提一下行李吗? 叶不凡回头一看, 贺双双正拖着行李箱, 站在身后微笑。 今天他穿着简单的牛仔裤T恤衫, 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 披肩长发竖成一条马尾垂在脑后, 看起来颇有邻家女孩的味道。 只不过长得太漂亮了, 即便穿着再普通, 也是美艳动人, 风姿卓越。 双双, 你怎么来了? 叶不凡对贺双双的到来颇感意外。 贺双双上前抱住他的手臂, 满脸笑意地说道, 我说刚好要去非洲旅游, 跟你偶遇, 你信吗? 不信, 哪有那么巧的事? 那就是, 我刚好休假, 听说你要去非洲办事, 就给你买了同一个航班的机票, 这个理由可以吗? 还算说得过去。 叶不凡说着, 接过他手里的行李箱, 两个人刚要走进入口, 十几台车急迟而来, 刺耳的刹车声引来无数人的注目。 车辆肆无忌惮地停在机场入口前, 为首的一台家常劳斯莱斯打开, 从里面走下来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男人。 这人长发盘在脑顶上, 穿着一身长袍, 俨然是一副古装的打扮。 如果不是神情巨傲, 前呼后拥, 还真的以为是哪里来的古装戏演员。 在他身边簇拥着十几个人, 这些人一个个西装革履, 大副翩翩, 一看就是成功人士。 但看向中年人的神情, 却充满了恭敬和敬畏, 满脸的谄媚和讨好。 在这些人外围, 是数十个身穿黑西装的保镖, 不停地驱赶周围看热闹的路人。 就连叶不凡和贺双双, 也被保镖粗暴地推到旁边。 然后中年人嚣张地走进了入口, 直奔VIP后继大厅。 对于这种情况, 叶不凡也懒得计较。 只是有些好奇地说道, 双双, 你认识这人吗? 他是谁啊? 实在是太能装逼了。 贺双双说道, 你听过江北葛大师吗? 叶不凡摇了摇头, 他以前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学生, 连江南上流社会的事都锁之甚手, 更不要说江北了。 走吧, 我慢慢讲给你听。 贺双双挽着叶不凡的手臂, 两个人一边向里面走一边开始讲述起来。 江北市跟江南市隔江相望, 虽然距离不远, 但却有很大的差别。 相比之下, 江南的经济更好。 而江北就要差了许多, 连自己的机场都没有, 所以要到江南乘坐飞机。 不过江北, 在武道和术法方面, 要高于江南市。 在武道方面, 有的是高手, 光头师王夏侯傲, 术法方面有葛大师。 这两个人不要说在江北市, 就算整个江南省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也正因为有这两个人坐镇, 当年历天行成立大江会。 横行江南市的时候, 始终没敢将手伸到江北市。 哦。 叶不凡点了点头问道, 人家不都是什么金毛师王之类的吗? 怎么还出了个光头师王? 贺双双说道, 作为江北市的武道第一人, 夏侯傲有两项绝技, 一项是铁头弓, 一项是狮吼弓, 结合起来, 就有了光头师王的绰号。 哦。 叶不凡问道, 难道刚刚这个人就是江北葛大师? 他不是葛大师, 葛大师可比他的排场要大得多。 贺双双说道, 不过这人也非常有名气, 是葛大师的顶门大弟子, 傅赵泽。 叶不凡说道, 光是一个弟子, 就有这么高的逼格吗? 嗯。 贺双双说道, 这些年, 可大师已经很少亲自出手了, 一般都是傅赵泽出面。 而且, 这人确实也有很有些本事, 传说中继承了的大师的一波, 不但在江北名声显赫, 甚至有一些海外的富豪都经常会请他出山。 而且每次的出厂费都不低, 至少要数百万华下笔以上。 看他今天的样子, 应该是又受到了哪个富豪的邀请。 两个人是头等舱, 走的是贵宾通道, 边说边走上了飞机。 当来到头等舱的时候, 赫然发现, 傅赵泽已经坐在那里。 两个人都微微有些意外, 没想到傅赵则是跟他们一般飞机, 都是赶往非洲的。 葛大师名叫葛公, 也有人叫他葛老神仙, 名镇江北。 乃至整个江南省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无数的高官显贵都是他的座上宾。 正所谓水掌船高, 由于葛大师地位崇高, 作为他的顶门大弟子, 傅赵则也是声名显赫。 这次更是受到了非洲一个大人物的邀请, 仅仅是出厂费就给了一千万华下笔。 正因为这样, 他为人非常傲慢, 纵然此刻一个人坐在飞机上也是端着高逼格, 俨然是一副高人的形象。 可当看到贺双双的那一刻, 傅赵则顿时眼前一亮。 他虽然是葛大师的徒弟, 但为人既贪财又好色, 这些年, 借着消灾解难的名义, 没少玩弄女人。 纵然他月女无数, 也从没有见过如此让他心动的女人。 漂亮! 实在是太漂亮了! 而且还透着一股英气。 傅赵则的心一下子痒了起来, 旁边的座位还是空着的, 希望这个女人能坐在自己旁边, 那样就有了下手的机会。 但结果让他失望了, 叶不凡和贺双双静止走到后面的位置坐了下来, 两个人的位置是挨着的。 原来贺双双休假半个月, 原本他就想着用这段时间增进一下跟叶不凡之间的关系, 突然从贺鹏飞那里得到消息, 说叶不凡马上要赶往非洲。 他意识到这是个好机会, 立即通过贺家的关系打探到了叶不凡的航班信息, 然后又把相邻的座位买了下来。 所以, 两个人坐在一起不是偶然, 而是精心策划出来的。 傅赵则没有等到贺双双, 而在这时, 一个大胡子紧跟着走进来, 坐在旁边的位子上, 这让他越发地失望。 很快, 乘客全部登机, 飞机起飞, 向着地球的那一边飞去。 傅赵则坐在座位上, 大脑飞速旋转, 想着如何才能吸引贺双双的注意, 然后搭上关系。 请问, 您是江北的傅大师吗? 一个空姐满脸崇拜地看着他说道, 傅赵则精神一震, 不错, 正是笔人。 空姐热切地说道, 傅大师, 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名号, 没想到今天真的见面了, 你能帮我看看像吗? 既然相遇就是缘分, 当然可以, 而且分不取。 其实傅赵则平日里给人看像收费可是很高的, 至少要五位数以上, 今天为了能够吸引贺双双的注意, 这才免费给空姐看像。 傅大师,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空姐满脸的喜气, 他早就听说过葛大师和傅大师的名号, 知道这两个人向来出入富豪之家, 平时很少给普通人看像的。 傅赵则先是打量了一下空姐的相貌, 随后又认真看了看他的小手, 这才说道, 你在七岁那年经历了一次人生大事, 应该是双亲当中失去一位。 对对对, 我母亲那年去世了, 是我父亲把我养大。 空姐忙不迭地点头, 眼神越发地崇拜。 你十八岁的时候应该遭受了一次意外, 这是命中的一个小劫难。 得到空姐的认同, 傅赵则非常得意, 说话越发地大声, 吸引了周围乘客们的注意。 空姐又说道, 没错, 我十八岁的时候出了一次车祸, 在那次劫难之后, 你的运气便变得好起来。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应聘到这个公司当空姐, 也是运气使然, 原本并不是你的职位, 只是由于时运太好, 才心想事成。 没错, 原本我面试考核的时候没有成功, 可是前面有个人突然生病了, 才让我捡到这个机会。 空姐已经彻底被傅赵则的像术所折服, 满脸崇拜地说道, 傅大师, 那你看看我以后的时运怎么样? 三个月后, 你命中还将有一次劫难, 比你十八岁那次还要严重, 搞不好会有性命之忧。 空姐神色大变, 紧张地说道, 傅大师, 那有没有办法化解? 办法当然有, 我把电话留给你, 半个月之后, 你去江北道场找我, 到时候, 我亲自帮你化解。 只要你能度过这次劫难, 此生都将平平安安, 再也没有任何烦恼缠头。 虽然眼前这个空姐比不上贺双双, 但比普通女人还是要漂亮的太多, 所以, 傅赵则并不想放过, 决定回到江北之后再下手。 空姐当然不知道这些, 欢天喜地地将电话留了下来。 傅赵则卖弄了好半天, 但让她遗憾的是, 贺双双只是跟叶不凡在那边窃窃私语, 根本就没注意她的表演。 倒是其他几个乘客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 旁边的大胡子一脸热切地说道, 傅大师, 您能不能帮我看次项? 傅赵则想着, 如何炮上鹤双双, 哪里有心情搭理她, 摆了摆手说道, 你我缘分不到, 还是算了。 大胡子一脸的失落, 却也没有任何办法。 前面的一个中年胖女人说道, 傅大师, 那你看咱们之间的缘分到了吗? 傅赵则说道, 你的脸动过整形手术, 这像不看也罢。 接连拒绝了旁边的几个客人, 她站起身来到贺双双的面前, 既然鱼儿不上钩, 那也只能主动撒。 这位姑娘, 我觉得今天跟你有缘, 免费给你送上一挂。 傅赵则摆出一副道貌黯然的高人形象, 却掩饰不住眼神中的银, 灰之色。 秦楚楚抬起头说道, 不好意思, 我这人向来不喜欢算卦。 他之前是根本不信这个, 之后见识了叶不凡的神奇手段, 哪还会将这些杂七杂八的人放在眼里? 傅赵则微微一笑, 姑娘, 你肯定不知道我的身份, 我是江美的傅赵则, 我师父是个大师, 给面子的朋友们都叫我一声傅大师。 本人精通风水悬术, 却轻易不给人看向, 今天也是看跟姑娘有缘, 才免费送上一挂。 如果收费, 至少也要万元以上。 旁边的空姐配合地说道, 是啊, 傅大师大名鼎鼎, 而且她的像术很厉害, 刚刚给我看得很准。 叶不凡抬头看了傅赵则一眼, 这家伙身上虽然有些法力波动, 但也仅仅是术法中的入门境界罢了。 距离修法真人还有一段距离, 竟然跑到自己这个术法大师面前炫耀看向, 简直就是不自量力。 而且这么多人都不看, 偏偏跑过来给贺双双看一下, 就算傻子也知道她打的是什么主意。 她说道, 对不起, 这是我女朋友, 她只跟我一个人有缘, 其他男人就算了。 傅赵则摇了摇头, 一脸巨傲地说道, 狭隘, 真的是太狭隘了, 有多少人排队求着我傅某人看向, 你们也不知道珍惜, 迟早你们会知道自己错过了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 如果现在赔礼道歉, 我大人大量, 可以不跟你们计较。 空姐也跟着说道, 二位客人, 傅大师真的很厉害, 我劝你们不要放弃这次机会。 出于职业原因, 他说得很含蓄, 但对于傅赵则的话是百分百的相信。 叶不凡摇了摇头, 我觉得没有道歉的必要。 而且我们真的不想看向, 请回吧。 小伙子, 你自己无知也就算了, 不要去坑别人, 就算是你女朋友也不行。 傅赵则摆出一副痛心疾手的样子, 然后看向贺双双说道, 实不相瞒, 你这次非洲之行有血光之灾, 而且是很严重的一种, 搞不好的话会危及到生命。 这家伙眼见着诱骗不成, 只能出言恐吓了, 相信任何一个人听说自己的生命有危险, 都会求着他破解。 叶不凡皱了皱眉, 以他的能力, 自然看得出贺双双没有任何问题。 这家伙明白着是在虚张声势。 贺双双也沉下了脸, 不客气地说道, 这位先生, 请你放尊重一点, 不要胡说八道。 真是执迷不悟。 傅赵则摆出一副痛心疾手的神情, 伸手摸出两张黄色的符碌说道, 姑娘, 我确实没有骗你。 你这次真的有血光之灾。 这样吧, 这是我师父炼制的两张平安符, 你先戴在身上, 等你知道所言不虚之后, 再来江北找我。 到时候, 别人亲自给你消灾解难。 看到手中的两张符纸, 空姐眼中闪过一抹极度的神色, 他非常清楚这两张符碌的价值。 在江北, 如果是葛大师亲手画制的符碌, 价值至少在五十万以上。 就算是傅赵则炼制的符碌, 至少也是六位数。 叶不凡眼中闪过一抹寒芒, 他非常清楚这两张符碌是什么, 根本就不是什么平安符。 其中一张是追踪符, 只要待在身边, 追踪者就能知道对方的位置所在。 而另一张则是迷情符, 如果待在身边时间久了, 就会慢慢对施术者产生情愫。 这家伙将两张符碌送给贺双双, 其心可诛。 傅赵则却不知道叶不凡已经看破他的小伎俩, 手中拿着两张符放在身前, 正在滔滔不绝地说着。 突然感觉小腹处一热, 紧接着一股焦糊的气味弥漫在空气当中。 他低头一看, 恐惧地发现两张符碌竟然自己燃烧起来。 此刻他的长袍被点燃, 特别是小腹处已经升起了两团火苗。 在飞机上, 如果起火是非常危险的事, 旁边的几个乘客看到这种情况也是神色大变。 快救火! 叶不凡抬腿一脚将傅赵则踹翻在地, 紧接着大脚鸭子在他的小腹处噼里啪啦地踩了起来。 旁边的几个乘客也不含糊, 大胡子, 胖女人, 还有另外两个也都冲了过来, 将脚掌胡乱地踩向傅赵则的小腹下面。 一时间, 大话西游中至尊宝的惨像在这里活生生地上演, 当傅赵则反应过来时, 就感觉那里已经被踩废了。 特别是那个胖女人还穿着一双高跟鞋, 每一脚踩下去都给她带来一种生不如死的痛感。 啊! 撕心裂肺的惨叫在贵宾舱响起, 普通舱的那些人都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 终于, 他身上的火苗被完全踩灭, 连一个火星都没剩下, 大家这才将脚收回去。 傅赵则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一手捂着小腹下面, 另一只手指着叶不凡几个人叫道, 你们你们要干什么? 此刻, 他是满脸的怒火, 再也顾不得之前高人的风范, 因为他感觉那里已经被踩废了, 这让他以后还如何凭借着术法去套路女性徒。 叶不凡义正词言地说道, 你妈没告诉你不许玩火吗? 刚刚这有多危险, 这里是飞机, 搞不好会害死所有人的, 你懂不懂? 纵火是大罪, 要不是我们及时出手, 不对? 是出脚, 恐怕你会在监狱里面过上一辈子, 所以, 你应该感谢我们, 是我们救了你。 是啊, 你应该感谢我们, 飞机上着火后果有多严重。 这种人怎么搞的? 竟然在飞机上玩火, 这不是害人吗? 还是大师呢? 把自己烧成这个样子, 我看十有八九是骗子, 周围的几个乘客都是议论纷纷, 有的议论, 有的蔑视, 有的直接出言指责。 叶不凡又说道, 你刚刚说别人有血光之灾? 难道就没有算到自己有火光之灾吗? 我看你这个大师, 也就是徒有其名, 骗人的把戏。 这话说完, 周围的眼神中立即充满了蔑视, 连自己的运气都算不好, 这种人还有什么资格给别人看向算卦? 就连空姐眼中都闪过一抹疑惑, 似乎也不像之前那么相信和崇拜了。 小子, 你给我等着, 早晚我会找你算账的。 傅赵则虽然不知道自己那两张符炉为什么会自己燃烧起来, 但直觉告诉他跟叶不凡有关系。 不过现在根本顾不得其他, 急匆匆地冲进了飞机上的卫生间, 他想看一下自己那里还有没有挽救的余地。 机舱内一切都重新恢复了平静, 贺双双凑到叶不凡耳边笑道, 小凡, 是不是你让他出的丑? 叶不凡微微一笑,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明明是他自己没算到有火光之灾。 信你才有鬼了? 贺双双妩媚地白了一眼。 在世外桃园小区, 他可是亲眼见证过叶不凡操纵数百符路的情景, 引燃两张符纸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过了一会儿, 傅赵则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此刻, 他疼得脸色惨白, 痴牙咧嘴, 身上的长袍更是烧得破破烂烂。 比乞丐也强不了多少, 之前的高人逼隔碎了一地。 看到他回到座位, 大胡子一脸的嫌弃, 甚至向旁边挪了挪身子, 仿佛很不愿意跟他这种人坐在一起, 是很丢人的事。 傅赵则狠狠地瞪了一眼叶不凡, 眼神中燃烧着浓烈的恨意。 飞机持续飞行了十几个小时, 最终落在了非洲南F国首都的机场。 叶不凡和贺双双下了飞机, 此时他身后多了一个大大的背包。 原本他是不需要带东西的, 这包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 在机场的出口外面, 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男人正蹲在地上抽烟, 虽然等候接机的人很多, 但这家伙是最显眼的一个。 因为他的烟实在是抽得太多太快了, 整个人都笼罩在淡淡的烟雾当中。 这家伙头发很乱, 身上穿着一件大两号的西服, 看起来有些邋遢, 抽烟时时不时露出两颗金灿灿的大金牙。 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眼神中时不时闪过一抹不亦被人觉察的精芒。 这时他看到走出来的叶不凡跟贺双双, 手指轻轻一弹, 掐灭的烟头, 划出一道抛物线精准地落入旁边的垃圾桶, 然后卖步迎了上去。 小兄弟, 请问你是叶不凡叶先生吗? 大金牙来到叶不凡面前灿烂的一笑, 露出满嘴的大金牙, 不知什么时候他手上又多了一根香烟。 我是叶不凡, 你是司马威的朋友吧? 在出发之前, 司马威曾经给他介绍了一个朋友, 是轩辕阁在非洲的负责人, 没想到会是如此猥琐的一个中年人。 这家伙长得不但难看, 而且说起话来一副公鸭嗓, 再配上不知哪里的口音, 让人感觉有些怪怪的。 你好, 我叫大金牙, 大家都这么称呼我, 叫得时间长了, 我连老马起的名字都忘了。 大金牙说着, 跟叶不凡热情地握了握手, 又看一下贺双双说道, 叶老弟, 这是你女朋友吗? 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整个非洲也没有这么漂亮的女人。 见这人将自己跟非洲的那些黑女人相比, 贺双双有些哭笑不得, 礼貌地说道, 你好, 我是贺双双。 大金牙拿起手中的香烟, 狠狠地抽了一口, 吐出一圈烟雾说道, 好了, 咱们走吧, 住宿的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 既然大家都是朋友, 来到这里, 我要好好地请你们吃一顿。 说完他将两个人带到机场外, 指着一辆黄色的地势说道, 这是我的车, 上车吧。 三个人一起上了车, 向着南F国首都的城区赶去。 大金牙看到同胞之后, 似乎非常兴奋, 而且非常健谈, 一路上说个不停, 向两人介绍着这里的风土人情。 只是这家伙的烟抽得太狠了, 一根接着一根, 几乎手上不离烟, 虽然开着窗子, 依旧让叶不凡两个人感觉很不舒服。 他说道, 金牙哥, 你这烟抽得也太狠了一些吧, 烟抽多了, 对身体不好。 不好意思, 影响到你们了。 大金牙将手里的半截烟屁股狠狠地抽了一口, 然后啪地一下弹出窗外。 虽然汽车在急迟, 但那个烟屁股还是准确地落进了一只垃圾桶。 叶老爹, 你是不知道, 老哥这也是逼不得也。 大金牙将嘴里的烟雾土干净, 然后说道, 一转眼, 我已经在这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待了十年, 你说没亲人没朋友的, 我能干点啥? 借酒交仇? 那绝不可能, 虎妞那丫头应该跟你说过我的情况, 做我们这一行, 要时刻保持清醒。 女人? 就这里的黑娘们, 就算关了灯戈都不忍心脱裤子。 人生在世, 总要有那么一点爱好。 既然酒色都不行, 也只能抽烟了, 一来二去, 就泡上了这么重的烟瘾。 要是这里的女人, 能有小妹妹一半漂亮, 我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大金牙说话很粗俗, 却丝毫不惹人反感。 叶不凡说道, 老哥已经在这里待了十年了? 可不是咋的, 都是那些老家伙们, 把我骗到这里。 开始的时候, 说三年就让我回去。 结果苦苦判了三年, 又说, 我有经验, 对这里的情况熟悉。 就一直把我留到这里, 现在我才知道, 被那些老家伙套路了。 大金牙开车的技术很好, 对这里的情况也非常熟悉。 半个小时后, 几个人便进了城区, 在一家看起来不太大的小饭店门前停了下来。 叶兄弟, 别看这里的门面不大, 但做的东西还不错, 勉强可以入我们华夏人的口。 大金牙带着两个人下了车, 将车锁好, 走到店里面, 找了一张相对干净的桌子, 坐了下来。 他很熟弱的, 跟老板点好菜之后说道, 叶兄弟, 贺小姐, 你们不知道, 在这里最痛苦的, 就是吃不到好东西。 当年我可是四川人, 川菜的美味天下皆知, 到了这里就都完了, 每天吃得跟猪食一样。 说完他又掏出一支烟塞进嘴里, 抽了一口说道, 现在除了抽烟, 我实在想不出能干什么, 想想家乡的美味就流口水。 听他这么一说, 叶不凡拿过自己的大背包说道, 老哥, 我这次来给你带了点礼物, 你看喜不喜欢。 说完他从包里面, 磨出两瓶老干妈辣酱, 两瓶十五年的飞天茅台, 另外还有两条华夏香烟。 我的天啊, 叶老爹, 你可真是我的大恩人, 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了, 在这边有钱都买不到。 大金牙喜笑颜开, 如同过年一样, 伸手抓过香烟, 拆开一包, 速度极快地抽出一根, 叼在嘴里点燃, 美美地抽了一口。 随后他又抓过一瓶老干妈, 将盖子拧开, 闭上眼睛, 用鼻子狠狠地闻了一下, 最后抓过旁边的一只勺子, 咬了一大勺放进嘴里。 他闭着眼睛, 仿佛享受人间美味一般, 随后巴达巴达嘴说道, 太好了, 这个味道多少年都没享受过了。 看着他这个样子, 赫双双奇怪地说道, 现在物流这么发达, 这边买不到这些东西吗? 大金牙说道, 虽然卖得很少, 但也能买得到, 不过这边卖的东西, 已经变了味道, 跟咱们华夏的完全不一样。 很快, 一阵香气飘来电, 老板将这里的几样特色菜肴端了过来, 绝大多数都是肉食, 不过看起来跟华夏那边的菜肴完全不同, 有些怪怪的感觉。 叶老弟尝尝吧, 我在这里待了十年, 就这几样东西, 还能勉强说得过去。 来咱们喝酒, 第一次跟叶老弟见面, 我就破例少喝一点。 大金牙一边说着, 一边打开茅台酒, 先是给叶不凡倒了一杯, 脸上的神情颇有一些舍不得的感觉。 看得出来, 他是个非常喜欢喝酒的人, 只不过一直在努力地控制着自己。 几杯酒下肚, 大金牙跟叶不凡之间的关系, 又拉近了几分。 他说道, 叶老弟, 小妹妹, 到了这边, 大哥要先给你们讲一下, 凡事一定要安全第一。 首先一点, 晚上千万不要出门, 这里实在是太乱了。 贺双双说道, 这里的治安很差吗? 他由于职业的关系, 对这方面特别在意。 什么叫治安差? 这里基本上就是没有治安, 跟华夏根本没法相比。 杀人抢劫各种暴力犯罪, 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而且, 这里是不现枪的, 随时都可能有人用枪指着你的头。 虽然这里是首都, 但也好不要太多。 如果你们晚上出去, 肯定会遇到抢劫的。 对于那些抢劫的人来说, 华人是第一首选对象, 首先华夏人有钱, 其次, 华夏人喜欢用现金。 虽然叶不凡是司马威介绍过来的, 但他可不认为, 看起来弱弱的年轻人会有多厉害, 所以再三叮嘱注意安全, 防止发生意外。 贺双双摇了摇头说道, 真的这样吗? 简直不可想象。 大金牙说道, 我这些年在外面走南闯北, 几乎走遍了全球的五大洲, 要说治安比华夏好的国家真的没有几个, 就算那些发达的欧美国家, 到了晚上也很少有人敢出门。 喝了一口酒, 他继续说道, 另外还有, 这里的女人尽可能地不要碰。 这边的情况你可能也听说过, 有50甚至更多的人身上都有艾滋病毒, 稍不注意便会后悔一辈子。 如果你身边有好姑娘, 应该不会犯这种错误。 嗯, 听他这么一说, 叶不凡和贺双双脸上都露出一抹尴尬, 不知该如何回答。 大金牙一脸感慨地说道, 叶兄弟, 现在知道你老哥, 我日子过得有多苦了吧? 真不知道我这十年是怎么过来的。 回去, 你一定要让虎妞那丫头, 跟他们家老头子好好说说, 让我回去吧, 我们家三代单传, 还等着我传宗接代呢。 叶不凡说道, 老哥, 我这次到非洲来, 是想救个人, 你看能不能帮帮忙。 大金牙说道, 说说什么情况。 叶不凡将曹小婉的经过讲了一遍, 最后说道, 我想找到这个女人, 并且把她带回华夏。 她知道, 大金牙是特殊部门的人, 应该比自己更有办法。 叶老爹, 你这个事情不太好吧。 大金牙说道, 在南F国, 一共有一百三十多个部落, 人口加起来数都数不清, 官方那些数字, 根本就当不得准, 这里又没有人口普查, 谁也不清楚, 到底有多少人。 再有一点, 这里的语言不通, 想找人, 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贺双双好奇地说道, 不是说, 这里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吗? 大金牙说道, 这点没错, 官方语言是英语不假, 但仅限于大城市, 仅限于官方, 整个非洲大陆说英语的, 仅仅有识不到的人, 在这里, 用的最多语言, 是足如语。 到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部落, 你说英语恐怕没有几个能听懂的, 最关键的是口音, 口音你应该知道吧, 比如说华夏的湖南省, 没有任何一个湖南人敢声称自己能听得懂所有湖南话, 有时候隔着一条和说话的口音都不相同, 叶不凡说道, 那官方呢? 没有人口信息登记吗? 只要能找到那个卡弩事情就好办了。 官方? 大金牙扑斥一笑, 叶老弟, 这里跟华夏完全不同, 很多部落人的眼中只有酋长, 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总统。 在那里, 官方大佬说句话, 都没有酋长放个屁好用。 听他这么一说, 叶不凡皱起了眉头, 按照之前的想法, 到非洲之后, 只要找到卡弩事情就迎刃而解, 以自己的能力肯定能将曹小婉带回华夏。 但现在找不到人在哪里, 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 也用不出来。 大金牙又自顾自地喝了一口酒, 感叹道, 这种女人, 要我说, 就他妈没有脑子。 这些年, 我在这里见得太多了。 要说三十年前, 咱们华夏穷, 喜欢找外国佬, 还有情可原, 为了更好的生活吗? 可是现在华夏强大了, 比好多国家都要强上百倍, 竟然还喜欢找外国佬, 这不是脑子有病吗? 完全就是自己, 把自己往火坑里推。 贺双双问道, 华夏被骗到非洲的女人很多吗? 反正不少, 这些年我都见了无数个, 开始的时候我闲着没事, 还伸手帮过两个人, 后来也就放弃了, 实在是帮不过来。 而且大家都是成年人, 既然你自己选择了这条路, 那就自己承担后果吧。 贺双双又问道, 那些女人到了这里, 都过得很凄惨吗? 总有几个过得好的吧? 过得好, 你想得太天真了。 大金牙说道, 这里的经济非常落后, 想过好日子, 本就很困难, 除非一些掌控资源的大富之家, 否则绝对比不上华夏的普通生活。 另外, 各地的风俗化不同, 在这里, 女人跟货物差不太多, 跟在华夏国内的地位, 可差得太多了。 根据我这些年的观察和总结, 到这里的女人一般有三种境遇。 第一种算是情况比较好的, 遇到一个多多少少有点良心的男人, 至少还能吃得饱, 不用太受苦。 比如说, 前段时间, 我遇到一个女人嫁到这边, 始终跟着丈夫, 在四处都受黄, 蝶, 这就已经是结果非常不错的了。 第二种, 也是情况最多的一种。 在这边一般男人都是有四五个老婆的, 其中只有一个正牌老婆, 地位相对较高, 其他的都是附属, 在家里没有任何地位可言。 而且这些女人当中, 总有一个要出去卖, 申, 给家里赚钱, 养家糊口。 华夏女人来了, 这个任务就落在华夏女人身上, 因为咱们那边的女人长得细皮嫩肉, 比黑人漂亮得多, 自然赚的钱也就多。 这几年好多部落的黑鬼意识到这种情况, 都跑到华夏去, 编个身份, 骗几个华夏女人回来, 目的就是想多赚些钱。 你们说的那个曹小婉, 就是这种情况。 最可恨的是, 像这种没脑子的女人还多, 总以为外面的月亮比华夏的圆, 她们是不知道这块大陆的可怕。 一旦掉到这个火坑里面, 染上艾滋是必然的, 能够活着回去, 简直就是奢望。 贺双双听的心情无比沉重, 又问道, 那第三种呢? 还有比这更惨的吗? 当然有, 这里好多部落真的跟原始人差不太多, 所作所为超乎我们的想象。 大金牙说道, 在一些没有开花的小部落, 女人都是共用的, 跟集体的财物差不太多, 谁想用就用。 很多部落都有祭祀的习惯, 而且实用的是人计, 每年祭祀的时候都会杀掉大量的女人, 其中就有那些被骗来的华夏女人。 除此之外, 食人族也是真实存在的, 我曾经就见到过。 贺双双听的头皮一阵发麻, 以往他对这块大路的认知就是漂亮的草原和美丽的长颈鹿, 从没有想过这些黑暗的东西。 同时心中不停地为那些傻女人惋惜, 看来就是在华夏的日子过得太滋润了, 脑袋被驴踢了一般, 跑到这里来。 叶不凡皱着眉头说道, 老哥, 你的意思是想把曹小婉就回去, 非常困难。 不错, 非常非常难。 大金牙神色严肃地说道, 想要把那个女人就回去, 你至少要克服三个困难。 首先, 找到曹小婉就是非常困难的事。 这里地域广阔, 而且交通很不发达。 你要走遍一百多个部落找一个人, 简直比海底捞针还要困难。 大金牙继续说道, 第二个困难, 就算你真的找到了人想要带回去, 也不容易。 在那些偏远的部落, 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律可言, 一切都是按照风俗习惯往下延续的。 到了那些部落里面, 女人就跟财务没有任何区别。 你想抢人家的财务, 结果可想而知, 搞不好把自己也会赔进去。 贺双双再次问道, 就没有通过官方解决的可能吗? 那要看落入什么样的部落了, 有些相对比较开放, 名程度高一点的还可以。 如果那种非常原始的部落, 根本就没有官方可言, 也没有人会去给你管这种事情。 大金牙说道, 最后一个困难就是如何带走。 一般来讲, 华夏女人被带到这里都是立即撕毁护照。 没有一个官方的身份, 你如何给她买机票? 如何把她带回去? 叶不凡想了想说道, 其他的往后放一放, 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人找到。 老哥, 你在这里待的时间长, 帮我们想想办法, 看看有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要是靠自己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去找。 先不说能不能成功, 就是时间也消耗不起。 他这次给自己定的行程最多只能七天, 华夏那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可不想一直留在这里。 大金牙喝了一口, 酒又点着一根烟, 想了想说道, 办法倒是有那么一个, 只是不太容易。 叶不凡急切地说道, 老哥, 你快说出来看看, 行不行, 咱们再商量。 大金牙说道, 你要想找到曹小婉, 最好的办法, 就是通过安德鲁先生。 他可以说是整个非洲大陆, 信息最畅通的人, 如果肯帮忙用不了两天, 就能帮你找到这个女人, 不管是死是活, 都能有个消息。 贺双双问道, 安德鲁是谁? 这里的高官吗? 大金牙摆了摆手说道, 安德鲁只是一个商人, 一个生意, 做遍整个非洲大陆的百种商人, 正因为这样, 他在非洲各个部落, 都有着极为崇高的地位。 因为任何一个部落, 不管你发达也好, 原始部落也罢, 都是离不开采购商品的, 比如说, 生活必需品, 食盐, 铁器, 衣物, 药品。 如果安德鲁不高兴, 掐断了一个部落的商品供应, 那里将会苦不堪言。 所以, 那些部落的酋长, 可以不给官方面子, 可以不给富豪面子, 却绝对不敢招惹安德鲁。 叶不凡说道, 那真是太好了, 老哥, 你认识这个安德鲁先生吗? 能不能把他介绍给我? 我只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哪里认识人家那种大人物? 大金牙说道, 而且, 你来的不是时候, 三天前, 安德鲁的儿子亨利, 突然得了一种怪病, 跟疯了一样。 后来看了很多医生得出的结果, 确定并不是生病, 而是中邪。 安德鲁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宝贝得不得了, 所以他最近只接待法师和医生, 其他人一概不见, 更不会帮你去找一个毫无瓜葛的女人。 听这么一说, 叶不凡说道, 那没问题老哥, 我既是医生, 也懂一些悬门术法, 刚好去给他儿子看一看。 对于他来讲, 治病要比找人容易得多。 大金牙放下酒杯, 看了他一眼说道, 叶老弟, 你确定不是开玩笑? 要知道, 这里可不是华夏, 有时候很容易丢掉性命的。 听说前几天有两个医生, 非但没能治好亨利, 相反加重了病情, 被安德鲁一怒之下砍掉了脑袋。 而且这两天悬赏千万, 请了很多法师, 黑巫师, 白巫师, 甚至将神厅的神职人员都请过来了。 其中很多人都是赫赫有名的, 但没有一个能治好亨利的病。 叶不凡说道, 放心吧老哥, 我是一名中医。 而且是医术很好的那种, 对于玄术也非常精通。 你尽管把我带到安德鲁家里, 其他的都交给我来处理。 叶老弟, 你是虎妞那丫头介绍过来的, 我得先给她打个电话。 不然出事了我, 承担不起。 大金牙看起来大大咧咧, 其实做事非常谨慎, 不然也不会成为这里的负责人。 见叶不凡执意要上门看病, 便拿出手机出去打了一个电话, 很快又走了回来。 那好吧, 叶老弟, 等下吃过了, 饭我就带你去安德鲁那里。 此刻他心中充满了疑惑, 刚刚司马威跟他说, 一切都按照叶不凡的意见, 去做就可以。 他不明白, 这个年轻人到底有什么本事, 能让向来眼高于顶的虎妞, 如此信任。 三个人吃完饭之后, 大金牙开着出租车, 将两个人带到一座庄园前面。 虽然这里的经济整体落后, 跟华夏没法相比, 但这座庄园修建的却是极其豪华, 占地足有千亩, 一眼望不到边际。 庄园里面是大大小小的欧式建筑, 足有十几座之多, 里面有小湖, 有绿地, 甚至还有一座高尔夫球场。 庄园的大门也是欧式风格, 看起来气势辉弘, 门前站着八名身材高大的黑人保镖, 手中都抱着热武器, 这可不是庄室, 而是实打实的真家伙。 大金牙将车停好之后, 再一次对叶不凡说道, 小老弟, 你确定要走这条路? 放心吧, 老哥, 我的医术真的很好。 那好吧, 多加小心, 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大金牙将一张名片扔给他说道, 等你这边完事了, 给我打电话。 好的, 叶不凡接过名片, 带着贺双双一起向着庄园大门走去。 一个保镖头目将两个人拦住, 永英说道, 站住, 干什么的? 叶不凡大学的时候, 英学的就不错, 特别是有了神识之后, 对于语言学习的速度, 更是快上百倍。 而贺双双更不用说了, 曾经在M国留学过, 英交流没有任何问题。 叶不凡说道, 你好, 我是滑下来的法师, 是来给亨利少爷看病的。 第一次这么称呼自己, 感觉还是有点怪怪的。 保镖头目疑惑地说道, 你确定自己没有开玩笑? 叶不凡两个人太年轻了, 没有半点法师的样子, 更像是一对游客。 当然没有, 我可以证明。 叶不凡说着一伸手, 一道丹火出现在掌心, 随后又消失不见。 看到他真的是法师, 保镖头目的神情, 立即变得恭敬起来。 二位, 请跟我来。 说完, 他带着两个人进了门, 随后三个人上了一辆电瓶车, 毕竟这座庄园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用腿走要浪费很多时间。 五分钟后, 保镖头目将电瓶车停在一栋三层别墅前面, 然后带着两个人一起走进去。 走进别墅之后发现是个一百多平方的大厅, 在大厅的顶端是一栋用加厚玻璃缸间隔出来的房子, 不知为什么, 玻璃缸墙上面挂满了干涸的血迹。 间隔处的房间大约占了整个大厅的一半, 里面空无一物, 地上是厚厚的地毯, 墙壁都是软包装。 在墙角处站立一个人, 看着无比的怪异, 明明是白人的相貌, 却是黑黑的皮肤, 甚至说比这里的纯种黑人还要黑。 最让人恐惧的是, 即便是黑种人, 眼球也是黑白相见的。 而他双眼都是一片漆黑, 泛着黑悠悠的光芒, 让人看起来不寒而栗。 叶不凡用神石扫视了一下, 发现这人体内整个被一股莫名的黑气所填满。 这种气息不通于以往见过的阴煞之气, 看起来极为怪异。 在玻璃缸墙的这一边, 聚集着十几个人, 有一个金发碧眼的白种胖子, 坐在沙发椅上, 神情看起来无比的冷峻。 他就是这栋庄园的主人, 非洲大陆最有权势的商人安德鲁, 在他身后, 站着四名身材高大的黑人保镖。 在安德鲁的对面, 站着七八个从世界各地请来的法师。 这些人有高有矮, 有男有女, 有的看起来服装怪异, 有的整个都蒙在黑袍子里面。 相比之下, 刚刚进门的叶不凡更像是个学生, 而不像是法师。 保镖头目到安德鲁耳边语了几句, 然后让叶不凡站在了那些法师后面。 安德鲁扫视了众人一眼, 然后说道, 大家想必都清楚, 我把你们请来目的, 就是为了治好我的儿子。 谁要能让亨利恢复正常, 我把奖金再提升一倍两千万美金, 并且永远成为我安德鲁的朋友。 哪一位有信心? 现在可以开始了。 我先来。 正所谓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为了这两千万美金, 这些法师们也是拼了。 首先站出来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法师。 这家伙阴勾鼻子, 眼神深邃, 手上还握着一根白骨材质的法杖。 安德鲁点了点头, 对旁边的保镖示意, 将玻璃缸墙上的一扇门打开。 中年法师迈步走了进去。 他站在门口, 手中拿着法杖, 开始念念有词。 亨利原本静静地站在墙角, 就仿佛是一尊 没有任何生命气息的雕像。 中年人进来之后, 他马上就动了, 犹如一只发狂的狮子, 速度极快地冲了过来。 中年法师将手中的法杖向前一挥, 口中发出一阵怪异的音符, 紧接着一团白雾出现, 将亨利笼罩。 让人感觉奇怪的是, 那明明是一团白雾, 却仿佛有阻力一般, 将亨利困在里面。 可这种阻挡, 仅仅是一瞬间的事, 亨利嘴里发出一声让人心悸的嚎叫, 呼的一下从白雾里冲了出来, 来到中年法师的面前。 中年法师原本正在准备第二段咒语, 显然没想到, 亨利这么快便冲了出来, 还没等他做出反应, 亨利便一拳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胸口。 只听咔嚓一声, 这一拳丝毫不压于黄街舞者的权力一击, 竟然硬生生地将中年法师的胸骨打得大面积塌陷, 一口鲜血猛地粘在玻璃缸墙上。 而且, 亨利并没有停手, 而是如同发狂的野兽一般, 对着中年法师的身体一阵狂暴肆虐。 中年法师开始还不停地发出惨叫, 最后声音越来越小, 直到完全失去了气息。 而安德鲁和他的保镖们就在外面静静地看着, 没有任何要阻止的意思, 仿佛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 亨利做完这一切仿佛并没有完全发泄出心中的怒火, 对着玻璃缸墙又是一阵疯狂的冲撞。 这家伙力量大的惊人, 竟然撞得整面墙轰轰直响, 别墅仿佛都抖动起来。 再配上猙獰的神情跟黑洞洞的双眼, 就仿佛是地狱当中出来的魔鬼。 又过了一两分钟, 他发泄得差不多了, 这才重新退回到墙角,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安德鲁摆了摆手, 他身后的两个保镖快速将玻璃缸门打开, 用铁钩子将中年法师的尸体扯了出来, 然后快速重新锁好房门。 大家一同向中年法师看去, 此时他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骨骼, 死得无比凄惨。 这让众人看得不寒而栗, 这种场景实在让人感觉恐怖。 赫双双看得浑身恶寒, 不由抓紧了叶不凡的手臂。 虽然他是重案组的副队长, 但这种情景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时又有几个保镖走了进来, 将中年法师的尸体抬了出去。 安德鲁神情淡然地看了众人一眼。 下一个。 这下众人都有些犹豫了, 里面的亨利并不是普通的病人, 而是极具杀伤力的野兽, 随便进去恐怕会丢掉自己的性命。 我来。 说话的是一个全身都笼罩在黑袍里面的黑巫师, 这家伙声音干涩而沙哑, 身上透着无比的阴森。 安德鲁没有废话, 再次摆手让保镖将门打开, 黑巫师一边发出怪异的咒语声, 一边迈步走了进去。 亨利见到有人进门, 仿佛被触动了开关一般, 再次一声怒吼冲了过来。 黑巫师显然已经准备好了, 宽大的袍袖一台, 也是一道浓郁的黑气, 从右手的袍袖当中呼啸而出。 与刚当的中年法师不同的是, 这道黑气出来立即化作一条长蛇, 又像一条灵动的绳子, 快速将亨利捆了起来。 这种手法有点类似于华夏神话传说中的捆线绳, 只不过这条绳索是由黑气所画。 黑气所画的绳索竟然无比坚韧, 将力大无穷的亨利捆得结结实实。 叶不凡在外面看着这一切, 不由微微摇了摇头, 无论是中年法师还是这个黑巫师, 都是想先收服亨利的行动, 然后再进一步施展竖法。 只可惜, 他们显然都低估了亨利的能力, 此刻亨利体内的黑气处于一种暴走状态, 犹如沸腾的开水一般。 紧接着, 嘴里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 随后便是砰的一声闷响, 那道黑气画作的绳索寸寸断裂, 消散在空气当中。 失去了绳索的束缚, 亨利犹如离弦的剑一般射了过来, 一把抓住黑巫师的衣领, 先是高高举起, 随后狠狠地将它摔在地上。 接下来的场景跟中年法师一般无二, 甚至说, 这个黑巫师死得比刚刚还要凄惨。 当保镖再次将黑巫师的尸体扯出来之后, 在场的所有法师们都怕了。 他们当中有的以为这次任务很容易, 有的是想过来试试运气, 万一能够赚取到大额的奖金呢? 可事实比想象的要残酷得多, 这简直就是一场拿生命做赌的游戏, 而且赌赢的几率很小。 安德鲁再次将目光扫向众人, 声音冰冷地问道, 下一个谁来? 沉默了许久, 再也没有人敢上前冒险。 刚刚的中年法师跟黑巫师感先于站出来, 正是因为他们的书法修为高于他人, 现在这样的两个人都死了, 其他人哪还敢抱有侥幸心理? 叶不凡还想再看一下, 也没有急着上前。 安德鲁脸上闪过一抹冷力, 怎么没有人说话了? 难道你们是到我这里度假来了? 随后他伸手指向前面的一个干兽老头, 你来! 干兽老头吓得浑身一抖, 哆哆嗦嗦地说道, 对不起安德鲁先生, 老头自我无能, 还是另请高明吧。 安德鲁神情冷力地说道, 你以为两千万那么好拿吗? 要么现在进去给我儿子治病, 要么折断一只手臂滚。 干兽老头眼中闪过一抹决绝, 对不起安德鲁先生, 我真的无能为力。 安德鲁一摆手, 一个保镖上前抓住老头的手臂, 只听咔嚓一声, 折尾两段。 随着这声让人牙酸的骨裂声, 其他的法师都吓得浑身一抖, 看来这里确实不是想来就能来的地方。 干兽老头扶着断臂, 匆匆地逃出了安德鲁家里。 第四个法师一番犹豫之后, 再次冲进了玻璃门, 结果没有任何意外, 还是被亨利暴虐而死。 之后剩下的三个法师, 在没有任何侥幸心理, 纷纷折断一只手臂逃了出去。 很快, 偌大的房间内, 除了安德鲁的人之外, 只剩下了叶不凡两个人。 正当他准备迈步上前时, 突然客厅的大门一开, 一个六七十岁的老管家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一个人, 赫然是飞机上遇到的大师傅赵泽。 嘴角牵起一抹笑意, 看来还真是巧。 原来这家伙赶到非洲, 也是冲着安德鲁的儿子来的。 此时的傅赵泽, 已经换掉了飞机上的乞丐装, 重新打扮的一派高人风范, 身上穿着长袍, 背后还插着一把桃木剑。 只不过走起路来姿势有些怪异, 显然被叶不凡他们一顿猛踩, 那里的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 他在管家的引领下进了房间, 一眼看到了站在那里的叶不凡, 随后一脸的怒火。 之所以来得晚了那么一些, 因为下了飞机之后, 先去了医院, 处理伤势。 医生说, 虽然那里还没有完全废掉, 但以后某些方面的功能肯定受到影响, 这让傅赵泽都要气炸了, 泡妞没泡成, 结果还差点成了半个太监。 他将所有仇恨都记在了叶不凡的身上, 没想到这么快, 两个人就又见面了。 对于他杀人般的眼神, 叶不凡完全没放在心上, 还冲着他微笑地摆摆手。 老管家并没有注意到傅赵泽的神情, 大步来到安德鲁的面前恭敬地说道, 主人, 我把傅大师带来了。 安德鲁为了治好自己的儿子煞费苦心, 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听到了傅赵泽的名号, 便立即派人重金去请, 希望华夏的高人能够对他儿子的怪病有办法。 今天对于其他的法师, 他都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最主要的是在等傅赵泽。 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客气地说道, 尊敬的傅大师, 一路上辛苦了。 傅赵泽狠狠地瞪了一眼叶不凡, 然后说道, 安德鲁先生, 我给贵公子治病要附加一个条件。 傅大师, 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 只要能治好我的儿子, 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安德鲁说得毫不在意, 在非洲这块大路上, 他有着绝对的实力, 可以说很少有他办不到的事情。 傅赵泽抬手指向叶不凡和贺双双说道, 那个女人我要了, 同时把那个男人打断四肢, 扔到大草原上去喂狼。 可以。 安德鲁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只要你能治好我的儿子, 什么我都答应你。 在这片大路上能够成为最大的商人, 他当然不仅仅是靠自己的经济头脑, 同时还有暴力和残忍。 对于眼前这两个年轻人, 他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叶不凡依旧微笑地站在那里, 什么都没说, 因为他知道傅赵泽根本无法镇压亨利体内的黑气。 单纯以法力修为来讲, 这家伙跟之前的中年法师和黑巫师差不太多, 就算强也强不到哪儿去, 只是修法地入门境界。 傅赵泽却不知道这些, 他瞪着叶不凡, 恶狠狠地说道, 小子, 你就等着喂狼吧。 叶不凡微笑道, 好啊, 希望你能有那个实力。 傅赵泽冷哼一声, 扭头说道, 安德鲁先生, 开始吧。 安德鲁对旁边的保镖摆了摆手, 玻璃缸门打开, 他大步走了进去。 之后大门关闭,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拢在傅赵泽身上, 想看看, 这个来自东方的法师能不能带给大家奇迹。 是能够治好亨利少爷的病, 还是像刚刚那些法师一样死于非命。 见又有人进来, 一直沉默不语的亨利再次陷入狂暴状态, 吼叫着冲了过来。 傅赵泽并没有急于做法, 而是脚下一滑闪到旁边, 原来这家伙在武道方面也有一些造诣。 亨利就像一只发狂的野兽, 虽然力大无比, 却没有任何章法, 完全是凭着本能在战斗。 在接连几次扑空之后, 被傅赵泽绕到了身后。 给我定! 傅赵泽一声大吼, 一张黄色的符露出现在掌心, 然后啪的一声拍在亨利的后脑上。 说来也怪, 原本凶神恶煞的亨利被这张符露拍中之后, 瞬间便安静下来, 就犹如雕像一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就连身上的黑气仿佛也淡了几分。 外面的安德鲁看得大喜, 等了这么多天, 他终于看到了治愈自己儿子的希望。 傅赵泽一招得手, 双手付后迈步向着门外走来。 两个保镖看到这种情景, 赶忙上前降门拉开。 安德鲁过来问道, 傅大师, 我儿子的情况怎么样? 傅赵泽扬着下巴, 一脸巨傲地说道, 没什么了不起, 只不过沾染了一些脏东西罢了。 刚刚用的这张符露可是我师父葛大师亲自炼制的镇魂符, 可以镇压任何邪门歪道, 每一张的价值都在百万华下笔以上。 安德鲁一脸喜气地问道, 傅大师, 那我儿子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 很简单, 我现在就是先将他体内的脏东西全部除掉, 马上就可以恢复正常。 安德鲁说道, 大师那您赶快动手吧, 只要治好我儿子, 我给您三千万美金的酬劳。 放心吧, 你儿子别人治不好, 在我这里根本就不是啥。 傅赵泽装了一个小逼, 伸手拔出身后的桃木剑, 可还没等他转过身来, 就听玻璃房内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嘶吼, 紧接着那张震魂符呼的一下燃烧起来, 化作一团灰烬。 傅赵泽大吃一惊, 能够有邪恶突破震魂符的镇压, 这在他的记忆中还是第一次, 毕竟那是葛大师亲手炼制, 可是事实已经没时间给他震惊了, 亨利闪电一般来到门前, 呼的一下窜了出来, 刚刚就在他装逼的时候, 忘记了关闭玻璃刚强的大门, 而几个保镖也以为亨利被彻底制服, 忽略了这一点。 剑暴走的亨利冲出来, 其他人都是大惊失色, 安德鲁惊慌地叫到傅大师, 赶快再把他定住。 不要慌, 有我在。 傅赵泽这些年降妖捉鬼, 也算是经验丰富, 很快便恢复了镇静, 再次摸出两张镇魂符冲了过去。 亨利伸出两只粗大的手臂, 狠狠地向着他的脖梗抓去。 傅赵泽一低头从他腋下划过, 再次来的时候, 将两张镇魂符, 一张贴在后脑, 一张贴在后背。 终于搞定了。 他长出一口气, 既然一张镇魂符定不住, 那就用两张。 可随后惊恐地发现, 那两张镇魂符贴在亨利身上呼的一下又燃烧起来, 根本没有起到半点作用。 啊? 这是怎么回事? 镇魂符怎么失效了? 傅赵泽心中一阵慌张, 眼前的邪恶显然比他预想中的要厉害许多。 哦! 亨利似乎被他激怒了, 又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嘶吼, 转身一拳狠狠地打了过来。 傅赵泽没办法, 只能强打精神应战, 利用自己的灵活左躲右闪, 抓住机会将一张又一张的符录拍出来。 但葛大师炼制的镇魂符都无法奈何, 他炼制那些东西更是没有任何作用, 不要说镇压亨利, 就连停滞片刻都做不到。 旁边的几个保镖紧张地将安德鲁护在身后, 安德鲁则不停地大声吼叫傅大师, 赶快想办法, 千万不要伤到我儿子。 傅赵泽虽然有一些身手, 但亨利力大无穷, 根本就不是他能够抵挡得了的。 此时他已经被逼到了一个墙角, 无奈之下, 他只能拔出背后的桃木剑向着亨利砍了过去。 亨利一拳击出, 巨大的拳头跟桃木剑对碰在一起, 只听砰的一声, 便将桃木剑打成一团碎末。 紧接着, 他的大脚呼的一下踹了出去, 刚好踹在傅赵泽小腹下面的关键部位。 啊, 傅赵泽这里的伤势原本就没有痊愈, 再一次被狠狠地踢了一脚, 恐怕这次事真的要废掉了。 他顿时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 不过基本的神志还在, 直到现在保命要紧, 一低头从亨利的夜下逃了出去。 这次再也没有了其他想法, 头也不回地逃出了大厅, 向着庄园外跑去。 混蛋, 你给我回来, 你个混蛋。 看到傅赵泽跑掉, 安德鲁简直要气疯了, 这家伙非但没能治好自己的儿子, 还把他从玻璃钢墙里面放出来, 这下麻烦大了。 不过现在情况紧急, 亨利失去了目标, 已经向他们这边转了过来。 那些保镖们条件反射似的拔出腰间的枪, 安德鲁暴躁地骂到收起来, 都他妈地给我收起来。 这是我儿子, 谁敢伤到他一根汗毛, 我灭了你全家。 保镖们这才意识到, 这是大公子, 赶忙将枪都收了起来。 这时, 亨利呼地一下扑向了安德鲁。 几个保镖赶忙扑上来阻拦, 只可惜, 单凭肉体, 他们根本就不是对手。 保镖体壮还经过严格的训练, 但此时的亨利犹如魔神附体, 随便挥挥手便将几个保镖全部打飞出去。 儿子, 你赶快醒醒, 我是你爸爸。 安德鲁的体型肥胖如猪, 想跑是不可能的, 只能不停地对着儿子大叫, 希望能唤起他的记忆。 而他的话没有起到半点作用, 亨利一伸手狠狠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将他肥胖的身体举起来顶在身后的墙壁上。 安德鲁两眼瞪得大大的, 似乎随时都能从眼眶当中突出来, 呼吸越来越困难, 随时都有被掐死的可能。 完了, 自己真的要去见上帝了。 他心中闪过一抹绝望, 而就在这时, 狂暴的亨利突然停住不动了, 掐住他脖子的那只大手也慢慢松开。 安德鲁赶忙挣脱出来, 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回过神来, 他才发现一直默不作声的华夏人正笑呵呵地看着自己。 而与此同时, 亨利的额头上贴着一张金黄色的符绿, 符绿上怪异的符纹闪烁着金光, 将亨利体内的黑气压得死死的。 送回去, 赶快把它送回去, 不要碰额头上的符纸。 安德鲁指挥手下保镖, 将亨利重新送回到玻璃缸门里面, 大门重新关闭, 这才将提着的心放了下来。 大师, 太谢谢你了, 我当当的无礼, 向你道歉。 安德鲁虽然蛮横, 但他同时也是个商人, 知道能屈能伸的道理。 同时他对叶不凡也充满了敬佩, 刚刚那么多有名的法师都无能为力, 甚至傅大师都被打得屁滚尿流, 而眼前这个年轻人却救了自己。 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为自己刚刚的行为道歉。 大师, 请问您如何称呼? 叶不凡。 叶大师。 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安德鲁再次鞠了一躬, 刚刚确实要吓死了, 他不想死, 更不想死在自己儿子的手里。 叶不凡说到这算不了什么, 我本来就是为了你儿子的病而来。 安德鲁眼中再次生起一抹希望, 激动地问到叶大师, 你确定能救我的儿子吗? 没问题。 叶不凡声音不大, 却充满了自信。 虽然亨利身上的黑气很怪异, 但他可不是傅赵泽那种刚刚入门的修士, 而是实打实的术法大师。 叶大师, 只要你能治好我儿子, 我愿意给您五千万美金作为酬劳。 激动之下, 安德鲁再次将酬金提升了一大截。 叶不凡说到钱我不要, 我治好你儿子, 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是杀了刚才那个混蛋吗? 叶大师你放心, 就算你不说, 我也要把他扔到草原上去喂狼。 安德鲁此刻恨死了傅赵泽, 这家伙装逼装得很大, 结果却没有什么本事。 不但没能治好亨利, 相反还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 差点把自己害死。 跟他没有关系。 叶不凡摆摆摆手说道, 我要你在非洲帮我找一个人。 没问题, 只要他在非洲, 就算是一只老鼠我也能帮你抠出来, 同时再送您一大笔酬金。 安德鲁信心满满, 在非洲大陆, 他确实有这个实力。 那好, 我现在就给你儿子治病。 叶不凡示意保镖将玻璃缸门打开, 然后迈步走了进去。 看到他进门之后, 安德鲁等人再次紧张起来, 毕竟之前的中年法师和傅赵泽等人都完成了第一步, 暂时定住了亨利, 但后来就不行了。 不知道这个年轻的华夏法师, 到底能不能带给他们惊喜。 叶不凡来到亨利面前, 伸手取出了炼妖瓶, 扣在了他头顶的百慧穴上。 虽然亨利体内的黑气非常怪异, 但在大神器炼妖瓶面前还是不堪一击, 很快便犹如百川那海一般向着炼妖瓶涌去。 于是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他漆黑如墨的身体快速发生蜕变, 从脚下慢慢升起一条黑线, 逐渐向头顶上退去。 黑线锁过之处, 身体立即恢复了正常的颜色, 从脚踝到小腹, 再到脖梗, 最终双眼也恢复了清明。 叶不凡收起了炼妖瓶, 掌中多了一颗黑色的小药丸, 破咒丹。 此刻他已经确定, 亨利体内沾染的是诅咒之力, 是黑巫师的术法之一, 破除之后便生成了这颗破咒丹。 以后如果再医治其他被诅咒的人, 只需要吞下这颗破咒丹就可以了。 收起了炼妖瓶, 叶不凡又伸手扯下了他额头上的浮露, 亨利彻底恢复了行动能力。 爸爸, 我这是怎么了? 他打量了一下四周, 又看向安德鲁, 眼中尽是茫然之色, 这些天的所作所为, 丝毫都不记得。 儿子, 太好了, 你终于恢复正常了。 听到儿子叫自己爸爸, 安德鲁激动得老泪纵横, 打开玻璃缸门便冲了进来, 一把将亨利抱在怀里。 可突然间, 他双眼一翻, 向后晕了过去。 爸爸, 你这是怎么了? 亨利赶忙将安德鲁扶住, 大声地叫喊着。 别着急, 他原本就有很严重的心脑血管病, 这几天又跟你心力憔悴, 这是心脏病犯了。 叶不凡走了过来, 将安德鲁的身体平放在地上, 然后取出银针, 给他施针治病。 亨利从没有见过针灸, 诧异地问道你这是做什么? 叶不凡说道我这是给你爸爸治病, 很快就会好的。 嘴里这样说着, 手上却丝毫不受影响, 出手如电, 很快便将十几根银针刺入了胸口的大穴。 那些保镖们虽然也看得莫名其妙, 但刚刚见识了叶不凡的神奇手段, 这是一位非常厉害的法师, 不会伤害自己的主人, 也就没有出手阻止。 十几分钟后, 他将银针尽数收回, 安德鲁再次睁开了眼睛, 脸色也由之前的苍白重新恢复了红润。 他疼得一下从地上坐了起来, 对叶不凡和亨利说道我刚刚是怎么了? 亨利说道爸爸, 你刚刚由于太过激动, 引发心脏病晕了过去。 真的吗? 可是我现在感觉前所未有的好。 安德鲁说着从地上站了起来, 确实感觉浑身上下前所未有的轻松。 亨利说道爸爸, 刚刚这位先生用针扎了你几下, 然后你就醒了过来, 非常非常的神奇。 看着安德鲁差一个眼神, 叶不凡说道那叫针灸, 我是一名中医, 刚刚治好了你的心脏病。 安德鲁瞪大两只眼睛问道大师, 你的意思是说, 我的心脏病彻底好了。 不错, 你的心脏病和高血压已经彻底治愈, 以后注意饮食和休息就不会再犯。 神奇, 实在是太神奇了。 安德鲁神情夸张地说道, 真没想到, 法师还能治疗心脏病。 这时, 门口传来杂乱的脚步声, 保镖带着一个大胡子医生跑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几个助理, 手中提着各种各样的医疗仪器。 像安德鲁这种大富豪, 家中是有私人医生的。 大胡子医生进门后, 看到精神绝术的安德鲁, 先是一愣, 随后又给他进行了全身的体检, 很快结果拿了出来, 血压正常, 血脂正常, 心脏正常。 我的天啊, 是不是我们的仪器出了问题? 大胡子医生,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作为家庭医生, 他非常清楚安德鲁的身体情况, 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病, 可现在一切都没有了, 简直健康的不得了。 见自己身体真的恢复了正常。 安德鲁兴奋地叫道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是大师治好了我的病。 这是一位来自华夏的大师, 很神奇, 很厉害。 他回过头来, 感激地对叶不凡说道, 叶大师, 您治好了我儿子, 又治好了我的病, 我一定会好好地感谢您。 说完他从保镖手里拿过支票本, 写了一张一亿美金的支票, 递过来说道叶大师, 这是您的酬金。 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商人, 自然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投资。 眼前这个人虽然年轻, 但人家既是个厉害的法师, 又是个很神奇的医生, 说不准自己什么时候, 就又需要人家救命。 虽然他有很多很多的钱, 但要有命花才行, 所以这时候毫不吝啬, 直接将用金又翻了一倍。 叶不凡没有客气, 接过支票揣进口袋, 然后说到安德鲁先生, 别忘了您答应我的条件。 没问题, 不就是找个人吗? 你放心, 这对于我来说非常简单。 安德鲁啪啪地拍着胸口做出保证, 您要找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有没有具体资料给我? 叶不凡将曹小婉的个人资料 和几张照片递了过去, 就是他。 这是我的朋友, 被拐卖到了非洲, 希望安德鲁先生 能帮我尽快找到他所在的位置。 您放心, 我保证最多三天 就能找到您的朋友。 安德鲁接过资料, 转手交给旁边的管家, 吩咐马上去办这件事。 做好这一切之后, 他又对叶不凡说到叶大师, 以后, 你就是我们安德鲁家族的朋友。 有什么事情, 您尽管说, 只要我能帮到的, 一定竭尽全力为您服务。 既然曹小婉的事情 有了一些眉目, 下面要做的, 就是着手购买钻石的事情。 而眼前的安德鲁 又是个商人, 刚好能帮上自己。 叶不凡说到安德鲁先生, 我在华夏有一家珠宝公司, 这次到非洲, 来想顺道买一些钻石, 您有合适的渠道吗? 当然有, 虽然我没有做钻石方面的生意, 但我可以介绍朋友给您。 安德鲁说道, 我有个朋友叫刚波斯, 他手里有12个钻石矿, 想买钻石, 尽管找他就好了。 如果您需要的话, 现在我就给他打电话。 叶不凡点了点头, 安德鲁摸出手机, 开始拨打一个电话。 很快他挂断电话说道, 叶大师,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明天上午9点钟, 他在距离城区最近的一个钻石矿等您。 今天晚上, 您就在我这里好好休息, 明天我让亨利带您过去。 安德鲁有着自己经营的小算盘, 他看出叶不凡不是普通人, 立即想让自己的儿子跟他处好关系, 将来一定会有说不尽的好处。 叶不凡说道, 那好吧, 我朋友已经帮我订好了住处, 明天早上我再过来就可以。 那怎么行? 您现在是我们安德鲁家的贵客, 不能让你去住外面的客房。 那里的条件无论如何, 也没法跟我这相比。 安德鲁非常热情地说道, 而且亨利的病刚刚好, 只有叶大师住在家里, 我心里才能安稳一些。 那好吧, 我就在你这里住上一晚。 叶不凡摸出手机, 给大金牙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自己已经治好了亨利, 并且今晚在安德鲁家里留宿。 电话那边大金牙惊讶得何不拢嘴巴, 作为宣源阁的人, 他最不缺的就是信息, 自然清楚亨利的病有多难治。 没想到这么快, 便被叶不凡彻底治愈了。 叶不凡两个人住下之后, 安德鲁盛情地安排了丰盛的晚宴。 作为男F国最顶尖的大富豪, 他的庄园里面拥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厨师, 晚宴也是极其丰盛。 吃饭的时候, 叶不凡对亨利问道, 你身上的脏东西是从哪里招来的? 此时的亨利洗了澡, 换了衣服, 是一个非常帅气的白种人小伙子。 而且相比之下, 他的性格要比圆滑的安德鲁帅值许多。 是这样的叶大师, 我从小就喜欢探险。 前几天, 一个朋友偶然间得到一张藏宝图, 我们想试着去看一看。 找了足足一周, 我们终于找到了藏宝图所指的山洞。 可结果刚到山洞门口, 我便失去了记忆, 后来的事便不知道了。 安德鲁说道, 亨利是被一个部落的朋友发现送回来的, 他知道这是我的儿子, 据说他们那七八个朋友全部死了, 而且死得都非常凄惨。 亨利是唯一的幸存者, 当时处于昏迷状态, 结果回来之后就突然疯掉, 不论看到谁都会发起攻击, 而且力大无比, 根本没有办法控制。 亨利问道, 叶大师,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叶不凡说道, 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但我知道你身上受了一种诅咒, 应该是前人留下来的守护宝藏的力量。 哦, 安德鲁点了点, 头, 对儿子说道, 以后你就不要乱跑了, 这种事情多危险, 要不是有叶大师出手帮忙, 你这次就彻底完了。 亨利一脸遗憾地说道, 只可惜, 我没有看到那座宝藏里面到底有什么。 安德鲁怒道, 我们家有那么多钱, 你还找什么宝藏? 难道还不够你花的吗? 亨利摇为摇头, 爸爸, 这就不是钱的事, 我只是好奇。 眼见着安德鲁就要发飙, 赶忙说道, 不过你放心, 我知道自己能力不足, 以后不会随便再去了。 他又看向叶不凡说道, 叶大师, 您那么厉害, 要不咱们一起去宝藏看看怎么样? 绝对不行。 难道这次你受的教训还不够吗? 安德鲁立即出言制止, 虽然他见识了叶不凡的手段, 但谁知道, 那个莫名的山洞里面有什么妖魔鬼怪。 自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再承担不了一点风险。 叶不凡也说道, 还是算了, 我最近有许多事情要忙。 他对这种西方的宝藏, 确实没有太大的兴趣, 如果是东方修士的上古遗迹, 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 第二天一早, 吃过早饭后, 亨利带着叶不凡和贺双双两个人上了一辆奥迪, 一起向着城区外驶去。 在后面, 跟着安德鲁派过来的保镖, 开着两辆越野车。 上车后叶不凡才发现, 这辆车防御力极强, 竟然是辆防弹的。 不过, 也难怪, 在这种极度混乱的地方, 像他们这种大富豪, 必须要绝对保证自己的安全才行。 亨利一边开着车一边说道, 叶大师, 等一下您见了钢波斯, 一定要小心点。 那家伙看起来笑眯眯的, 其实坏得很。 叶不凡说道, 你也不喜欢他。 当然不喜欢, 他就是一个狡猾的老狐狸, 非常坏的那一种。 虽然是商人的儿子, 但亨利却非常耿直, 非常看不惯商人唯利是图的那一套。 对于自己老爹安德鲁他不好说什么, 但对于其他人就毫不客气了。 几个人一边向前走, 他一边介绍钢波斯的情况。 这家伙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 十年前花了二十万买了一块地, 当时专家认为这里绝不可能出产钻石。 但是到了钢波斯手里之后, 却接连掏出两颗重达一百克拉以上的锯钻, 当时轰动了整个非洲大陆, 甚至整个世界。 从那以后, 他的钻石生意越做越大, 又接连买下了十一个钻石矿, 成为非洲大陆首屈一指的钻石矿主。 叶不凡说道, 那我们今天去的矿是什么样的? 他确实非常好奇, 从没有见过钻石矿的样子。 亨利说道, 这就是他最近刚刚买下的一家露天钻石矿, 规模非常大, 可以说是南F国最大的露天钻石矿之一。 贺双双诧异地说道, 钻石矿也有露天的。 亨利说道, 当然有。 要不说那家伙走了狗屎运, 这个矿随便就能捡到钻石。 几个人边走边聊, 亨利虽然不是生意人, 但对钻石这块非常精通, 给他们讲了很多相关的知识。 大约行驶了一个小时, 开出了一百多公里后, 他把车停在路边, 然后说道, 叶大师, 我们到了。 叶不凡跟贺双双下了车, 四周看了一下, 一脸的茫然。 他问道, 这就是钻石矿吗? 在两个人的眼前, 是一片空旷的田野, 跟想象中的钻石矿完全不同。 在他的印象当中, 这里至少应该有无数的工人在劳作, 应该到处都是机器作业的轰鸣声, 而不是现在安静的景象。 这里就是大片空旷的田野, 与普通田地不同的是, 周围用简易的铁丝网围了起来, 每隔几百米便会看到一个全副武装的保安站在那里守卫着。 但这里一望无际, 四周荒无人烟, 一般是不会有人来这里闹事的, 在他们不远处的一个保安正悠闲地坐在石头上抽着烟。 距离汽车三四十米的地方, 修建了一个三层的小楼, 这里应该是储藏钻石和矿工保安居住的地方。 作为一个华夏人, 真的很难想象, 全南F国最大的一家露天钻石矿, 竟然简陋到如此的程度。 亨利, 我最亲爱的侄子, 很欢迎来到我这里。 这时, 一个身材高大的白人男子, 从小楼里面走了出来, 在他身后还跟着七八个全副武装的保镖。 亨利在叶不凡耳边低声说道, 他就是钢波斯。 叶不凡打量了一下钢波斯, 这家伙西装鼻挺, 戴着一副近视眼镜, 看起来丝丝纹纹的很有绅士法, 但眼神中总是透着那么一丝猥琐。 钢波斯叔叔, 你好。 亨利虽然很讨厌这家伙, 但出于父亲的角度, 基本礼节还是要有的, 上前打了个招呼之后, 回头介绍道, 这位是叶先生和他的女朋友贺女士。 在来的路上, 叶不凡便已经叮嘱不要说出他大师的身份, 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医生, 没必要顶着个大师的头衔四处招摇。 叶先生你好。 钢波斯从安德鲁那里, 听到叶不凡准备从他这里购买钻石, 态度非常客气。 随后看到了站在叶不凡身后的贺双双, 顿时双眼一亮, 整个人都待在那里。 漂亮,美丽的小姐, 您实在是太漂亮了。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说话间, 她的眼神中露出一抹难以压制的, 这家伙最喜欢的就是亚洲女人, 在圈子当中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贺双双心底生起一股厌恶, 不过出于礼貌还是客气地说道, 你好, 我是贺双双。 随后又补充一句, 我是小凡的女朋友。 她的意思很明显, 告诉对方自己是有男伴的人。 如果换在华夏的话, 对方一定会知难而退了, 只可惜这里不是华夏, 女人地位实在是低得可怜, 在好多时候都只是属于男人的货物。 刚波斯扭头对叶不凡说道, 叶先生, 把您的女朋友卖给我, 我愿意出一千万美金。 听他这么一说, 叶不凡的神色顿时沉了下来, 贺双双的脸色也变得极为难看, 他可是堂堂的贺家大小姐, 如今竟然被人当成了货物。 亨利赶忙解释道, 叶先生您别生气, 这边跟华夏的风俗不一样, 我们这边的女人是可以买卖的。 叶不凡说道, 对不起, 我是华夏人, 在我们那边女人是用来爱的, 从来都不会出卖的。 刚波斯还有些不死心地说道, 叶先生, 三千万美金怎么样? 叶不凡沉着脸说道, 刚波斯先生, 就算把你的钻石矿送给我也不行, 请不要再提这个话题了, 不然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 那好吧, 实在是太遗憾了。 刚波斯再次看了一眼贺双双, 眼中竟是压抑不住的贪婪。 为了转移话题, 亨利说道, 刚波斯叔叔, 叶先生和贺女士是第一次到我们这里来, 能不能带他们参观一下您的钻石矿? 当然可以, 非常欢迎。 刚波斯说完在前面带路, 带着几个人一起走进了钻石矿里面。 叶不凡一边走一边将神石散了出去, 自从上次跟司马威双修将修为提升到玄阶中期以后, 他的神石已经提升到了十米范围。 这里不愧是非洲大陆最大的钻石露天矿, 不论是地表还是地下, 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钻石。 有的大一些, 有的小一些, 有的埋在地表以下, 有的直接就在地表层或多或少地散发着灵气。 对于这些露天钻石矿来说, 最大的难度就是将钻石从泥沙当中完好的分类出来。 但这对于叶不凡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有神石在, 很容易找到每一颗钻石。 在小楼后面, 停着几台推土机和挖掘机, 这些机器非常破旧, 已经是秀气斑斑。 特别是那两台洗矿机, 每当转动的时候, 都会发出滋滋嘎嘎的噪音。 这时刚莫斯说道, 尊敬的叶先生, 漂亮的贺小姐, 为了表示对你们到来的欢迎, 我愿意为开放钻石矿一个小时。 在这一个小时之内, 只要挖到钻石, 就全部归你们所有。 叶不凡当然不会暴露自己神石的秘密。 他说道, 刚波斯先生, 一个小时是不是太短了一点? 恐怕我们什么都找不到。 刚波斯摆了摆手说道, 尊敬的叶先生, 你不知道, 我们这是一个新矿场, 远古的时候, 曾经是一个火山河。 也就是说, 它不但是一个露天矿, 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富矿, 只要运气好, 完全可以挖到钻石的。 曾经我就有一个运气很好的朋友, 在这里挖到了一颗三十多克拉的钻石。 那好, 我也试试运气。 叶不凡说完, 接过一个工人递过的铁锹, 贺双双也接过一只筛子, 是用来筛取钻石的。 两个人在钻石矿内四处转悠着, 看那样子仿佛是, 很茫然, 不知从哪里挖才好。 其实叶不凡并没有什么心思挖矿, 他非常清楚钢波斯的心思, 如果自己真的挖出一颗上百克拉的钻石, 那个家伙肯定不会让自己带走的。 此刻他的神石正在不停地扫视着这片矿藏, 想看一看这里到底蕴含了多少钻石, 做一个基本的了解。 钢波斯脸上闪过一抹嘲讽, 在后面喊道, 叶先生, 光看是没用的, 您一定要用铁锹挖才行。 贺双双也对这里充满了好奇, 说道, 小凡, 咱们挖几下试试运气吧。 那好啊, 咱们就试试看, 我觉得这里不错。 叶不凡说着, 挥动铁锹在脚下挖了起来, 其实他对这里的情况再清楚不过, 假装挖了十几锹之后, 将一块大约两颗拉的钻石铲了起来, 放到贺双双手中的筛子里。 贺双双很认真地筛选着, 虽然作为贺家的大小姐, 对于一两颗拉的钻石并不看在眼里, 但这是一种乐趣。 突然, 他拿起一颗绿豆粒大小的毛玻璃钻石, 惊喜地叫道, 小凡, 你快看, 我找到钻石了。 经他这么一叫, 亨利和刚波斯两个人也凑了过来。 刚波斯神情夸张地叫道, 美丽的贺小姐, 你的运气真的不错。 贺双双兴奋地叫道, 小凡, 你看这颗钻石值多少钱。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他只能根据灵气分辨钻石的大小, 对于价值就不清楚了。 亨利看着那块钻石说道, 贺小姐, 您这块钻石大约两颗拉左右, 经过打磨也会超过一颗拉, 而且看起来纯度很不错, 在市场上应该价值两三万花下币。 贺双双有些惊讶地说道, 这么便宜吗? 据我所知, 一颗拉的钻石可要比这贵得多。 亨利说道, 您说的那是成品钻石, 而这只是一颗毛钻, 后续还要经过很多道程序, 才能成为看起来非常漂亮的成品钻石。 钻石有很大程度都是附加值, 所以现在, 这颗毛钻并没有那么贵, 如果真的经过加工打磨成成品的话, 恐怕要在十万花下币左右。 听他说完, 贺双双有些兴奋, 又开始在筛子里面筛选起来。 一个小时过去, 在这次挖钻活动中, 叶不凡并没有表现得太突出, 只是让贺双双剪出来一颗两颗拉的毛钻, 和一颗一颗拉的毛钻。 即便这样, 对于普通人来说也算是非常不错的运气, 钢波斯也表现得非常慷慨, 将两颗钻石直接送给了贺双双。 时间差不多了, 叶不凡切入正题说道, 钢波斯先生, 我这次来是想采购一些钻石带回去, 不知道您这里有没有现货。 当然有, 我这里最不缺的就是钻石。 钢波斯说道, 我这里准备了一批货, 原本是想卖到美洲去的。 不过咱们是朋友, 自然要优先卖给叶先生, 现在我们就去看趟货。 说完他在前面带路, 引领着叶不凡几个人进入小楼里面。 这栋楼二楼和三楼是保安和工人居住的地方, 一楼是会客大厅。 而钢波斯直接带着他们进入了地下室。 在接连穿过三道大铁门, 他们来到一个大约二十几平米的房间, 这是特殊建造的藏宝室, 四周都是极其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 在房间正中放着九张桌子, 每张桌子上面都放着一个钢制的托盘, 里面摆满了采出来的毛钻。 看得出来这些毛钻经过认真的挑选, 第一个托盘大约都是在一颗拉以下的碎钻, 第二个托盘大一些, 大约是一颗拉到两颗拉之间。 以此类推, 到最后一个托盘都是硕大的九颗拉毛钻。 只不过这些钻石没有经过打磨加工, 看起来并不怎么耀眼。 钢波斯拿起一把钻石, 又任由它们掉落在托盘里面, 发出当当当的响声。 叶先生, 我这都是上好的钻石, 每一个托盘里面是一万克拉。 叶不凡用神石扫尸了一下, 这些毛钻不认大小, 每一颗都蕴含着灵气, 确实不是假货。 他问道, 钢波斯先生, 您这些钻石是怎么出售的? 亨利说道, 钢波斯叔叔, 叶先生是我们安德鲁家的朋友, 您一定要优惠一些。 你放心吧, 我对于朋友向来非常慷慨。 钢波斯露出狐狸一般的笑容, 随后说道, 这些不到一克拉的毛钻, 售价一百万美金。 两克拉的毛钻, 售价二百万美金, 依此类推, 九克拉的毛钻, 售价九百万美金。 亨利皱了皱眉, 显然对这个价格并不满意。 虽然钢波斯的售价并没有高于市场价格, 但也没有像他说的那样优惠, 只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叶不凡倒没怎么在意, 因为这些钻石的售价要远远低于华夏国内, 如果从这里带回去, 一定会具有很大的价格优势。 但他也并没有直接表态, 毕竟做生意就少不了讨价还价。 他说道, 钢波斯先生, 这个价格是不是有些高了? 能不能再优惠一些? 不不不, 叶先生, 我这个价格已经是很优惠了, 不可能再跌。 说到这里, 钢波斯话锋一转, 不过如果叶先生觉得价格太高的话, 我倒是有个主意, 不如咱们打个赌怎么样? 叶不凡眉毛一跳, 问道, 打赌? 不知道钢波斯先生想怎么赌? 钢波斯说道, 既然到了我这里, 自然是赌钻石, 办法很简单, 还是以一个小时时间为限。 如果叶先生能从我的矿藏里面找到石克拉钻石, 那就算我输了。 这些钻石加起来一共五千万美金, 当作我的赌注全部送给叶先生。 叶不凡说道, 那如果我输了呢? 钢波斯说道, 如果叶先生输了, 就把这位漂亮的贺小姐送给我。 你看怎么样? 叶不凡神色一冷, 没想到这个老家伙还在打合双双的主意。 对不起, 我们华夏人不会用自己的女人做赌注。 他说道, 不过钢波斯先生既然想赌, 那我们就玩一把。 如果我输了, 不但拿出五千万美金把你这些钻石全部买下来, 同时再拿出五千万作为赌注。 也就是说, 如果钢波斯先生赢了, 我愿意拿出一亿美金双手奉上。 你看怎么样? 他这话刚刚说完, 亨利立即说道, 叶先生, 不能赌, 这种赌局您是吃亏的。 要知道, 刚刚能够捡到两颗钻石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如果不是运气爆棚, 绝不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踩到十颗拉的钻。 叶不凡微微一笑, 没关系, 我这个人的运气一向很好。 钢波斯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微笑着说道, 那好, 就按照叶先生的意思办, 请亨利给我们做个公证。 在他看来, 只要赢, 得这场赌局, 到时候有一亿美金在手。 这个华夏女人必然会主动爬上自己的床。 叶不凡看见亨利说道, 那就请你给我们做公证, 开始计时。 叶先生, 要不您再考虑一下。 亨利再次劝道, 叶不凡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心吧, 我这人向来都是运气好到宝。 无奈之下, 亨利只能说道, 那好吧, 我祝你好运。 说完他摸出自己的手机, 调出计时器功能, 众人一起来到楼外面之后, 按下了计时键。 叶不凡再次摸起一把铁锹, 然后说道, 钢波斯先生, 在我踩钻的时候, 不希望被别人打扰。 另外, 我还想借用一下您的摩托车。 我觉得, 走得远一些, 能够踩到更好的钻石。 钢波斯说道, 没关系, 摩托车可以随便用, 我们在这里等待您的好消息, 会有一点打扰。 他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 心中却充满了鄙怡。 这个华夏人就是个傻子, 这种赌注明摆着, 自己就是必赢的。 不要说一个从没有踩过钻石的棱头青, 就算是老手, 也绝不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 踩到十克拉的钻石。 不要说骑摩托车, 就是开汽车也没用。 叶不凡没再理会他, 带着铁锹上了旁边的哈雷摩托。 这台摩托车马力大速度快, 而且很平稳, 是平时钢波斯在钻石矿内巡视用的。 他发动了摩托车, 一溜烟地向前驶去, 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笑意。 到底谁是傻子, 只有他才清楚, 恐怕自己搜刮上一个小时之后, 这里再也不能称之为露天矿了, 地表不会再剩下一颗钻石。 虽然摩托车的速度很快, 但丝毫不影响他收取这里的钻石, 神石所过之处, 一颗一颗的钻石, 全部被悄无声息地收进储物戒指。 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 叶不凡没有任何要停下来的意思, 而是开着摩托车将整个钻石矿 从头到尾离了一遍。 而他的储物戒指里面, 钻石堆成了一座小山, 至少有一百公斤之多。 按照重量单位换算, 一克相当于五克拉, 一公斤相当于五千克拉, 也就是说, 这么一会儿功夫, 他已经收走了差不多五十万克拉的钻石, 可以说是大丰收。 只不过这些地表剩下的钻石相对较小, 最大的也就是三四克拉的样子, 想要更大的钻石, 必须要深挖才行。 想, 免费, 真挽, 请百度搜。 他刚刚走那一趟, 已经确定了一些大钻石所在的位置, 挖起来也变得非常简单。 而小楼那边, 钢波斯让手下搬了几张椅子放在外面, 几个人坐在这里看着叶不凡, 见他并没有急着挖掘, 而是骑着摩托四处兜风都有些不明所以。 钢波斯自然不知道他的钻石已经差不多被清空了, 一脸讥讽地说道, 叶先生, 你这是在干什么? 难道说, 他想直接撞上数百克拉的大钻石吗? 亨利皱着眉头, 脸上透出一抹焦急的神色, 眼见着时间已经过半, 叶大师还不抓紧挖钻石, 再这么拖下去, 这场赌局可真的要输了。 只有鹤双双神色淡然, 他对叶不凡有着足够的信心, 知道他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虽然不明白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但自然有他的道理。 众人的注视当中, 叶不凡终于把摩托车停了下来, 拿起铁锹开始在地上挖掘。 他并没有真的指望用铁锹挖出钻石, 那样实在是太慢了, 剩下的时间根本来不及。 他只是挖了几下掩人耳目, 当出现一个小坑之后, 抬起右脚在地上狠狠一顿, 强大的混沌真气瞬间伸入地下, 将一颗硕大的钻石从地下带了出来, 出现在面前的小坑里面。 这是一颗巨大的黄钻, 看起来至少有一百克拉以上, 虽然还没有打磨, 但在阳光的照射下依旧透着迷人的光运。 这么大一颗钻石, 如果拿出去拍卖的话, 至少应该再一翼滑下臂以上吧。 叶不凡心中猜测着, 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看来这个钻石矿还真是有好东西。 神念一动, 将这颗巨大的黄钻收进储物戒指, 然后他再次上了摩托车, 向着下一个看好的地点赶去。 就这样, 他每到一个地点挖几桥就走, 每次都能收获一颗十克拉以上的钻石, 至于那些埋在地下的小钻, 他根本懒得理会。 钢波斯等人越看越猛, 做了这么多年钻石矿的矿主, 还第一次见到有人这样挖钻。 他再次讥讽地说道, 叶先生还真是个有意思的人, 他为什么不停地跺脚? 这是消极的表现吗? 亨利没有说话, 他现在连坐都坐不住了, 在小楼前不停地躲着步子, 一脸地焦急, 恨不得直接拿起铁锹去帮叶不凡挖钻, 只可惜规则不允许。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很快来到一个小时, 叶不凡一秒不差地骑着摩托车返回到了小楼前。 钢波斯站了起来, 神情中透着得意, 一脸虚伪地说道, 亲爱的叶先生, 您挖钻石的方式,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收获怎么样? 一定挖到很多钻石吧? 叶不凡自然知道, 这老家伙在嘲讽自己, 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 微笑着说道, 还不错, 至少比石克拉要多。 什么? 叶先生, 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钢波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他看来, 叶不凡刚刚折腾了一圈, 不要说石克拉钻石, 就连一颗碎钻都挖不到。 亨利则是一脸惊喜地说道, 叶先生, 您真的挖到了钻石吗? 那当然, 刚刚我就说过, 我的运气一直都是好到爆。 说完他伸手在口袋里一掏, 四颗钻石出现在掌心, 其中两颗大约四颗左右, 两颗大约三颗拉左右, 夹起来足足超过了石克拉。 而钢波斯在看到这四颗钻石的那一刻, 脸上的笑容瞬间停止, 变得无比难看。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个华夏人明摆着就是胡搞了一个小石, 是怎么挖到四颗钻石的? 难道运气真的那样好? 天哪, 叶先生, 您实在是太幸运了。 亨利兴奋地接过那四颗钻石, 放进旁边准备好的电子秤, 屏幕闪动了几下, 显示一共十四颗拉。 回过头来, 他对钢波斯说道, 亲爱的钢波斯叔叔, 这场赌局你输了, 请兑现承诺吧。 钢波斯的神情变了变, 最终又浮现出笑眯眯的奸笑。 我想你说错了, 赢得这场赌注的是我, 而不是叶先生。 亨利神色一变, 怒道, 钢波斯先生, 你不是要反悔吧? 作为一个商人, 一定要遵守自己的承诺。 钢波斯依旧笑眯眯地说道, 我当然遵守自己的承诺, 也会遵守赌约。 可我刚刚是怎么说的? 你刚刚说一个小时之内, 只要叶先生踩到十克拉的钻石, 这场赌局就算他赢, 赌注是价值五千万美金的钻石。 亨利愤愤地说道, 现在叶先生踩到的钻石, 足有十四克拉。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亨利, 我最亲爱的侄子, 你自己刚刚都说了, 我的要求是, 一个小时之内, 踩到一颗十克拉的钻石。 钢波斯露出狐狸一般的笑容, 伸手拿起那几颗矛钻说道, 这几个钻石, 两颗是四克拉, 两颗一是克拉, 根本没有一颗十克拉的。 我们向来说话算话, 累积可是不算的, 所以, 这场赌局是我赢。 你, 亨利瞬间气得浑身发抖, 没想到这个老狐狸竟然玩起了文字游戏, 谁能有那么好的运气, 刚好踩到一颗十克拉的钻石, 这简直就是在刁难人。 钢波斯却丝毫没有理会亨利, 微笑着, 看向叶不凡说道, 亲爱的叶先生, 你不会也对我们的规则理解有误吧? 叶不凡没有任何生气的神情, 微笑着说道没有, 我听得清清楚楚, 钢波斯先生确实说了, 要一个小时之内踩到十克拉的钻石。 亨利急切地说道, 叶先生, 您千万不要听他的, 他这就是在耍赖。 钢波斯说道, 叶先生果然是个遵守承诺的人, 您还有没拿出来的钻石吗? 如果只是踩到这四颗小钻, 那这场赌局可就输了, 要支付一亿美金的赌金。 此刻他心中已经吃定了对方, 能够踩到四颗小钻已经很不容易了, 怎么可能刚好踩到十克拉的钻石, 这种事情就算上帝也做不到。 当然有, 我都说了, 我的运气向来都是好到爆, 怎么可能只踩到这四颗小钻? 令钢波斯吃惊的是, 叶不凡伸手又从口袋里一掏, 然后将一颗钻石扔在了电子秤上。 屏幕闪耀, 最终鲜红的数字定格在十克拉, 而且是刚刚好好十克拉, 一分也不多, 一分也不少。 这, 这怎么可能? 钢波斯一脸的猛逼, 他实在无法相信, 这是真的, 叶不凡竟然刚刚好踩到一颗十克拉的钻石。 见钢波斯不说话, 叶不凡又说道, 怎么了钢波斯先生? 难道一颗不够, 那就再来一颗。 他手腕一抖, 又是一颗钻石, 滑过一条抛物线, 啪地落在电子秤的称盘上, 电子显示屏上的数字显示, 二十克拉。 也就是说, 叶不凡扔出这颗钻石, 又是刚刚好的十克拉。 凑巧, 我这里还有一颗。 叶不凡一抹口袋, 又是一颗钻石, 落在秤盘上, 三十克拉。 三颗十克拉的钻石, 立即震惊四座, 所有人都是呆若木鸡。 一个小时之内, 踩到这么多颗钻石, 而且还有三颗, 刚好都是十克拉的, 这简直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 亨利率先回过神来, 他兴奋地跳了起来, 随后对着刚波斯说道, 刚波斯先生, 您还有什么可说的? 现在是不是该认赌服输了? 这, 刚波斯的脸上变了几遍, 最终又恢复了之前的笑容, 眼神中虽然闪过一抹不易觉察的寒芒, 但还是笑眯眯地说道, 叶先生, 您真的很幸运。 我承认, 这场赌局我输了, 那些钻石都是您的, 现在就可以带走。 刚波斯先生, 太谢谢了。 叶不凡心情大好, 有了这么多颗钻石, 足够玉石产业基地用上几年, 他甚至连继续采购的兴趣都没有了。 刚波斯这次表现得倒是很痛快, 带人打开了地下室的铁门, 然后任由亨利的保镖将那些钻石装进袋子里, 带到车上。 做好这一切, 他又笑眯眯地对叶不凡说道, 亲爱的叶先生, 我真的很高兴能认识你这么幸运的人, 不知道您能不能赏光, 跟我共进午餐呢? 亨利说道, 刚波斯叔叔还是算了, 我们还急着回去有事情。 他虽然不知道这个老狐狸打的是什么主意,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绝对是没安好心。 这家伙一下子赔进去五千万美金的钻石, 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 不不不, 亲爱的亨利, 怎么说咱们也是东道主, 对待滑下来的客人不能小气, 不然会被人家笑话的。 刚波斯说着, 再次对叶不凡说道, 叶先生, 不知您能不能赏光呢? 叶不凡说道, 既然刚波斯先生这么盛情, 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 他也知道这个老家伙一定会报复自己, 不过他并不在意, 有些事情还是越早解决越好, 省着以后会有预想不到的麻烦。 太好了叶先生, 您是个爽快人, 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刚波斯看了看手表, 现在距离中午还有一段时间, 这样吧, 附近有个野生动物园, 非常非常的不错。 那里有好多可爱的动物, 不如我们先去那里看一看怎么样。 亨利说道, 还是算了吧, 一些动物有什么好看的。 说着, 还对叶不凡打了一道眼神, 示意不要听从刚波斯的安排。 叶不凡却仿佛什么都没看到一半, 乐呵呵地说道, 那当然好了, 我们这次到非洲也想好好玩一下。 刚好看看这里的大草原和野生动物, 有好多都是我们华夏没有的。 叶先生, 相信我, 这里的动物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它们都是那么的可爱。 刚波斯喜笑颜开地说道,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眼见的事已至此, 无法阻止, 亨利也只能选择跟着一起同行。 一行人离开了钻石矿, 除了叶不凡他们之前带来的三台车之外, 刚波斯又开了三台车, 带了八个保镖。 上了自己的汉马车, 刚波斯的神情立即冷了下来。 开车的是个身高体壮的黑人, 也是他的保镖头目。 老板, 难道就这么让那个华夏小子带走我们的钻石? 刚波斯神情阴冷地说道, 这绝不可能, 就算是上帝也不能占我的便宜。 保镖头目说道, 既然这样, 刚刚为什么不让我把他们一起干掉? 他刚刚偷偷问过刚波斯, 要不要自己带人出手, 可是被拒绝了。 那个华夏小子必须死, 我绝对不会让他活着离开非洲。 只不过, 这里是我的钻石矿, 还有亨利那小子跟着, 不太方便动手。 一旦传出有客户死在我这里, 不方便以后大家赚钱。 等下我们到了野生动物园, 找个机会把那小子扔下去, 相信我们野生动物园的狮子肯定想换换口味了。 还是老板的办法好。 保镖头目说着, 竖起一根大拇指。 野生动物园距离钻石矿并不太远, 大约半个多小时之后, 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这里是一座规模很大的野生动物园, 与普通的动物园不同。 这里的动物并不是关在笼子里, 可以在园内四处游荡。 游客可以开着动物园用的观光车, 顺着特定的线路观光, 能够让人在游玩的同时, 体验到那种置身于大自然之中的感觉。 不过, 这里也是有着非常严格的安保措施。 首先私人车辆不允许进入, 要使用动物园提供的特制电瓶车。 同时, 为了保护动物园里的动物不被杀, 所有游客都要交出自己的枪支, 不允许带枪进入。 钢波斯虽然是这里有名的富豪, 但也不能例外, 他和他的保镖都交出了随身携带的配枪。 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买好票后, 众人一起上了动物园提供的观光车。 这些车都是特制的, 动力是电瓶, 同时车子外面都有钢丝巾防护, 就算是大象, 也无法伤到车子里的人。 电瓶车的载客量是8人, 钢波斯的保镖用一台车, 亨利的保镖用一台车, 而叶不凡他们上了另一台电动车。 为了节约成本, 再加上这里完全不用遵守任何交通规则, 所以动物园是不给提供司机的, 让游客自行驾驶。 上车后叶不凡说道, 我来开吧。 说完他上了驾驶位, 贺双双直接坐在旁边的副驾驶位置, 亨利和钢波斯坐在了后面的座位。 几个人刚要开车, 突然又有两个游客跑了过来, 等一下, 等一下。 这是一对三十左右岁的青年男女, 男的高高大大, 看起来非常强壮。 女人虽然比不上贺双双那样倾国倾城, 但也算是一个美女了, 而且打扮得非常时尚, 下巴高高扬起, 一脸巨傲的神情。 他们虽然说的是鹰, 但都是东方面空。 男人对着车里打量了一下, 然后目光落在钢波斯的身上说道, 先生, 我们可以跟你们一起吗? 按照野生动物园的规定, 一般不坐满八人是不允许开车的, 由于钢波斯是贵宾才有这种特殊的待遇。 如果错过了这辆车, 两个人可能还要等上一段时间。 钢波斯原本是想拒绝的, 可看到男人身边那个漂亮的女人之后改变了主意, 非常热情地说道, 当然可以, 人多了更热闹一些。 这辆车原本就是承载八人的, 多了两个人也不显得拥挤。 他们上车后打量了一下车上的众人, 钢波斯西装革履, 手上还戴着八只硕大的钻剑, 一看就是个超级富豪。 亨利虽然年轻, 但颇有富二代的气质。 贺双双更不用说, 不但光彩照人, 而且浑身上下都透着高贵的气质, 让人不敢轻视。 唯独是叶不凡穿着普通, 相比于旁边的几个人, 逊色了许多, 甚至有些格格不入的感觉。 他还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 立即被认成了司机。 上车后那女人说道, 那个司机可以开车了。 叶不凡也不在意, 缓缓地启动了车子, 向着野生动物园里面开去。 钢波斯又露出他招牌式的微笑, 对着两个人说道, 二位看起来不像是非洲人, 是到这边来旅行的吗? 男人对他非常客气地说道, 你好这位先生, 我叫崔广志, 这位是我的女朋友戴飞飞, 我们都在M国的好莱坞工作。 这几天收到了华夏的邀请, 马上要到那边去就职, 所以想过来游玩一下, 然后就去工作了。 他看似在对钢波斯介绍自己, 眼神却时不时地飘向贺双双。 自从上车之后, 他便被贺双双的容貌所吸引, 心中盘算着如何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他知道, 对于华夏女人来讲, 最大的吸引力便是进入影视行业, 成为万人主目的明星。 所以他将自己的情况说得如此详细, 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贺双双的注意。 可惜, 让他失望了, 贺双双的眼睛一直在欣赏着周围的景色, 偶尔地跟叶不凡说上两句, 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他说什么一般。 钢波斯说道, 崔先生年纪轻轻便能进军影视行业, 果然是年轻有为。 几个人又客套了几句, 钢波斯的注意力很快便转移到戴飞飞身上, 跟他聊了起来。 崔广志见贺双双始终没有搭理自己, 忍不住主动说道, 这位漂亮的女士, 我看你的容貌和气质都非常与众不同。 如果进军影视业的话, 一定会大红大紫, 甚至能够成为好莱坞的大明星。 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为你帮忙。 要知道, 好莱坞很多大导演都是我的朋友。 在他看来, 这番话说完之后, 眼前的漂亮女人一定会对自己刮目相看, 甚至会主动地投怀送抱。 结果再次让他失望了, 贺双双依旧没有回头看他一眼, 只是冷冷地说道, 没兴趣。 崔广志却丝毫没有要放弃的想法, 他再次说道, 听你的口音是华夏江南人吧, 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家? 不过那也没有关系, 这几天, 华岗城大亨高家郡在江南投资200亿, 建立了大型的影视基地, 还要成立兄弟影视公司。 前天, 已经收到了邀请函, 准备聘请我回去做影视公司的总经理, 如果姑娘愿意, 我可以让你成为我们公司的第一个签约明星。 以我的个人能力, 和在好莱坞多年的工作经验, 将来一定会把你打造的大红大紫。 听他说了这么多, 叶不凡眉毛跳了一下, 成立兄弟影视公司的事情, 他是知道的, 在来之前, 就已经提上了日程。 只是没想到, 世界这么小, 陆伴下聘请的总经理, 竟然是身后这家伙。 在崔广志期待的眼神当中, 贺双双再次说道, 用不着, 我对影视也没兴趣。 这, 两次被拒绝, 有些出乎崔广志的意料之外, 以往凭借这招泡妞, 都是无往不利的, 从没像今天这般吃别。 他又说道, 要不咱们相互留个联系方式, 等你什么时候有兴趣了再找我。 贺双双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没那个必要。 说完他伸手挽住叶不凡的手臂, 指着窗外神态轻腻地说道, 小凡, 你快看, 长颈鹿。 没想到这个司机竟然是女神的男朋友, 崔广志看向叶不凡的眼神中透出难以遏制的极度。 看到男朋友当着自己的面, 接二连三地撩拨贺双双, 戴飞飞的脸上也闪过一抹不满的神色。 他对贺双双不满, 连带着江叶不凡也恨上了。 这时前面接连出现几块警示牌, 进入了高度危险的猛兽区。 随着车辆前行, 犀牛大象不断出现, 又走了一段路, 看到一个由七八只狮子组成的狮群, 在树下无精打采地晒着太阳。 叶不凡将车速慢了下来, 车上的人都不停地对着外面拍照, 偶尔还会调转镜头进行自拍。 崔广志和戴飞飞也不例外, 拿起手中的手机, 不停地对外面拍照片。 原本就是出来玩的, 叶不凡的注意力也被狮群吸引过去。 一不注意之下, 电瓶车压中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 猛然颠簸一下。 戴飞飞正拿着手机拍照, 一不注意, 手机从铁丝系滑到外面, 掉在地上。 这让他极为不满, 刚刚积压的怒火, 立即发泄出来。 混蛋, 你是怎么开车的? 我的手机都掉了。 还没等叶不凡说话, 贺双双不满地说道, 你自己没拿住手机, 还能怪得了别人。 再说了, 谁让你把手机伸到外面拍照的? 这里本来就是野生动物园, 又不是等级公路, 道路不平在所难免。 你早就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 戴飞飞蛮横地叫道, 我不管, 就因为他车开得不好, 我的手机才掉下去的。 那是最新款的水果手机, 要一万多块呢, 必须把手机给我捡回来。 崔广志也跟着说道, 本来就是他车开得不好, 如果停下来, 就不会有这种事了。 叶不凡皱了皱眉, 我也是游客, 没有给你当司机的义务, 是你自己愿意上来的。 如果你觉得我开得不好, 可以把车让给你开。 亨利说道, 就是, 让你们上车就不错了, 还有这么多毛病, 愿意捡自己去捡。 你们今天不把手机给我捡回来, 事情不算完。 戴飞飞双手插腰, 摆出一副没完没了的态势。 亨利刚要发火, 刚波斯将他一把按住, 然后乐呵呵地说道, 大家不要生气, 不就是一个手机吗? 下去捡回来就好了。 戴飞飞说道, 可是, 这么多狮子, 谁敢下去捡? 我去, 其实没有那么可怕的。 这些狮子, 每天都吃得很饱, 一般不会对人发起攻击。 而且, 我年轻的时候, 是个拳击运动员, 就算是真的有狮子过来, 也不怕, 我会一拳把他们打死。 刚波斯说完, 让叶不凡将车倒回到手机那里, 然后打开车门走了下去。 亨利看得莫名其妙, 不知道这个老狐狸唱的是哪出戏。 刚波斯下车后, 那群狮子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躺在太阳下面懒懒地晒着。 他过去捡起掉落的那只手机, 并没有急着上车, 而是从铁丝系塞给了戴飞飞。 戴飞飞惊讶地叫道, 刚波斯先生, 您实在是太勇敢了。 刚波斯笑眯眯地说道, 其实真的没什么, 平时这些狮子都吃得很饱, 一般不会对人类发起攻击的。 其实, 你们也应该下来转一转, 这么好的阳光, 这么好的空气, 下面更适合拍照。 戴飞飞看了一眼远处的狮子, 心中还是有些恐惧, 毕竟那可是传说中的寿中之王, 可不是可爱的小猫咪。 他有些不太确定地说道, 我也可以吗? 刚波斯说道, 当然可以, 下来吧, 我能保护你。 说着他很绅士地伸出一只手, 戴飞飞再三犹豫之后, 最终还是胆战心惊地走下了车。 虽然有些害怕, 但越是这样, 就越觉得刺激。 叶先生, 贺小姐, 你也一起来吧。 难得到非洲大陆来一次, 怎么也要近距离领略一下这里的风情。 刚波斯又开始邀请驾驶位上的叶不凡和贺双双。 叶不凡摆了白手说道, 还是算了, 怎么说, 下面也是太危险。 我劝你们也赶快上来吧。 胆小鬼,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男人的, 连这点小事都不敢。 说话的是崔广志, 他见那几只狮子依旧在那里, 闭着眼睛晒太阳, 仿佛根本没有看到他们一般, 也就削减了心中的恐惧。 一边打击叶不凡一边向车下走去, 似乎这样更能显示出自己的勇敢。 带飞飞飞脸上也露出一抹讥讽的神色。 胆小鬼, 竟然连舞一个女人都不如。 叶不凡微微摇了摇头, 你们这不叫勇敢, 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带飞飞甩出一个不屑的白眼, 真是虚伪, 胆小就胆小, 还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崔广志说道, 胆小如鼠, 真是个娘妈。 钢伯斯又对贺双双说道, 贺小姐, 难道你不打算下来拍几张照片吗? 多么难得的机会。 崔广志跟着说道, 是啊, 贺小姐, 没必要跟那个胆小鬼在车上躲着, 既然来了, 就应该玩得开心。 不去。 贺双双面无表情地说道, 没听到小凡说吗? 你们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他可不认为叶不凡是胆小, 连世外桃园小区的邪雾他, 全部都收拾了, 又怎么可能会怕这几只狮子? 在场的众人当中, 也只有他能真正理解叶不凡那番话的含义。 就这样冒冒失失地下了车, 一旦被那些狮子围猎, 要么死的是人, 要么死的是狮子, 确确实实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几个人说不动叶不凡跟贺双双, 崔广志和戴飞飞两个人, 开始拿出相机拍照, 钢伯斯眼中却闪过一抹失望的神色。 这时亨利上前对叶不凡低声说道, 叶先生, 我想下车到后面方便一下。 他刚刚在钻石矿等待叶不凡的时候, 由于心情焦躁, 喝了大量的咖啡, 一路上又没有厕所, 所以现在尿急得很。 虽然他也知道野生动物园很危险, 但看了几个狮子还在打盹, 就想下车抓紧时间解决一下。 叶不凡点了点头说道, 那好, 一定要注意安全。 放心吧叶先生, 我很快的。 亨利现在, 对叶不凡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完全言听计从。 他下了车, 由于戴飞飞在车前面, 他就跑到车后面, 开始解开裤子放水。 钢伯斯催广致几个人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那个狮群上。 如果那些狮子站起来, 他们立即就跑回车里, 从距离上看, 肯定是来得及的。 可过了一会儿, 狮子依旧在那里睡觉晒太阳, 丝毫没有理会他们, 几个人便越来越放松。 车里面, 贺双双说道, 这些狮子, 好像真像他们说的那样, 已经吃饱了, 根本不理我们。 可能是不想理会, 也可能是在等待合适的机会。 人类总是太小看动物的智慧, 它们的那种本能, 都是在自然生存法则中锻炼出来的, 很多时候会超出人的想象。 叶不凡正说着, 突然从后视镜里面, 发现一个身影在缓缓地移动着。 那颜色跟周围的杂草环境融为一体, 如果不是它视力惊人, 几乎发现不到这是一个生物。 不好, 有危险, 赶快上车。 它已经看出来了, 那是一只花豹, 俨然已经将这边的人当成了猎物。 大吼一声之后, 叶不凡快速下了车, 急速向着车后的亨利冲去, 这个小伙子不错,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出事。 亨利站在车后, 终于痛快地给膀胱减轻了压力, 最后舒服地打了个冷战, 准备将裤子提好。 而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敏捷地犹如利剑一般射了过来, 两只前爪狠狠地抓向他的肩膀, 血盆大口咬向了他的后脖杠。 是那只花豹, 他已经开始捕食了。 亨利感受到身后的袭击, 在想躲避为时已晚,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而就在这时, 一只大手伸了过来, 抓住他的衣领, 巨大的力量瞬间将他扯到一边。 与此同时, 一脚飞出, 狠狠地踹在花豹的胸口上。 原本凶猛无比的花豹, 在这一脚之下, 顿时犹如射出去的子弹一般, 飞出去十几米, 砰的一声摔在地上, 蹊跷流血, 眼见着是活不成了。 叶不凡提着亨利, 将他送到车上。 而就在这时, 另一只花豹向着戴飞飞发起了攻击。 还没等刚波斯和崔广志有所察觉, 他便已经从后面咬住了戴飞飞的脖梗, 犹如雕小鸡一般, 将他向着森林里面扯去。 花豹原本有两只, 被叶不凡踢飞的是母豹。 而这一只是公豹, 相对来讲体型更大, 力量更足, 转眼之间便已经将戴飞飞拖出去十几米。 这是刚波斯和崔广志才意识到出事了。 他们的注意力一直都在狮子身上, 没想到身后还有豹子, 意识到周围还可能有其他的猛兽。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向着车上逃去, 谁也没有要去救戴飞飞的意思。 而就在这时他们惊恐地发现, 狮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动了, 八只凶猛的狮子, 犹如旋风一般, 向这边席卷而来, 已经只剩下机密的距离。 刚波斯身高体重之前, 确实练过拳击, 动作也比崔广志迅速很多, 在狮子到达之前, 一下子窜到了车里面。 而崔广志, 显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两只手虽然抓住了车门处的栏杆, 屁股却被一只熊狮的大爪子狠狠地拍中。 一只成年熊狮的体重大约在二十万零四百斤之间, 这一下力量足有千斤, 差点没把他的骨盆拍碎。 崔广志原本就不算强壮, 被熊狮的一爪子直接拍翻在地。 与此同时, 那只熊狮发出一声怒吼, 猛地向他扑了过来, 张开血盆大口, 森白的牙齿直接咬向他的脖子。 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腥臭之气, 他顿时吓得魂不附体, 以为自己真的完了。 在这一瞬间, 无数的回忆涌上心头, 后悔为什么要听钢波斯的鼓动, 后悔为什么要跟叶不凡较劲。 可就在这时, 熊狮的大脑袋在他面前停住不动了。 原来叶不凡伸手抓住了熊狮脖梗处的鬃毛, 直接将他扯了起来。 紧接着手腕一抖, 重达三四百斤的熊狮, 犹如木偶一般飞了出去, 跟另一只扑过来的熊狮砰的一声撞在一起, 两只狮子在地上滚坐一团。 叶不凡打跑熊狮之后, 紧接着脚尖一挑, 将四肢酸软的崔广志踢进了车里。 事情发生得太快, 几乎在一瞬间完成, 贺双双看着被拖走的戴飞飞叫道, 小凡, 赶快救人。 虽然很不喜欢这个女人, 但总不能眼看着一个活人葬身爆口。 说完他纵身一跃, 也从车里冲了出来, 向着那只花宝冲去。 看到又有人从车里冲出来, 立即有四只狮子紧跟在贺双双的身后, 闪电般地扑了过去, 显然把他也当作了猎物。 叶不凡自然不会有任何质疑, 也快速扑向了贺双双和戴飞飞。 他修为高, 速度快, 后发而先至, 比贺双双还早一步来到戴飞飞身前。 那只花宝剑有人冲过来, 也意识到了危险, 放开嘴里的猎物, 扭头向着叶不凡扑了过来。 不知死活的东西, 滚! 叶不凡抬腿一脚踢在花宝的脑门上, 咔嚓的鼓猎声传来, 竟然硬生生将他的头骨踢碎。 花宝飞出去七八米远, 扑通一声摔在地上。 而他毫不停歇, 将地上的戴飞飞抓在手里, 塞给随后赶制的贺双双, 然后扭头面向扑过来的尸裙。 崔广志被踢到车里之后, 回过神来的亨利便将车门关闭。 三个人在车上看到叶不凡的表现, 都惊得目瞪口呆。 亨利虽然知道他是法师, 却没想过伸手也如此之好。 刚波斯震惊之后, 脸上闪过一抹得意和阴狠。 他这次来到野生动物园, 目的就是要弄死, 虽然开始不太顺利, 但现在目的还是达到了。 他不相信面对狮群, 一个人还有活下来的希望, 甚至取出手机, 打开摄像功能, 准备录一段狮子吃人的好戏。 两个保镖的车辆一直跟在身后, 见前面发生情况急速驶了过来。 不过他们到达现场的时候, 叶不凡亨利和刚波斯 都已经上车脱离危险。 他们的职责只是保护自己的主人, 对于其他人自然不管不问。 况且眼前的是八只雄狮, 他们手中又没有枪, 就算下去也是白搭。 亨利在车上焦急地叫道, 刚波斯, 你在干什么? 我们必须赶快想办法 把叶先生救上来。 怎么救? 你去救? 用你去把那些狮子喂饱吗? 这, 亨利虽然对叶不凡的安危焦急, 却没有任何办法, 以他的伸手下去只能给狮子送菜, 到时候还会增加叶不凡的负担。 崔广志贪软在座椅上, 刚刚那一下真的把他的屁都下凉了, 差点没被雄狮咬断了喉咙, 到现在还是四肢无力, 都没回过神来。 虽然能够清楚地看到浑身是血的带飞飞, 但他没有流露出任何担忧的神情, 毕竟自己的小命才是最宝贵的。 面对环绕在周围的八头狮子, 叶不凡丝毫没有恐惧的神色, 对贺双双说道,我们走。 为首的一只狮子,身材高大, 有四百斤之重, 应该是这群狮子当中的王者。 感受到叶不凡的不屑, 他的王者威严似乎受到了挑衅, 发出一声怒吼之后, 扑了上来。 可他刚刚扑到一半, 便被叶不凡一巴掌抽在大脑袋上, 这一下, 竟然硬生生地将他横空抽出去七八米, 咔嚓一声将一株碗口粗的小树撞断。 狮子王从地上爬起来, 虽然没死,但身上多处受伤, 看向叶不凡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 似乎不明白, 以往一乡弱小的人类, 怎么突然变得如此强大。 见自己的王者, 都被打成这个样子, 其他狮子出于本能, 立即停住了脚步, 特别刚刚被叶不凡教训过的那只雄狮, 不但不敢上前, 相反慢慢向后退去。 叶不凡没再理会他们, 如果这些畜生自己不找死, 他也懒得杀生, 拉着贺双双走出的狮群, 向着电瓶车这边走来。 三辆车内的人都看傻了, 刚波斯和亨利带来的那十六个保镖, 平时都以为自己是高手, 但自问绝对做不到叶不凡这种程度。 面对八只雄狮面不改色, 一巴掌抽飞狮王, 震慑所有雄狮,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华夏功夫? 刚波斯拿着手机, 原本是想录一场狮子吃人的好戏, 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他啪的一巴掌拍在玻璃上, 混蛋, 这些该死的狮子, 为什么不吃了他? 他今天的计划, 就是让叶不凡, 葬身野生动物园, 眼见着计划就要失败, 回手啪的一下锁好了车门。 愤愤地叫道, 老子把你扔在这里, 我看你能扛住几头狮子。 现在已经死了两头花豹, 血腥气很快就会引来其他的猛兽。 到时候, 叶不凡就是再厉害, 也要成为这些猛兽的粪便。 见他锁了车门, 亨利愤怒地叫道, 刚波斯, 你要干什么? 赶快把车门打开。 说着他就要过来开车门, 却被刚波斯一拳打了回去。 这家伙之前练过拳击, 一拳直接将亨利掀翻在车座上。 亨利痛楚地捂着肚子, 愤怒地叫道, 该死的, 你要干什么? 你这是谋杀? 你说对了, 我就是谋杀。 刚波斯愤怒地咆哮道, 我就是要让他死。 不然你以为我, 为什么带他来这里? 一个华夏人, 也敢拿我的钻石, 只有死路一条。 混蛋, 我跟你拼了。 亨利挣扎着, 想过来跟刚波斯拼命, 只可惜, 实力跟愤怒没有任何关系。 刚波斯再次几拳挥出, 将他打得流鼻血, 瘫软在座椅上爬不起来。 他回过头来对崔广志叫道, 你去开车, 马上离开这里, 不然把你扔下去喂狮子。 唉。 虽然下面有和双双和自己的女友, 崔广志根本顾不得他们的死活, 立即跑到驾驶位上去开车。 这时叶不凡已经来到了车前, 拉了拉车门, 发现里面里面已经上了锁, 又看到满脸是血的亨利, 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 他对着刚波斯叫道, 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把车门打开。 别做梦啊, 你就在这里等死吧。 刚波斯神色阴狠地笑道, 华夏小子, 只能怪你自己倒霉, 也不擦亮眼睛, 看看我是谁, 竟然连我的钻石都敢拿。 当你在这里变成狮子的粪便, 到时候那些钻石还是我的。 崔广志也跟着叫道, 是啊, 你不是牛逼吗? 你不是连狮子都能打得过吗? 看你能打死多少。 贺双双怀中抱着浑身是血的戴飞飞, 愤愤地对他骂道, 王八蛋, 你还是不是人, 没看到你女朋友已经受伤了吗? 还不赶快把门打开。 崔广志叫道, 女朋友算什么? 她死了, 我还可以再找一个, 或者找很多个。 刚波斯笑道, 小老弟, 你说得不错, 女人只是衣服罢了, 还是自己的命最重要。 他看着贺双双说道, 小姑娘, 如果你愿意做我的女人, 我可以让你上车。 呸, 你别做梦了。 贺双双对着他狠狠地催了一口, 刚波斯错不及防之下, 被翠了一脸, 他擦去脸上的唾液怒道, 臭娘们, 那你们就等死吧。 崔先生, 开车, 等死的是你们。 就在崔广志准备发动汽车的时候, 叶不凡伸手抓住了驾驶位的防护栏, 原本这些防护栏是应对狮子大象的, 每一根钢筋都有拇指粗细, 看起来极为坚固, 也正因为这样, 刚波斯等人才如此有恃无恐。 在他们看来, 只要自己不开门, 叶不凡就算再厉害, 也拿自己没办法。 可让他们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原本坚不可摧的防护栏, 在叶不凡的手上, 就如同纸壶的一般, 瞬间便被撕开一个大口子。 忘恩负义的东西, 去死吧。 叶不凡碰的一把抓住崔广志的衣领, 将他从汽车里面猛地扯了出来, 狠狠地摔在身后。 这家伙被摔得坑的一下, 差点没断过气去, 但离开了防护车, 莫大的恐惧感顿时从心中生起。 他从地上爬起来, 挣扎着叫道, 叶先生快救救我, 我刚刚是跟你开玩笑的。 崔广志说着, 就像叶不凡这边靠近, 却被鹤双双一脚踹翻在地。 对于这种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他没有任何怜悯之情。 求求你们救救我, 刚刚是我错了, 崔广志不停地哀嚎着, 好在那些狮子, 刚刚都被叶不凡震慑住了, 此刻都是远远地围着, 并没有立即发起进攻。 叶不凡没有理会他, 再一次抓住了电瓶车的车门, 砰的一下, 将整个车门都扯了下来。 刚波斯坐在车里面, 这下彻底傻眼了, 做梦也没想到, 这个华夏人如此生猛, 竟然连防护车都没有用。 看着目光冰冷的叶不凡, 他脸上挤出一抹虚假的笑意, 讨好的说道, 叶先生, 有话好说, 我可以再给你五千万美金, 可刚刚说了一半, 便被叶不凡一把卡住脖子, 甩手扔到了车外, 他没有直接下杀手。 既然这老家伙, 想让自己变成狮子粪便, 那就以笔之道还之笔身, 让他喂狮子吼了。 收拾了刚波斯两个人, 叶不凡一把拉起车里的亨利, 四个人一起, 向后面保镖乘坐的车辆走去。 亨利的保镖建筑人来了, 赶忙打开车门, 将四个人接了上去。 上车后, 叶不凡对开车的保镖说道, 开车, 我们回去。 保镖没有任何犹豫, 一脚由门向前开去, 离开了这里。 那些狮子原本畏惧的是叶不凡, 见他离开, 立即呼的一下, 将刚波斯和崔广智围在中间。 两个人彻底傻眼了, 面对这么多凶猛的狮子, 他们双腿发软, 站都站不住, 只能背靠着那辆破损的电动车站在那里, 一动都不敢动。 特别是刚波斯, 几分钟之前, 还想着把叶不凡喂狮子, 没想到, 现在自己落到这步田地。 好在他的保镖就跟在身后, 这时, 电动车立即开了过来。 这些保镖们身上没枪, 面对这些狮子, 没有任何底气, 只不过碍于职责所在, 胆战心惊地来到刚波斯身前, 护着他准备上车。 狮子们围在周围, 由于刚刚叶不凡表现得太猛了, 他们不确定, 眼前这些猎物, 是不是也那样厉害, 所以没有急着发动进攻。 就在这些人慢慢移动脚步, 来到车门口的时候, 似乎失去了耐心, 一只雄狮试探着发起了进攻。 一声怒吼之后, 他猛地向着刚波斯身边的一个黑人保镖扑了过来。 这名保镖正在全身戒备, 看到扑过来的雄狮, 只能咬着牙一拳挥出。 这家伙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黑拳手, 每一拳都有着数百斤的力量, 只可惜他面对的是狮子, 而不是普通人。 这一拳虽然打得这头雄狮, 歪了一下脑袋, 显然没有造成太多的伤害, 相反锋利的前爪在他的胸口带起一道深深的血痕, 鲜血瞬间便涌了出来。 其他的狮子见到眼前这些人并没有那么厉害, 而且受到血腥味的刺激, 再也没有任何犹豫, 张牙舞爪地扑了上来。 这些保镖们全力反抗, 人力终究有限, 他们没有叶不凡的本事, 赤手空拳之下根本无法跟这些狮子对抗。 仅仅一两分钟过后, 这些保镖就各个带伤, 就连钢波斯的屁股都被撕下一块皮肉。 唯独崔广志比较幸运, 战战兢兢地站在那里, 却没有狮子对他发起进攻。 最为糟糕的是, 受到血腥气的吸引, 周围诱过来一些豹子和猎狗, 只是碍于狮群的威力, 没赶上前。 看到周围的猛兽, 钢波斯简直都要哭了, 没想到害人不成, 自己竟然要变成猛兽的粪便。 眼见着危在旦夕, 也是钢波斯命不该绝, 这时碰得一声枪响, 一发麻醉弹射在了狮王的脖子上。 狮王挣扎了两下, 最终扑通一声, 摔倒在地。 是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 发现了这边的情况, 立即带人赶了过来。 他们接连开了几枪, 吓走了狮群和其他猛兽, 这才将几个人就上车。 上车后, 动物园的卫生员, 帮众人包扎伤口, 钢波斯屁股被狮子扯掉一块皮肉, 肩膀上还有一道血口。 这家伙疼得呲牙咧嘴, 咬牙切齿地骂倒。 该死的华下人, 你给我等着, 老子一定不会放过你。 此刻叶布凡等人, 在车上, 他帮着戴飞飞处理了脖梗上的伤口。 好在刚刚他跟贺双双救援急时, 没有让豹子咬第二口, 不然就彻底完了。 来到大门口, 叶布凡等人上了亨利的车, 戴飞飞感激地说道, 叶先生, 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 他这次受了极大的刺激, 关键时刻被男朋友抛弃, 最终是眼前这个男人救了自己。 叶布凡说道, 感谢就不用了, 你现在的伤势已经得到控制, 回去好好休养几天就没事了。 戴飞飞再次千恩万谢, 叫来了一台低势离开了这里, 叶布凡他们也重新返回了安德鲁的庄园。 他们刚刚进门, 安德鲁便满面笑容地迎了上来。 亨利在车上接连被钢波斯打了几拳, 此刻身上挂满了血迹, 看起来狼狈不堪。 见到自己的儿子受伤, 安德鲁神色一边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亨利骂道, 都是钢波斯那个混蛋, 差点害死我跟叶大师。 安德鲁问道, 你不是带叶大师去他那里买钻石了吗?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 亨利将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最后说道, 钢波斯那个老狐狸, 为了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竟然想把叶大师害死在野生动物园。 虽然亨利讲的经过非常简单, 但安德鲁还是听得心惊肉跳, 同时也明白了, 是叶布凡再一次救了自己的儿子。 叶大师, 感谢您再次出手。 他又对着叶布凡, 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说道, 钢波斯那个混蛋, 我没想到这家伙会干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来。 叶大师, 真的对不起, 我对此事, 向您申表歉意。 叶布凡摆了摆手说道, 这跟你没有关系, 而且他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几个人又闲聊了几句,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接过电话后, 神色兴奋地对叶布凡说道, 叶大师, 你要找的那个人有消息了。 叶布凡神色一喜, 看来安德鲁的信息渠道确实强大, 仅仅一天就找到了曹小婉。 他问道, 那太好了, 人在哪里? 他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钻石, 只要找到曹小婉, 马上就可以返回华夏了。 在祖马部落。 说到这里, 安德鲁的神情又严肃起来。 叶大师, 这件事情有些麻烦。 如果在其他部落, 以我安德鲁的面子, 立即就能帮你把人要出来。 但祖马部落不行。 叶布凡问道, 怎么, 这个部落有什么特殊的吗? 他现在对非洲大陆完全陌生, 要尽可能地多了解情况才行。 安德鲁说道, 祖马部落确实非常特殊, 他在南F国130个部落当中, 属于非常个别的存在。 首先祖马部落非常强大, 虽然族中的人不喜欢使用枪线, 但他们有着近百万的人口, 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勇猛好斗, 一般的部落都不敢招惹。 其次, 他们近乎生活于原始状态, 非常的不开化, 文明水平很低, 好多事情根本不讲道理, 难以沟通。 正因为这样, 他们那里完全处于无官方状态, 虽然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却丝毫不受政府的管理。 在祖马族人的眼中, 只有酋长, 而没有官方长官。 祖马部落所在的地方, 矿藏非常丰富, 曾经有个商人想去那里搞开发, 结果开发没搞成, 却被酋长一声令下给烧死了。 对于这样一个部落, 我真的是无能为力。 安德鲁犹豫了一下又说道, 叶大师, 祖马部落是非常排外的, 想从那里救人, 真的非常非常困难。 如果您要找的只是普通朋友, 我建议就放弃吧。 一个女人进入祖马部落, 想要再带出来,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叶不凡说道, 安德鲁先生, 那个人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只要你安排人, 把我带到祖马部落就可以, 其他的由我来做。 安德鲁说道, 叶先生, 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 祖马部落确实很危险。 而且, 我在那边的人传回来消息, 祖马部落现在正闹一种特殊的瘟疫, 据说已经死了很多人, 根本就无法控制。 非洲大陆由于气候炎热, 所以经常会爆发这样那样的疾病, 比如说, 世界文明的埃博拉病毒和艾滋病, 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甚至好多传染性疾病都没有名字, 这里的人统一称之为瘟疫。 叶不凡说道, 放心吧, 我有救人的能力。 而且, 我是一名医生, 根本不怕什么瘟疫, 或许还能给那里帮帮忙。 那好吧, 您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让亨利带着您过去。 叶不凡说道, 当然是越快越好。 安德鲁说道, 那咱们现在就吃午饭, 我让人做准备, 吃过饭就走。 一个小时后, 叶不凡几个人吃过了午餐, 亨利让人准备好的车辆, 是两辆经过特殊改装的汉马车。 在非洲大陆, 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所以, 这种越野车具有极大的优势。 叶不凡一行人出发了, 他跟贺双双亨利三个人一台车, 后面的四个保镖一台车。 出了南F国的首都之后, 众人一路向西, 越走越荒凉, 不过也真真切切地领略到了非洲大陆不一样的风情。 祖马部落距离很远, 一直到日落西山的时候, 他们刚刚来到部落的边缘。 到了这里, 叶不凡才知道, 祖马部落很大, 在周围有很多边缘的小部落。 走了一天, 众人也有些累了, 亨利之前喜好四处游历探险, 所以对这里的情况也非常熟悉, 带着叶不凡找了一个小饭店, 大家在这里休息吃饭。 说是饭店, 其实就是一个用特殊的稻草搭成的棚子, 看起来非常简陋。 一个胖乎乎的黑人老板娘正蹲在旁边, 不知道在煮着什么食物, 味道闻起来怪怪的。 在饭店周围聚集着很多人, 三五成群地聊着天。 最让叶不凡跟贺双双无法接受的是, 这里的卫生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苍蝇简直就是铺天盖地, 难怪这里的人容易得病。 众人坐下后勾了一会儿, 黑人老板娘将一盘子黑乎乎的食物端了上来, 似乎是某种肉食。 在这种苍蝇纷飞的环境当中, 叶不凡实在难以提起食欲。 他对亨利说道, 把钱付了, 咱们继续出发吧, 争取天黑之前把人找到。 那好吧。 亨利拿出一张美元拍在桌上, 跟着叶不凡就准备离开。 可就在这时, 旁边原本正在玩耍兮兮的一个小男孩, 突然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然后开始不停地抽搐, 口吐白沫。 不好了, 膝塞被魔鬼上身了。 周围的人立即惊慌失措地叫了起来。 而且, 没有人敢上前对小男孩进行救援, 纷纷向后躲避。 叶不凡用神石扫尸了一下, 那个小男孩被一种灰色的气息笼罩, 是感染了某种不知名的病毒, 应该就是安德鲁之前所提过的特殊瘟疫。 他脉步走了过去, 先是给小男孩搭了搭脉脉脖, 然后取出银针刺了下去。 肥胖的老板娘见他敢去触碰那个小男孩, 连忙叫道, 你不要动他, 不然会被魔鬼上身的。 放心吧, 他不是魔鬼上身, 而是得了一种病。 我是一名医生, 可以治好他的病。 叶不凡说着出手如电, 很快将手中的银针刺入了小男孩身上的时机处大学。 随着银针的刺入, 小男孩的身体停止了抽搐, 也不再口吐白沫。 周围的人都慢慢聚拢过来, 对叶不凡指指点点, 显然对他这种治疗方式非常好奇。 这里人生活方式极为原始, 跟外界接触很少, 更没有见过中医的针灸。 正在这时, 亨利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接过电话后, 神色大变, 对叶不凡说道, 叶大师, 不好了, 曹小婉那边出事了。 叶不凡问道, 怎么回事? 亨利说道, 听说祖马部落总部那边, 瘟疫非常严重, 好多人都沾染了这种极为特殊的传染病, 就连酋长的母亲都没能幸免。 那边有很多医生帮助治疗, 但没有任何效果。 刚刚部落的大巫师对酋长嘉林查说, 这并不是普通的瘟疫, 而是巫神震怒, 降在于祖马部落, 必须要用活人献剂才能渡过这次劫难。 酋长深信不疑, 已经准备了一百名活人进行献剂, 其中就有曹小婉一个。 叶不凡神色一变, 好不容易来到非洲折腾了这么久, 终于有了曹小婉的消息, 总不能带一个死人回去。 他说道, 献剂在什么时候? 就在今天晚上, 我们必须马上赶去, 不然真的来不及了。 那好, 我们现在就走。 叶不凡说完, 一伸手将小男孩身上的银针尽数收回, 虽然病情还没有完全解除, 但短时间内不会有生命危险, 只能等以后再说。 几个人急匆匆地上了汉马车, 向着祖马部落所在的位置赶去。 夕阳西下, 夜色降临, 在一座大山脚下聚集着数万的祖马部落族人。 这里是祖马部落总部的所在位置, 背后这座大山被当地人称为神山, 山脚下筑立着一座高达三十多米的高大神像。 部落每一次进行祭祀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 此刻在神像前面是一座高大的祭坛, 已经搭建了一百个十字架, 每个架子都捆着一个女人, 脚下放着一大堆柴草。 按照族中大巫师所说, 女人是对巫神最好的祭品, 而最佳的祭祀方式就是火祭。 这些女人肤色各异, 有白人, 有黑人, 也有黄种人。 在正宗的一个十字架上, 捆着一个非常漂亮的白种女人, 身材突凹有致, 性感无比。 金色的头发披散在肩膀上, 精致的面容在月光下显得熠熠生辉, 眼中充满了不甘和愤怒。 在她旁边是一个黄种女人, 脸色惨白, 眼神中充满了沮丧和颓废, 正是曾经不可一世的曹小婉。 此刻的曹小婉已经不知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 在华夏的时候, 一直梦想着能够嫁给一个外国男人, 认为华夏的男人根本配不上高贵的自己。 后来认识了卡努, 更是做起了王妃梦, 可到了这里她才知道, 一切都是一场噩梦。 相比于这里, 华夏简直就是女人的天堂, 而这里则是女人的地狱。 下了飞机后, 卡努便摘下了面具, 先是扯掉了护照本, 然后将她带回了部落的家里。 到了这里她才发现, 这个男人之前已经有了四个老婆, 而把她带回来的目的只有一个, 出去卖身赚钱。 从此, 她开始了噩梦一般的生活, 差到极点的卫生条件, 难以下咽的食物, 每天都挨打受骂, 至少要接待数十个客人, 简直就是生不如死。 而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今天晚上突然被部落选出来, 捆在了十字架上, 听说要作为活人, 寄献给这里的巫神。 后悔! 无尽的后悔! 曹小婉的肠子都要毁清了, 原本在华夏是高高在上的公主, 有无数的追求者, 偏偏因为自己的一意孤行, 因为自己高高在上的女权主义, 最终彻底毁了自己。 如果再给她重来一次的机会, 绝对不会继续这种选择, 而会珍惜以往那份难得的生活。 这一切都没有如果, 一切都晚了, 再过不多久她就会被活活地烧死。 在祭坛前面, 是一堆烧得极其旺盛的篝火, 篝火四周聚拢着数以万计的祖马部落族人, 为首的是一个五十左右岁的中年男人, 他是祖马部落的酋长, 嘉灵察。 在这里, 酋长的权力足以堪比封建社会的皇帝, 掌握着所有族人的生死。 在嘉灵察面前, 站着一个全身都裹在黑袍子里面的人, 左手拿着一只水晶球法杖, 腰间还盘着一条漆黑如墨的大蛇, 他就是部落的大巫师。 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只知道他是高高在上的大巫师, 巫神的代言人, 实力深不可测。 此刻, 他面对嘉灵察, 声音沙哑地说道, 尊敬的酋长大人, 巫神刚刚传达旨意告诉我, 我们的祭祀该开始了。 只要把这一百个女人都献给巫神大人, 到时候, 部落的灾难自然解除。 放人, 赶快把我们会长放了。 你们这些愚昧的人, 随着一声呼喊, 几个白种男人从外面冲了进来, 为首的是一个大胖子。 他对着嘉灵察愤怒地叫道, 我们是世界医学会的成员, 这次是来给你们提供援助的, 是来为你们的族人治病的。 可是, 你们怎么这么对待我们? 既然要用我们的会长祭祀, 你们还有没有良性? 旁边的一个大胡子, 也跟着叫道, 都什么时代了? 你们为什么还这么愚昧? 你们这里沾染的是一种不知名的病毒, 根本就不是触怒了神。 你们要相信医学, 只有现代医学, 才能拯救你们。 放肆, 你们是怎么跟酋长说话呢? 信不信现在我就砍了你。 说话的是一个身高体壮的黑人大汉, 手中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 胖子制止住了愤怒的大胡子, 再次对嘉灵察说道, 酋长大人, 我们没有冒犯的意思, 但你必须把我们的会长放了。 此刻他心中郁闷地要死, 作为世界医学会的成员, 以往他们到了哪里都是受到最优等的待遇, 得到所有人的尊敬。 可这里不同, 原本听说这里发生了极为怪异的传染病, 他们是到非洲大陆进行医疗援助的。 可没想到, 刚刚来了没几天, 会长爱丽丝便被这里的人野蛮地抓了起来, 听说要作为祭祀献给巫神。 他们满心的愤怒, 却又无计可施, 完全是一种秀才遇见兵的感觉。 这里人的思想极度落后, 根本无法沟通。 嘉灵察看了他们一眼说道, 已经给过你们机会, 整整过了一个星期, 可是你们做了什么? 没有只好一个病人。 而我的族人一个又一个死去, 现在连我母亲都病了, 让我还怎么相信你们? 大胖子叫道, 酋长大人, 你们这是一种全新的病毒, 之前从没有见过, 想要医治必须给我们时间。 好了, 愚蠢的家伙, 不要再妄想着, 妖言获重。 大巫师说道,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病毒, 而是你们触怒了巫神。 今天必须对巫神献祭, 不然整个足马部落, 都要为你们的愚蠢陪葬。 愚昧, 你们实在是太愚昧了, 必须要相信科学, 大胡子还要说什么? 嘉灵察却没有再听下去的兴趣, 对旁边的几个手下摆了摆手, 先把他们捆起来, 等献祭之后再杀掉。 胖子叫道, 你们不能这样, 这样是违反人权, 这样是违法的。 可他们这些话, 根本没人在意, 立即有十几个不足武士冲了上来, 将几个人捆得结结实实, 嘴巴也塞得死死的。 祭台上, 爱丽丝将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眼中闪过一抹绝望, 看来自己今天真的要死了。 大巫师对台下的众人高声说道, 献祭开始, 请大家祈祷, 祈求乌神保佑我们祖马部落的族人。 说完他一摆手, 立即有十几个族人冲上了祭台。 先是在柴草上泼油, 然后拿着火把点燃。 曹小婉看着夜空中的东方, 眼中止不住地流下泪水, 曾经自己有那么幸福的生活, 偏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突然他的脑海中, 跳出一句滑下的俗语, 不做死就不会死。 与此同时, 他的心底又生出一股莫名的仇恨, 都是那些该死的田园女权主义者。 是他们鼓动自己, 是他们胡言乱语, 是他们吹嘘国外的男人有多优秀, 吹嘘国外的月亮有多元, 结果坑害了自己的一生。 可眼前的一切他丝毫都无法阻挡, 只能默默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在做好准备工作之后, 大巫师再次对手下人叫道, 点火, 献祭。 几个准备好的族人手持火把, 向着爱丽丝和曹小婉走来, 献祭的顺序是从中间开始点燃, 依次点向两边。 眼见着火把就要点燃自己脚下的柴草, 爱丽丝眼中尽是不甘之色。 自己曾经是医学天才美少女, 是全世界最好的医生, 年纪轻轻便登上了世界医学会会长的宝座。 从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死在这些愚民的手里, 会被自己企图治愈的病人活活烧死。 看到火把越来越近, 他慢慢闭上了美丽的大眼睛, 自己的一切梦想永别了。 自己的白马王子永别了。 住手! 而就在这时, 一声大喝传来, 两道黑影急速跳上了祭台, 匹首夺过了那些人手中的火把, 瞬间熄灭。 来得自然是叶不凡跟贺双双, 他们急速赶到这里, 并没让亨利众人参与。 而是两个人上了祭台, 见到献祭一事被人打断, 台下面一片哗然, 祖马族的族人们纷纷发出怒吼声。 嘉林茶藤的一下, 从宝座上站了起来, 怒对台上叫道, 你们是谁? 竟然敢打断我们的祭祀? 难道不怕乌神降罪吗? 叶不凡说道, 酋长大人, 我是一名来自华夏的医生。 你们这里根本就不是乌神降怒, 也用不着用活人陷阱, 而是族人沾染了一种不知名的病毒。 我可以向您保证, 只要给我时间, 我一定会将这里的病毒彻底治愈。 爱丽丝睁开眼睛, 看到眼前站着一名英俊的华夏年轻人, 此刻义正词严, 在火光的照射下显得越发高大帅气。 这个人是谁? 是他救了我? 难道是上帝安排的白马王子吗? 难道我的白马王子是一名东方人? 曹小婉感觉这个说话的声音有些熟悉, 低头看去, 赫然发现来人竟然是叶不凡。 以往他看到这个男人就非常讨厌, 特别在打伤了卡弩之后, 他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讨厌的男人。 可此刻看到叶不凡, 他仿佛看到了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救星, 心情一下子变得无比激动, 大滴大滴的泪水, 忍不住滚落下来。 胡说八道, 你就是触怒神的魔鬼。 大巫师扭头, 又对嘉林查说道, 酋长大人, 这种人就是魔鬼派来扰乱祭祀的, 必须当众处死, 不然巫神必然会降罪我们祖马部落。 嘉林查对身边的武士摆摆手, 给我杀他们。 是。 部落武士答应一声, 举着手中的大刀长矛, 向着祭台上冲了过来, 冲上来的足有近百人, 瞬间将整个祭台填满。 叶不凡没有任何迟疑, 将赫双双护在身后, 迎着这些人冲了上去。 他这次是来救人的, 并不想跟祖马部落搞得不可开交, 所以没有下杀手, 采用的是点穴手法。 所过之处那些武士全部定在那里, 犹如石像一般, 一动不动。 眨眼之间, 近百名祖马部落的武士, 全部被定在那里, 现场一片寂静。 台下的众人都一脸的茫然, 不知道这个华夏人是怎么做到的, 竟然能让他们最英勇的武士, 一动不动。 大巫师黑袍抖动了一下, 再次声音沙哑地说道, 囚长大人, 您也看到了, 这就是魔鬼派来的人, 他吸光了我们武士的精血。 嘉灵查脸上闪过一抹慌张, 虽然他是部落的囚长, 但对于未知的事物, 还是有一种本能的恐惧。 大巫师,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杀了他, 自然要杀了他。 我们要派上更多的武士, 绝不能让他离开这里, 不然巫神一定会震怒。 我们祖马部落就彻底毁灭了。 嘉灵查对着身后一摆手, 大家听到了没有, 必须把这个恶魔除掉。 叶不凡皱了皱眉, 自己虽然厉害, 但却无法对抗整个部族, 况且还要保护身后这些人。 他对着台下大声说道, 酋长大人, 我只是一名来自华夏的医生, 并不是什么恶魔。 大巫师叫道, 你这个魔鬼, 是到如今还想蒙避我们吗? 破坏了巫神的祭祀, 你今天只有死路一条。 说完他对着已经聚集在台下的武士们叫道, 冲上去杀死他, 我的勇士们, 巫神会保佑你们的。 听到他的话, 那些武士立即群情激愤, 挥动手中的兵器, 就要冲上祭台。 等一下, 叶不凡这一声大喊, 用上了内镜, 顿时震慑住了这些武士。 随后他又对大巫师说道, 你是部落的大巫师是吧? 我现在向你发出挑战。 在赶来的路上, 他向亨利了解过 祖马部落的风俗习惯, 部落的人对于大巫师极为尊敬, 不过也认为只有最强的人 才有资格成为他们的大巫师。 所以在这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所有人随时随地 都可以向大巫师提出挑战, 同时大巫师必须应战, 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